我有一间老房子 穿越后 我的老房子就成了法器 二手电动车会腾云驾路 笔记本可以当翻天翼 还有个成了精的电饭锅 能炼丹能卖萌 全都听好了 咱家祖籍京东商城 江湖人称锅锅 乃是我家老大 亲手炼制出来的 灵气 初次见面 老大 这条狐狸精妹子的肚刀 就算是见面你了 害热爱偷肚刀 文家这么冒昧如花 该怎么办好呢 哎 果然呐 长得好看就是有优势 哪怕心情再怎么糟糕 只要照照镜子 就可以解压了 姐姐是全天下最漂亮的妖精 那 这是我的邻居蜘蛛精 赤姐儿和她的六只小萝莉妹妹 这位客官 我看您气宇不凡 一定是来我们黑山方式采购商货的吧 我这里刚好有一件千年树枝制成的法棍 只卖九九八零食 买三根还送一根哦 诶 客官 您怎么不说话 脸色有点难看 好像嘴角还在抽搐 哦 定是刚刚得了风寒 哎呀 没事的没事的 我这里还有一剂专制风寒的灵药 看您顺眼就贩卖 这是隔壁蓝蛾似的树妖姥姥母 一心却想做生意挣钱 哦 对了 附近白骨洞里还有个毫无形象的石鸡娘娘 形象 你跟本宫说形象 混账 本宫子困在这破洞里不敢外出 整整三百五十六年八个月零三天 你居然还要本宫注意形象 娘娘 你该吃药了 抱歉抱歉 本宫方才有些控制不住情绪 没有吓到你们吧 呃 偶尔还会发个病 你应该发现了 我传来的这个世界就是个仙霞大杂烩 比如还有像以下种种 和你记忆中不太一样的妖怪 观观居旧 宰河 不对 宰浆 也不对 在海 随便了 这位小娘子 牛魔王有理 不知小娘子 不知小娘子 小娘子 我妈爱你 不知我教了你 不知小娘子 我没问题 小青草妈 总嫌弃我买不起豆腐 这下好了 只要咱家把这季风单一卖 就可以在东明山下买做七几七出的 吃货 到时候你一定要来喝喜酒啊 你问我是谁 我呢 是许知乎 一个普普通的宅男漫画家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 云天河 乔宜等领衔演播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小说 宅妖记 作者 善水 后期制作 海燕和青 让我们和许知乎 还有他的小伙伴们 一起闯荡昆吾世界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记 作者 善水 主播 云天河 乔宇等 后期 海燕和青 欢迎订阅收听 第一集 作为一只修炼了五百年的蜘蛛精 赤杰最近的压力很大 压力大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盘丝洞周围常有修正面器室 斩妖除魔 比如隔壁蓝惹色的树妖和一具女鬼 总是跑来抢生意 比如翠微山那头蠢牛 居然想上门提亲 还很大气侧漏地给自己起了个称号 叫什么 牛魔王 一群白痴 泡在暖洋洋的洞篷温泉里 赤杰懒洋洋地翻了个身 露出了无限美好的窑窍背影 雪白如玉的肌肤在雾气中若隐若现 似乎比全边的积雪还要更加炫目 文家这么貌美如花 该怎么办好呢 看着水里自己的消灭倒影 赤杰儿突然觉得心情好了许多 果然 长得好看就是有优势 哪怕心情再怎么糟糕 只要照照镜子就可以解压了 妈 姐姐是天下最漂亮的鸭鸭鸭 六个蜘蛛精小萝莉抱着洋娃娃 发自内心的整齐点头附和 就好像上次 那个满脸正硬凛然的道士 说要来斩妖除魔 结果 最后刚看到姐姐就满脸通红 结结巴巴说不出话 最后还拿出省吃俭用的五十块零食 说是过路费加胭脂水粉钱 那个倒是叫什么燕赤侠 还是燕黄侠 喂喂喂 我也有给他指路啊 没占点便宜好吗 赤箭而眯着琉璃般的微红色眼睛 很愉快地轻轻扬起唇角 可是没过多久 想起最近这段时间的烦恼 他却又忍不住悠悠叹了口气 唉 问题是 这样的好事越来越少了 难道你们没觉得 最近周围的妖怪越来越多 目过的凡人和小修士越来越少 搞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了吗 就是就是 六个蜘蛛精小萝莉拼命点头 用懒惹斯那个讨厌输妖的话来说 就是妖怪越来越多 凯子越来越少 搞的大家偶尔想骗个人 都要激烈竞争 是吧 想到这个怨脸胭脂水粉 都只能买最廉价的 世界忍不住满脸哀怨 很忧伤地抬头望着天空 太古妖王在上 请赐予我们一个凯子吧 书生也好 刚入行的修正者也好 只要人傻钱多就可以了 六个蜘蛛精小萝莉 也很认真地合起双掌 满眼水汪汪地一起虔诚祈祷 太古妖王在上 请赐给姐姐一个凯子吧 随便什么样的都行 就算穷得只有五块零食 我们也不嫌弃 好吧 太古妖王显然是个萝莉控 所以下一刻 她真的显灵了 冬日的午后 远处的迷雾中 突然传来奇怪的突突神 好像有什么东西震在过来 远远还能闻到 若有若无的人味 还真有凯子送上门 视觉微微愕然 却又立刻眉开眼笑 顺势一个轻盈翻身 慵懒柔媚地趴在泉边青石上 摆了个让人怦然心动的娇柔姿势 稍微停顿片刻 她突然又轻呼一声 樱桃小口轻轻一张 喷出一道银白色蛛丝 卷起泉边草丛里的装盒 抓紧时间补了一点胭脂水粉 加油 加油 六个蜘蛛精小萝莉 很兴奋地挥舞着小拳头 一起躲在后面水蒸气里 最小的那个还奶声奶气地出主意 姐姐 还不够啊 领口要拉低一点 再拉低一点点啦 啊啦啊啦 伦家就从来没有失败过 赤脚随手扔开胭脂盒 楚楚可怜地重新靠在青石上 支着精致小巧的下巴 扬起天鹅般的白皙玉颈 又露出一段修长迷人的锁骨 就这么眼波盈盈的慵懒邪 望向不远处正速速作响的灌木铃 事实上也没有等多久 仅仅片刻之后 一个黑发男人就骑着一个奇怪的交通工具 颠簸起伏地冲出了灌木铃 来了来了 赤脚眼睛一亮 只是下一刻 还没有来得及交滴滴地说什么 等他看清那个铠子的形貌后 突然就很惊讶地震了震 这家伙 这家伙 看起来 好奇怪啊 没错 确实很奇怪啊 突然到来的黑发男人 看上去普普通通毫不起眼 却穿了一件颇为奇怪的淡白色短袖衣服 不合季节时宜的短袖衣服前面 挖着一只憨态可居的棕色小熊 两只熊掌还抱着一个蜂蜜罐 意犹未尽的 甜啊甜 但这不是最奇怪的 最奇怪的是 这个男人生下那匹坐琴 看起来真的另类罕见 整个身体像是用铁水浇筑而沉 脑袋上长了一堆突出鸡脚 两只眼睛像孔明灯似的闪耀 下面更是没有腿和蹄子 取而代之的是两个圆轮 这是什么坐骑啊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奇怪的情景 痴迹儿满脸惊恶的愣了许久 终于忍不住 结结巴巴的脱口而出 你你是 你是 我 骑着奇怪坐骑的黑发男人 同样恶然无语 看着泡在温泉里的娇容美人 又看看后面那六个同样傻乎乎的小龙蛎 诡异的寂静中 迎着一群蜘蛛精的古怪目光聚焦 他骑着那只奇怪坐骑 后退几步 满脸古怪的指了指自己 我 我叫 神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记 作者 善水 主播 云天河 乔渝等 后期 海燕和青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二集 许之乎觉得自己很倒霉 倒霉的连人品都碎了门 作为一个半红不黑的漫画家 几年来我一直过着很普通的半宅生活 普普通通的给杂志社画插图 普普通通的当个大吃货 普普通通的宅在家里 偶尔隔着窗外看看外面的长腿妹子 好像一辈子都是我们普普通通了 可是 你们呀 谁能告诉我 为什么老子一觉醒过来 突然发现窗外是一片茫茫无际的荒山 野林 自家那间七十平民的老房子就被这一望无际的山野 重重包围着 坐落在一片松树林中 等等 我家对面的广场去哪了 左边的那家便利店呢 还有有前方 那本该有栋老师小楼啊 五楼的妹子还洗澡 经常忘了拉出脸的 这不是重点啊 重点是现在 这些平时看腻了的景象居然全都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荒山野林 到处都是高耸的参天古树 到处都是垂陆的枝蔓和遍地的灌木 只有一条还算平整的林间小路 崎岖蜿蜒地通往远方迷雾 你妈 难道我 穿越了 而且是连带着房子一起穿越了 整整目瞪口呆了两个小时 画漫画锻炼出来的脑洞大开 终于让雪之乎很艰难地冷静下来 然后开始一本震惊的思考 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 我该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 最应该做的就是先搞清楚这是哪 所以哪怕雪之乎还有点晕 不过在犹豫了很久之后 她还是决定先出去看看再说 幸运的是 房子里的东西都还在 连门口那辆二手电动车也还在 所以十分钟后 她就骑着这辆时不时会熄火的电动车 带上一把厨房里的菜刀当防身武器 胆战心惊小心翼翼地出了门 沿着那条邻近小路一直向前开 很顺利啊 没有突然跳出来的野兽妖魔 也没有什么漂亮妹子需要英雄救美 又这么颠簸起伏地开了半个小时 等她跟着前方的叮咚泉水声 又穿过一片微暖的白色迷雾以后 突然就发现 迷雾笼罩的温泉里 一位大红罗山半解的漂亮美人 就这么楚楚可怜地 携椅在青石上 眼波盈盈地看着她 后面还有六个看起来很粉嫩的小萝林 婴儿肥的小脸 水汪汪的大眼睛 满脸期待地咬着手指 说真的 这画面还是很有诱惑力的 不过 你当我傻呀 只用了三分之一秒 许之乎就做出了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 闪 说闪就闪 用了一转车头 她毫不犹豫掉头就跑 完全无视身后那群大小美人的呆滞表情 用脚后跟去想 也知道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事实证明这里面确实有问题 仅仅十几秒后 当她开着电动车呼啸冲进苍翠蜜林中 就听到身后狂蜂呼啸作响 一个娇滴滴却又气急败坏的声音 伴随着狂蜂越来越近 其佣 其佣此理 文家的美貌和智慧居然会不奏效 居然会 好强 许之呼擦擦冷汗 慌乱中回头看了一眼 差点惊得是连人带车失去平衡 就在身后茂密丛林中 那我之前看上去楚楚可怜的红伤美人 这时候竟然纵月如飞地追赶上来 每一次高高跃起时 她都会抬起纤细手腕 喷出一道银白色蛛丝 紧紧缠住前锋的树冠 伴随着蛛丝的甩动力量 这位美人在树冠之间呼啸飘荡 红裙黑发迎风自由飞舞 如同一只展翅滑翔的赤色猎鹰 所以说这位小妞和蜘蛛侠是亲戚啊 许之呼整个人都四巴打了 唯一能做的就是疯狂往前开 可问题在于电动车限速最高也就时速四十公里 更何况这辆电动车还是二手货 能开到二十公里都算嚼了血脉 可恶的家伙 既然置取不成 就别怪轮下动粗 转眼间 红烧美人已经是越来越近 借助着蛛丝再度高高跃起 她在风中黑发飘舞的同时 两道蛛丝同时从万金呼啸射出 迎风化为一张荧光闪闪的天罗地网 笼罩了方圆数百丈 我查 许之呼目瞪口呆 唯一能做的就是来了个急转弯 快点快点快点再乖 惊急之下 她在车头上随手一拍 原本摇摇欲坠的电动车 突然就轻光大作 刹那间 就看到两个车轮底下 一大片青色云霞雾气 不断汹涌而出 借助着青色云雾的托举力量 重达近百斤的电动车 居然腾空而起 漂浮在离地两三米的虚空中 我 这是什么情况 许之呼看得目瞪口呆 突然觉得有点风中凌乱 等等 我家的电动车 什么时候的腾云驾雾 我靠管那么多的 谁在乎现在的重点是闪人呢 轰鸣声中 她只是轻轻一拍车头 腾云驾雾的电动车 就催起青光云霞 风驰电掣般的 狂暴冲出 狂风从耳畔呼啸而过 两旁警雾 如同倒带似的 快速后退 等到许之呼 从势众赶着恢复过来 突然很震惊地意识到 自己这辆腾云驾雾的电动车 居然还在加速 不断加速 继续加速 就像是法拉利兰博基尼 马莎拉蒂同时附体 一百码 一百一十码 一百二十码 一百 好吧 鬼才知道 现在是多少码 这还不算什么 最神奇的是 就在这种丧心病狂的 高速飞驶中 这车居然无视临间 复杂地形 连急转弯 都不带减速的 事实上 只需要许之呼 心念一动 车轮下的清光陨雾 就会凭空闪耀 带着车头自动转向 在参天古术之间 惊险曲折穿梭 一会儿扭出个N字形 一会儿扭出个B字形 还经常来个 左转加右转加 急速飘移 加空中转体 三百六十度 可恶啊 那到底是什么做起 后面的红烧美人 看得是咬牙切齿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对方 扬长而去 几乎同时 许之呼这边 已经驾着电动车 硬生生地 从一片灌木中 冲出去 眼前景象 豁然开朗 前方不远处的 临间空地上 跟着他一起 穿越过来的老房子 依旧很安静地 沐浴在 震舞阳光下 我是该进房子 还是该转移目标 许之呼愣了几秒 只是稍一犹豫 就听到后方 风声呼吓 后面的红烧美人 已经跟着 跃出灌木 银白蛛丝 如利剑射出 竟然卷起一块 足有数吨重的巨石 呼啸作响地 重重砸过来 你妈 不带这么开挂的 许之呼打了个寒颤 直接一拍车头 驾着电通车 腾于驾物地 冲进大门 后面的红烧美人 已经呼啸而至 在空中 划出一道悠长弧线 涂着淡红色 豆蔻的纤细五指 更在此刻迎风一晃 如同天罗地网似的 重重抓落 可恶的家伙 给我 下一刻 撞上大门外的 无形杖壁 呼啸越来的红烧美人 在空中一顿 然后就这么 目瞪口呆地滑落下来 巨大的冲击力下 漂亮的脸蛋 都被压得扁平了 许之呼来了个急刹车 满脸古怪地转过头 看着仅仅三厘米外 五体投地 爬不起来的漂亮美人 等等 难道说 这 这就是带着房子 穿越的福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记得订阅专辑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 有声剧 宅妖记 作者 善水 主播 云天河 乔雨等 后期 海燕和青 欢迎订阅收听 第三集 事实起来用自己最心爱的 漂亮长腿发誓 今天 绝对是有史以来 最黑暗的一天 明明是一个泡温泉的好日子 明明只是一个普普通通 自动送上门的人类 明明只需要稍稍微勾勾手指 对方就会失魂落魄 留着鼻血 乖乖奉上所有身家 然后 六个妹妹就会满脸崇拜地 看着自己 称赞一百遍 姐姐好厉害呀 姐姐好厉害呀 好厉害 没错 剧情本来就该是这样的 可是谁能想得到 那个看上去毫无法力的可恶家伙 居然完全无视自己的美貌和智慧 不但没有乖乖败败倒在红裙下 反倒趁机耍诈逃之夭夭 最后还在这间奇怪屋子外面 布了个陷阱 害得自己一头撞上去 连刚刚刚化的妆 连刚刚化的妆都彻底化了 可恶的家伙 我家跟你没完 捂着发酸的鼻梁鼓 赤颈恨得咬牙切齿 鲜血五指带起一片闪耀红光 硬生生地 刺入到那堵无形气墙中 发出铁片摩擦玻璃式的刺耳声音 真是见鬼了 也不知道这堵气墙到底是什么法术 王日可以轻松裂开矜持的力爪 这时候居然连向前突进一寸都很困难 以至于他仅仅向前推进了两三寸 就已经相汗淋漓 细喘吁吁 连盈盈一卧的腰肢都累得快要折断了 这不是最过分的 最过分的是 那个可恶的人类居然就站在气墙后面 把脸古怪地摸着下巴 摆明吃定自己没有办法抓到他 可恶 就差一寸 明明只要再向前探出一寸 就可以抓住这个挑衅的家伙 可是没什么 就是 就是 好累啊 腰也好酸啊 真的不行啊 姐姐 要不再算了吧 再去找别的凯子好了 看着他累得气喘吁吁的样子 六个蜘蛛精小萝莉站在一旁 眨眨大眼睛 窃声声地提一道 绝不 这不是凯子的问题 这是尊严的问题 尊严 你们懂吗 赤箭儿满脸通红地咬着阴唇 在自尊心的强烈驱使下 指尖发出尖锐刺耳的摩擦声 居然又神奇地向前推进了半寸 不过 也就到此为止了 无论他再怎么咬牙切齿 浑身颤抖 就是再也无法前进 哪怕一点 因为这样 就会让我放弃吗 做梦啊 人家有心爱的枪推巴士 一定要抓住这个混蛋 让他后悔 看什么看 说的就是你 可恶的家伙 是 姑娘 你高兴就好 亏了赤箭儿的提醒 许知乎这会儿 暴氏终于从震惊中反应过来 却又忍不住 满脸古怪的 看看四周 真是不可思议啊 几分钟前 咱家真的以为 要被撕成碎片了 没想到跟着 一起穿越过来的老房子 居然也像电动车那样 突然变异了 还自带一睹 看起来牢不可摧的 无形气墙 以至于外面那个傻妞 抓狂了半天 都没有办法冲进来 顶多也就 震得日光灯 有点摇 诶 说到日光灯 许知乎下意识地 抬头看看屋顶 突然满脸惊讶 等等 既然已经穿越了 按理来说 屋子里的电器 都应该没有办法使用了吧 可是为什么 现在客厅里的 日光灯 依旧亮着呢 不不不 还不仅仅是日光灯啊 好像书桌上的 笔记本电脑也开着 小桌房里的冰箱也在 翁翁坐下运行啊 怎么会这样 难道还有个发电厂 跟着我一起穿了 许知乎很茫然地看着四周 然后等他静下心来 仔细观察以后 很快就发现了 奇妙之处 事实上 就在周围墙壁上 到处都是若隐若现的 复杂脉络 这些脉络中 流动着微弱清光 向着四周 蔓延扩展 连接到房子的 每一个角落 甚至将客厅里的 日常用品 都笼罩在内 并且源源不断地 提供能源 甚至 直接转化为电能 这是什么 许知乎看着那些 密密麻麻的脉络 恶然无语了半天 终于忍不住蹲下来 小心翼翼地伸出声 无风雷 毫无征兆 就在他伸手 碰到脉络的一瞬间 一片清光突然暴涨 直接将他笼罩在内 刹那间 脑海中一片刺痛 青色光芒 漫溢散开 化为数百个蚊子 如同飞鸟似的 在他脑海中 不停盘旋飞舞 却又渐渐 组成了一段蚊子 我来个去 穿越 变异 等等 我的房子变成了 变成了 发器 没错 事实正是如此 虽然还搞不懂原因是什么 不过很显然 这座老房子在穿越的过程中 居然发生了某种奇特变异 并且吸收了这个世界的法则 变成了某种类似于法器的存在 不 不仅仅是老房子本身 实际上 这房子里大部分东西 都随之变成了法器 所以二手的电动车才能突然腾云驾雾 所以电灯电脑冰箱才能继续运行 甚至连水龙头都有了特殊神通 把吸收的灵气直接转化成了自来水 啊 居然还能这样呢 许之呼头晕眼花的 反正肃然起劲就对了 难道是老天都同情宅男 所以特别赠送了这么个大福利 知道挺好的 别管外面有多危险 腥风血雨不可开交打破头都好 咱家只要往房子里一躲 就能平平安安有吃有喝 想上电脑就上电脑 想打游戏就打游戏 吃饱了睡睡饱了吃 实在没事干还可以看片子呀 好吧 老实说 这简直就是给宅娜良神定制的金手指啊 他这里正吐槽呢 就听到窗户外面嗖嗖作响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飞来飞去 啊 那傻妞又想干嘛 许之呼很无语地摸摸下巴 赶紧关上杂物街木门 跑出去看热闹 反正现在一屋在首天下我有 看见蜘蛛我也不怕不怕了 就在大门外面 隔着那一堵坚不可摧的无形气墙 赤脚正满脸红韵地擦着香汗 一边气喘吁吁地靠在青石上 一边解开罗杉的腰间扣带 露出一节隐隐可握的纤细腰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记得订阅专辑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记 作者善水 主播云天河 乔雨等 后期海燕和青 欢迎订阅收听 第四集 纤细柔软的隐隐小蛮腰 洁白的宛如美玉 在阳光下 熠熠生辉 尤其是精致的肚气眼 就如同可爱的鲤窝一般 还随着主人的呼吸 很俏皮地微微起伏 让人忍不住 想要去伸手摸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许之乎只看了一眼 就觉得 有点头晕眼花 忍不住后退几步 喂 先说好啊 色诱对我是无效的 色诱你个头啊 赤尖儿没好气地翻翻白眼 指尖在自己小蛮腰上 轻轻一抚 刹那间雪白灵窝似的肚气眼中 突然泛起了银白色光芒 就听到嘶的一声 数百道蛛丝从那小孔中呼啸射出 四散弥漫 腾空而起 便如同一张遮天蔽日的巨大螺网 将整座屋子都笼罩在内 啊 傻妞你想干嘛 许之乎很无语地看着她 不干什么 赤尖儿很愉快地拍拍双手 露出两个浅浅的醉人酒窝 我承认 以我现在的法力 没办法攻破你的障壁 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 你也别想出来 许之乎忍不住满口喷水 喂喂喂喂 我跟你什么愁什么愿 至于这么执着吗 这是尊严 尊严你懂吗 赤尖儿很严肃地看着她 又很自得地想起修长预计 反正我们就这么慢慢耗下去 我就不信 等你吃光了食物清水 还能这么悠闲地躲在里面不出来 哇 姐姐就是姐姐 好聪明呀 六个小螺丽一起点头 很崇拜地看着赤尖儿 那是 赤尖儿插着小蛮腰 得意洋洋地花枝乱颤 就又很得意地看着许之乎 所以说 你这家伙不想受苦的话 就给我 喂 你是不是八月到九月之间出生的 许之乎突然很认真地举手提问 对啊 你问这个干嘛 赤尖儿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却又立刻警惕地后退几步 我就随口问问啊 许之乎满脸古怪地喃喃自语 我就知道啊 像这种一根筋的傻妞 替也定是处女做得没错 处 处女 赤尖儿很茫然地睁大了眼睛 突然就满脸通红 头顶都愤怒地冒烟了 啊 混蛋 少看不起人了 轮家只是没有看得上眼的 不知道多少家伙哭着喊着求我嫁给他 加起来可以绕盘四栋三圈 三圈啊 三 话音未落 远处的茂密松林中 突然传来了唢呐锣鼓的声音 咚咚咚咚咚咚 啊 许之乎和赤脚同时愣了 不约而同地起起转头望去 远处的松林边缘 异形大红色的迎亲队伍 正敲锣打鼓 抬着聘礼 热热闹闹 喜喜庆庆地朝这边来 带头的青角牛腰披红挂彩 眉开眼笑地吹着唢呐 后面的八只牛腰 抬着一顶大花轿 悠悠荡荡地迈开大步 中间还有一只五大三粗的母水牛精 脸上的胭脂水粉 足有三层厚 手里捏着一块锦帕晃来晃去 糊涂脱地媒婆打扮 我来个巨证是什么情况 曾未见过这么奇怪的迎亲队伍 许之乎和赤脚目瞪口呆 面面相觑 突然同时脱口而出 两个人一口同声地问完 愣了几秒钟 立刻又很神奇地摇头 倒是这时候 吹吹打打的迎亲队伍 已经到了临间 热闹的锣鼓声里 一群牛腰兴高采烈地 放下各色聘礼 整整齐齐地堆成一座小山 华丽地让人亮瞎眼 紧接着 带头的那只青角牛腰 满脸得意洋洋 举起蹄子 打了个响指 就听到咔嚓一声响 在场的一群牛腰 突然低头弯腰 很整齐地朝着赤脚 弓声行礼 一 二 三 不扰 我们是一大王 来使您过门的 您有权保持沉默 不过您说的每一句话 都可以留到洞房里哟 在这个世界上 某些人有一种 很神奇的天赋 叫做乌鸦嘴 比如说吃饺吧 两个时辰前 他随口说了句 来个凯子好吗 于是某人就骑着 电动车突突突来了 两个时辰后 他又随口说了句 想去伦家的人 不要太多哟 然后一只喜气洋洋的 迎亲队伍 就这么华丽登场了 不服都不行 许之乎看着面前 整整齐齐的迎亲队伍 又看看身旁 目瞪口呆的赤脚 只觉得静仰之情 如黄河泛滥 一发而不可收拾 扶你个头啊 赤脚目瞪口呆了好久 好不容易才反应过来 指着那只带头的青角牛腰 等等 你们 你们是那只蠢牛的手下 没错没错 那只青角牛腰眉开眼笑 点头哈摇 夫人英明 我们就是大王派来的 特意来迎娶夫人你 回去成亲嘞 成你个头啊 混蛋 到底要我说几遍啊 给我滚回去告诉你们家大王 龙家就算嫁鸡下狗也不会嫁给他 叫他有多远给我滚多远 就知道会是这样了 青角牛腰一点都不生气 反倒笑咪咪的搓搓蹄子 嘿嘿 没事没事 夫人您只管害羞好了 反正我们也没打算 瞧 说翻脸就翻脸 这个家伙刚刚还没开眼笑 突然就恶狠狠地大吼一声 刹那间后面几十只牛腰 立刻喷出白气 如狼似虎地扑上来 那只负责当媒婆的母牛 还怪笑几声 不知从哪儿变出了凤冠侠配 哎哟 夫人啊 你就乖乖从了吧 我家大王啊 像貌堂堂 一鸣神武 家财万贯 哎呀哟 你怎么打人啊 打的就是你们 光天化日 居然强强你 不对 强强你妖精 赤脚又羞又怒 满脸通红 两柄细刃长剑 衮起线花 刷刷刷刷刷刷 在滅急牛群中 杀的是风生水起 紧接着 顺势针口一喷 数十道银白蛛丝呼啸射出 把几只银面冲来的牛腰全都困在原地 没用的叫 闪开 我来 那只青角牛腰满脸凶恶 浑身骨节咔嚓作响 一瞬间暴躁的五六丈高 如同小山似的猛冲过来 震得地面都在剧烈颤抖 怕你啊 赤姐冷笑一声 轻轻拂过妖间的精致肚气眼 刹那间就要 糟糕 好想蓝家刚刚赌气 为了困住那个房子里的家伙 结果蛛丝都快用光了 说是时那是快 对面的青角牛腰已经凶猛冲过来 这家伙也不懂什么妖术 又仗着铜墙铁骨蛮力惊人 直接张开双臂恶狠狠的一楼 直接把赤姐儿连人带剑紧紧抱住 任凭她怎么挣扎 打死都不松开 下一刻 后面的七八只牛腰全都赶到 地绳子的地绳子 敲闷棍的敲闷棍 撒蒙汗药的撒蒙汗药 忙得简直不亦乐乎 尤其是那只当媒婆的母牛 绝对是业务熟练小能手 刷刷刷刷刷刷刷没几下 就替赤姐儿换上了凤冠霞配 没辙了吧 可怜的赤姐儿被绑得像个粽子 满脸通红的拼命挣扎 倒是印了那一句经典台词 你叫啊 你叫啊 叫我碰喉咙也没有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记得订阅专辑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记 作者善水 主播云天河 乔雨等 后期海燕和青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集 目瞪口呆啊 旁边的六个小萝莉 从一开始就看呆了 这时候眼看着姐姐 就要被抢走 终于如梦方醒地反应过来 顿时泪眼汪汪地扑上来 张开小虎牙 就是一通乱腰 姐姐姐姐 坏人 你们这些坏人 会放开我姐姐 诶 居然还有六个小姨子 青角牛腰眼前一亮 完全无视六个小萝莉的 鼠牙公鸡 反倒是伸出 碗口粗细的蹄子 轻轻摸了摸 他们几个小脑袋 乖 你们还小 等再过十几年 叔叔也抢你们回去 这你妈也可以啊 许之国靠在窗台上 看得肃然起劲 心到这抢亲手法 真够熟练 估计平时 没少强强名女 美貌妖精什么的 咳咳 话又说回来 果然是六月债还得快啊 那傻妞刚刚还打算 生通活泼了我 结果转眼睛就被人 给生通活泼了 好吧 严肃点啊 幸灾乐祸是不对的 但是 为什么我的嘴角 在请不自禁地抽搐呢 咳 怎么这儿还有个人 倒是这时候 那只青角牛腰 得意洋洋地转过头 恰好看到奇怪的老冯子 和靠在窗台上的许之乎 不由地愣了一愣 不用管我他 我是新搬过来的 许之乎一本震惊的挥挥手 还不忘胡说八道 顺便说一句啊 祝您家大王和赤姐儿 百年好喝早上贵子 我就不送红包了啊 好说好说 青角牛腰很愉快地咧开嘴 就这么大摇大摆地 转身离开了 小子 还是你会说话 有空来我们最微山河 去死吧 毫无征兆 这家伙突然怒吼一声 穷凶极恶地翻身扑过来 轰的一声 足有碗口粗细的铁蹄泛着青光 重重轰在老房子的无形杖壁上 震得整个杖壁都如同涟漪似的颤抖起来 混蛋 你当我眼瞎了吗 一击没有奏效 青角牛腰也愣了 不过立刻就恶狠狠地再度轰出 邻居你个头啊 看你和那蜘蛛精眉来眼去的样子 知道你们是肩负淫负了 嘿嘿 为了我家大王帽子颜色着想 老子今天就干掉你 其实你真的眼瞎了 许之乎很无辜地摊开手 事实上是说什么都没有了 一大群牛腰完全无视任何解释 就这么杀气腾腾地冲上前来 挥舞着数百斤重的长顶斧头 围着房子就是一通胡砍乱劈 方郎作响火星似箭 就跟帮着免费拆迁似的 不得不说 那面无形胀臂质量过硬 被一大群牛腰围着砍了半天 居然连半点涟漪都没有泛起 倒是累得一群牛腰汗如雨下 气都有点喘不过来了 要不我们就当没见过对方 许之乎很好心地提议 滚 老子对大王中心耿耿 青角牛腰真是属牛的 恶狠狠地喷吐白气 骤然向后跃开五六丈 挥舞着蹄子重重敲打胸膛 仰天咆哮一声 刹那间这次就地滚 青光过处顿时现出云形 化为一只足有猛马大小的青色巨牛 发出一声杀气腾腾的长笑 青色巨牛两眼瞪得通红如血 四体猛然发力蹬地 顿时如同推土机似的 发狂猛冲过来 沿途撞翻数十根参天大树 恶狠狠地一头撞向无形仗毙 喂喂喂喂喂 你来真的呀 许之虎很无语地摸摸下巴 眼看着那家伙跟疯牛病发作似的冲过来 只能无奈叹了口气 顺顺顺拿起桌上的鼠标 嗖 轻轻一扔 银白色的鼠标脱手而出 就这样呼啸飞出窗外 又在空中急速旋转几圈 迎头撞向杀气腾腾的青色巨牛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这个鼠标应该也成了 法器 正午的阳光下 银白色鼠标呼啸射出窗外 速度快地令人瞠目结舌 软眼间就化为一道虚影 势如雷霆的射向青角牛腰 我说 这是什么鬼东西啊 青角牛腰正喷着白气横冲直撞 突然看到这么一个奇形怪状的东西迎面飞来 不由地呆了一呆 却也不管那么多 直接扬起一对锋利牛角 恶狠狠地往前一撞 别这样啊 我就只剩一个鼠标了呀 许之乎靠在窗台上 让心很痛地伸手一指 就像有所感应 呼啸射来的鼠标突然一个急停 紧接着轻轻一点右键 顿时放出数十丈的闪耀金光 金光大作被照得什么都看不见 青角牛腰顿时满眼都是小星星 下一刻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半空中的鼠标君又轻轻一点左键 就竟咔嚓一声响 长长的鼠标绳哗啦一抖 顿时如铃蛇似的呼啸射出 绕着青角牛腰高速旋转起来 刷刷刷刷刷刷刷 绕着目瞪口呆的青角牛腰 鼠标绳一口气转了十几圈 转得人头晕目眩 恶心想吐 紧接着突然收紧 毫不客气地用力扯 哗啦一声 可怜的青角牛腰是泪流满面 都还没有来得及睁开眼睛就被捆得像个端午的粽子 而且捆绑的姿势还很羞耻 无底投屉的连蹄子都举不起来 后面的几十只牛腰看得是眼珠子突出 省不住齐齐倒吸一口冷气 呼召你个轻针啊 这是什么法器啊 速度够快 又能放金光磁目 还有一张很异性 很卑鄙很无耻的捆绑术 等等 莫非 他这是传说中的捆先手 捆你妹啊 青角牛腰拼命鼓起肌肉挣扎 憋得是满脸通红 恶狠狠地回头大喝一声 混账 老子知道你们来看热闹的吗 可以给我去开死那个王八蛋 几十只牛腰终于反应过来 立马抄起鸣狂狂大腹 杀气腾腾地猛扑上来 黑压压的牛群如同掘地洪水 沿途撞断了无数山石树木 汹涌翻滚地奔向老房子 啊 有完没完了 雪之乎很无语地摸摸下巴 刚好看到电脑桌上还有一个机械键盘 不管那么多 先扔出去再说 哗啦一声 昨天刚花五百八十八大洋买来的机械键盘 直接撞破窗户 飞上半空 对准一群凶猛扑来的牛腰 突然轻轻一抖 哗啦 刹那间上百个按键同时从键盘脱离 密密麻麻地排列在空气中 什么A键 B键 C键 什么F1键 F2键 F3键 全都像飞鸟似的漂浮腾空 整齐散发出金色光芒 哈吱一声 震撑过来的几十只牛腰 骑骑来了个骑刹车 带头的水牛精咬着牛蹄子 突然觉得心惊肉跳浑身发冷 你猫的 为什么我觉得 闪 快闪 来不及了 就在这刹那间 上百个案件已经窃息一阵 紧接着呼啸一声 如同暴雨梨花针似的猛烈尸出 转眼间就把几十只牛腰 全部笼罩在内 砰砰砰砰砰砰 一大群牛腰根本来不及阻挡 顿时被砸的是鼻青脸肿 眼冒惊心 最前面的犀牛精目瞪口呆 直接被空格剑砸中左眼 旁边的黄牛精抱头蹲地 满口大牙都被回车剑砸碎了 最倒霉的 要数那头水牛精 手当其中被拍的是啪啪作响 左脸上欠着个N剑 右脸上欠着个B剑 满口碎牙 都跟着英文字母剑一起漫天飞舞 不得不说 这伙还真是皮粗肉厚 都被砸成这样子了 居然还能屹立不倒 反倒被彻底激发怒气 带着谨慎的几只牛腰继续往前冲 混 混账 老子跟你拼了 还真是坚持不懈 取之乎表示肃然起敬 左看右看 发现桌上都是空的了 干脆直接抱起那台早已经过时的电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记得订阅专辑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记 作者 善水 主播 云天河 乔雨等 后期 海燕和青 欢迎订阅收听 第六集 卧槽 这么大的法器 几声牛要顿时紧了 毫不犹豫地掉头就跑 后面的大家伙 全都抱头鼠窜 别开玩笑了 就刚才那两件法器那么小 都够我们喝一壶了 这要是再砸出来 啊 其实我也就是做个样子 毕竟好几千块呢 许之乎善善地放下电脑 谁知道你是不是做个样子 一大群牛腰 跑得连影子都不见了 就连那只青角牛腰 也被五花大绑着 用两条后腿 很艰难地往往跳 一边跳 还一边恶狠狠地回头咆哮 混蛋 有种你别跑 等我家大王来了 纷纷地叫你 还没说完呢 这家伙很艰难地跳啊跳 一不小心跌进山沟 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剩下凄凉的回音 还悠悠回荡在空气中 别闹了 关我什么事啊 许之乎满脸无辜地 把电脑放回去 再看看这时候的老房子外面 早已经是空空荡荡 满地刀枪溅起 只留下那顶大红花轿 还停在原地 外家叫自了一个昏迷不醒的准心娘子 能说什么呢 许之乎很无语地挠挠头 又看看旁边六个满眼都是小猩猩的小萝莉 那什么 你们不打算把你姐姐先救出来吗 对啊 六个小萝莉看得是满脸崇拜 这时候终于想起正事 赶紧呼拉一声 围住花轿 七手八脚连小乳牙都用上了 折腾了大半天 总算帮赤姐儿松了绑 刚刚被灌了一碗蒙汗药 又被几只牛腰饿狠狠地打晕 可怜的赤姐儿这时候已经昏迷不醒 就穿着那身凤冠霞佩 满脸苍白地躺在空地上 姐姐姐姐姐 你还好吗 六个小萝莉伸出粉嫩小手 在她面前晃来晃去 唉 我估计她不怎么好 许之乎靠在窗台上 很好心地举手提议 唉 要不然 你们先带她回去 给她喝点热水压压签 实在不行 我这还有一瓶老干妈 一只能这样了 六个小萝莉泪眼汪汪地抬起头 看着天色渐渐荒暗下来 快要下雪 赶紧唧唧喳喳地围上去 又喷出几道蛛丝 编织成一张大网 拖着赤姐儿回动 不过呢 也就走出五六丈远 她们六个面面相去 突然又很默契地转过头 忍心捏着一脚 小脸红扑扑地弯腰行了个礼 乃生乃气道 那个 叔叔 谢谢你了 乖 另外 请叫我哥哥 许之乎泪流满面地挥挥手 这时候 渐渐昏暗的天空中 银白色的雪花开始飘落下来 一开始只是稀疏的雪片 很快就变成密集的鹅毛大雪 仅仅片刻之后 整个天地之间 就变得白茫茫一片 本来就没什么力气 又赶上鹅毛大雪 六个小萝莉很艰难地拖着赤姐儿 在雪地里走几步就滑倒 走几步就滑倒 满脸通红地走了半天 都没有走出几十丈远 还真是 哎哟 一阵寒气从窗外吹过来 雪之后打了个寒颤 看不远处在雪地里 还蹒跚前行的小萝莉们 突然觉得 有点不忍心 看上去怪可怜的 要不要帮他们一把呢 话又说回来 现在有了整整一屋子的法器 嘿 那个傻妞就算醒过来 也打不过我吧 既然是这样 不如干脆好人做到底 或许 还可以顺便打定点事情 哎 等等等等 若有所思的挠挠头 她突然从窗台跳出来 哎 那什么 现在雪有点大 我送你们回去好了 可以吗 六个小萝莉正气喘吁吁的 听到这话 顿时很惊喜地看着她 哼 没问题 雪之后笑咪咪地拍拍胸口 从他们手里接过赤截儿 像被煤气罐似的 躺在背上 哇 好感动啊 六个小萝莉 泪眼汪汪地咬着手指 赶紧追着 雪之后和姐姐的背影 小小的身影渐渐远去 消失在黄昏的 金色夕阳下 在雪地上留下了几行 浅浅脚印 寒风中大雪 渐渐覆盖了地上的脚印 只有奇怪的对话声音 还伴随着远去的声音 懒洋洋地 飘荡在空气中 哥哥 哥哥 我姐姐怎么还没醒呢 放心 她只是被打晕了 估计等会儿就能醒 实在不行 我还可以给她 做人工呼吸啊 人工呼吸是什么 这个就很难解释了 对了 你们几个叫什么名字呀 我姐姐叫赤姐儿 我叫澄澄 她们几个都是我妹妹 黄黄 绿绿 清清烂烂 子子 我能问问 这是谁娶的吗 我姐姐呀 怎么了 没什么 我就觉得吧 你姐姐对彩虹 一定是真爱 这里就是你们的东 一刻钟后 在老房子东南方的蜘蛛洞里 许之呼一边 把昏迷的赤姐儿 扔到石床上 一边看着四周 极其紧陋的居住环境 突然有种雪灾过后 到贫民窟慰问的奇怪感觉 和想象中的妖怪生活完全不同 六个蜘蛛巾小萝莉的生活 只能用心酸来形容 满打满算 只有六十平方米的狭小洞穴里 只点了一堆摇曳不定的昏暗篝火 沿着墙壁是七张一字排开的石床 然后墙上挂着几张瘦皮灯装饰 此外还有一张三条腿的石桌 上面放了点腊肉腊鱼 哎 妖怪不是应该以打劫为主要业务 而且过得很滋润的吗 许之后很无语地挠挠头 然后这才注意到 好像六个小萝莉穿着的瘦皮鞋子上 都有了几个磨损的破洞 别提了 说到伤心是六个小萝莉全都泪眼汪汪 哼 本来是可以打劫的了 但是附近的妖怪太多 烦人又太少 偶尔路过的铠子也不够用 害得我们连饭都吃 刚说到吃 他们六个小肚子就一起咕咕叫了 年纪最小的紫紫咬着手指 直勾勾看着桌上的那点腊肉 虽然可怜巴巴地不停咽口水 不过还是撕下最大一块 依依不舍地递过来 哥哥 请你吃 姐姐说小孩子要大方一点啊 熏黑的腊肉估计都过了保质期 不过六个小萝莉看着腊肉的表情 水汪汪的大眼睛里都在冒光 许之后很无语地看着他们 突然抓抓头发 你们等我一会儿 我马上就来 这么说完 他就推开洞门 冒着漫天的鹅毛大雪 匆匆忙忙地跑走了 六个小萝莉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倒是很乖地站在原地等啊等 整整等了半个多小时 等得脚都有点发酸了 子子终于忍不住摇摇手指 那个 哥哥会不会被我们吓 哼 还没说完 警地的洞门突然被重重推开 许之后气喘吁吁地小跑进来 一边擦着满头大汗 一边摘下背上的巨大山地包 匡当一声伸在地上 今天晚上我请你们吃大餐 这么说着 在六个小萝莉的惊讶目光中 他已经打开那个巨大的山地包 像变戏法似的 从里面拿出各种东西 一边拿还一边不忘讲解 这个叫做空气加热器 因为刚被改造过 所以不用电源也能开起来 比篝火什么的暖和多了 而且不会呛得慌 这个是热得快 给你们烧水用的 旁边那几条被子叫羽绒被 应该比瘦皮盖着要舒服 还有这几包奶油饼干 我买来以后都没有拆封过 全都给你们吃好了 我差点忘了 我还给你们带来了这个 那最新款的芭比娃娃 我以前好不容易买到 本来打算送给前女 算了 说起来都是累 虽然不明白前女友是什么东东 不过六个小萝莉睁大了眼睛 看着塞满洞穴的 各种好东西 已经全都合起粉嫩小手 满眼都是小猩猩了 倒是年纪最小的子子最懂事 反应过来后 立刻就很兴奋地 举起芭比娃娃 谢谢哥哥 这个要怎么吃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记得订阅专辑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记 作者 善水 主播 云天河 小鱼等 后期 海燕和清 欢迎订阅收听 第七集 我 这个不是用来吃的 许之乎很无语地擦擦冷汗 赶紧从山地包里面 拿出一个黄铜色的火锅盆 别闹别闹别闹 我们不吃那个 我们今天晚上吃 你们的姐姐好像醒了 还真是 之前被打晕的赤姐儿 这时候终于声音一声 醒了过来 出于奇怪的本能 她的第一反应 就是摸摸脸颊 看看自己的胭脂水粉 有没有乱了 不过几秒钟 等她看到许之乎 趁拿着火锅盆 笑咪咪地看着六个小萝莉 顿时脸色大变 混蛋 你想得我妹妹干什么 要吃就吃我 别闹了 我有这么重口味吗 许之乎忍不住拼命翻白眼 倒是六个小萝莉看到姐姐醒过来 立刻欢呼一声围了上来 还不忘叽叽喳喳地给她解释 姐姐 姐姐 你可算醒了 是这样子的了 公公哥哥 七嘴八舌地解释了一大通 赤姐儿总算半懂不懂地 搞清楚了状况 晕呼呼地揉着脑袋 她看看身边六个没看眼下的妹妹 又看看满屋子的日常用品 最后 终于满脸古怪地转过头 用那种很纠结很复杂的眼神 直勾勾地盯着许之乎 被她看得毛骨悚然 许之乎下意识地爆起火锅 挡在胸前 你想干嘛 紧紧咬着阴唇 赤姐儿满脸飞红一片 突然深深吸了口气 直接来了个九十度的弓声行李 用力之谋 都能听到脊椎的断裂声 那个谁 我什么都不说了 总之 除了真操和妹妹之外 你想要什么都行 十分钟后 在空气加热器的作用下 整个洞服变得温暖如春 三条腿的简陋石桌上 火锅咕噜咕噜地冒着热气 各种烧熟的涮羊肉 肥牛肉 贡丸菠菜蟹棒 在白汤里沸腾翻滚起伏着 浓郁的香气渐渐弥漫开来 扩散到洞府的每一个角落 从中午到现在 什么都没有吃过 虽然赤杰还有点尴尬 手足无措 不过闻着这么诱人的香气 还是情不自禁地咽咽口水 至于旁边的子子他们 早就忍守一个小碗和酱料碟 眼巴巴地集体盯着火锅 肚子不争气地咕咕直降 知道他们还不好意思 许之乎笑咪咪的举起筷子 第一个夹起一片涮羊肉 吃吧吃吧 别客气啊 能吃多少就吃 我那个渣 话还没说完呢 一群小萝莉已经奋不顾身地扑上来 六双筷子吓猪如飞 几秒钟不到 整个锅里已经空空荡荡 连一片菠菜都找不到了 许之乎两眼发直地眨眨眼睛 看着自己筷子里那一片紧慎的涮羊肉 突然有种心风绪雨的感觉 啊 刚刚发生了什么 还没说完 滋滋已经跳上她的大腿 嗷呜一声 连那一片涮羊肉也吞了 后面几个小萝莉顿时急了 满脸胀红地扑上去抢 手脚病用 连小虎牙都用上了 到最后 还一起乱喷猪丝 我的 我的 是我的 可怜的子子最小 一大片涮羊肉都被人抢光 顿时泪眼汪汪 哇的一声哭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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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晕 你们吃些快晕 我不跟你们玩了 我要 我要离家出走 啊 教育失败啊 真的是教育失败啊 志杰有气无力地捂着胸口 突然觉得心好累 心好酸 没事没事没事 啊 许之乎擦擦冷汗 赶紧又打开山地包 拿出各种牛肉羊肉 呃 那什么 不哭不哭啊 哥哥我这里还有啊 多得很 管保 真的吗 六个小萝莉顿时破涕微笑 脸上还带着眼泪呢 就笑得满脸都是小酒窝 接接扎扎地挤到他面前 六只粉嫩小手跟小树林似的举起来 好壮观啊 有种未宠物的及时感 有没有 许之乎擦擦冷汗 赶紧把东西全都分给他们 也多亏了他有宅男属性 平时没有少囤积各种食物 不然这个时候铁定满足不了六个小吃货 倒是吃起来越发尴尬了 满脸飞红地卷着发丝 吞吞吐吐说不出口 那个 那个 我妹妹她们食量比较大 什么叫比较大 简直是吃货黑洞好吗 我算是知道你们这么穷的隐藏原因了 许之乎心有余悸地摸摸胸口 就这么和赤己儿面面相去 老实说真的蛮尴尬的 半个时辰情还在打打杀杀 半个时辰后 居然已经围在一起吃饭 这算是相爱相杀吗 吾语了很久 赤己儿终于有点承受不住 忍不住轻壳一声 嗯 那个谁 你从哪里来的 被他这么一提醒 许之乎倒是想起正事 一边加了颗购碗给他 一边满脸古怪地举手提问 对了 我也有点事想问问你 请问 还没问呢 旁边的子子就满嘴都是羊肉 奶声奶气地抢着回答 啊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姐姐年长四点 家族东宁山 今年五百二十六岁 平时最喜欢打扮的美美的 等卡子送上门 超爱五花房的燕姬水粉 胸大肤白冒霉腿肠 别看他好像很会够女人 就是从来都没谈过 可恶啊 你都说什么呢 赤姐儿整张脸都飞红一片 赶紧捂住子子的嘴 我没有想问这个 许之乎同样满脸古怪 无语了半天 这才重新倾壳其身 其实我是想问问 这个世界 什么叫世界 六个小萝莉闪乎乎的 睁大眼睛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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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之乎彻底放弃 决定再换个问法好了 我们从简单的问起 刚刚那群牛妖说的大王 没错 就是那个不开眼看上 你们姐姐的大王是 牛魔王呀 几个小萝莉连想都不用想 直接一口同声地回答 哦 原来是牛魔 雪之乎漫不经心地点点头 结果突然一口羊肉全都喷了 等等 你们刚刚才说 牛 牛魔王 对啊 对啊 六个小萝莉一起点头 赤姐儿更是满脸古怪地看着她 怎么了 那个谁 你认识牛魔王 不 不 不认识不认识不认识 雪之乎很无语地摸摸下巴 心道或许只是凑巧 同名同姓而已 我就是听人说过一些妖怪 比如牛魔王 比如黄袍怪 比如蓝惹寺 比如 蓝惹寺 赤姐儿很惊讶地看着她 你还知道蓝惹寺 不过我劝你最好不要去那儿 那只树妖是个神经病 还带着一群脑子尖水的女鬼 许之乎这次连菠菜都一起喷了 怎么了 赤姐儿和六个小萝莉面面相去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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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之乎很纠结地叹了口气 又盯着赤姐儿和六个小萝莉看了半天 终于小心翼翼地举起手 好吧 我来确认一下 你们七个住的地方该不会叫做 蓝惹寺 七个大小美人很整齐地回答 很好 什么都不用说了 许之乎就这样擦擦冷汗 一本震惊地看着赤姐儿和小萝莉 一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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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分钟后 就在赤姐儿被看得满脸红韵 就要爆发之前 他突然深深叹了口气 伸手搭在赤姐儿的肩膀 很语重心长地拍了拍 那什么 我有一个忠告啊 如果你们以后遇到一个道士 那道士打架的时候喜欢脱光衣服 露出身上的几百只眼睛 记得 千万不要认他做哥哥 切记切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记得订阅专辑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记 作者 善水 主播 云天河 小雨等 后期 海燕和青 欢迎订阅收听 第八集 深夜的东明山 鹅毛大雪还在下着 许之乎提着半瓶剩下的啤酒 从热气腾腾的盘丝洞里钻出来 一面被寒风呼啸吹过 忍不住 打了个喷嚏 身后的盘丝洞里六个小萝莉 已经摸着圆滚滚的小肚子 躲在被窝里呼呼大睡 还抹着牙 赤姐儿很贴心地给他们拉紧背脚 然后就在昏黄的灯框下 吐着蛛丝 给他们编织过冬的小棉袄 等会儿 这算是自产自消吗 许之乎满脸古怪的摸摸下巴 又若有所思地抬起头来 看着大雪纷飞明暗交错的夜空 突然有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 所以说 我这算是真正穿越了吗 好吧 想到以后再也没办法追美剧 再也没办法刷微信朋友圈 再也没办法和一群损友胡吃海塞 还真的有点小伤感来着 好在穿越前 本来就是孤儿院长大 至少不用担心 不知道在哪儿的老爹老妈 会焦急地到处贴寻人启事 哎 至于现在嘛 穿都已经穿了 接受也好 不接受也好 既来之则安置 他不如认真地想一想 今后该做点什么才好呢 说起来刚刚在盘司洞里 一群人吃火锅吃得蛮愉快的 后来还喝了一整箱啤酒 借着迷迷糊糊的酒精 自己倒是晕糊糊的 介绍了这个世界不少情况 一句话 从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 这个名为昆吾的东方世界 简直就是个仙霞大杂烩 整个宽雾世界 浮原辽酷 物产丰富 凡人黎明 数十亿 诸侯国度 灵力纷争 此为背景 紧接着 在这个背景的基础上 这里居然又有 仙魔妖鬼的存在 这倒是不奇怪 可是奇怪就奇怪在 这仙魔妖鬼的势力 全都听上去 很耳熟 这么说吧 以现在所在东明山为例 这座毫不起眼的妖山 位于昆吾世界 西北偏远地带 山中有不少飞行走兽成精 其中修为最强的 无疑就是赤己儿 和子子他们的盘丝洞 然后顺着盘丝洞往南走 那边有一座脆微山 脆微山上住着一只 很喜欢抢亲的大妖 名字叫做大力牛魔王 再然后顺着盘丝洞往北走 那边还有座蓝蕊 四里住着一只千年树腰和一具女鬼 经常越界跑到盘丝洞这里抢生意 没错 这还只是附近一带哦 如果你再继续往外走 沿着昆吾世界溜达一圈 据说还能遇到昆仑山 鹅梅峰 白骨洞 东海龙宫 黄泉地府 蜀山剑盼 嗯 这么说吧 这里除了没有一统三级的天庭之外 其他的全都齐活了 可想而知 这些神仙妖怪的势力存在 难免就会有矛盾和纠纷 而且 各大势力之间的关系还很复杂 乃至混乱 经常就会莫名其妙的战乱起来 比如以下这种情况 牛魔王 蜀山剑派是招 鉴定完毕 蜀山剑派 蠢牛你才是招 桃花叫 我们最近决定洗心革面 所以 就帮蜀山剑派好了 西昆仑 上次我们帮了蜀山 考虑到那群家伙一直没有回礼 这次 我们帮牛魔王 绿袍老祖 我不是针对谁 我的意思是啊 你们 全都是这 我都看花宝 好吧 很混乱 也很危险啊 许之乎发誓自己刚才听到这个世界构成的时候 足足愣了两个小时才回过神来 哪怕这时候已经接受穿越事实 很无语地抬头望着夜空发呆 都还觉得 有点难以置信 别闹了 我只是个漫画家呀 还只是个宅在家里生活不得自理的 漫画家 你们这是要闹哪样吗 要我在这大杂货的世界里面逆天休息杀人夺宝吗 还是 要我开个大大后宫 顺便泡妹呢 说到妹子 妹子就出现了 该支一身 赤姐儿也从盘司洞里钻了出来 嘴里还嗖嗖嗖的吐司 转眼间就支出了一只憨太可居的洋娃娃 估计是要送给六个妹妹当新年礼物的 这要居然也行 许知乎看得是肃然起敬 两个人在盘司洞门前面面相觑 大眼瞪小眼看了很久 赤姐儿终于有点尴尬的伸了个懒腰 累死了 我给子嗣他们吐司织了毛衣 又织了小名袄 还织了裤子袜子 死都要用光了 中国侯姐姐绝对是中国侯姐姐啊 许知乎看得肃然起敬 倒是忍不住点好奇 话说赤姐儿 子子他们是你的亲妹妹 为什么我在小说里 我的意思是 你一直就待在盘司洞 又当爹又当妈的照顾他们 你管我 赤姐儿没好气的翻翻白眼 轻轻敲着酸痛的腰支 却又微微眯起琉璃般的赤红色眼眸 抬头望着大雪纷飞的夜空 嗯 说起来 那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昏暗混乱的盘司洞深处 六个银白色蜘蛛卵 微微破碎了 在摇曳不定的淡红色光下 六只柔软颤抖的银白色小蜘蛛 磕磕绊绊的从卵壳里爬出来 对于弱小的他们来说 外面的世界真的太危险了 幸运的是 他们在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眼 就看到了一张微笑的脸 姐姐姐姐 你是我们的亲姐姐吗 当然了 乖乖啊 我会好好照顾你们的了 姐姐姐姐 刚刚有只很可怕的老虎在追我们 还说要拿我们当甜点 没事 我等会儿就把那家伙变成甜点 姐姐姐姐 我刚刚梦到个好奇怪的女人 她说 她是妈妈 嗯 妈妈是什么 妈妈 嗯 妈妈妈 嗯 就是姐姐的意思 很有趣的往事啊 回想起当年那些情景 赤姐忍不住 微微仰起嘴角 说起来啊 还真是有缘 当年我凑小跑的洞里就遇到 喂 你想干嘛 那是什么表情啊 什么都没有 许之乎立刻震惊微作 表示自己绝对没有看到眼角泪花什么的 哼哼 赤姐很傲娇地仰起天鹅般的预计 想了想又转过头 嘶 话要说回来 知乎啊 你的愿望是什么 这个嘛 嗯 混吃等死 算不算 呸 赤姐很无语地看着它 就像是在看一个奇怪生物 你认真的啊 对啊 我又没有什么远大理想 只要能宅在东明山这里 每天打游戏吃饭晒太阳就可以了 难道你的目标是征服 昆吾 不啊 我只打算征服山下的那家腌制水粉店 赤姐倒是很老实 不过话又说回来 如今这世道很乱呀 知乎啊 你想待在东明山混吃等死 其实也不容易啊 唉 瞎说什么大实话吗 许之乎很感慨地挠了头 谁说不是呢 外面随时都会开低途炮打起来 东明山也不是什么安全的避风港 抛开那些鼠山剑派昆仑的大能不提 刚刚抢亲不成的牛魔王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杀上门来 唉 说到底 就是混吃等死 也得有混吃等死的本钱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记得订阅专辑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记 作者善水 主播云天河 桥鱼等 后期海燕河青 欢迎订阅收听 第九集 许之乎若有所思地转过头来 看了看远处松林中夜幕下的老房子 话又说回来 我大概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 不过这是你呢 你有什么愿望吗 很多啊 吃急而连想都不用想 就掰着手指开始认真计算 首先我希望附近的凯子越来越多 其次呢 方式里的胭脂水粉垫什么时候能打折 再次我要好好养大姊子他们 承认吧 你就是个媚控 许之乎很无语地看着他 倒是忍不住大为同情 话说这也很不容易吧 吃急而很感慨地叹了口气 唉 谁说不是呢 作为一只妖怪 我压力很大啊 外面有人要抢亲 六个妹妹的抚养费也很贵 偶尔还有人跑来抢地盘抢生意 许之乎撞了撞他的乡间 表示安慰 安了安了 大家都是邻居啦 难得有缘遇到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 我会帮忙的了 真的 吃急而转头看着他 当然啦 许之乎笑咪咪地回答 顺手从怀里掏出两瓶啤酒 直接用牙齿咬开盖子递过去 来干杯 庆祝我们正式成为邻居 邻居互助有爱 好邻居胜过远亲 嗯 干杯 赤脚接过啤酒和他轻轻碰了碰 酒瓶发出轻轻的碰撞声 两个人就这样傻乎乎的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好像突然间 就没有话讲了 河毛大雪纷飞的夜色下 两人肩并肩 坐在那里 彼此都能察觉到 对方的呼吸 似乎连心跳 都有点同步了 过了半晌 视角放下啤酒瓶 双颊微微泛起红韵 倒是有点眼神迷离地转过头来 话说知乎啊 除了安心宅在东明山混吃等死之外 你就没有其他的打算了 嗯 一定要说的话 也知乎很认真地想了想 我还打算找个温柔贤惠的好妹子 在这里成个家 生一大群孩子 到时候呢 我给孩子们讲故事 他就在炉火边 吱吱 吱吱 还没来得及收完 他就被吱吱网给贴墙上了 谁要嫁给你了 赤家满脸红韵地看着他 直接就傲家地闪人了 卧槽 我只是说 吱 许之乎突然觉得 这傻妞好像误会了什么 说什么都没用 半醉的赤姐儿已经迷糊逃走 呼啸的寒风中 好像鹅毛大雪越来越大了 许之乎很无语地贴在墙上 倒是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等等 等等 逃走归逃走 你就不能先把我给紧 下了一整夜的鹅毛大雪 清早的东明山一片银庄宿过 盘丝洞的门口都被积雪堵了大半 松林里的老房子更是到处白茫茫 连屋檐下面都结满了一排透明冰冷 清早的金色阳光下一辆电动车 拖着长长的青色云雾 从白雪矮矮的温泉上方呼啸掠过 沿途卷起纷飞的积雪 一只黑熊精差点被撞到脑袋 省不住朝着远去的电动车挥舞熊掌 积极败坏的怪叫着 混蛋 跑得这么快 你们赶着去投胎啊 抱歉 抱歉 许之谷很无辜的回头道歉 又忍不住转过头 看着坐在自己后面的赤姐儿 以及像蝶罗汉似的趴在赤姐儿背上的六个小楼里 左准 左准 赤姐儿戴着一副借来的墨镜 望着远处反光厉害的雪地山坡 穿过那个山坡 再往南开吉里路 我们就能到东明湖的妖怪方式了 漂亮的古装红军大美人 再配上现代感十足的墨镜 这画风还真够奇怪的 许之谷忍不住满脸古怪的挠挠头 轻轻拍了拍车座 电动车顿时再度腾瘾驾舞地冲出去 去妖怪方式就去妖怪方式好了 为什么我还要严重超载地带上你们七个呢 说到这个 其实还要把时间往前推 昨晚和赤姐儿聊了一阵子 再加上接受了穿越的事实以后 他现在算是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 是的 别管这个世界有多危险有多混乱 至少咱家目前的首要目标 就是要宅在东明山 逆天修行杀人夺宝登上最高 呸呸呸呸呸 不对 是混吃等死 安心过自己的小日子 不过话又说回来 要达成混吃等死的目标 好像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 天知道外面那些大能 什么时候会乱开地图泡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一个根本不懂得修行的家伙 至少也得有个依仗才行 而说到依仗 毫无疑问 他现在最大的依仗 就是已经被炼制成法器的老房子 和那些日常用品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些奇怪法器的等级和威力都很低 不过在东明山附近这一带 用来自保还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别蠢地出去插其拉仇恨就行 然而现在摆在眼前的严峻问题是 像法器这种东西 无论是什么种类 都需要消耗灵气 才能维持和催动 偏偏许之乎本身不懂修行 所以目前只能靠着房子自动运转 从东明山陵脉中吸取灵气 不过很显然 这种吸取速度显然比不上消耗速度 以至于仅仅一天不到 房间墙壁上的灵气脉络都暗淡了不少 正一如此 今天早上再去排四洞拜访的时候 许之乎特意送了一面化妆镜给赤姐儿 然后趁着他心花怒放 旁娇侧击地问起了 要如何快速获得灵气 结果嘛 漂亮的红菊美人 当时正在喜滋滋地研究化妆镜 听到这问题以后 连想都没想 直接脱口而出 灵石啊 如果你想快速获得灵气的话 去抢灵石就对了 还真是简单粗暴 许之乎听到抢这个字的时候 简直是满脑门的冷汗 偏偏赤姐儿和六个小萝莉 还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就好像在讨论去菜市场 买两斤猪肉 好在片刻之后 看着许之乎那种 你们堕落了的眼神 赤姐儿总算兴兴兴地放下化妆镜 好吧好吧 不抢就不抢 那我们就做点小买卖去赚 啊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好像附近的东鸣湖底 有个妖怪方式 刚好我也要去卖东西 不如一起啊 许之乎很无语地擦擦冷汗 心到这建议倒是不错 虽说一时间想不到自己能做什么生意 不过先去妖房看看也挺好 就当调查市场了 不过呢 穿越以后第一次出远门 为了安全考虑 他还是精心准备了半个小时 特意往山地包里面塞了一大堆防身用的日常法器 顺便说一句 这个山地包也被练成了法器 有点类似于除戒指 内部空间大到能装下两台电冰箱 再然后 当然就是骑上电动车出发了 不过 这里面出了一点小状况 六个小楼里从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坐骑 看到以后纷纷举手表示要事成 而为了照顾他们 市角也半推半就地要求上车 所以到了最后 就变成了许之乎在前面开车 七个大小美女在后面叠罗汉 八人一车 严重超载地开往东明湖 还好这里没有交警叔叔 许之乎很无语地摸摸下巴 就忍不住回头看 因为天气很冷 挤在后座上的六个小楼里 全都穿着厚厚的棉袄 远远看过去 就像六个色彩缤纷的圆滚滚小球 倒是挽着自己腰的赤颈 虽然现在天气冷得刺骨 却还是一身大红色珠丝裸裙 赤着一双雪白如意的仙族 充分验证了美貌和耐寒之间的关联性 不仅如此 她今天还像那些波斯五娘似的 露出一节柔软纤细的腰枝 雪白的梨窝似的肚脐眼上 镶嵌着一枚银白的精致铃 韩风吹来的时候 铃铛轻易摇晃 时不时的清脆作响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记得订阅专辑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记 作者善水 主播云天河 小雨等 后期海燕和青 欢迎订阅收听 第十集 看傻了吧 视觉很得意地扬起天鹅般预警 却又忍不住偷偷舒了口气 还好还好 看来前几天不是鸾家的美貌之下降 而是这家伙根本没注意到 是是是 我想起了我养的那只傻猫 许知乎一本震惊地回答 然后抢在赤姐儿 性慕原真之前 立刻很明智地转移话题 对了 那个妖怪方式在哪 还没到吗 就在这里啊 你没看到吗 赤姐儿反倒满脸古怪地看着他 哪 许知乎下意识地转头看看四周 结果几秒钟之后 等他看见周围的环境 突然就很无语地张大嘴 你管这个叫做方式 好吧 也难怪他会有这种反应 实在是这所谓的方式 无论怎么看都像 菜市场 没有什么商铺 更别提什么茶馆酒楼了 其实就是在湖边枕出一块平地 然后各种奇形怪状的妖怪 全都聚集在这里 取着各种奇怪的东西 大声吆喝叫麦 比如黑乎乎布置来历的药草 比如断了半截的长柄大刀 甚至还有什么破破烂烂的残本秘籍 最无语的是 这中间还有个先锋倒鼓的乌龟精 抓着旁边经过的一只野猪精 神秘兮兮的起眉弄眼 哎哟 这位 我看你狗阁清奇 天赋出众 注定是要一同妖界呀 啊 嘿嘿嘿 等好 我这儿有本妖言锻炼之法 乃是太古幽王传下的 嘿嘿嘿嘿 别走啊 五块流石 只有五块流石啊 你妈 这梗也太老了吧 许之乎看得泪流满面 心到我一定是走错地方了 赤脚倒是理直气壮 没走错呀 你以为呢 我们妖怪又不是那些修真者 还要讲什么排场 再说了 东明山这一带本来就很荒凉嘛 有个方式就不错了 许之乎很感慨地擦擦冷汗 到是这个时候 周围那些妖怪终于闻到了生人气 全都恶狠狠地转头望来 混着 怎么会有个人租进来方式 闻起来 闻起来 好像很适合红烧啊 许之乎突然觉得自己可以考虑撤了 不过还没有等他来得及闪人 吃起来就已经 信也圆征 没好气地 瞪着四周 全都排废 这是我 我家的亲戚 还别说 被赤脚这么气呼呼地瞪了一眼 只为那些妖怪立刻很识趣地散开了 当然也少不了暗自赋匪 吃出今哪来的人类亲戚 诶 赤赤 你好像威信很高啊 许之乎还真是有一点素然起敬了 当然了 当然了 此次他们六个听到这话 立刻就很自豪地举起小手 姐姐的修位最高了 而且还是东明山第一位人呢 方圆五百里都很有名 嘿 想说什么大实话 赤脚而心花怒放肿 当然 也还要矜持地谦虚几句 其实吧 虽说我确实可以靠脸吃饭 不过事实上 我更喜欢用实力和才华来吃饭 节操呢 姐姐你的节操呢 许之乎对此表示很无语 眼看赤脚还要自在一下美貌无双 赶紧转移话题 啊对了 说到方式 试试你打算来这里卖什么 这还又问吗 赤脚得意洋洋地眨眨眼睛 倒也不着急立刻叫卖 而是先从怀里面拿出胭脂水粉 打扮了半天 他又对着那个刚得到的化妆镜 整了整稍微有一些凌乱的发丝 这才心满意足地点点头 然后又拿出一张灯笼草编成的席子 小心翼翼地往地上一扑 呃 你想干嘛 许之乎突然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赤脚已经整了整红裙螺衫 直接就在光天化日之下 楚楚可怜柔柔弱弱 往草席上一跪 想了想觉得不对 赶紧拍拍额头 居然又不知从哪儿变出一口棺材 重重地搁在草席边上 天知道这棺材里有什么 只不过下一刻 六个小萝莉突然就眼眶失红 集体扑在吃鸡儿身上 很整齐地放声大哭起来 啊 啊 啊 卖身脏夫 卖身脏夫了 东明山第一美人 新鲜出炉 卖身脏夫了 卖一送六 附赠六个可爱的妹妹 只卖九九八零食 只卖九九八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永远不要高估一只妖精的杰操 如果他还有杰操这种东西的话 在穿越后的第二天 许直呼声声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尼玛 这头也可以吗 光天化日之下 众目鬼鬼之中 你们几个居然当众行骗 我说 一群穷到离谱的蜘蛛精 能卖什么东西 感情是卖身脏夫 有什么问题 赤姐儿理直气壮地看了他一眼 顺便还不忘拿生姜擦擦眼睛 然后就继续这么眼眶痴润 泪水汪汪的 跪在那一张草席上 继续做楚楚可怜状 六个小萝莉也很熟练 奶生奶气地叫嚷着 买一送料 六张婴儿肥的小脸颊 配上水汪汪的大眼睛 简直是蒙到了起点 要不是许直呼知道内情的话 估计都会忍不住掏出钱包 更奇怪的是 明明看到这么拙劣的表演 周围的妖怪没有一个吃惊的 反倒有几只熊妖兴致勃勃地开始下注 赌赤姐儿他们今天能骗到几个凯子 好奇问一句 你们到底迈过多少次了 许直呼看得是满头冷汗 也没几次 总共算起来十七八次 成功了五六次而已 没办法 山里的妖怪太熟了 不容易得手 也就偏便外面来得伤面口 赤姐儿很苦恼地咬着阴唇 许直呼默默无语地抬头望天 是在下说的 在这种情况下 你们居然还能得手五六次 那些凯子妖怪的脑袋里 都装满了喜之王果冻吗 事实证明 这世界上总是有笨蛋的 短短两个时辰里 居然真的有五六只妖怪 过来问价 不过看这些妖怪的穿着打扮 搞不好比赤姐儿还穷 最多的一个只肯出五十零食 还很认真地问 能不能分歧富夸 滚 对于这种想占便宜的无耻行为 赤姐儿很不客气地表示拒绝 又过了一个时辰 跪得膝盖都有点发酸了 他忍不住扶住纤细的妖枝 很哀怨地叹了口气 看来今天是不行了 这年头神和神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 是风日下啊 我唱 你可有脸说这种话 许直呼忍不住拼命发白眼 眼看着六个小楼里都快睡着了 他终于叹了口气 拍拍赤姐儿的香肩 算了算了 靠你们赚零食 估计等到明年这个时候也未必能 啊 正这么说着 不远处的洞庭湖里 突然掀起一阵狂潮巨浪 紧接着 就看到翻腾的浪花中 一只龟妖举着两柄大锤 气喘吁吁地跳上岸 隔着远远就眉飞色舞 大声音啊 大声音啊 有大声音上门啊 刹那间 整个妖方先是鸭雀无声 紧接着轰然大乱 正在讨价还价的妖怪们 齐齐扔下货物 也不知道 从哪变出明晃晃的砍刀和斧头 顿时杀气腾腾地围上来 哪儿哪儿哪儿 凯子在哪儿哪儿 凯子在哪儿哪儿 别打我 问话的家伙就被赤姐一脚踹飞了 刚刚还跪在草席上 做楚楚可怜的漂亮美人 转眼间就从红裙下面 拔出两柄长达三尺的砍刀 眉开眼笑得一而起 凯子 有多凯 请动吗 扎不扎手 有没有后台啊 我来个去 许之乎看得肃然其境 忍不住打亮着 衣衫轻薄的赤姐儿 是两名砍刀 刚刚到底走在什么地方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记得订阅专辑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气 作者善水 主播 云天河 乔雨等 后期 海燕和清 第十一集 道士这时候 那只被团团围住的龟妖 已经擦着大汗 结结巴巴道 那 那什么 咱家刚来妖访的时候 看到山外有个土豪道士路过 一身法器 腰包鼓鼓 驾着辆云霄飞车 大出七号说 要霸占我们东明山 还带着南云洞的几只美貌狐狸精 是不是啊 一群妖怪听得是悠然神网 忍不住一起猜哈喇子 却要顿时怒了 秦少 居然想霸占我们东明山 还敢挖我们墙角 脑子都没来得及调戏 对了 那家伙是什么修为 不好说 我也要有点苦恼的摸摸脑袋 我隔得远 大概能看到那土豪道士的修为 大概在人员高阶上下 说到修为 就必须要提一下 昆吾世界的修为划分了 值得注意的是 这昆吾世界中的所有仙魔妖鬼 其实都有着统一的修为划分 从低到高 依次可分为 神缘 地缘 天缘 圣缘 而每一缘又可以再度细分为 初阶 中阶 高阶 巅峰 以赤解而为例 他的修为在东明山算是最高的 这十几年来都停留在人员中阶 其他东明山的妖怪 则要稍微弱一点 普通的都只有人员初阶到中阶之间 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个宣称要霸占东明山的道士 修为似乎比东明山群妖都要略高一筹 唉 这倒有点不好对付 一大群妖怪面面相觑 又一起看着赤解而 没办法 谁叫这么多妖怪里 就属赤解而的修为最高 这个吗 赤解而也有点小犹豫 不过这时候 那只龟腰倒是摇头晃脑地补了句 对了 那家伙真是富得流油 我看他腰包鼓鼓的 还要几只狐狸精跟他包叶 一出手就是五百零 不用说了 刚刚还在犹豫的一大群妖怪 早就杀气腾腾地冲了出去 赤解而更是一马当仙 抓着银白色蛛丝在林间呼啸跳跃 红裙随风翩翩飘扬 就像是旗帜式的指名方向 臭家伙 跟上 干掉那个混蛋 我亲你们三 不对 我搬你们 等等 那我该干嘛 留下来带孩子吗 许师傅很无语地站在原地 还没说完呢 六个小萝莉已经咽咽呀呀欢呼着 人手一块板砖跟着冲了出去 子子经过他身边的时候 还很好心地递了一块板砖给他 来 哥哥 你拿着防身 等会儿可以用来敲闷棍呢 谢了 许师傅感动得热泪盈眶 然后就被六个小萝莉拖着 身不由己地跟上了打劫团 说时迟那时快 一大群妖怪已经抄起家伙 杀气腾腾地冲下东明山 眼看前面就是茫茫荒原 视角抓着银白色蛛丝从天而降 顺势举起仙仙玉手 刹那间 一大群妖怪全都集体趴下 就这么无声无息地 匍匐在万物灵里 没等多久 果然就看到远处 霞光锐彩闪耀 一辆金光闪闪的云霞飞车 出现在地平线上 风驰电掣地朝这边驶来 霞光锐彩的云霞飞车 一看就知道是高级货色 车厢上遍布着 五彩闪耀的形形色色法阵 一眼望去就让人头晕目眩肃然起劲 就连那十二匹拉车的雄壮龙铃骏马 捐额头上也佩戴着附加了青语树的蓝翡翠 你大爷的 这车莫非是天宫坊出品的武侠云车 东明山群腰看得目瞪口呆 几百双眼睛里都冒着绿光 没听理啊没听理啊 据说这种武侠云车乃是天宫坊出的顶级座驾 每年只出手区区六辆 有十二个大将师纯手工铸造 号称一车在手天下我有 只要到浦东门帕山前停上一刻钟 就会有十几位美貌女修士过来问路 再看看车上那位黄袍道士 虽然满脸肥肉 不过浑身上下都是金光闪闪 两只肥手搂着几只娇滴滴的狐狸精 后者虽然羞答答喊着不要啊不要 但是看情况绝对是要啊要啊 没听理啊没听理啊 一大群妖怪看得是咬牙切齿 又忍不住集体泪流满面 赤脚更是哀怨地拿出了手帕 擦擦眼角的金银泪花 有钱人的世界果然不是我们能理解的 想想伦家要养六个妹妹 连胭脂水粉都只能买过期货 遇到打折还要起个大早在放室前排长队 再看看这不知哪里来的土豪混蛋 说话间那辆武侠云车已经滑丽丽地到了山脚下 坐在车上的几只娇滴滴狐狸精 看着中间那位肥胖黄袍道士的目光 简直是各种娇羞各种温柔 讨厌了 这位道长 你到底要对奴家的姐妹们做什么呢 满脸肥肉的黄袍道士意气风发 顺手抓住一只狐狸精的葱白小手 向咪咪道 无量受佛 贫道道好白眼魔君 自本教总坛而来 奉命在此建立分舵 几位小娘子 果然生得花容月貌 不如就乖乖地 做贫道的妹妹 行 望木林的一大群妖怪面面相去 心到这节奏不对 按照常理来说 不是应该说乖乖暖床的吗 怎么突然就变成任妹妹的剧情了 倒是赤姐和六个小萝莉睁大眼睛 突然满脸古怪地转过头 一起看着许之乎 许之乎很无语地抬头望天 我雷哥去 不会这么巧吧 咱家昨天晚上告诉我 要小心那个任妹狂魔 结果今天就撞上了 不管那么多了 赤姐儿带着一群妖怪虎视眈眈 近距离的观察下 果然可以看到那个自称白眼魔君的黄袍道士 虽然脑满肠肥 不过看起来倒是修为颇深 周身黑气缭绕 有若实质 在背后隐隐结成 争鸣凶恶的阴森森魔影 好像是修炼了七八百年的妖魔呀 一大群妖怪暗暗则舌 又一起看着赤姐儿 怕什么 赤姐儿冷哼一声 就要举起砍刀冲出去 等会儿 雪之后突然一把按住他 满脸骨挂的摸摸下巴 那什么 你们真打算打劫这个任妹狂魔 当然了 他都说要霸占东名山了 而且 最近生活很艰难的好不好 盘司洞的修理费 子子他们的抚养费 还有胭脂水粉钱 怕你了 雪之虎很无语地举起手 好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建议你们冲出去群殴之前 最好先准备几只鸡 鸡 哪种鸡 赤姐儿和一群妖怪面面相觑 雪之虎一本正经地看着他 还能是哪种 相信我没错的 好吧 看他说得这么严肃的样子 赤姐儿也只能眨眨眼睛 转头看了看旁边的黄鼠狼精 阿黄 我记得你昨天刚去山下偷了几只鸡 还有吗 有倒是有 那只黄鼠狼精满脸肉痛 不过还是立刻转身离开 几分钟后等他再回来的时候 手里已经多了一个麻蛋 全都在这 怕他们出声 我都给堵上嘴了 赤姐儿竖起大拇指 却又握紧狼柄砍刀 都准备好了吗 等我数到三 一 二 三 说到三 他直接提着梁鼻砍刀一跃而起 六个小萝莉跟在后面 沿着山坡直冲下去 什么人 白眼魔君听到声音 顿时满脸警惕地转头望来 只是几秒钟后 等他看到美貌如花的赤姐儿 外加六个粉嫩的小萝莉后 突然就眼前一亮 几乎是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姑娘受佛 小姑娘 频道看你们生的粉雕玉卓 不如也认我做个 可你妹 还没来得及说完 赤姐儿早就轻轻拂过小蛮腰上的肚脐眼 刹那间 银白色的蛛丝呼啸射出 顿时化为遮天蔽日的罗网 直接将白眼魔君连同云霞飞车全都笼罩在内 一时之间根本逃脱不了 打劫 趴下 不许动 几乎在同时 一大群妖怪早就起起咆哮一声 杀气腾腾地冲下山坡 挥舞着各种明晃晃的刀枪剑剂 水泻不通 围住白眼魔君 披头盖脸就是一通乱看 一片混乱中 只有六个小萝莉还站在原地 乃深乃气地拍拍粉嫩小手 还不忘一起涂涂小舌头 骗谁呢 哥哥早就说了 遇到想任我们做妹妹的 就一定要干掉她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气 作者善水 主播云天河 乔宇等 后期 海燕和清 第十二集 昆吴历八百三十九年 外来步伐分子白眼魔君 在经过东明山时 尾随两位无辜的狐狸精少女 试图进行无耻调戏 北京朝阳区的部分群众 不对 东明山的部分群众 恰好路过此地 随即在靳勇为好妖精赤姐儿的大领下 当即将步伐分子擒下并扭送之 好吧 以上 纯属胡说八道 倒是这时候的东明山下荒野中 几百只妖怪 正在赤姐儿的指挥下 围着措手不及的白眼狂魔 一通乱看 充分展现了 什么叫做群殴艺术 和暴力美学 啊 灵魂仔 把灵魂仔扔上来 先给这个混蛋来个地身 肉盾 肉盾在哪啊 快顶上去啊 拉住这家伙的注意力 喵喵喵的 你们两个蠢猪脑子进水了吗 快点给我输出 喂喂 后面的花妖 别光顾着看 疗伤术要有节奏的方 啊 真是有多熟练啊 许之乎在山坡上看的是肃然起劲 突然怀疑自己又穿回去了 正组队下副本打boss暴装呗 还别说 群有什么的最有爱了 那位白眼魔君的修为明明颇高 可是猝不及防之下 先是被天罗地网困在车上 又被迷魂伞弄得是头晕目眩 再被几只皮糙肉厚的野猪精死死抱住 一时间居然动弹不得 趁你病取你命 几百只妖怪早就趁机冲上去 穷凶极恶的提痛乱砍 明晃晃的刀光呼啸闪过 看得那叫一个血光飞进碎肉乱骨 许之乎在后面都不忍直视了 轰得一声又是凶猛一击 被狼牙棒呼啸砸住脑门 可怜的白眼魔君顿时是劈头散发 头晕目眩的捂着满头鲜血 这家伙愤怒到了蹊跷声音 骤然仰天咆哮一声 猛然伸手抓住道跑两侧 混账 这是你们逼我的 文尊 小心 这家伙要放大招了 许之乎一直忍着晕血在等 看到这一幕连忙大呼一声 大什么 东明山群腰愣了呢 赤脚反应最快 当即就要喷出蛛丝螺网 然而 已经来不及了 就在这刹那间 白眼魔君已经抓住道跑边缘 恶狠狠地用了一丝 就听到 嘶拉一声 整条道跑四分五裂 让他赤条条的身体 完全暴露在了空气中 此此他们六个看得是满脸害羞 赶紧捂住眼睛 东明群腰也是集体目瞪口呆 心到这个热媚狂魔是不是疯了 打不过我们居然开始脱衣服 难道他以为脱了衣服以后就能修为暴涨 小宇宙直接上身到 卧槽 那是什么鬼东西啊 话音未落 等看到白眼魔君身体上的古怪特征 在场的妖怪们 对时齐齐倒吸冷气 见鬼了 这家伙白白胖胖胖的身体上居然遍布着密密麻麻的眼睛 每一双眼睛都刺红如洗 如同拥有自我意识的微微弹动 刹那间就听到一声尖利的呼响 数百双血眼 突然齐齐睁开 危急时刻 许之呼抓起旁边的麻袋 不管那么多 直接扔过去 砰的一声 麻袋在空中直接碎裂 几十只攻击从里面晕头转向的钻出 看到近在咫尺的白眼魔君 扑扔着翅膀就劈头盖脸的啄过去 什么 白眼魔君大惊失色 浑身的血眼就像遇到天敌 不由自主地闭合了 下一刻 还没等他来得及后退 对面的银白色珠丝 已经遮天蔽日 如同狂潮巨浪似的涌过来 顿时将他连人带浑身眼睛 全都裹得严严实实 怎么会 你们怎么会知道 白眼魔君大为震惊 第一反应就是怒吼一声 周生血眼 顿时再度金光大作 就要硬生生地破开蛛丝 哼哼 你管我啊 吃起来动作更快 还没等那蛛丝网被破除 早就直接又是一口蛛丝喷出去 后面的子子他们也手拉着手 学着姐姐一起满口喷蛛丝 成百上千道银白色珠丝 漫天飞舞 就跟残茧似的 把镇镜中的白眼魔君困得是结结实实 金光从他身体上汹涌射出 不断地摧毁珠网 然后又被新的蛛丝立刻堵住 什么情况 旁边的一大群妖怪都看傻了 发什么愣啊 砍他呀 别让他有睁眼的机会 许之乎很无语地伸手一指 对啊 以大群妖怪面面相去 顿时如梦初醒似的啊了一声 杀气腾腾地再度冲上去 冲在前面的虎妖挥舞着大腹 恶狠狠地劈头斩落 结果刚刚靠近 就被白眼魔君一脚揣翻在地 后面的野猪精大吼一声 仗着体重直接凶母压下来 然后等他倒下 后面的几只豹子精 又跟着冲上了猛砍 不管怎么说 毕竟人多力量大 转眼之间 这群家伙居然硬生生地 把白眼魔君按倒在地 几只熊妖直接骑在他肚子上 拿着麻袋给他套上 可怜的白眼魔君被压在下面 拼命挣扎反抗 眼角居然还有晶莹的泪光闪耀 许之乎在后面看得是打了个寒颤 突然觉得 这画面怎么那么邪恶 又有点怪怪的 岂有 岂有此理 从来没遇到过这么无赖的打法 咬牙切齿的白眼魔君怒吼一声 无数黑气从身体中汹涌而出 如同排山倒海的怒浪 将压在身上的妖怪全都掀翻出去 等到黑烟渐渐散开 一条足有数丈长的巨大黑蜈蚣 如同蟒蛇似的 不能退 退就是死路一条 不要死 就是干 东明山群妖彻底被激发凶行 咬牙切齿 硬着头皮再度往上冲 数百只妖怪团团围住巨大武功 拼命狂砍 以伤患伤 哪怕自身遭受重创 也要先砍断对方几只锋利族人 一片混乱中 白眼魔君被硬生生砍断几百条腿 东明山群妖也是伤痕累累 几只熊妖被蜈蚣肠狠狠拍中 顿时捂着肠子倒飞出来 不等狼狈爬起来 就一把抓住后面瑟瑟发抖的花腰 你大爷的愣着干什么 快给老子疗伤啊 哪还有疗伤数啊 你们伤得太多 太快 我 我的腰里都有 哼 还没说完 侍杰也云并散乱的倒飞回来 可恶 这混蛋脑子有问题 打起来还挣扎手 疗伤数给我来个 没了 那疗伤痕呢 别闹了 我们东明山这么久 哪有什么弹药 几只花腰泪流满面地看着他 再看看前面的混乱战场中 这时候随着许多妖怪负伤退下 白眼魔君化身的巨大蜈蚣 渐渐占据上风 杀得腥风血雨 把一群妖怪都逼得招架不住 我来 这次麻烦到了 赤姐暗暗叫苦 难道真的要逼我用那一招 不行不行 如果是那样的话 等会儿 你们刚才说 疗伤痰 一片混乱中 许之乎突然举起手 没有 赤姐和几只熊妖 很惊喜地转过头 没有 许之乎挠挠头 不过在他们失望之前 却又突然满脸古怪的 不过 要是你们有炼丹材料的话 我倒可以帮忙炼 我还没有说完呢 说你个头啊 几只熊妖彼此对视一眼 干脆直接操起砍刀 再度杀气腾腾地冲上去乱砍 就连那几只没有了腰力的花腰 也跟着上去肉搏了 别闹了 赤姐很无语地伸出手 拍拍许之乎的肩膀 炼丹身门技术活 你还是趁现在赶紧走 带上紫紫他们几个 还有我的私房钱 问题是我真会啊 你看 我这炼丹炉都 让我转转看 从前 在这 许之乎一本震惊地回答 顺手解下背后那个山地包 摸了好一阵 总算摸的 他长出一口气 直接拿出那个炼丹炉 往地上哐当一搁 赤姐很惊讶地倒吸一口冷气 只是几秒钟后 等他惊喜地瞪大眼睛 看清那个炼丹炉的样子后 突然就目瞪口呆了 阿雷 你管这个 管这个 叫做炼丹炉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记 作者 善水 主播 云天河 乔宇等 后期 海燕和青 正午的阳光下 东宁山脚的荒野中 一大群妖怪还在围着那一个热美狂魔群雾 紧紧隔着一片灌木林 赤脚却瞠目结舌的邓大爷 看着那个疑似炼丹炉的奇怪东西 突然觉得头顶上有一大片乌云飘过 没吃过猪肉 也看过猪跑 哪怕是再没脑子的妖怪也知道 凡是炼丹 肯定得有一个炼丹炉 正如那本炼丹基础指南中的 开篇第一句所说 好的炉子是成功的开始 所以问题来了 谁能告诉我 眼前摆在我面前的这东西 到底是什么鬼啊 没有青铜铸造的炉身 没有熊熊沸腾的烈印 更没有复杂的仙法密文 摆在地上的这个不明物体 看上去圆滚滚的 散发着奶白色光泽 还带着一点陶瓷的色彩 与其说是炼丹炉 倒更像是 更像是一口锅 别闹 这怎么可能是锅呢 事实上 它虽然 看起来有点像锅 但 好吧 它确实是锅 不过是滴饭锅呀 天知道什么是滴饭锅 事情忍不住拼命翻白眼 别闹了 你当轮家没见过炼丹炉吗 那种炼丹用的炉子都很大的好吗 谁规定只有大炉子才能炼丹的 好像也 不对 那炉盖呢 炼丹炉总得有个炉盖吧 有啊 你看我上面那个盖子 不就是炉盖吗 只要啪哒一声就能合上 携带方便啊 这么说起来的话 等会 那炉火呢 我怎么没看到炉火啊 拜托 那都是老皇帝了好吗 如今修针界也讲究环保 我这个炼丹炉是用电的 高小清洁污染 多好都不知道啊 说得好有道理 我竟无言以对 炽姐突然发现自己居然没有办法反驳 倒是许之乎已经打开锅盖 又理直气壮的伸出手 快快快 有什么材料就全部拿出来 反正练练看就知道了嘛 好吧 司马当火马医了 眼看着面前战场中妖怪们都苦苦抵挡 炽姐也终于心一横 直接从怀里面掏出几份炼丹材料 不管那么多 全都塞过去 第一次总是不习惯 许之乎也不知道该放多少 单脆直接倒进去一半 紧接着 关上锅盖 因为同样便已成了法器 这口 赔了他好几年的旧电饭锅 根本不用电源 就自动运行起来 伴随着一片清光闪耀 整个电饭锅突然微微颤抖起来 发出风群飞行式的嗡嗡声 呃 为什么我觉得像在煮饭 师姐用自己最心爱的大肠腿发誓 他真的闻到一股香气 就好像一大锅白米饭立马就要熟 咳嗽 话还没有来得及说完 电饭锅突然自动停转 锅盖砰的打开 冒出一股滚滚黑烟 成啊 师姐满脸惊喜 很期待地点起脚尖 许之乎往锅里瞧了一眼 突然满脸古怪 这个嘛 你 你 你猜 不用猜 看他的表情也知道结果 师姐无语望天 单粹直接拿出个小包裹 满脸肉痛地递过去 走 快走 带是我妹妹 还有我的嫁妆 安了安了 偶尔的失败也是正常的嘛 许之乎挠挠头 又把第二份材料倒进电饭锅里 这次 他倒是仅剩了许多 至少没忘记倒点水进去 还很认真地搅拌了几下 看上去 更像煮饭了 几分钟后 伴随着奇怪的温温神 青光大作的电饭锅 又开始震动起来 当当当 当当当 他在地上不停地颤抖来颤抖去 时不时还冒出一缕青烟 好像随时都会爆炸 又总是在危急时刻 抢回一条命 这一次 却整整等了半课中 眼看着前面的战局越来越不力 几百只妖怪都被白眼魔君追得到处跑 赤姐儿终于按捺不住 提起双刀 算了 你慢慢练吧 轮夹日前上去顶 咔噬 话还没说完 锅盖突然又打开了 这一次根本不需要查看 都能闻到一股清淡的丹香 浮空而起 赤姐儿正了站 顿时满脸惊喜地和声冲上来 阿雷 不是吧 你居然真的战成了 还真的是 冒着热气的电饭锅里 五六颗青色丹药 咕噜噜滚动着 顾不得烫 赤姐儿直接伸手进去抓了一颗出来 满脸的眉开眼笑 咦 真的假的 只顾你居然还有这一首 算了 先不问你怎么会练单 现在的重点是 哄 还没说完 刚那一只冲出去拼命的熊腰 又惨哭着倒飞回来 这家伙伤得比刚才严重多了 大半个肚子都被割开 肠子流了满地 只能满口吐血地紧紧抓着赤姐儿 奄奄一息的 赤 赤姐儿 我有个问题 藏在心里好久了 你 没爱过 赤姐儿回答得干脆利落 顺手把几颗丹药 往他嘴里一塞 嗯 什么东东 那只熊腰目瞪口呆的张大嘴 突然间浑身颤抖怪叫一声 跟打了鸡血似的跳起来 又抱起一块足有半吨重的青石 杀气腾腾地冲进战场 身后还拖着肠子呢 这家伙居然还能生龙虎虎 直接扛起青石 就往白眼魔君头上猛砸 而且紧紧砸了两三下 又满脸凶恶地咆哮一声 周身火光汹涌沸腾 烧得周围温度都在上身 赤姐儿目瞪口呆地捂着嘴 看着那只熊浑身火焰狂暴挥爪 过了半天 突然满脸古怪地转头看着许之呼 你确定你练的是疗伤胆 这个嘛 许之呼同样满脸古怪 下意识地举起那个电饭锅 那什么 我这个法器吧有点小问题 有时候会随机练出便衣胆药 总之一切看人品 还随机还便衣还看人品 那就是说 到底能练出个什么东西来 你自己也不能 小心 还没说完 又一只野猪精从地而降 要不是赤姐儿及时推了吧 许之呼直接就变成肉饼了 很好 比之前那只熊伤得更重 这家伙挣扎着伸出蹄子 同样紧紧抓着赤姐儿的手腕 赤姐儿 我有个问题 藏在心里 你给我滚 赤姐儿直接拍晕了这家伙 又赶紧从怀里面拿出一大份材料 全都倒进电饭锅里 快快继续 别有什么随机了 能练出来就好 这是你说的啊 许之呼也很干脆 直接把锅盖给盖上 砰的一声 伴随着闪耀的清光 电饭锅再度温温作响地 摇晃震动起来 翻腾的白色雾气如同云霞 不停从锅盖小孔中喷出 热得把周围积雪都融化了 几分钟后 就听到咔哒一声轻响 锅盖自动打开 随着白色雾气渐渐散去 可以看到仍然滚烫的锅底 正有一颗色彩斑斓的奇怪丹药 在咕噜咕噜地缓缓滚动 好高的效率啊 痴急而看得肃然起劲 却又忍不住犯嘀咕 呃 话要说回来 这丹药的颜色看起来好怪啊 我都不知道它是什么属性 没事 应该不会是毒丹 许之呼同样把脑袋凑过来 两个人一起盯着那奇怪的丹药 看了几秒钟 突然很不负责地一口同声 管那么多呢 反正不出我们吃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记 作者善水 主播云天河 乔宇等 后期海燕和清 第十四集 我差 旁边奄奄一息的野猪精 突然有一种不安的预感 赶紧捂着肠子 心惊肉跳地往外爬 你妈 老子宁可死在外面 也不要 混账 住手 你们想干什么 还能干嘛 赤脚直接按住它 用力掰开它的大脑 许之呼拿起那颗奇怪丹药 很同情地往它嘴里一扔 救 救命啊 可怜的野猪精掐着喉咙 只觉得肚子里 像是有一团猎虎在熊熊燃烧 你们 你们到底给我吃了什么 为什么我觉得我好像要 要 还没有哭诉完呢 这家伙突然动了一顿 满脸震惊地低下头 就在这刹那间 色彩斑斓的光芒 从它体内透射而出 被这色彩斑斓的光芒笼罩 原本伤痕累累的身体 竟然在瞬间奇迹般地愈合 就连流淌出来的肠子 也回到了体内 力量 我感觉到了力量 目瞪口呆的张大嘴 野猪精突然满脸兴奋地怪叫一声 抄起两柄锋利砍刀 生龙活虎地冲向战场 直接就和白眼魔君杠上了 你大爷的 放开那只花药 有什么事冲我来 停着灭疾的族刃攻击 这家伙挥舞着砍刀 化为一团旋风 绕着白眼魔君就是一通万侃 虽然自己身中无数刀 可是居然也硬生生地砍了白眼魔君无数刀 堪称是千人斩中的千人斩 而更诡异的是 虽然被砍得是浑身是伤 可是因为丹药的效果还在持续 他的伤势居然转眼间就好的七七八八 简直可以称之为 边砍边伤 边伤边治 边治 再边砍 你妈 这简直是大不死的小强附体呀 许之户和赤吉尔在后面看得是肃然起敬 诡异的寂静中 赤吉尔待了半个钟 突然恍然大悟似的 啊了一声 啊 等等 我想起来了 那颗丹药好像是 嗯 断羊丹 啊 断羊丹 许之户很茫然的摸摸下巴 赤吉尔满脸古怪的睁大眼睛 没错 这种断羊丹 看起来很像疗伤丹 而且比疗伤丹的功效还要强很多 不过使用者却要付出巨大代价 从此彻底断羊 呃 羊 哦 不 不 断羊 许之户突然懂了 下意识地转过头 看着那一边的战场 混乱的战场上 大发神威的野猪精 还在那里大杀四方 龙精虎猛 虎虎神威 旁边的花妖看得是心神迷醉 满脸红韵的娇滴滴挥手 好厉害 好厉害 猪哥哥 等你干掉这个混蛋 奴家就 奴家就 就嫁给你 真的 免 听到这话 野猪精杀的是更加风生水起 哈哈哈哈 我有种预感 等打完这一架 老子就要迎去白富美 成为洞主 从此走上 要成巅峰了 可怜的家伙 远处的灌木林中 许之户和赤姐儿 彼此对视一眼 突然满脸古怪的 擦擦冷汗 一口同声道 那什么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人品这种事 就像是小酷酷 虽然看不见 但是真的存在 事实证明 野猪兄的人品 或者说 妖品 真的很糟糕 虽然他自己 完全没有意识到 还在打了鸡血似的 大战白眼魔军 顺便考虑 战后的幸福生活 要是 赤姐儿和花幽妹子 都哭着喊着 要嫁给我 这个 我跟去谁好呢 好吧 抛开这家伙的 悲催命运不提 许之户这会儿 正忙着继续练丹呢 赤姐儿蹲在他旁边 神奇地从怀里面 不停地拿出 许多材料 不管那么多 全都扔进锅里 话说 你不是很穷的吗 哪来这么多材料 许之户还真的有点惊讶 就是为了存材料 所以才穷啊 赤姐儿理直气重地回答 好吧 许之户很无语地挠挠头 干脆也不问了 继续蹲在灌木林里面 炼丹 不得不说 这电饭锅炼丹的速度 简直是奇迹 每隔半刻钟就有几个丹药 新鲜出锅 而且连锅底都不用洗 这要是让那些正常的炼丹师看到 分分钟都要满口喷血 大呼一百次 这不科学 这不科学 也多亏了这种炼丹高效率 等到那些妖怪被白眼魔君拍飞 惨呼着摔进灌木林中的时候 就会发现 赤姐儿已经兴奋地挽起袖子 一边拿出几个丹药塞过来 一边没好气地恶狠狠威胁 没爱过 不约 我对你没兴趣 张嘴 吃吃它 好吧 迷迷糊糊地通了丹药 这些原本身负重伤的妖怪 突然发现 好像自己出现了很多异常变化 而且这变化 还完全看人品 或者说 妖品 有的家伙一颗丹药下肚 突然就增加了五六倍的蛮力 原本连几百斤的大斧头都举不动 现在居然可以扛起一大块花钢盐 硬生生地冲上去肉搏 有的家伙吃下丹药以后 突然就能口喷裂印 足踏岩浆 本来一点法术都不懂的 可是现在 居然挥挥爪子 就能发出几道闪耀雷电 轰得白眼魔君和周围的妖怪 一起浑身冒烟 当然了 也有出门没洗手 妖品实在糟糕的 比如那只凶狠猙獰的虎药 刚刚吞了赤色的丹药进肚子 突然就轰得一声 从里到外 全都熊熊燃烧起来 转眼间就七分数 再加点鸡蛋和通心粉 就完美了 不关我的事 这完全是人品问题 许之乎义正言辞地举手表示 然后继续不负责任地炼丹 继续不负责任地扔给他们 事实证明 大多数妖怪的妖品 还是不错的 在这源源不断地丹药供应之下 一大群家伙围着白眼魔君 就是一通暴揍 各种死缠烂打 各种以身换伤 各种段子绝酸脚 面目全飞腿 居然硬生生地 把战局搬了回来 半个时辰后 白眼魔君化形的猙獰蜈蜈 终于伤痕累累地 尾盾在地 上百条族刃都被砍断了大半 胸口鲜血 如同泉水似的喷涌而出 混 混账 愤怒地仰天长思一声 蜈蚣精骤然摇身一晃 直接抬起巨大身躯 轰鸣作响地 撞向坚硬地面 金光过处 巨大的蜈蚣精 竟然就这样消失在地面上 只留下一个 深不见底的坑洞 东明山群妖恶然无语 满脸古怪地面面相去 世界突然回过神来 几乎是下意识地 转头惊呼 等等 那家伙的目标是 哼 话音未落 整片灌木林突然四分五裂 在弥漫腾空的烟尘碎片中 巨大猙獰的黑蜈蚣 破土而出 庞大的身躯直立而起 又带着呼啸的风声 重重地撞向雪之呼 小心 世锦儿和群妖起起惊呼 却已经来不及救援 秒了个密的 还好我总是注意安全地一样 许之呼目瞪口大了几秒钟 第一反应就是 抓起随身鼠标 不管那么多 先扔出去再说 金光过处 鼠标均轻轻一抖 时间缠住猙獰的蜈蚣精 紧接着 又很熟练地收紧 轰的一声 巨大的蜈蚣精 顿时轰然倒地 可还没等他来得及挣脱 一面又是上百个剑位 呼啸射来 如同暴雨梨花针似的 轰得他浑身火星似箭 剧痛长吼 岂有 岂有此理 被轰的是遍体鳞伤 蜈蚣精恼羞成怒的旧地鬼 突然又转化为 白眼魔君的黄袍道士形象 顺势从鼠标线中 挣脱出来 怒吼一声 这家伙气急败坏地 扑向许之乎 还未靠近 就满脸凶恶地张开大嘴 猛然抓住道袍 用力一扯 混账东西 敢在背后搞鬼 本尊要教你 我说 无药动不动就脱衣服好吗 许之乎很无语的挠挠头 顺手从滑里面掏出了一盒牛奶 卧槽 现在还有心情喝东西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气 作者善水 主播 云天河 乔宇等 后期 海燕河青 第十五集 一大群妖怪 全都看得目瞪口呆 士杰抓着银白色蛛丝 从后面呼啸晃荡追上来 试图抢在白眼魔君攻击前 带走许之乎 但是来不及了 就在这刹那间 白眼魔君已经疯狂嘶吼着 撞向许之乎 身躯上密密麻麻的无数血液 就要爆发出强烈的耀眼光芒 去死吧混账 给我死 话音未落 许之乎突然用力一按牛奶盒 乳白色的牛奶嗖地喷出来 就像一道清凉喷犬 全都喷在白眼魔君的猙獰脸上 是 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惊呼 满脸牛奶的白眼魔君 就这样一震 整个头部就在一瞬间 直接石化 连脖子都无法转动 什么情况 赤脚和东明山群妖刚好赶到 看到这诡异的变化 不由得大吃一惊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许之乎已经擦擦冷汗 又用力一按牛奶盒 所以说呢 有备无患嘛 还好咱们出门是带足了日证 这么说着 他又是一道牛奶射出去 这次把白眼魔君全身都焦透了 下一刻可怜的白眼魔君 直接全身石化 就像是一尊粗糙的石头雕塑 纹丝不动地呆立在原地 而且还保持着撕开道跑的暴露狂姿势 目瞪口呆啊 是起来和东明山群妖 齐齐转过头 看着许之乎手里的那盒牛奶 突然忍不住 齐齐打了个寒惊 我烧你个清真啊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居然还负担实话说 牛奶啊 还能是什么 许之乎满脸无辜地举了举牛奶盒 不过呢 它是三路牌的 自带三聚清安 附带结实效果 长期服用还能得舍利哦 鬼知道三聚清安是什么 不过听起来好厉害的样子 东明山群妖集体送人起敬重 那是啊 要不是昨天收拾屋子 我都没想到我居然还留着一盒 过期的三路牛奶 而且这东西居然还变成了法 许之乎很自豪地挺起胸膛 诶 你们就打算在这儿看吗 对啊 多亏了他的提醒 赤吉尔和东明山群妖总算回过神来 当即一窝风势地涌上去 按住石化中的白眼魔君 又是一顿胖揍 可怜的白眼魔君 直接被揍得是生活不能自理了 幻 幻者 你们敢对本尊如此不敬 当角主知道 一定会 一定会 会你个头 是吉尔一脚踩住他的胸口 先把他的储物戒指摘下来 又从里面翻出一封信件 嗯 让我看看 你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路 居然敢跑到我们东明山墙地 嗯 干嘛 你们干嘛这么看着我 哎 反了 反了 许之乎很无语地伸出手 指指他手里那封信件 呃 别告诉我说 其实你不认识姿啊 被说中了 赤甲顿时满脸胀红 你 你管我啊 就算我不认识字 看看这封信的字迹 也能闻到阴谋的味道 是是是是是 姐姐你高兴就好啊 许之乎从他手里接过信 笑咪咪地看了一遍 倒是不由地微微惊讶 哎 这些伙好像是什么 双舌教的舵主 奉了什么教主的命令 来东明山建立分舵啊 嗯 你们听过双舌教吗 没听过 一大群妖怪很整齐地摇头 是姐姐才不管那么多 直接把信撕得粉碎 什么双舌教 管他去死啊 嗯 不过看起来 这个教派倒是负得流油 居然给区区一个舵主 都配了武侠云车 嗯 那就是说 不用错了 一大群妖怪齐齐眼眸绿光 然后很整齐地转过头 杀气腾腾地看着白眼魔君 嗯 干什么 你们想干什么 嗯 别 白眼魔君打了个寒劲 下意识地捂住胸口 别乱来啊 本村乃是 救 救命 话音未落 一大群妖怪早就恶狠狠地冲上去 弥漫的尘土中 只能看到几十只爪子蹄子 在白眼魔君身上乱摸 中间还夹杂着各种兴奋的怪叫声 我的我的 这家伙的灶泡是我的 谁都不信给我讲 服尘 我要得把服尘 看起来也是件法器 拿出去应该也得卖个几百零食 诶 这双鞋子也不错 混蛋 松手 你的裤子我也要了 好可怕呀 许之呼在旁边看的是不忍之事 下意识地喝了口牛奶 突然觉得自己以后 一定要离这群禽兽远 嗯 诶 赤姐 你干嘛这样看着我 赤姐满脸古怪地看着他 这个嘛 呃 那个知呼啊 我记得你刚才说 你的这盒牛奶能让人实话对吧 所以 所以 许之呼不明所以地摸摸下巴 看了看自己手里的三鹿牛奶 又感受了一下嘴里淡淡的甜味 然后 然后诡异的寂静中 刺激而略为有一些慌乱的惊枯声 突然就回荡在东明山上空 惊吓得一大群鸟雀 全都四散飞走 欢迎 欢迎快过来 这后那舌头好像 很累 紫童三首 那个牛奶不能喝 清早的东明山 明媚的阳光从雪后晴朗的天空落下 像细雨般穿过银白色的窗帘 照在柔软的枕头上 睡觉睡到自然醒 许之呼慢条斯理地从床上爬起来 又很悠闲地打了个响指 几秒钟后 同样已经变成法器的毛巾 就自动热气腾腾地飞过来 很体贴很周到地 给他洗了个脸 好嘞 这才是宅男的舒服生活啊 看着毛巾给自己洗脸 牙刷也自动跳起来帮自己刷牙 许之呼吐着仍然石化中的大舌头 简直感动得热泪盈眶 啊 我突然觉得 要我在这里宅几十年也可以啊 说起来 他能过上这么舒服的宅男生活 其实还是托了昨天东明山 妖怪打劫团的福 一场奇怪的群架结束以后 可怜的白眼魔君被搜刮一空 不过这家伙也够硬气的 哪怕被揍得鼻青脸肘 居然还一直放狠话 声称 本教教主不日就会驾临东明山 你们不想死的话就速速投降 再让那只蜘蛛精和六个小萝莉 认本尊做哥哥 哥你全家 因为这句话 赤姐儿信母言真 又带着六个小萝莉狠狠揍了他一顿 其实吧 他真是你哥 许之后很想这么说 再然后 以赤姐儿为首的东明山群妖 就开始兴高惨烈地瓜分起了战利品 本正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 大家经过一番平心尽弃的拔刀群殴 终于确定了合理的分配方法 赤姐儿作为打劫行动的指挥者 得了两成 一大群妖怪流血流汗 得了五成 许之后因为在后面炼丹刷辅助 再加上舌头因功负伤 所以得了三成 算起来有五百多零食 大致上可以维持老房子和日常电器运行半个月 不过话又说回来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这点零食显然是不够的 所以等到洗完脸刷完牙之后 取之乎就一边咬着鸡蛋饼 一边想着要怎么继续赚零食 唉老实说 怎么能每次都好打劫 无数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一定要有稳定可持续发展的 正琢磨着呢 他随手拉开窗帘 突然就吓了一跳 差点一个后滚帆跳到床上 天知道怎么回事 卧室外面的玻璃窗上 居然挤满了几十张杀气腾腾的大脸 上百只眼睛真的大大的 一起贴着玻璃往里面看 简直就是集体偷窥狂似的 这还不算什么 等到雪之乎擦擦冷汗反应过来 突然发现窗户外面 全都是黑压压的脑袋 七百只猙獰凶恶的熊妖虎妖野猪精 沿着雪地排起长龙 队伍尾部都已经排到松林那里 还绕着松树转了两个弯 排在最前面的那只熊妖 手里取着一个领号的小木牌 后面的虎妖满领凶恶 硬生生的起进队伍 完全无视旁边那只柔弱花腰的抗议 中间的猪刚烈 没错 就是前几天吃了断羊丹的那个家伙 居然还随身带着铺盖 估计昨晚直接就在门口睡的 阿雷 你们想干嘛 大清早来潮湿现实强购吗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记 作者善水 主播云天河 乔宇等 后期海燕和清 第十六集 许之乎深深地震惊了 结果刚转过头 又看到赤姐儿正带着子子他们六个小萝莉 兴高采烈地站在老房子大门外 子子黄黄沉沉 他们六个小萝莉 满脸兴奋地举着一块木牌 上面歪歪斜斜地写了一行墨水大字 专业炼丹 百年老店信誉保证 第一次不来是我的错 第二次不来是你的错 然后就在子子他们旁边 赤姐儿正拿着一大堆号码牌 眉开眼笑地发给那些妖怪 来来来 先挂号 一个号十块零食 要加三的再多给二十块 别嫌贵啊 我家知乎轻易不替着恋丹哦 呃 老家问一下 赤姐你在干嘛 许知乎不明觉虑中 忍不住伸出一根手指 小心翼翼地戳了戳赤姐儿 我在帮你招呼恋丹生意啊 赤姐儿笑咪咪地转过头 顺手打晕一支想插队的豹子精 啊 恋丹生意 许知乎很惊讶地看着他 对啊对啊 赤姐儿很自豪地抬头挺胸 你不是说要想办法挣零食吗 我就帮你宣传了一下你的炼丹术 然后东明山连带周围的妖怪全都过来了 是不是很感动啊 啊 许知乎差点一口牛奶喷出来 别闹了 就我那天完全看人品的不靠谱炼丹术 居然还能把周围的妖怪全都引过来 你们这是多缺炼丹石啊 啊 你不知道了吗 赤姐儿倒是很惊讶地看着他 炼丹术这东西在人族炼气势中当然不算稀罕了 可是对于我们妖族来说 简直比妖王还要稀有啊 好吧 就像赤姐儿所说的那样 在妖怪圈子里 炼丹术还真的是很稀有的一种 要知道炼丹可是门技术活 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学会的 你得有炼丹的天赋 得有专业的师门传承 得有丰富全面的知识体系 还得有一大堆名贵的材料 很心痛很败家的重复恋手 真巧 以上说的这几点 妖族全都没有 想想也是 怎么能指望一群天生天养的野蛮家伙 在根本没有师门传承和专业知识的情况下 学会炼丹呢 更何况 这群家伙的脑子本来就不灵光 而且大多数都还很穷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大多数妖怪都是不懂炼丹的 但这不代表他们不需要炼丹 恰恰相反 妖怪无论是在修行还是在战斗中 都对丹药有很大的需求量 以至于一颗在人族修针界中的普通补气丹 到了妖族大方市里 居然能卖到三倍价钱 啊 别嫌贵 这还不是在规模够大的妖方里 像换成了东明山这种穷乡僻壤 你就是出五倍的高价 也未必能买到一颗补气丹 就算买到 搞不好也会出门就被打劫 正因如此 在这种一丹难求的情况下 突然听说东明山这里出了一位 人族炼丹师 而且还很乐意帮妖怪们炼丹 附近三百里内的妖怪们 简直群情汹涌 全部一窝蜂地赶了过来 哪怕大冬天冷得能把人冻成狗 哪怕还没炼丹就要先被剥削挂号费 可是这些家伙居然全都满脸狂热地排起长队 很期待地齐齐盯着许志弘 就像是看一块闪闪发光的大金子 大师 大师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炼丹 我的材料已经饥渴难耐了 别闹了 许志弘很无语地看着他们 决定还是实话实说好了 诸位 不好意思啊 我倒是很想赚一笔 但是我不能坑你们呢 这么说吧 我的炼丹术完全看人品 能炼出什么来自己都不能确定 真的假的 几百只妖怪听到这话 倒是不由地面面相去 半信半疑 说实话没人信 许志弘无奈叹了口气 干脆直接抱起电饭锅 没事 不信也不要紧 我现在就练一次给你们看 你们就知道什么叫做不靠谱了 这么说着 他随手拿出几份前几天没有用完的炼丹材料 很不负责地往电饭锅里面一到 啪啪一声 电饭锅就开始自动嗡嗡作响地运行起来 几百只妖怪伸长脖子点起脚尖 一起看着微微震动的电饭锅 许志弘还不忘解释给他们听 你们看啊 我现在要练一颗疗伤丹 正常的情况下应该很容易练成 但是到了我这里 因为完全随机的缘故 说不定就 还没说完 锅盖就砰的一声自动打开 翻腾的雾气中 一颗银白色丹药 自动弹出电饭锅 在雪地上咕噜噜滚动 无论从色泽还是气味来看 显然都是百分百 纯天然的疗伤丹药 什么都不用说了 一大群妖怪很无语地 看着那颗疗伤丹 又很无语地七七转过头 用那种很欢迎的眼神 看着许志弘 那什么 刚刚谁说完全随机不靠谱的 姨妈 这么小概率的世界 都能被我撞上 许志弘满脸古怪地抬头望天 愣了几秒钟 突然又掏出一份炼丹材料 塞进了电饭锅 砰 没过一刻钟 热气腾腾的电饭锅 又自动弹开了 这次跳出来的淡红色丹药 还真的不是疗伤丹 许志弘正打算说什么 旁边的赤姐儿 突然就两眼放光 满脸惊喜地 指着那颗淡红色丹药 等等 这好像是 好像是 前缘丹 前缘丹 刹那间 在场地击摆着妖怪 齐齐倒戏冷气 眼睛里面都集体冒绿光 等等 所谓的前缘丹 莫非就是号称能 激发潜能的那种珍贵弹药 阿雷 如果没记错的话 一颗前缘带在方式里 能卖到五百零食 价格是普通疗伤丹的十倍 这么说起来的话 要是把这颗前缘带拿出去卖了 轻轻松松就能换回十颗疗伤丹 我来个去 要不要这么暴力来着 刹那间 几百只妖怪顿时再度齐齐转头 用那种很古怪的目光 看着许之乎 抓 再抓 还说自己不会练丹 你都能用一份补气丹的材料 练出价值翻十倍的前缘的 这要是叫做不会练丹 那些人族练丹师 都要自挂都能吃了 泪流满面啊 这一刻 雪之后忍不住泪流满面 突然觉得 自己比豆鹅还原 有没有搞错呀 老子昨天闲着美食试了十次 三次直接失败 五次只列出更低级的弹药 结果今天早上也不知道 为什么连续两次人品大爆发 这是要去买福利彩票的节奏吗 不用解释 真的不用解释 我们都懂的 几百只妖怪起枕地看着他 朱刚烈还从怀里面拿出一袋零食 很心痛地递给他 知乎啊 你要加价就直说 我们尽量凑凑 但是别太很好嘛 我还想留点零食去画画嘞 家里没有 许之乎热泪银矿中 干脆不解释 直接咬咬牙 掏出最后几份材料 一股脑袋全都塞进了电饭锅里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 你们自己看 这次真的练 这次速度更快 炼丹材料更倒进电饭锅 都还没有等他来得及说完 一颗丹药 就从锅里自动弹了出来 是什么是什么 几百只妖怪满脸期待地围上来 结果等他们看到那颗灵气稀少的丹样后 突然就很失望地 齐齐叹了口气 居然是最低等的补气丹 还真是浪费材料 飞大了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被冤枉了一早上 许之乎这时候 简直是沉原得雪 感动得热了银矿 我说吧 我说吧 我就说真的是完全看人品 刚才是我运气好 连续两次成功 现在 轰 话音未露 那边电饭锅突然轰鸣一声 就像炸爆米花似的 来了个大爆发 刹那间银白色的蒸汽腾空而起 数百颗赤红色丹药 如同喷泉喷发 呼啸冲到几十米高空 紧接着 就像暴风骤雨似的 哗啦啦全都砸落下来 铺满了老房子门前的台阶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 有声剧 宅妖气 作者善水 主播 云天河 乔雨等 后期 海燕和青 第十七集 宇马 这是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许之雾也好 世杰也好 几百只妖怪也好 全都集体瞠目结舌的瞪大眼睛 看着台阶上数百颗赤红色丹药 在那里像夜明珠似的滴答滴答乱滚 没错 这些丹药全都是最低级的补气丹 可是最低级的补气丹 那也是丹药没错吧 一颗补气丹 就算十块零食 十颗补气丹 就是一百块零食 这里至少有上百颗 那就是说 这一刻 几百只妖怪很齐整地抬起头 默默掰着手指 计算了一下 数学不好的赤姐儿 还拿出了算牌 很认真的算啊算 算啊算 一直算到头晕眼花 片刻后 也不知道哪个家伙带头 几百只妖怪 突然齐整整叫了一声 高高举着号码牌 很狂热地集体冲向了许之乎 转眼间就里三层 外三层水泄不通了 大师 大师 我是赤姐家三姑的妹妹的 表舅的侄子啊 您看能不能让我先来 别急别急 俺顺顺了 老子昨晚就排 混蛋 你怎么插队啊 因为 因为我没素质啊 能说什么呢 这一刻 看着周围狂热的妖怪们 许之乎很无语地抬头望天 突然觉得 自己今天应该去买彩票 哼 知道吗 我有一种预感 老子很快就能上 315消费这权益晚会了 十二月的东明山 本来是一年中最冷清的季节 大雪封山以后 连凯子都来得少了 没生意可做的妖怪们 就待在洞府里 取暖的取暖 冬眠的冬眠 生孩子的 生孩子 不过 这一年的冬天 却截然不同了 因为那位不靠谱 练丹师的出现 原本冷清的东明山 突然变得人满为患 从附近闻讯赶来的妖怪们 聚集在盘司洞门前 排起长长的队伍 领着号 等着炼丹 就跟非典时期 抢摆蓝根似的 这么说吧 赤姐儿这几天 光是收挂号费 就收得眉开眼笑 心花怒放了 嗯 一个号十块零食 十个号一百块零食 一百个号的花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 我的胭脂水粉钱 和子子他们的抚养费了 倒是许之呼这边 简直忙得不可开交 虽说她的主要任务 就是把炼丹材料 往电饭锅里倒 可是也架不住 一天二十个小时 接待客户 有时候还得兼职 心理专家 安慰那些运气 不怎么好的妖怪 事实证明 炼丹这种事 真的主要看练 有的妖怪 显然出门没洗手 整整炼了三次 才勉强练出一份 品质普通的补气丹 有的妖怪运气很不错 一次就大功告成 省了不少材料钱 还有的家伙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成功是成功了 但是变异后的丹药 居然都没有人看得出来 到底是怎么用的 当然 要说妖品大爆发 绝对还要数珠缸链 没错 就是吃了断羊丹的那味 这家伙连续失败两次以后 第三次居然大获成功 硬生生用一份普通材料 练出了极为罕见的 棋风丹 别问棋风丹是什么 反正只要看他笑得 连牙根都露出的表情 就知道绝对是一夜暴富了 紧紧握着那颗疾风丹 朱刚烈一把抱住许之乎 激动得浑身颤抖 泪眼汪汪 小醉他妈 总嫌弃我买不起洞府 这下好了 只要咱们把这疾风丹一卖 就可以在东明山下 卖作七进七出的 知乎 大事好 你一定要来喝新酒啊 啊 是不是啊 看来不管在哪个时代 房子问题都是大问题啊 许之乎很感触地挠挠头 目送着朱刚烈奔向幸福生活 然后等他转过头 看着房子外面那一群 眼眸绿光饥渴难耐的妖怪 突然就忍不住打了个寒进 今天是法定假日 不如大家明天再来 这么说着 他直接背起山地包 跳上电动车 转眼睛就逃得无影无踪 等到一大群妖怪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都已经到了附近的荒原 在一片树林中架起烤架 准备好好享受一下 这悠闲的午后时光了 雪后的正午 金色的阳光很明媚 照得人浑身都暖洋洋的 不久以后 烤架上的羊肉片就被烤得焦黄 发出诱人的滋滋声响 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浓郁的香气 味道真棒 许之乎深深吸了口气 一边笑咪咪地往羊肉上刷调料 一边拿出这几天炼丹的全部收入 事实上 这短短的五六天下来 除去各种开支以外 他一共赚了三千多零食 当时视觉帮忙算出这个数字的时候 咬着手 眼含泪水 整整弄了有半克钟 这么多钱 我得卖身交付多少次才能赚到 所以说嘛 有门独家垄断的手艺就是好 许之乎很愉快地摇晃着灵石带 听着叮叮当当的灵石撞击声 然后又开始很认真地想 接下来该怎么花这笔灵石 毫无疑问 既然他目前的打算是继续宅在东明山 那么最明智的做法 就是用这笔灵石来维持老房子 和日常用品法器的运行 不 不仅仅是维持运行 或许应该拿出一大部分灵石 提升某件日常用品法器的等阶和威力 实际上根据他这几天的研究 这件日常用品不仅变成了法器 而且还能不断提升等阶 拥有新的能力 并且变得越来越强 而提升的方法也很简单了 只需要将大量灵石转化为灵器 一口气灌注到日常用品中即可 所以眼下摆在面前的问题 是应该优先选择提升哪一件日常用品比较好 是选择防御力极强 但无法移动的老房子 还是速度超快跑路专用的电动车 以及能用来攻击的鼠标和键盘 又或者是 若有所思的挠挠头 他看着面前摆放的五六件日常用品 犹豫了几分钟后 却终于将视线落在了身旁的电饭锅上 说起来好像目前电饭锅是转灵石的主要工具 或许应该首先强化它的炼丹功能 而且不仅仅是这样 按照道理来说 既然鼠标和键盘都能用来攻击 那么电饭锅也应该有攻击能力吧 也许只需要再提升一个等级 就能 嗯 决定了 说做就做 许之呼也不含糊 直接拿出半袋灵石 直接往电饭锅上一拍 刹那间清光闪耀过后 半袋灵石全都粉碎化为灵气 如同汹涌潮水似的涌入电饭锅 原本纹丝不动的电饭锅 此刻突然微微颤抖起来 藤万事的仙浮纹路显露出来 逐渐在锅声蜿蜒上蔓延开来 不过眼看着已经蔓延到大半锅声 清光突然一顿迅速减弱 连带内线仙浮纹路也停止不动了 诶 零食还不够吗 许之呼吃了一惊 不过这时候都已经升级到了一半 就算他怎么舍不得 也只得肉痛地拿出另外半袋灵石 下一刻随着新的灵石不断注入 电饭锅又开始清光大作地颤抖起来 仙浮纹路的扩张速度越来越快 转眼间就覆盖了整个锅声 几秒钟后 当清光盛放到极致的一瞬间 电饭锅突然自动浮空而起 一道青色灵气从锅中呼啸射出 如同灵犬似的冲上半空 紧接着微微一顿 化为纷纷扬扬的灵气花瓣 扬扬洒洒地飘落下来 这成了吗 许之呼恶然无语 下意识抱住缓缓落下的电饭锅 就在他指尖触及到锅声的一瞬间 就有一道灵石自动出现在他脑海中 读到这道灵石中包含的信息 许之呼还真的有点吃惊 省不住满脸古怪地低下头 看着怀里似乎毫无变化的电饭锅 不是吧 这锅现在居然能 居然能 话音未落 远处天空中突然一声呼啸 两道赤色渐光风驰电掣板射了过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气 作者善水 主播云天河 乔宇等 后期 海燕河清 第十八集 赤光熊熊沸腾 突然在经过荒原市一顿 等到赤光渐渐散开 就献出飞剑上并肩而立的几位练气势 当周那位紫袍美人 微微扬起下巴 表情高冷的不能再高冷 就好像所有人都欠他钱似的 周围的几个黑袍练气势全都围着他 如同众星拱月一般 凶狠的脸上硬生生挤出几分笑容 也不知道是追求者还是下属 估计两者见而有之 下一刻等这几位练气势 等看到许之乎 更准确地说 是看到许之乎旁边的电动车 不由地震了震 面面相觑 大概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奇怪的坐骑 不过也就愣了片刻 那位高冷的好像所有人都欠他钱的紫山美人 就面无表情地低着头 看着许之乎 冷冷的 那个谁 我来问你 这里可是东江 喂 问路的时候先说句你好会怀孕吗 许之乎在心里默默吐藏 抱也实话实说 没错 这里就是东江了 很好 那位高冷的美人冷哼一声 就带着几个练气势离开 只不过刚刚要催动飞剑 他又突然转过头 若有所思到 看你的样子 似乎是东江本地人 许之乎突然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果然下一刻 那位高冷美人 就微微眯起凤幕 冷冷道 那个谁 我来问你 你最近可曾看到过一个肥胖的黄袍道士 自称叫做白眼罗君的 白 白什么 许之乎满脸无辜 只差记条红领巾证明自己是好孩子了 没见过吗 那位高冷美人紧紧盯着他 直到确定没有看出任何破绽 才漫不经心地挥挥手 算了 没你的事 去吧 这是你说的 许之乎心里有一大群羊头狂奔而过 脸上却还是那副老老实实的表情 当即就不动声色地上了电动车 妙了个咪的 我就说了吧 不要打劫 不要打劫 看到没有 这次真的打劫出麻烦来了吧 这地这地 什么事都没有啊 只要咱家现在一拍车头 架起云霞呼叫而去 等回到旁 站住 刹那间 就在电动车即将启动时 后面那位高冷美人突然一声低吓 我操 傻瓜才会站住 许之乎连头都不回 直接用力一拍车头 刹那间就听到一声轰鸣 电动车两零下 升起一片青涩云霞 顿时风驰电掣的呼啸远顿 转眼间就一口气冲出两三百丈远 后面还带着一大片滚滚浓烟 根本没反应过来 那几个练气势还目瞪口呆地站在原地 只是下一刻 那位高冷美人突然就满脸胀红 勃然大怒地一咬银牙 直接催动飞进呼啸追赶上去 问题是都已经让电动车充分加速了 鬼才追得上啊 一时之间看着那只奇怪坐骑架着云雾 就这样浓烟滚滚地扬长而去 后面的几位练气势全都震惊了 那位高冷美人更是怒不可遏 连背齿都要咬碎了 混账 居然敢在本尊面前玩这种把戏 等本尊抓到你以后 首先你要能抓到我 许之乎驾着腾云驾雾的电动车 还很诚恳地回头提醒 混账 居然还敢 还敢 那位高冷美人愤怒得连漂亮脸蛋都快扭去了 心念转动间 就立刻从袖中取出一枚桃花发簪 刹那间伴随着赤光闪耀 那枚桃花发簪突然迎风一晃 簪身上现出若隐若现的血色光芒 想走 没那么容易 吃我一记破魂桃花簪 好吧 许之乎很感慨地叹了口气 顺手拿起了电饭锅 唉 说真的 我本来不想用这个的 但是如果你坚持 哄 还没有等电饭锅来得及泛起青光 半空中突然传来一声巨震轰鸣 就连不远处的东明山都跟着震了一震 什么 高冷美人和几个炼器是吃了一惊 几乎是下意识地猛然转头 下一刻 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一个魁梧身影如同鬼魅般地出现在了眼前 并且在高冷美人来不及反应之前 就已经一把抓住他的仙仙玉手 一本震惊道 冠冠居酒 再喝 不对 在江 也不对 在海 随便了 这位小娘子 小声有礼了 不知小娘子 可曾许为人家 许知乎用节操发誓 自从自己穿越之后 好像总是能遇到那些蛇精病的家伙 任务的阳光下 雪后的半空中 那位高冷美人和五六个炼器士满脸金仪的面面相去 而拦住他们飞进去路的 就是一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诡异男 之所以说是诡异 是因为这家伙的装扮 实在是 实在是 怎么说好呢 身材魁梧粗壮的黑脸大汉 满脸横肉目露凶光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都像是行凶作恶的不法分子 可是诡异就诡异在 他居然头戴方巾 身穿如袍 摇着扇子 就像个多年不中矩的穷酸秀才 左手的苗精折扇摇啊摇 上面上写着难得糊涂四个字 右手拿着一本论语 崭新的封面估计都没有翻开过 这还不算什么 最离谱的是 他居然还穿着一条空空荡荡的青色乳袍 相信吗 这乳袍下面空空荡荡什么都没穿 寒风呼啸而过 露出两条长满长毛的大粗腿 甚至都能看到两腿之间的 啊 这画面 简直不忍直视 这是什么情况 五六位被拦住去路的练器是目瞪口呆 倒上那位高冷美人愣了半天 眼看着那蛇筋病正色眯眯的盯着自己 终于情不自离地打了个寒颤 下意识地后退几步 你 你是什么人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那个如袍黑脸大汉一个劲地盯着他 却又整了枕头上的方巾 满脸堆笑地唱了个大怒 小娘子 小生有礼了 那什么 难得今日有缘相遇 却不知小娘子可曾许陪人家吗 你嘛 想象一下 半黑道都不用化妆的家伙 居然在你面前闻走走的装丝纹 这也 听得目瞪口呆啊 那位高冷美人整个人都实话了 几乎是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关 关你 关你什么事 当然关小生的事啊 黑脸大汉一点也不生气 反倒笑得是露出满口白牙 顺手刷的一声 打开了描金折扇 结果没控制好 折扇顿时很不熟练地飞了出去 食物 食物 这家伙满两尴尬地倾壳起身 赶紧弯腰把扇子捡回来 顺势一把 拉住高冷美人的鲜鲜玉手 那什么 说起来 小生也算是一表人才风流倜傥 而且家财万贯生名远扬 小娘子 要是还没许配人家的话 不如 不如 不如就嫁给我 当十六房 别说是旁边那几个练气室 下面坐在电动车上 开热闹的许之乎 这时候都忍不住喷了 你把 丢心病狂啊 这绝对是老子结果的最丢心病狂的表白方式啊 事实上可怜的高冷美人已经彻底震惊了 以至于连手上的破魂桃花簪子都差点掉了 混 混 混 你 你这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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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问题 黑面大汉 一旦笑咪咪咪的看着他 还趁热打铁的拿着论语 拔了个自命风流的姿势 啊哈 正所谓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小生和小娘子你一见钟情 说起来 小生听说父亲新开了一家旅店 那里的床又大又软 还可以 打个击折哦 折你妹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记 作者善水 主播云天河 乔宇等 后期海燕和清 第十九集 被调戏了半天 回过神来的高冷美人 终于恼羞沉怒 满脸战红的举起了破魂桃花针 迎风一晃 化为血色见光 是由闪电的狠狠刺出 几乎在同时 那几个炼气室终于如梦初醒 顿时齐齐怒吼一声 催动飞进 凶猛扑来 混账 竟敢调戏本教桃花三娘子 简直最不可逐 小心 许之后在下面看到这一幕 忍不住脱口而出 帅帅帅 剑光如潮水般灵力闪过 那个黑脸大汉 在剑弓中狼狈躲闪 却又忍不住满脸古怪 怎么会这样 这叔叔明明说过 那些小妞最喜欢文质卑弥的斯文 你们这些家伙差不多是够了啊 再来 别怪我犯脸无情了 犯你妹 高朗美人恨得是咬牙切齿 月色剑光再度暴涨闪耀 那几个炼气室更是彼此对视意 突然很阴险的同时抬手 从袖中射出数十条漆黑铃蛇 混蛋 打击下这够了啊 黑脸大汉左闪右躲 眼看着如袍和折扇 都被剑光搅得粉碎 终于彻底怒了 岂有此理 敬酒不吃吃法酒 简直这样 就别怪老子用墙了 刹那间骤然仰天咆哮一声 这家伙突然周身黑气迸发 暴涨为身高数丈的魁梧凶狠巨汉 紧接着举起抖大拳头 杀气腾腾的重重一拳轰出 轰的一声 漫天剑光也好 数十条偷袭的漆黑铃蛇也好 在这狂风呼啸的一拳之下 全都粉身碎骨 什么 那几个练剑是大吃一惊 几乎是下意识的 奇奇惊呼 可是还没等他们退出战圈 黑脸大汉已经呼啸撞上来 蒲扇般的大拳重重横死而过 直接将他们扇得是倒飞出去 连颈椎骨都咔嚓扭曲了 目瞪口呆啊 那位高冷美人看得是瞠目结舌 终于意识到踢到铁板 第一反应就是架起见光逃走 想走 没那么容易 黑脸大汉凝笑一声 在空中跨出一步 缩地沉寸追赶上来 紧接着就像老鹰抓小鸡似的 一把抓住高冷美人的先腰 不顾他的挣扎 顺手扛在自己的肩膀上 混账 放开我 放开我 可怜的高冷美人拼命挣扎 却偏偏浑身酸软连动都动不了 大胆妖孽 你可知道 本尊乃是双蛇匠 不要碰我 拿开你的脏手 你就算得到本尊的身体 也得不到本尊的心 谁要你的心啊 我只要身体就够了 黑脸大汉心满意足地把他打晕 顺便还不忘解下腰带 来了个姿势很羞耻的五花大绑 嘿嘿 十六房 搞定 果然 霸王一上弓才是王道啊 卧槽 这样也行 雨之乎在下面看得是肃然起劲 心到这年头 蛇精病都这么厉害 看着家伙虽然疯疯癫癫的 修为却至少在人员巅峰 恐怕整个东明山的腰果夹起来 都未必是他的 闪 说闪就闪 傻瓜才会待在这里围观 雨之乎的第一反应就是 驾起电动车闪人 可问题是 还没等他来得及闪人 那个蛇精病的黑脸大汉 就已经转过头来 满脸凶恶的盯着他 这里居然还有个看热闹的家伙 喂 小子 你有什么话说 许之乎眨眨眼睛 很无辜的举起手 什么都没有 我就是看到老兄你的精彩表白方式 忍不住停下来观摩学习一番 原本杀气腾腾的黑脸大汉 听到这话倒是不由的震了震 小子 你的意思是 我刚刚的表白方式很不错 极致是不错呀 简直是精彩绝伦呢 许之乎很认真地竖起大拇指 是 是 是吗 黑脸大汉很惊讶地张大嘴 却又忍不住看了看自己肩膀上 被打晕得高冷美人 可是 可是刚才这小牛 好像并不喜欢呢 那是他不懂的欣赏 在我看来 老兄你的表白方式 不仅具有浪漫主义情怀 而且兼具了现实主义手法 斯文中带着几分狂热 狂热中又流露出几分真情 更有多种艺术手法的充分使用 可谓是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完美结合呀 真的假的 虽说一个字都没听懂 可是听起来很厉害就是了 被称赞的黑脸大汉笑得合不拢嘴 再看到许之乎那种敬佩的真诚目光 顿时兴华怒放了 所以说 我刚刚的庄斯文 确实是追求美人的利器嘛 只不过 这小妞不懂得欣赏 没错 许之乎很认真地回答 左脚却在地上拼命滑 问题是黑脸大汉完全没看到 反倒是看着许之乎大起知己之感 当即眉开眼笑地从半空中落下来 直接拿了一个热情的拥抱 好 说得好 这么多年以来 兄弟你是第一个真正理解我的人呐 好说好说 背着家伙的恐怖蛮力这么一抱 许之乎只觉得浑身骨头都在咔嚓乱想 李一九万岁嘛 说起来天色不早了 我还有点事情要办 老兄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急什么 黑脸大汉很热情地拉住他 顺手抓起那个高冷美人和几个昏迷的恋气室 全都塞进旁边的一片树林里 等到办完这件事 他又眉开眼笑地转过头来 乐呵呵地看着许之乎 兄弟啊 刚好这么巧 我正打算去求亲 你要是没什么事 就陪着我一起去 这到时候 如果那个傻妞不懂得欣赏咱家的表白方式 兄弟你啊 刚好可以帮我解释一下 也似乎顿时无语了 呃 这个嘛 其实我 抗议无用 黑脸大汉无视他的便捷 直接一把抓住他的肩膀 双脚猛然踏地 卫卫是如同雷剑时的腾空而起 大摇大摆地朝着远处飞去 都来不及抗议 许之乎唯一能做的就是背起山地包 顺便把电动车也收进来 等到他好不容易睁开眼睛 才发现熟悉的山峰已经近在眼前 等等 等等 老兄你要求亲的地方 难道就是 没错 就是东明山盘丝洞 黑脸大汉得意洋洋地扬起下巴 却又不知道想到什么 满脸凶恶地喷着粗气 前段时间 老子本来想象那只蜘蛛精求亲的 结果却被一个外来的人族小白脸给破坏了 这次遇到那混蛋 老子一定要把他剥皮拆骨碎尸万段 然后扔到外 诶 兄弟 你的脸色怎么这么白呀 我有点恐高 雪之乎很无语地擦擦冷汗 看着旁边满脸关切的黑脸大汗 那什么 老兄啊 我能不能问一下 您的名字叫做 嗯 牛魔王啊 牛魔王啊 怎么了 没什么没什么 我只是觉得 人生真是好惊喜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一幕苍翔翠的山顶 轻泽而下 见起了轻银剔透的银白水花 借用某只牛的话来说 看到没有 这正是向美人表白的绝好时间和场合呀 说到某只牛啊 这家伙这时候正穿着乳袍摇着折扇 很兴奋地沿着山间小路前往盘丝洞 中途还特意拿出了怀里的湿巾 复习了一遍观观鞠躊 准备等会儿见了赤脚儿以后 先吟胜起句再说 其实吧 我觉得你要是拿出最贵的胭脂水粉 可能会更有效一点 许之后在旁边默默付费 却又忍不住左看右看 琢磨着怎么找机会跑路 遗憾的是这一路过来 他根本连跳上电动车的机会都没有 牛魔王显然将他当作了知己 两个时辰里面 唠唠叨叨就没有停过嘴 把自己的艰难求爱史都合盘突出 诡异的是 和传说中那位强悍到能和猴子 打成平手的大妖牛魔王不同 眼前这位虽然也算是一方妖王 实力也有人员巅峰境界 但还没有强到逆天的程度 嗯估计这是早年 他都还没来得及修炼大臣 更无语的是 传说中那位牛魔王可是很有桃花运的 娶了铁扇公主 又在外面养了这狐狸精当小三 简直是人生赢家来着 可是眼前这位居然触孤一身 到现在为止 倒是有了十六房压寨夫人 不过嘛 基本全都是靠抢 而且隔三差五就有几个夫人逃走 哼哼哼哼 为什么呀 为什么 想起前几天 第八房夫人也跟人私奔了 牛魔王简直是泪光盈盈 垂胸顿足 那个小妞儿 居然趁着我出门买十斤的时候 跟着隔壁洞的那只王八斤逃走了 还留下书信说 要去追求真正的爱情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隔壁老王 许是乎肃然起劲地摸摸下巴 却只能很好心地表示安慰 没什么 大哥你想开点了 这说明他们都不是你的真爱 不过话又说回来 真爱这东西吧 靠抢是不行的 也许大哥你以后可以考虑换种方式 没错呀 牛魔王用了一拍大腿 精神大振地摇着折扇 兄弟你说得对 我就是这么想的 所以特地跑到凡间去打探了一下 结果发现能迎师做父的书生 特别受美人青睐 所以就抢了一家书斋 其实吧 这个主要还是看脸 许之公默默吐槽 心到这就像很多女孩子 都觉得厨师很帅 不过 那个前提是 厨师长得像金城武 如果换成个两百多斤的油腻黑胖子 穿着白色厨师服回头一笑 所以说 五大三粗满脸横肉的牛老大 无论怎么看 都和文质彬彬的书生扯不上关系 问题是 他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 眼看着快要到盘子洞 他居然还停下来 整理如袍 摆了个与上观金的姿势 兄弟 你看我这斯文秀气的样子 会不会让赤卷受不了 直接晕过去 会 肯定会啊 许之乎一本震惊地回答 想了想 又倾格起身 不过大哥 我真的还有点事要办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别呀 来都来了 牛魔王怎么肯松手 紧紧拉着他 就往盘子洞里面拖 好兄弟 讲义气 你这次 一定帮大哥我出主意 你说 等会儿我到了盘子洞 是先给赤卷念首诗呢 还是先砍了那个可恶的小白脸再说呢 这个嘛 我觉得吧 不如大家坐下来喝喝茶 吃吃火锅 平心静气地谈一谈 说不定这里面有什么误会呢 也许 那个小白脸 其实忠厚老实 无辜善良 善良个鬼呀 不说这个还好 说到这个 牛魔王顿时就杀气腾腾了 你某的 也不知道那家伙是哪里冒出来的 居然敢和老子抢美人 我要多把它砍成十七八度 到了 好吧 说话间 盘子洞还真的到了 就在洞府大门前 侍戒儿正擦着满头香汗 和一群妖怪解释 许之呼代功闪人的原因 楚楚可怜的委屈表情 再配上一身大红色的螺山长裙 怎么看都显得风姿绰悦 几个月没见 这小妞好像越来越漂亮了 牛魔王在外面看得瞪大牛眼 哈喇子都流了满地 立刻眼冒光地冲了上去 吃吃啊 老子 不对 小生特意前来取你过门了 什么鬼 吃起来这么也好气呢 转头看到牛魔王 顿时又惊又怒 第一反应就是 从红裙下抽出两把砍刀 岂有此理 你这蠢牛还敢来找事 姑奶奶不发威 你当轮家是 啊 还没说完 等吃起而看到牛魔王身后的许之呼 突然就恶然无语了 等等 为什么知呼会和牛魔王交在一起 你问我 我问谁呀 许之呼无语望天中 倒是这时候看到赤脚的震惊表情 牛魔王还以为他被自己的斯文打扮所折服 顿时精神大震 当即唰的一声摇开折扇 赤脚啊 小生竟来对你朝思暮想 还特意为你做了首诗了 不如我现在就念给你听 不是说好念诗经的吗 许之呼突然有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果然下一刻 就看到牛魔王覆手望天 摇着折扇 身心款款的引道 啊 嗤嗤 你就是公 啊 我就是霸王 啊 我们在一起 就是霸王硬上 刹那间在场的妖怪顿时齐齐喷了 许之呼直接就热了银矿了 好诗啊 好诗啊 简直是严谨一概直击人心啊 嘿嘿 是不是啊 我也这么觉得呢 牛魔王得意洋洋地摇着折扇 又寒情默默地上前几步 满脸温柔地看着赤脚 别说了 赤脚 我明白的 既然你没意见 不如我们今日就澄清好了 说起来 我刚好知道附近新开了一家旅店 那里的床又大又软 什么乱七八糟的 可怜的赤姐儿听得彻底实话 眼看着牛魔王含情默默地凑上来 居然都忘了举起砍刀 诡异的寂静中 倒是旁边的子子突然放下薯片 乃深乃气地睁大眼睛 诶 那个谁 你想娶我姐姐吗 可是 可是我姐姐好像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嗯 刹那间 周围的妖怪们顿时齐齐竖起耳朵 别 别乱讲 痴姐儿不由地满脸红韵 就是 别乱讲 我就不信 有谁吃了豹子胆 敢和老子抢 等等 难道 就是哪个人做的小白脸 六个小萝莉很整齐地点头 对啊 对啊 我姐姐呀 可喜欢许哥哥了 每天晚上都会抱着他送的镜子 连睡觉都舍不得放 嗯 还没来得及说完呢 痴姐儿就一把捂住他们的嘴 满脸尴尬的 没有 没有的是 我就是特别喜欢那面镜子 真的 就这么简单 嗯 哪有 此子拼命振脱出来 还不忘来一记神补刀 嗯 我记得姐姐还说 最近天冷 他用蛛丝帮许哥哥织了衣服 啊 对啊 就是这个 哪个 哪个 一大群妖怪很整齐地瞪大眼睛 就连许之户也满脸好奇地抬头望去 然后 不停 然后等到子子拿出了那件蛛丝衣服 在场的所有人全都碰了 好吧 严格来说 那不是衣服 而是裤子 裤子也就算了 居然还不是长裤 而是一条 贴身小裤裤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只会儿 只会自己都目瞪口袋 等等 为什么赤简会帮我织小裤裤 赤简脸红的都在冒争气 结结巴巴地拼命解释 谁帮他织小裤裤了 我就是看到 他的衣服裤子都晒在外面 裤子上又全都是小洞洞 所以就决定帮他补 喂喂喂 你们那是什么表情啊 不用解释 完全不用解释 一大群妖怪满脸悲愤的面面相去 突然觉得心都碎 没千里 没千里了 我们东云山第一大美人 居然就这样 就这样 别说了 他们只是心碎 对面的牛魔王 简直是五雷轰顶肝肠寸断 脑海中顿时浮现出 无数不和谐的画面 亲手啊亲手 连天神小酷酷都帮忙补了 那就是说 这只和那个小白脸 说不定已经 已经 混蛋 刹那间 羞怒焦急的牛魔王顿时咆哮一声 浑身黑气骤然爆发 重重一脚 暴怒踏出 震得整个盘丝洞都在颤抖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那个小白脸在哪 老子今天非有将的 坎成肉酱不可 我是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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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石乎在后面碎碎念 很冷静地缓缓后退 问题是 还没等他来得及逃走 子子突然就满脸惊喜地轻呼一声 哥哥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刷 刹那间 一大群妖怪很整齐地集体转头 几百双冒绿光的眼睛 齐齐聚焦过来 能说什么呢 这一刻 许之乎只能无语望天 很无辜很无辜地叹了口气 其实吧 我觉得我可以写一篇八百字的论文 仔细解释 解释你妹呀 诡异的记性中 牛魔王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一直看着 一直看着 连眼角都闪耀着金银泪花 半刻钟后 这家伙默默无语地抬头望天 像得了疯牛病似的浑身颤抖 却又突然咆哮一声 不知从哪儿拔出一柄大腹 如同山岳似的猛冲上来 没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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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够引大嫂的混蛋 老子 老子跟你十八两厉 兄弟如手足 妻子如衣服 谁脱我衣服 老子砍了他的手足 兴冲冲地跑来盘思洞表白 却看到心爱的美人投入他人怀抱 还被一条小酷酷打了脸 满脸胀红的牛魔王顿时暴跳如雷 当即拔出数百斤重的披山大腹 杀气腾腾地扑了上去 你猛疼 一个狗引大嫂的混蛋 给老子去死 我咋来真的 许之乎恶然无语 直接跳上电动车 顺手一拍车头 车楼下顿时腾起了青色荧幕 带着他风驰电掣似的呼啸逃离 好在他跑得够快 仅仅三分之一秒后 重达数百斤的披山大腹 就如同天外陨石 穷凶极恶地重重砸落下来 直接将地面砸出一个惊人的深坑 那里走 一击不中 牛魔王更加怒不可遏 立刻架起黑银呼啸追赶上来 顺手又不知从哪儿 拔出第二柄开身大腹 暴鹤一声 歇斯底里地甩了出去 轰的一声 开身大腹就砸在许之乎身后 翻滚气浪 轰得电瓶车都摇摇晃晃 许之乎很无语地回头看了一眼 忍不住暗自咋舌 等等等等 我可以接 接你妹呀 牛魔王满眼喷火的颈椎不舍 一柄大腹接着一柄大腹 无穷无尽地连续往外扔 轰得附近地面全都是坑坑洼洼 就跟月球环形山似的 喂喂 你是斧头帮出身的吗 什么都不用说了 许之乎只能驾着电动车 绕着东明山继续跑路 好在牛魔王虽然能够驾云 速度却不怎么快 只能暴怒咆哮地紧紧追在后面 目瞪口呆呀 赤脚在盘丝洞前看的是目瞪口呆 好不容易回过神来 赶紧拔出两把砍刀 追了上去 知乎啊 撑住啊 我追着大人 喂喂喂 你们那是什么表情 打算借死不救吗 救什么借 救鬼呀 一大群妖怪满脸委屈地翻白眼 那家伙抢了我们东明山的女神 说不定还每天晚上都滚床单呢 我们不跟着牛魔王一起砍她 就算有一几了 谁跟她滚床单了 赤脚满脸红韵 又忍不住咬牙切齿 少啰嗦 快点跟我上去救人 要是植户真的被那头牛砸扁了 你们以后就别指望找人帮忙练带 更别说打折了 对哦 一大群妖怪终于恍然大悟 突然反应过来 也不知道是谁带的头 突然整整齐齐地怪叫一声 挥舞着各种兵器冲上去 我曾 放开那个小白脸 有什么事 好像追不上了 好吧 还真的追不上了 就这么短短片刻不到 许之乎已经是驾着腾云驾悟的电动车 一口气冲到了东明山脚下 气急败坏的牛魔王紧追其后 一人一牛 绕着东明山来回的转拳 只苦了后面还不会驾云的赤姐儿和东明山群妖 还有六个取着板砖的小萝莉 全都是累得气喘吁吁 跟跑马拉松似的 怎么都追不上 要不我们先中场休息一下 许之乎驾着电动车转过头 看着后面累得够呛的牛魔王 那什么老兄 其实吧 你打算寻找真爱的话 我建议你出了东明山往南走 那里有一座火焰山 估计有个芭蕉洞 洞里住这个铁山 炫你个头 累得气喘吁吁 眼看着那小白脸 还有心情在那里胡说八道 牛魔王终于暴怒的火冒三丈 忍无可忍 想听咆哮一声 刹那间浑声黑气大揍 高高跃起 就地一滚 这一刻 狂风呼啸大揍 山石风沙如暴雨般掀起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色明雾中 就听到猫的一声 凶狠长笑 震动得整座东明山 都在微微颤抖 赤姐儿带着群妖 从后面赶了上来 看到这一幕 顿时面色大变 忍不住惊呼道 啊 知乎啊 小心 那头蠢牛要献出眼 话音未落 早就看到一头庞然大雾 从迷雾中 争鸣冲出 巨大的身躯 暴露在正午的阳光下 就如同一辆横冲直撞的推土机 重冲撞上一块挡路的花岗岩 直接将这块花岗岩 撞得是炸裂开来 化为漫天四溅的岩石碎片 雪之后大吃一惊 毛骨悚然地转头望去 我雷哥去 喂 喂 喂 只不过是泡个妞而已 老兄你用得着变回原形 还是这么凶猛残暴的 哎 几秒钟后 当许之乎看清了牛魔王的原形 突然就当场凌乱了 等等 等等 这到底是什么鬼啊 好吧 化为原形的牛魔王 确实是个旁人大物 仅仅两只金色牛角 就如同锋利的砍刀一般 可问题是 可问题是 它的巨大身躯上 却是黑一块白一块 黑白相间的方块 像格子似的 遍布全身 看上去 既不像青牛 也不像水牛 更不是犀牛 反倒像是 像是 奶 奶牛 木旦口大了几秒钟 许之乎几乎是 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我操 等等 我们华夏这时候 就有奶牛了吗 看什么看 估计平时 没少被人这么看过 牛魔王顿时恼羞成怒 猫的一声 喷吐着白气 恶狠狠道 你管我呀 老子祖上有 极西之地的翻腰血统 到了这一带 又反祖了 混账 你还敢看 不看就不看 许之乎很无语地 摸摸下巴 突然觉得 嘴角都在 不由自主地 微微抽搐 只不过下一刻 新仇家旧恨的牛魔王 已经奋起司提 如同山岳似的 恶狠狠地猛冲过来 黑白相间的奶牛身体 虽然看上去很不协调 但那种跋山摧石的恐怖气势 却做不了假 仅仅仅是周身弥漫的妖王气势 就压迫的周围群妖 都喘不过气来 神 许之乎只花了三分之一秒 就毫不犹豫地驾着电动车 腾云驾雾 呼啸原论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器 作者善水 主播 云天河 乔宇等 后期 海燕和清 第二十二集 哪里走 牛魔王猙獰凶恶的紧随其后 斗大牛蹄轰然敲打地面 带起灼热闪耀的火星 竟然在短短片刻间 就硬生生地追赶上来 轰然一声 这家伙猛然高高跃起 巨大坚硬的牛头猛然甩动 两只金色牛角 闪耀致命寒光 带着足以击碎花钢岩的恐怖力量 疯狂地撞向电动车后半部 小心 赤脚和群腰齐齐惊呼 千军一发之急 许之乎在半空中猛然掉转车头 电动车很惊险地飘移急转 强行擦着猙獰牛头摇晃落地 可就算是这样 车身还是被一只牛角轻轻擦过 顿时在这无法抵挡的冲击力下 连人带车贴地爆发出去 重重撞上几十米外的岩壁 见鬼了 许之乎被电动车压在了岩壁上 一时间想要逃脱也来不及 赤脚而面色大变 慌忙中吐出银白色珠丝 试图卷起电动车救人 然而几乎在同时 牛魔王早已咆哮一声 视如山月的恶狠狠地撞过来 这老子去死 浑身黑气如潮水般凶猛爆发 这家伙两眼通红地凶暴前冲 沿途将山石树木全都撞得粉碎 眼看着就要从许之乎身上黏液而过 够引大嫂的二五仔 别怪老子下手无情 给我去 来真的 许之乎看着漆黑巨影呼啸撞来 只能瞒脸古怪地挠挠头 顺手抓起身旁的电饭锅 用力朝前一扔 刹那间 青光闪耀大放 电饭锅腾空而起 迎风滴溜溜一转 骤然发出咔嚓咔嚓的机械声 直接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化为一台巨大如山 轰鸣作响的 呃 微波炉 什么东西 牛魔王下意识抬头望去 不由地震了一震 还没等他搞清楚状况 许之乎这边已经轻轻嗓子 一本震惊地高呼一声 牛魔王 叫老子干什么 牛魔王恶狠狠地咆哮一声 你个勾引大草的混蛋 别以为现在求饶 老子就会放 死 化音未落 就看到空中的电饭锅 不对 空中的微波炉 滴溜溜一转 突然从炉中 射出一道青色云景式的光辖 顿时将牛魔王直接笼罩在内 刹那间 牛魔王的庞大身躯就仿佛毫无重量 直接被这青色光辖卷起 轻飘飘地落进微波炉里 紧接着就听到啪的一声 炉门自动关上 伴随着低沉的温温神 微波炉自动运行起来 炉身之内 红光闪耀弥漫 温度在瞬间上升到了近百度之高 后面追赶上来的赤截儿和东明山群妖 全都看呆了 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就看到降落下来的微波炉 在那里剧烈地震动 温温作响 见货间传来牛魔王怒不可遏的咆哮声 放我 放我出去 区区一个破炉子 一下困住了 混蛋 你以为这点温度就能烧死老子不成 还真的烧不死 短短片刻不到 伴随着他在龙炉里的横冲直撞 整个微波炉外申都出现了裂纹 眼看着支撑不了多长时间 就要被撞碎了 没事没事 许之呼满脸古怪地转过头来 看着如临大敌的赤截儿和东明山群妖 那什么 我刚刚调的只是中火而已 现在只要再往上调一格 这么说着 他已经顺手按着按钮 轻巧巧地往上一转 刹那间 炉温突然急速上升 整个微波炉中红光暴涨 低沉的温温神 突然变得轰鸣刺耳 甚至连周围的树木 都受到了高温的影响 顿时熊熊燃烧起来 再看看微波炉里的牛魔王 原本还在恶狠狠地咆哮 只是突然就没有了动静 再过了几秒钟 突然就惊慌失措地怪叫起来 混账 你做了什么 老子的牛角都要说话了 目瞪口呆呀 这一刻 赤截儿和东明山群妖 看得目瞪口呆 诡异的寂静中 一阵寒风呼吸而过 睡觉突然满脸古怪地转过头 看了看身旁那只同样满脸古怪的独角牛腰 阿牛 我听说你表哥在西昆仑都帅宫当座棋 那里有座法宝叫做紫金葫芦 据说在仁族镇道圣地西昆仑都帅宫 那里有两件上古大能炼制的法宝 一件叫做紫金葫芦 一件叫做扬之玉镜瓶 只要点到谁的名字 就能把谁吸进去 据说而已 谁都没有亲眼见过 不过此时此刻的盘司洞前 赤截儿和东明山群妖 却亲眼目睹了 那个平时用来炼丹的电饭锅 是怎么变成名为微波炉的电器 然后不费吹灰之力 就把牛魔王给吸进去的 随着许时乎把按钮调到高温 微波炉里的温度是越来越高 白气像浪潮似的不断喷出 再看看里面的牛魔王 声音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到最后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反倒是渐渐有一股 烤香肠的味道 飘荡在空气中 诡异的寂静中 朱刚烈偷偷看了眼 还在调节温度的许之乎 突然就满脸古怪的 举起蹄子 压低声音的 阿雷 你们说 之乎会不会 是西昆仑的仙二代啊 诶 有可能有可能 不然怎么解释那件法器啊 一大群妖怪若有所思的齐齐点头 却又很整齐地转头看着赤吉尔 喂喂 你们看我干什么 赤吉尔被看得是毛骨悚然 你说呢 一大群妖怪面面相去 一只黑熊腰突然就满脸悲愤 垂胸顿足地泪流满面 没天理啊 没天理啊 昆仑山的仙二代 干嘛跑到我们这个 就羊屁壤来嘛 爱跟我们抢女神 不公平 不公平啊 公平你个头儿 赤吉尔忍不住批命翻白眼 可是心里也忍不住翻嘀咕 似乎该不会真的来自西昆仑吧 不然怎么解释他有那么多法器 肯定是了 一大群妖怪很沧桑的无语望天 脑海中已经浮现出经典的剧情来 我愿意接受家族婚姻 离家出走的仙二代 在穷乡僻壤 遇到了家境落魄的贫穷蜘蛛精 只因为在人群中看了你一眼 啊 这是蜜语的邂逅 还是前世注定的一见钟情 拍飞啊 赤吉尔很不客气地拍飞了这群家伙 倒是突然想起另外一件事 啊对了 知乎啊 那只蠢牛为什么一直说你没意气啊 哎呀别提了 我刚刚不是跑到山下野餐嘛 然后就遇到双蛇叫的几个炼器士 哎对了 那个高龙美人还在荒原树林里 谁跑一趟把他们带上来 我去 我去 听到美人三个字 朱刚烈顿时是眼眸绿光 当即自告奋勇 带着几个妖怪冲了下去 只是片刻之后 等他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以后 却是满脸古怪 哦好奇怪 我找遍了附近荒原树林 都没找到那个高龙美人 和几个炼器士 知乎 你确定他们被打晕了吗 哎 难道是醒过来逃跑了 许知乎微微愕然 倒也没多在意这个 哎呀算了 随他们去吧 不过话又说回来 看来那个任命狂魔背后的 什么双蛇轿 好像视力还挺大的 怕什么 什么双蛇轿三蛇轿 来一个我们打结一个 来两个我们打结一双 哎 说真的 比起这个没什么明确的轿派 倒是眼前的牛魔王 更值得关注吧 呃 所以 接下来该怎么办 就这样看着这只蠢牛 被烤熟吗 我哪知道啊 许知乎同样很无语地挠挠头 这个时候 高温轰鸣的微波炉还在自动地运转 红光闪耀 持续微微震动 也不知道可怜的牛魔王在里面到底怎么样了 不过从弥漫出来的浓郁香气来判断 这家伙就算没有全熟也至少是七成熟 搞不好 嗯 好饿呀 要开饭了吗 此次他们六个突然拿出筷子勺子 还很认真地系上了餐饥 我懂 许知乎很无语地转过头 赶紧先拿出一大堆的零食 喂饱这六个小吃货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气 作者善水 主播云天河 乔宇等 后期海燕和清 第二十三集 趁着他们这里正在喂食 世贾倒是忍不住上前 绕着微波炉转了几圈 又透过炉声缝隙望向里面 嗯 好奇怪啊 我刚刚还闻到烤熟的香气 怎么这会儿炉里什么都没有了 就看到了一只 只了 只了 许知乎一边给子子他们喂零食 一边很无语地转过头 别闹了 这大冬天的哪来什么 我操 突然想到什么 他顿时脸色大变 下意识地冲上去 几乎在同时 世贾尔也像是恍然大悟 猛然抽身后跃 两个人顿时撞在一起 来了个很亲密的拥抱 不过这时候 谁还管什么 鸡肤相亲啊 刹那间 就看到那只只了 接接鸣叫 很艰难地 从炉声缝隙里面钻出来 紧接着 抢在一大群妖怪 冲上来之前 直接正义飞上 数十米高空 紧接着 长死一身 周身黑气爆发 下一刻 等到黑气渐渐散开 焦头烂额的牛魔王 终于再度出现 那身乳袍 被烧得只剩下几块小坡布 连胸口都挡不住 浑身上下露出来的肉 都变色快熟了 被风一吹 冒出浓郁的肉香 再配个荷包蛋 加点胡椒粉 就可以开吃了 你猫无蛋 看着自己惨不忍睹的状况 牛魔王满脸抽搐 血眼通红 刹那间怒吼咆哮一声 举起足有树干粗细的具体 恶狠狠地一脚踩落 小心 视角慌忙吐出珠子 顺势缠住许之呼 往旁一带 就听到轰的一声 那只从空中踏落的漆黑牛蹄 骤然间暴涨数十倍 仿佛山岳似的 狠狠践踏下来 轰得整个东明山 都摇摇欲坠 山石树木四分无力 浓烟滚滚腾空而起 等到烟尘散尽 寒丝洞前 一片狼藉 地面如同猪网似的碎裂开来 数百只妖怪 被这恐怖渔波轰热 全都无法控制地倒飞出去 半天都爬不起来 一击不中 牛魔王居高临下杀气腾腾 周身的黑气缠绕 就要争鸣凶恶地再度 辅冲而来 你猫的 看你们能躲到什么时候 全都给老子 牛魔王 血之乎突然举起电饭锅 这呼声仿佛带有射魂力量 牛魔王心神失手 差点脱口而出 俯冲的身躯在空中强行杀主 紧接着硬生生地腾孔而起 朝着远处呼啸飞去 够引大草的混蛋 给老子洗干净等着 今天就在前放你一马 怒吼声未落 他的魁梧身影 已经化为黑色旋风 卷起鹅毛大雪 消失在天际 寒风呼啸而过 只能隐隐约约听到 他猙獰的咆哮声 还飘荡在东鸣山顶 仿佛在正名 这却狠力宣言 远处那座高耸雪风 骤然被黑色旋风 重重击 刹那间 雪风顶上轰鸣震荡 厚厚积雪像瀑布似的 四散剑射 等到漫天积雪 渐渐消散开来 就看到整座雪风 都被轰得倾斜扭曲 崖壁上映着一个 方圆数十丈的具体印记 血色弥漫 足有数尺之神 隔着数十里 也能清晰望见 这一刻 望着那仿佛随时都会崩塌的雪风 寒丝洞前 一片鸦雀无声 数百只妖怪满脸阴沉 面面相去 气氛沉闷到了极点 全都陷入到唯一的寂静中 要知道 那头蠢牛 本来就是人员巅峰修尾 放眼整个东明山 都找不出匹敌的对手 再加上 他身为一方大妖 挥下足有数千如棱似虎的凶恶牛腰 到时候穷凶极恶的杀过来 好吧 气氛好像有点压抑 看着一大群妖怪的凝重表情 许之乎忍不住轻壳几声 放轻松啊 其实只要我们 你大爷的 还没等他来得及开口 朱刚烈突然就暴跳如雷的一跃而起 牛魔王啊 了不起啊 居然敢打我吃解儿的主意 当老子眼瞎了吧 许之乎很惊讶地睁大眼睛 这节奏好像不对啊 什么对不对的 朱刚烈插着粗腰 对着牛魔王离开的方向 破口大骂 混账王八蛋 有种现在就回来 先跟你朱爷爷大战三百回合 吃吃你放心 有我老朱在 是想抢你回去 先得问过我的九尺钉耙再说 就是就是 话音未落 一大群妖怪全都群情汹涌 杀气腾腾的 齐齐用力拍胸口 妙了个蜜的 头可断血可流 赤简乃是我们东明山第一大美人 绝对绝对不能被抢走 牛魔王也好 其他小白脸也好 谁敢打赤简的主意 老子分分钟把他给剁成鱼香肉丝 喂喂喂 你们说这种狠话的时候 干嘛一直看着我呀 许之国很无辜的抬头望天 完全无视他的抗议 一大群妖怪居然没有半个退缩的 反倒是怒不可遏的集结起来 摩大斧的摩大斧 练妖术的练妖术 招呼好友的招呼好友 一片混乱中 还能看到朱刚烈精神大振的扯着嗓子 招呼旁边的几个妖怪头目 老李 你去跟王乌山的青狼王说 叫他快带上人马过来 晚一不吃简就要被抢走了 没问题 我听说附近东明湖的那条鲤鱼精 好像也一直暗恋着吃简 上个月还叫我帮忙写情书来着 要不要一起叫上他呀 可以呀 还有南风的黑熊精 北坡的大蛇猴 东山港的青狮王九须河的瞎将军 叫上 全都叫上 我们大家一起组个团 我连名字都想好了 就叫做 赶天动地 众志成城 赤赤保卫队 你妈这样也行 许师傅很无语地擦擦冷汗 忍不住转头看看身边满脸古怪的赤姐儿 那什么 我能不能好奇打听一下 姐姐你到底有多少仰慕者啊 日记而满脸古怪的保持沉默 好吧 不方便就算了 当我没问 别当 没看我在数吗 我 坤无力 八百三十九年十二月 以朱刚烈为首的东明山群妖 严正宣布 东明山第一大美人赤姐儿 乃是我们东明山群妖的共同宝贵财富 任何组织或个人试图寄予身手 必将遭到我们东明山群妖的无情打击 好吧 许志乎必须承认以上都是他脑补的 不过事情的发展也差不多就是这样 反正面对牛魔王的凶恶威胁 东明山群妖没有一个胆怯逃跑 反倒是怒不可遏杀气腾腾地聚集起来 更有几只情妖仗着速度够快 特意到附近几座妖山妖湖绕了一圈 把这消息扩散出去 不得不说是姐儿的仰慕者 还真是多到需要拿计算器来算 南风的黑熊精来了 北坡的大蛇猴来了 东山港的青狮王来了 九曲河的虾将军也来了 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 寒丝洞前已经集聚了五六百只 猙獰凶恶的妖魔鬼怪 中间居然还有几个手无腹肌之类的 书生秀才 我擦 居然还能人妖通吃 雪之乎看得是肃然起敬啊 是姐儿平时到底骗了多少铠子呀 不过话说回来 看这种状况 东明山群妖哪怕是对上牛魔王 也未必没有 事实证明 她的估计有点乐观了 还没感慨起聚呢 那边篝火旁的妖魔鬼怪们 已经打起来了 朱刚烈抓着那个 北坡大蛇猴的领口 脸红脖子粗的狂喷哈喇子 放屁 谁说痴痴喜欢你了 别自作多情 她那时候是风沙迷进了眼睛 你还真以为被你这条蠢蛇感动了吗 你滚 就算痴痴不喜欢我 也轮不到你 满脸通红的大蛇猴 嘶嘶吐着蛇性 又没好气地抓起旁边的那位青蛇王 笑个鬼呀 你个白痴 也好不到哪去 笑死人了 偷偷写情书就算了 害她喵的一堆错别字 你怎么知道我写情书了 正幸灾乐祸的青蛇王 顿时满脸古怪 等他反应过来 突然就暴跳如雷地冲向了瞎将军 你大爷的 老瞎你个混蛋 居然偷偷拆我情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小心 夜叉探海 丽皮华山 段子绝孙腿 看这种醉醺醺的群猴架势 估计不用等三天后牛魔王点击妖兵杀党 这里就直接自相残杀 全军覆没了 好吧 我收回我刚才的话 雪之虎很无语地摸摸下巴 看着一个酒坛 从自己头顶飞过去 突然觉得 为了生命安全考虑 还是离这些争风吃醋的家伙远点 举着一盏明暗相间的灯笼 沿着林间小道 漫无目的地向前走 等他不经意地抬起头时 才发现自己 不知不觉中 到了洞旁的温泉 也恰好是当初和赤姐儿 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说到赤姐儿 这位东明山第一大美人 这时候还真的就在温泉边上 正端着一碗鸡丝酱油饭 追着六个不肯吃饭的妹妹 到处跑 啊嘞 紫紫 再吃一口好吗 成成 成成张嘴 小鸟要飞进来了 啊 还说自己不是美顾 许之呼站在树荫下 看着这热闹 而又温馨的一幕 心里突然泛起一种 很柔软的感觉 不过下一刻 市姐儿就发现了 她的存在 没好趣地翻翻白眼 别躲了 我都看到你了 出来吧 啊 被识破了 许之呼只能倾咳几声 提着灯笼从树荫里面出来 六个小萝莉趁机全都逃跑了 哗啦一声 消失不见 只剩下他们两个满脸古怪的面面相去 嗯 好吧 气氛真的有点诡异啊 许之呼愣了半天都没有想到该说什么 只能没话找话地转过头 看着那片篝火旁还在群殴的妖怪们 嗯 那些家伙好像都对你很痴情啊 明知道这么危险还跑来帮忙 出乎预料 许竟然这次居然没有趁机自赞美貌无双魅力无穷 反倒是凝视着篝火旁的摇曳身影们 过了很久以后 这才轻轻叹了口气 啊 你错了 啊 什么错了 你说呢 许竟然远远望着正在大呼小叫的朱刚烈 轻轻挽着病变的发丝 嘴角情不自禁地轻轻扬起 其实 老朱那家伙我认识很久了 当年他还没有修炼成精的时候 被几个侨夫追了半座山 刚好我路过那里 诶 许之乎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情 等等 那就是说 朱刚烈其实早就想帮忙 只是怕赤姐而担心连累他而拒绝 所以随便编了个爱慕追求的理由 没错 赤姐而又转过头 远远指着大蛇猴 再比如 大蛇那家伙 以前他肚结的时候被天雷轰得快挂了 我帮他顶了一次雷结 现在每风阴天都会浑身酸痛 还有 青石王那家伙 你别看他现在威风凛凛的 当初刚出生的时候还没断奶 我看他怪可怜的 就拿了紫紫他们平时喝的米糊 用手指沾了一点点胃给他 对了 除了他们几个以外 还有那个虾将军 那家伙 啊 这家伙也受过你的恩 才怪 这家伙真的是个花痴 脑子见水 不对 好像虾本来就是全身进水的 嗯 好像是啊 许之国很无语地摸摸下巴 看着篝火旁那些没心没肺 打打闹闹的妖怪 突然觉得 这些家伙 好像也挺 嗯 挺讲义气的 准确地说 咱家见过的大部分人 都比他们王八蛋多了 那是 我们很有义气的好吗 还没敢看完 朱刚烈的粗嗓门 就在后面响起 卧槽 你们这瞬间移动得也太快了吧 一般快 一般快 朱刚烈扛着一根狼牙棒 大大咧咧地伸出蹄子 用力拍了拍赤脚的相间 芝芝 你放心 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 怎么都要帮你的了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我们出来混的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气子 不是一个义字吗 许之乎忍不住举手 但是等他看到一群妖怪的凶恶表情 还是决定什么都别说好了 你 你们 这一刻 看着围绕在自己四周 满脸真诚的朱刚烈他们 赤姐儿突然有点哽咽了 虽然他很努力地想装得不在乎 但微微失红的眼眶 却已经说明了一切 不用说 真的不用说 朱刚烈用力挠挠头 粗声粗气地拍拍心口 我们脑子不聪明 嘴又笨 但是我心里都明白 谁对我好 谁对我不好 总之 痴痴 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老子就算拼上这条命不要 也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就是 后面的一大群妖怪 全都拼命点头 虾将军还慷慨激昂地 跳了出来 痴痴 你放心好了 就算打不过牛魔王 我还可以接你去我那里住 连子子他们一起接过去 我连成亲的喜酒和蜡烛都 我擦 谁打我 打的就是你 朱刚烈他们顿时怒了 直接杀气腾腾地冲上去狂揍 你打也打 我们耍了迟迟这么多年 连情书都不敢写 你丫的居然敢在这里提亲 给我打 往死里打 打不死不给钱 很好 于是几分钟后 这群家伙又啪啪啪地群殴成了一团了 许之虎很无语地摸摸下巴 决定收回刚才所有的感动和赞美 又忍不住看看旁边同样满脸古怪的赤姐儿 我觉得吧 以这群不靠谱家伙的表现来看 你有没有考虑过搬家 我家就在盘丝洞 我不会离开这里的 赤姐儿深深吸了口气 回头看着还在盘丝洞前 骑着竹马蹦蹦跳跳地子子他们 片刻之后 他突然从怀里面拿出一个小包裹 下定决心似的塞给许之虎 当时之虎啊 其实这件事跟你真的没有关系 以你的炼丹术 无论到哪里都应该吃得开 也许 喂喂喂 我看着就很像那种没意气的混蛋吧 许之虎忍不住拼命翻白眼 却还是用力按住赤姐儿的肩膀 很认真地指示着他 听着 只要你和子子他们都在 盘丝洞就会在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留在这里呢 我们一起换个地方 还是坐隔壁邻居啊 还是可以每天打打闹闹啊 不是吗 哪有那么容易 有灵气的腰衫 基本都被那些大腰占据了 我就算带着子子他们到了别的地方去 还不是要寄人篱下 到时候连吃饭都是问题 你养我吗 五养娘 许之虎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赤姐儿突然睁大眼睛 就像受到惊吓似的 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好吧 气氛突然就变得很诡异了 两个人大眼瞪小眼的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就连子子他们六个 也像是感觉到了什么 大眼睛水汪汪地一起看过来 眼瞧着赤脚先是满脸惊愕 紧接着 洁白的翘脸上 突然满脸是红韵 许之虎突然觉得很尴尬 不是啊 我说的那个痒不是你理解的那个痒啊 我说的痒是养家糊口的痒 你理解的那个痒是痒 也不对 我是想说 还没说完呢 他就又被蜘蛛网给粘到了墙上 呃等等 为什么是 呦 谁 谁要你养了 就像小猫踩到尾巴似的 痴迦满脸蕴红地跳起来 结结巴巴说不出整话 慌忙中 直接拉起子子他们六个 跟逃跑似的 一溜烟逃走了 许之乎 还被粘在墙上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气 作者善水 主播 云天河 乔宇等 后期 海燕和清 第二十五集 等等等等 你就算要走 至少也先把我给 我砸 还没说完呢 一柄开山大幅呼啸射来 正好砸在他耳朵边上 差一点就要表演切西瓜了 紧接着就看到 朱刚磊顶着一个铁锅 鼻青脸肿地从旁边钻出来 好险 好险 那些家伙都打疯了 要不是我逃得快 朱货 为什么你被粘在墙上 你问我 我问谁啊 许之乎拼命翻白眼 别提了 我刚刚跟赤姐说 实在不行的话 你就先离开东明山 结果那个傲娇的傻牛 算了 老朱你来得正好 我问你啊 你们觉得有几分把握 能对付得了牛魔王 这个嘛 朱刚磊很认真地想了半天 终于小心翼翼地伸出两根蹄子 想了想 觉得有点心虚 又满脸尴尬地收过一根 啊 好吧 但我没问过啊 所以说 你们这些家伙 根本就没什么把握 对吧 我没有什么办法 那头蠢牛 可是大腰啊 修为至少 比我们高了好几个层次 而且手下 还有几千如狼似虎的腰兵 没错 你那个 垫什么锅 确实能对付得了他 可是 那几千腰兵要怎么办 唉 这倒是真的 现在棘手的问题 倒不是牛魔王 而是牛魔王手下的那些腰兵 说实话 就算能用电饭锅收了那些腰兵 估计光点名就得点上好几个时辰 而且鬼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呀 就是就是 其实呢 要是几百腰兵也就算了 老子一挑食肯定没问题 但是几千腰兵一起冲上来 这个还真有点难办 除非 除非 许之乎愣了愣 突然抬起头 哦 朱刚烈瞪大眼睛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突然怪叫一声 用力一拍大腿 等等 我想到了 我想到对付那些腰兵的办法了 其实我们也可以找元兵的呀 说得好 但是请问 元兵在哪 许之乎很好奇地看着他 心到 莫非赤脚还有什么大排吹九折 那倒是没有 不过嘛 朱刚烈得意洋洋地跳起来 又故弄行虚地伸出蹄子 指着东明山的西北方向 知道吗 离我们东明山大概五百里外 那里有一座白骨山 山中住着一位大能 昆吾东江三千里山脉 自古就是妖魔鬼精怪的聚集之地 数万年阴寒邪气从黄泉地渊中喷涌而出 使得这里的飞行走兽很容易成精作怪 也逐渐塑造了复杂 险恶危机四伏的地理环境 从东明山盘丝洞一直向南 越过吞噬森林的血蟒荒原 在想方设法突破三眼血压群的围追堵截 就能看到那座传说中的黄泉阴气弥漫的白骨山 数万年以来 黄泉阴气从地渊中不断喷涌而出 将途经此地的飞行走兽 全都轻视杀死 残余的白森森海骨 逐渐积累起来 再加上千百年来的沧海桑田变化 久而久之 居然形成了一座寸草不深的神造山脉 此时此刻正是正午时分 本该温暖的金色阳光映照下来 等落到阴森森白骨山上的时候 居然直接变成了残白色冷光 仿佛阳光的色泽和温度都被强行吸走了 许之乎开着自家那辆二手电动车 沿着一条巨蛇海骨行程的山坡往上海 就忍不住用力打了个喷嚏 我真不明白了 你们反派的大能都是自虐狂吗 放着那么多好地方不住 偏偏要住在这种昏暗阴森冻死人的地方 难道就是为了衬托邪恶气势吗 哪有心情听他胡扯了 朱刚烈坐在他后面 心惊肉跳地紧紧抓着车架 几只沉浸的白骨凶手正猙獰咽咽咽着 恶狠狠地追赶着电动车 之乎你能不能再开快点 我还要留这条命回去取催花的呀 啊知道了知道了 许之乎只能一口气加速到底 就忍不住很无语地挠挠头 话说我突然有点后悔听了你的建议 早知道这也这么危险的话 好吧 说到这一切的危险遭遇 其实还要归功于昨晚那一次谈话 因为担忧牛魔王的几千妖兵不好对付 当时喝得醉醺醺的朱刚烈 居然鬼使神差般地出了个馊主意 说是距离东明山五百里外的白骨山中 好像住着一位传说中的大人物 神通广大 法力无边 而且麾下还有无数精兵强将 如果能得到他的帮助 死马当活马一了 虽然知道成功的几率比中彩票还低 不过许之乎还是决定去碰碰运气 于是昨晚当即连夜出发 趁着赤姐儿还在盘丝洞里面 捧着晕红的脸颊 冒着真气 直接带着朱刚烈上路 前往白骨山找元兵 一路有惊无险 虽说经历了各种磨难 但总算在正午时分到达了白骨山 至于接下来的任务 就是尽快找到那个传说中的白骨洞 然后和那位传说中的大能 嗯 话又说回来啊 老朱啊 你确定那位大能肯帮我们 沿着山路一直往上开 许之乎倒是想到了这个关键的问题 朱刚烈很心虚地咬着蹄子 这个嘛 看运气了 说真的 那位大能的脾气捉摸不定 做事完全看心情 我记得好几年前 曾经有妖怪因为遇到麻烦 走投无路地跑来这里找他求助 然后 然后 许之乎很好奇地睁大眼睛 结果几秒钟后 他转头就看到了答案 白骨森森的山坡上 一只倒霉的豹子星被五花大绑在鼓柱上 垂头丧气可怜巴巴 脖子上还挂着一块木牌 上面写着一行杀气腾腾的浓墨大字 这就是打扰本宫睡午觉的下场 混蛋 知不知道睡眠不足 是女性的天敌呀 嗨一个 许之乎看得是满头冷汗 忍不住默默无语地转过头 用那种很复杂的眼神 看着朱刚烈 话说 老朱你确定我们能在这里找到援兵 而不是被挂在路边晒酱油肉吗 朱刚烈狠心虚地拼命擦冷汗 看心情 其实一切都看心情了 其实也有成功的例子 比如黄蜂坡的那只黄树狼精 上次跑来这里求援 刚好赶上那位大能心情很好 特意传授了他一道黄蜂树 从那以后就发达了 还给自己取了个黄蜂大王的称号 所以说 一切都要看人品吗 许之乎很无语地抬头望天 到是这时候 电动车在冲上陡峭山坡之后 远远的已经能够望见 那座阴气弥漫的白骨洞府 洞口似乎是一条太古腰龙流下的手级海骨 白森森的龙骨獠牙微微合拢 龙牙彼此交错之间 刚好形成了猙獰凶恶的洞府大门 好像 好像就是这里了 周刚烈看着那个凶险洞口 突然忍不住打了个寒净 那那那什么 知乎 你直接过去就可以了 我还要赶回盘丝洞 帮赤姐 溜了溜了 说闪就闪 这家伙直接跳下电动车 毫无意气地掉头就跑 许之后满脸古怪地摸摸下巴 倒是突然想起一件事 诶 等等老猪 你就算要跑路 至少也先告诉我那位大能的名号吧 还没说完呢 朱刚烈已经跑得连人影都没有了 只能远远听到山坡上 还传来他微弱的声音 不用管 你就直接上去 说自己要拜见十鸡娘娘就行了 跑得真够快的 许之后很无语地挠挠头 唉 好吧 原来是十鸡娘 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记 作者 善水 主播 云天河 乔宇等 后期 海燕和清 第26集 德官 石鸡娘娘 哪位石鸡娘娘 就是风神演义里 那位被哪吒一键干掉徒弟 然后分而去讨公道 结果又被太乙真人直接烧了的倒霉酱油党 好吧 这位娘娘还真是个酱油党 而且还是很倒霉的那种酱油党 刚刚跳出来还没有几张 就被太乙真人和哪吒那对无良师徒给做翻了 千年修为 全都白白变成了经验值 最委屈的是 人家根本就没行凶作恶好吗 完全就是因为门下童子被人误伤 怒气冲冲跑来要赔偿 结果赔偿没有拿到 自己还被连带干掉 喂喂喂 不带这样的呀 这又不是农民工讨薪群众上访 强制拆迁 要不要这么黑这么无良啊 说真的 许之乎当年看风神演义的时候 对这位娘娘的不幸遭遇大为同情 可是他真的没有想到 居然有朝一日 自己会和这一位酱油党的代表人物见面 喊一个 我见到这位娘娘以后该说什么 难道要说 娘娘您今后让童子出门的时候呢 记得一定要抬头看天哦 不过话又说回来 既然这是个仙侠大杂烩的世界 既然赤井都干翻了任命狂魔 那么或许这位娘娘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 至少人家现在活得好好的呀 而且听朱刚烈的意思 好像他还在昆吾东江混得风生水起 唉好吧 不管那么多了 既来之则安之嘛 许之乎混乱了半天 还是深深地吸了口气 整整衣服跳下电瓶车 走了上去 几乎在同时 洞门口的两位亲衣童子 已经发现动静 几乎是不约而同地上前几步 高声鹤道 来者何人 到我们白骨洞做什么 快快报上性命 能说什么呢 许之乎只能努力地露出那种 人畜无害的笑容 顺便祈祷 那位娘娘今天心情够好 两位仙童打扰了 在下是东明山盘丝洞的散修 听闻 进门往左转 在大厅等着 还没等他说完呢 两个亲衣童子 就很熟练地伸手一指 不用说 我们都明白 你也是来求娘娘帮忙的 对吧 还真是业务熟练 估计平时没少妖怪来求员呢 许之乎愣了几秒钟 又朝着两个亲衣童子拱拱手 小心翼翼地贴着门 溜了进去 和白骨山的风格一样 这座白骨洞 同样显得阴气森森 灵徐白骨构成了洞府的主体结构 到处都是燃烧的惨绿色灵火 昏暗不定的火光 在空气中摇晃不定 脚步轻轻踩在地面的碎骨上 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咔嚓声 来都来了 许之乎也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 左转 经过一条骨头长廊 又穿过一个鲜血池塘 等他到了那座迎客大厅以后 突然就明白 为什么刚刚那两位亲衣童子 要说野了 此时此刻的大厅里 居然有几十只 猙獰凶恶的妖怪 排成长队 横守规则地 在那里老是等着 看到许之乎一个人进来 这些家伙全都目露凶光地 转头望来 那什么 你们排你们的 许之乎很心虚地擦擦冷汗 老老实实走到队伍的最后面 结果就算这样 居然还有只双头狗腰跟着进来 蛮不讲理地 挤到他前面 喂 什么脸 给老子到后面去 看什么看 你有意见吗 你高兴就好 许之乎懒得了 这个没有素质的家伙 就这么抱着双臂 站在后面等 这一等 居然就等了近两个时辰 眼看着天都快要黑了 迎客大厅都点起了牛油蜡烛 那位传说中的石鸡娘娘 还是没有出现 搞不好又睡过头了 他大爷的 到底还要我们等多久啊 几十只妖怪等得腿都软了 那只插队的双头狗腰 忍不住暗子嘀咕 买什么谱啊 不就是有点神宗稳是吗 是人要我们的 话音未落 就听到大厅后面 闭环玉佩一阵清响 数十位黄金历士 举着金歌 轰鸣大步踏出 岩石般的面容上 毫无表情 却又突然整齐挥舞金歌 大呼一声 速静 全都速静 齐齐恭请娘娘驾临 来了 来了 刹那间 群妖集体精神大震 全都齐齐睁大眼睛 就连许之呼也忍不住 抬起头来 下一刻 就在这数十双目光的聚焦中 一根洁白如玉的鲜鲜玉纸 突然从珠帘背后生了出来 带着几分柔弱无骨的慵懒 在群妖头顶 轻轻须底而过 带着令人战力的恐怖压迫力 仿佛被千金山岩镇压 群妖顿时战战兢兢的集体跪地 而就在这诡异的气境中 一个懒洋洋的女性声音 突然打了个哈欠 漫长的仿佛经历了沧海桑田 却终于漫不经心地 回想在大厅中 啊 本宫今日心情不好 135246 来人呐 单号的留下 双号的 全都拖出去草船借鉴 传说 在一个叫做京城的地方 实行着恐怖的 单双号出行制度 一个简简单单的号码牌 关系到无数人的 生死存亡 甚至在江湖上 掀起了腥风血雨 好吧 许之乎一直以为 这只是传说而已 迟到 灵火燃烧的 银客厅大厅里 伴随着一声 猙獰冷笑 数十位黄金历史 顿时杀气腾腾地 扑上来 还没等到 那些惊恐的妖怪 反抗逃跑 就直接按照 135246的顺序 抓起那些 双号的倒霉家伙 恶狠狠地 拖出去 眼天灯了 很不幸 那个之前插队的 狗腰刚好是双号 这家伙被几个 黄金历史 如狼似虎地往外拖 只能热泪盈眶地 拼命尖叫 不是啊 我是单号 我真的是单号 都快要后面 那个小白脸 这跟我换了位置 老兄 你安心地去吧 许之虎很庆幸地 擦擦冷汗 醒到 插队 果然是会遭报应的 片刻不到 银客大厅里的人数 就少了一半 剩下的那些妖怪 面面相觑 全都眼观鼻 鼻观心地屏住呼吸 听知道接下来 还会发生什么事 万一那位心情不好的娘娘 突然又说 来呀 现在我们按新的方法来算 凡是号码 排门背三整除的家伙 幸好幸好 这种可怕的事情 没有发生 仅仅几秒钟后 那些黄金历史 就回归本位 再度举起金戈 面无表情地 大鹤一声 速静 全都速静 齐齐恭请 娘娘驾临 大鹤声 回荡在空气中 青青摇曳的株莲后 突然传来了 咔嚓咔嚓的一动声 不知何时 一阵冷风 恰好从洞中呼啸而过 十几只妖怪 只觉得毛骨悚然 赶紧毕恭毕敬地 抬头挺胸 就连许之乎 也下意识地睁大眼睛 看着那些猪脸 被轻轻掀起 然后一张床 我来个去 等会儿 一张床 没错 确实是一张床 而且还是一张 能自己走路的床 咔嚓 咔嚓 带着节奏感满满的咔嚓声 这张粉红色的 鹅毛羽绒大床 就这么迈着四条木制床腿 一路小跑地 冲进了 迎客大厅 好像训练过很多次了 她居然跑得四平八稳 毫不颠簸 深怕惊到了柔软床榻上的那位娘娘 许之乎看得是肃然起敬 却又忍不住抬起头 小心翼翼地望向床榻上的那位 我生命第一次看到 有人出场还自带床的 慵懒邪倚在柔软枕头上的成熟美人 有着足以颠倒众生的绝美容貌 黑色的长发如同瀑布清洗而下 自有洒落在粉红色的床单上 微微眯起的丹凤明眸 似乎还没有完全睡醒似的 轻轻松松地半开半合着 当然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位颇有欲解风范的美发美人 居然根本没有熟悉打扮 就这么惬意地依偎在床上 随性地披着一条薄薄的丝绸颈背 露出一片白皙如玉的香鲜和精致锁骨 而且枕头旁还放了个装满小酥饼的托盘 酥饼碎末落满了一大片床单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气 作者 善水 主播 云天河 乔雨等 后期 海燕和清 第二十七集 我查 这是石鸡娘娘 这就是那位号称大能的石鸡娘娘 许之乎整个人都实话了 我知道大人物通常都有些任性 就好像比尔盖子会穿着牛仔裤去参加高级商务宴会 可问题是 可问题是 姐姐你也太任性过头了吧 居然直接躺在床上盖着被子就跑出来借客 而且还一直在咔嚓咔嚓地咬小酥饼 咔嚓咔嚓 说话间 这位娘娘又啃完了一块小酥饼 终于心满意足地舔了舔桃色的嘴角 随着她懒洋洋地扬起上半身 光滑的丝绸紧背 顿时微微滑落 露出令人怦然心动的白皙肌肤 瞬着眼看着就要春光炸现 飞离巫师飞离巫师 许之户只觉得心跳加速 赶紧核实几只妖怪 眼观鼻鼻观心 那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应该期待被子滑下来呢 滑下来呢 还是滑下来呢 好在下一刻 旁边的黄金烈士首领终于看不下去 满脸古怪地压低声音道 娘娘 请您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注意一下形象 形象 你跟本宫说形象 原本懒洋洋的实际娘娘 突然就像是被踩到了尾巴的波斯猫 怒气冲冲地尖叫一声 混账 本宫子困在这个破洞里不敢外出 整整三百五十六年八个月零三天 你居然还要本宫注意形象 刹那间伴随着他尖锐怒吼声 无数道闪电在床榻四周骤然形成 如同暴风骤雨一般 丝鸣闪耀 恶狠狠地轰击下来 将整个银客大厅都覆盖在内 坚硬的石桌也好 白骨森森的墙壁也好 全都在这无差别的轰击下四分五裂 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化为碎片 就被闪电暴风直接给吞没 转眼间就化为青烟消散 什么情况 你妈 这是什么情况 在场的十几只妖怪全都暴徒蹲定 瑟瑟发抖地不敢乱动 许之乎算是运气好 刚好找到一个墙角 往里面一躲 然后就看着无数闪电 从面前呼啸而过 不是吧不是吧 旁边那只熊妖满脸的苍白 等等 难道 那个传闻是真的 什么传闻 许之乎吃雷惊 你 你不知道吗 那只熊妖满脸古怪地看着它 压低声音的 我听说 石姬娘娘以前不知道什么原因 曾经走火入魔 导致精神分裂 以至于到了现在都会喜怒无常 连自己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不是吧 许之乎不由的恶然无语 我说呢 难怪这位娘娘看起来神东广大 至少也是地缘高阶修为 足以威慑东江 却一直待在白骨洞里不出去 估计也是怕自己出去突然犯蛇精病 到时候 小心 话音未露 一道闪电突然从天而降 就擦着她的鼻子狠狠杂落 直接把那只熊妖轰得是浑身抽搐 头顶冒烟了 好在下一刻 就在这种无差别的闪电打击下 旁边那一位黄金历史首领 终于挣扎着爬起来 颤抖地取出一颗赤红色丹药 冒着风险 往十几娘娘嘴里面一塞 娘娘 该吃药了 丹药入口即化 原本满脸凶恶的十几娘娘 突然香肩微微一颤 很茫然地坐回到床榻上 刹那间迎客厅里的无数闪电 全都凭空消散 就好像从没有出现过 诡异的借镜中 这位娘娘两眼发直地待坐片刻 如是重负地长输一口气 等到再度转头望向瑟瑟发抖的妖怪们时 突然就露出笑盈盈的表情 抱歉抱歉 本宫方才有些控制不住情绪 没有伤到你们吧 你说的 十几只妖怪泪流满面 看着自己浑身焦黑 还在冒烟的身体 只是个小意外 只是个小意外而已 十几娘娘满脸尴尬地倾壳几身 随意拿起一块小酥饼 转移话题 言归正传吧 所以说你们 你们这些废物 全都是来求本宫帮忙的 什么情况啊 刚刚还满脸内疚 可爱可亲 等她说到最后那句时 突然又杀气腾腾 面如寒霜 甚至身后又有无数闪电 丝鸣闪耀 没天理了 还来啊 十几只妖怪暗自叫苦 眼看着这位娘娘 又要蛇巾并发作 赶紧抢先擦着冷汗拼命点头 机灵点的更是联盟献上名贵礼物 可笑 区区一点东西 就想换得本宫出手相助 也罢 你们既然来本宫这里求助 那么就应该知道本宫的规矩 简单说吧 本宫帮人从来不在乎他有没有钱 反正他们有本宫有钱 倒是 完全明白 完全明白 石金娘娘冷哼一声 密起的凤幕中闪耀着冰冷光芒 十几只妖怪赶紧连连点头 谁都知道 这位蛇巾病的娘娘喜怒无常 坐视全看心情 心情好的时候 简直是乐于助人的红领精 心情不好的时候 外面那些被草船借鉴的倒霉家伙 就是明正了 不过 现在的问题是 敢问娘娘 您现在心情是好呢 还是不好呢 不好 很不好 石金娘娘面无表情地回答 不过 就在一群妖怪毛骨悚然之前 她却又突然笑眯眯地扬起了唇角 但是 本宫愿意给你们一个机会 这么说吧 一刻钟内 谁能让本宫的心情变好 本宫就答应她一个要求 石几只妖怪面面相去 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说什么 时间有限哦 石金娘娘微微眯起丹凤眼 虽然看上去很平静 但身后似乎又有无数的雷霆丝鸣闪耀 我数到三 如果都没有人愿意试试的话 那么 我了我了 诡异的寂静中 一只熊妖终于承受不住压力 壮起胆子跳出来 娘娘 小的愿意斗胆试一试 那什么 前几日小的听过一个笑话 说是有只狐狸精问两只妖怪 谁能先周有整个昆吾回来 他就答应嫁给谁 然后 不用然后了 石金娘娘只听了几秒钟 就面无表情的一挥手 拖出去 草船借鉴 很好 很强大 几个黄金力士立刻杀气腾腾地冲上来 直接把这个倒霉的熊妖给拖了出去 仅仅几秒钟后 洞外就传来了万箭破空的嗖嗖呼啸声 紧接着是一声惨叫 泪流满面啊 剩下的那些妖怪全都是泪流满面 偏偏这个时候 石金娘娘已经再度伸手一指 遥遥指向床榻东面的那只马腰 哼 到你了 没听理啊没听理啊 可怜的马腰浑身瑟瑟发抖 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娘 娘娘 小的不会说笑话 小的给您跳一顿 拖出去 草船借鉴 下一个 拜见娘娘 小的以前学过一首名歌 要不 拖出去 草船借鉴 下一个 娘娘 小的真的什么都不会啊 也就会变个戏丸 拖出去 草船 算了 别浪费剑了 直接干掉 如此如此 都没等到半颗种 大厅里的妖怪 已经只剩下五六只了 石金娘娘很烦躁地咬着小苏饼 再度伸手一指 无聊的家伙 唯一个能让本宫开心的 你 你来说 哗啦 话音未落 所有妖怪很整齐地往后退了一步 只把许之乎留在了最前面 文文 要不要这么没意见 许之乎直接就无语了 等等 我 没错 就是你了 石金娘娘依偎在柔软枕头上 微微眯起的凤幕中 闪耀着微强光芒 抓紧时间 本宫数到十 如果十个数内 不能让本宫心情变好 一 二 三 四 五 我汗 许之乎很无语地左看右看 只觉得心跳都在不断地加速 别闹了我的干什么呀 唱歌不拿手跳舞从没练过 编戏法完全不贵 就算讲个穿越前的段子 那也得 七 八 九 转瞬间 石金娘娘已经毫不留情地数到九 时间大 来人呐 别有把这家伙拖 慢着 危急时刻 眼看着一大群黄金利士 已经恶狠狠地冲过来 许之乎突然 扶至心灵 嘎吃 一大群黄金利士突然来了个急刹车 就连石金娘娘也若有所思地 微微睁开凤幕 这一刻 就在所有人的好奇目光中 许之乎飞快地解下山地包 又伸手在里面摸索了半天 终于满脸古怪地叹了口气 好吧 虽然不知道行不行 不过 就这个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器 作者 善水 主播 云天河 乔宇等 后期 海燕和青 第二十八集 就这个 为了避免草船界限的命运 被逼得节操人品大爆发 许之乎也是拼了 直接从山地包里面 找到那一件日常用品 很豪迈地往石桌上一搁 长方形的扁平金属盒子 外表散发着 淡银色光芒 竖起来的一半 光滑得如同镜面 平放在石桌上的另一半 却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黑色小风格 轻轻一碰 就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 呃 这是什么 黄金历史也好 内心妖怪也好 全都不由自主地瞪大眼睛 事实上 就连原本神情冰冷的石金娘娘 也颇为好奇地转过头来 紧接着轻轻一拍床踏 手软大床立刻迈开四条床腿 蹬蹬蹬地靠近上来 这个叫做笔记本电脑 许之乎满脸古怪地解释 顺手拿起鼠标 打开桌面上那个模拟器图标 然后找到了 鼠标点了两下 伴随着耳熟能详的音乐声 周密自动切换到了 是个人都知道的 魂斗罗游戏界面 不得不说 红白机的游戏画质 简直是惨目人睹 但是拿到昆吾世界中来嘛 啊 这 这是什么 别说是黄金丽氏和那些妖怪了 就连十几娘娘也是倒吸一口冷气 就又很快裹着被子 露着香肩 颇为好奇地凑上来 鼻挺的穷鼻 几乎都要触到屏幕了 我 娘娘 你对床和被子是真爱呀 许之乎默默付肥几句 又拿出两个游戏手柄 笑咪咪地分给十几娘娘 顺便按下了开始键 那什么 我来解释一下 这东西叫做魂斗罗 是游戏的一种 我们要做的就是用手柄控制这两个小人 那 比如这样 这么说着 他已经控制着蓝色人物往前跑 说的直接一点呢 娘娘您就把这个小人理解成练气势 手里的金属东西理解成火焰符咒 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控制小人攻击沿途的蓝鹿家伙 当然 还要注意 我走 还没说完呢 十几娘娘已经控制着自己那个角色 视死如归地撞上了一颗子弹 没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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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之乎很无语地擦擦冷汗 抢在十几娘娘又犯病爆发前解释 娘娘 你有三条命 就算少了一条 那还有 别说了 他还没有安慰完 十几娘娘这边又在老地方挂了一次 还是原来的配方 还是熟悉的味道 连撑上子弹的姿势都很雷同 旁边的黄金历士简直是看得不忍之事 很小心地摸摸方脸 那个 娘娘 要不属下先替您 还没说完呢 这个月月一世的家伙 就被闪电给批中了 小啰嗦 难道本宫还不如你吗 连续挂了两次 十几娘娘恨得是咬牙切齿 直接把被子紧紧一股 就这么毫无形象的盘腿坐在床上 把手柄捏得嘎吱坐下 也之后在旁边看得是心惊肉跳 那什么 其实我就剩这两个手柄了 轻点 轻点 别那么用力 其实就算挂了也没事 你还可以从我这里诫命的 刚说完呢 十几娘娘的第三条命也挂了 很无语地看着屏幕发呆 他两眼发直地愣了半天 突然杀气腾腾地转过头来 喂 那个谁 你刚说还可以见命 啊 是在家输了 许之乎很无语地看着他 什么都不说了 赶紧借条命给他 事实证明 对于一个新手 尤其是对于一个毫无游戏天赋的新手来说 无论多少条命 都是没用的 第一关都没有跑到一半 两个人就一起挂回老家去了 看着屏幕上出现的结束画面 满面尴尬的娘娘突然就愤怒抱走了 可恶啊 本宫修行三千六百年 会跟雪妙道法精通什么大阵仗没见过 想不到今日 居然 居然呗 羞怒啊 羞怒 他羞怒到整张俏脸通红一片 头顶的泥丸宫中都在冒争气 周身更有无数青色闪电在嘶嘶作响 仿佛随时都会轰落下来 把整个大厅连带着什么笔什么本 轰成碎片 卧槽 这是要爆炸呢 还是要暴怒呢 雪之乎赶紧一把拦住他 没事没事 娘娘您放心 事到如今呢 我这里还有一张底牌 那就是上车下下左右左右 总是我们再来一次 这次你有三十条命了 实际娘娘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突然就眉开眼笑 用力拍他的肩膀 早说嘛 来来来 这次本宫跑前面 你不要再拖本宫的后腿了 别闹了 到底是谁拖谁的后腿呀 雪之乎忍不住拼命分白眼 只能做了个宁先请的姿势 老老实实地跟在后面 顺便不忘抽空提醒几句 比如这里应该跳 这里应该吃散弹 这里应该趴下 我是说游戏里趴下 不是让娘娘您直接趴床上 但是不管怎么说 有了三十条命 不对 准确地说 有了五十九条命可以乱挥霍 这位游戏白痴的进展 还真的顺利了很多 尤其等他逐渐熟练操作以后 更是玩得风生水起 好几关居然只挂了一两条 就直接过了 只可怜手柄被捏得是嘎吱作响 好像随时都会碎裂 再看看后面的一大群黄金历史和妖怪 早就看得是集体围上来 如痴如醉 只手画脚 还不忘在旁边七嘴八舌的出主意 嗨呀娘娘 哎呀您这里不能硬顶啊 对 对对对 先跳到下面这个平台 把那个散弹给吃了 然后再朝上面射 多往右 很好 再往左跑 不不不不 不要跑过头了 娘娘您跑两步就可以了 主意上面落下的 哎呀我都说了您要主意了 混账 全都给本宫闭嘴 谁再敢瞎出主意乱说话 本宫马上就送他去草船借剑 而且还是借火箭 好吧 一群围观的家伙 只能忍着抢手柄的冲动 老老实实地保持围观姿态 在他们的簇拥下 实际娘娘盘腿坐在床上 把手柄是捏得嘎嘎作响 很忘我的盯着屏幕 时而眉开眼笑 时而咬牙切齿 我哪个去呀 许之乎偷偷偷转过头 看着这位娘娘满脸 专注扭来扭去的样子 突然有一种 很内疚的负罪感 好歹也是微镇东江 十万妖山的一方大能 居然就这样被砸家脱下水 而且搞不好 还会游戏上瘾 这似乎有点罪过呀 罪过 不过话又说回来 因为蛇经病 尽心性的发作缘故 这位娘娘数百年来 一直自困在白骨洞中 估计已经无聊乏味道 快要发疯了 也难怪他碰到 从未接触过的 红白机游戏以后 会立刻沉迷到这种程度 所以说 我这次撞对了吗 许之乎暗自嘀咕着 顺便不忘冲上去 帮他挡子弹 几乎在同时 十几娘娘终于射出了 最后一颗散弹 很惊险地干掉了 最后大反派 看着敌人在轰鸣声中 燃烧爆炸 看着胜利的音乐声 欢乐响起 他突然很兴奋地 扔掉手柄 毫不在意形象地 仰天大笑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没有什么能阻止本宫 是是是 你高兴就好 许之乎只能这样看着他 还不够 远远不够 很显然 蛇姬娘娘仍然意犹未尽 又指指屏幕上的 英雄联盟图标 这个又是什么 看起来好像很不错呀 许之乎赶紧拦住他 别闹了 姐姐 你还是从红白七 开始练手吧 先别说 现在不能连我 就算能连上我 凭你这种 小学生都不如的战武渣 那还不得 分分钟砸键盘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记 作者 善水 主播 云天河 乔雨等 后期 海燕和清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二十九集 好吧 那么下次再试好了 实际娘娘有先 兴兴地放下手柄 下次 还有 下次 许之乎擦擦冷汗 又小心翼翼地 看着他 那什么 娘娘 玩也玩过了 不知道您现在的心情 很好 好的不能再好 实际娘娘不假思索地回答 举起鲜鲜玉手 轻轻一拍 刹那间 一个鼓鼓囊囊的零食袋 直接凭空出现 很正确地落进了 许之乎怀里 作为回报 这三千零食送你了 土豪属性满满啊 许之乎当然是 毫不客气的小娜 不过想了想 又提醒一句 那么 我们之前说过的 说过 实际娘娘满脸无辜地 眨眨眼睛 不过也就是迷糊了几秒钟 她立刻就反应过来 啊啊啊 你说那个呀 没问题 你需要本宫帮你做什么 可算是等到了 许之乎忍不住 长舒一口气 回归到阵体上来 咳咳 是这样的 在下是东明山盘司洞的散修 前几日 翠威山的那位大妖牛魔王 原来是这样啊 因为心情大好 实际娘娘这次倒是很有耐心地听她说完 这才笑咪咪咪的 这个简单 本宫虽然不能轻易离开白骨洞 但要替你打发那只小牛牛 却是小事一件 不过嘛 只 只不过 写之乎刚刚说了口气 听到这就忍不住有点担忧 放松放松 我的意思是 我这有两种方法可供你选择 一个是临时剑校的 一个是易老永逸的 你选哪个 诶 能详细说什么 没问题 临时剑校嘛 便是本宫派一对黄金历史给你 再借给你几件法器 想必有了这些帮助 要对付那只蠢牛 再轻松不过了 诶 那易老永逸的呢 易老永逸的嘛 自然会麻烦一些了 这么说吧 本宫有几颗先天剑丸流失在外 足够对付人员巅峰的家伙 你要是能把它们找回来 这几颗先天剑丸就全都送给你了 啊 这样啊 要说剑校快 肯定是第一种方法更好 不用浪费时间 不过考虑到 就算解决了牛魔王 以后或许还有其他妖王大能 或者双蛇轿之类的来找麻烦 所以出于易老永逸的考虑 当然应该选这几颗先天剑丸 嗯 虽说不知道是极品法器 但是石金娘娘出品 必数精品 不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用脚后跟去想也知道 这个易老永逸的方法 显然更难达成 说不定那几颗先天剑丸 已经落到哪个魔头手中 或者遗失在什么山高水远的地方 不会 不会 就像是知道她在想什么 石金娘娘漫不经心地挥挥手 那几颗剑丸 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记得当年我和龟灵圣母闲来无事 约好双方不用法力打水漂 看谁打得比较远 然后 那个谁 为什么你的脸在抽搐啊 没事 我就是有点沧桑 许之乎泪流满面地抬头望天 好吧 那请教一下 娘娘你用来打水漂的那几颗剑丸 现在到底在 峨眉山 石金娘娘笑咪咪地回答 如何 你要是愿意试一试 我这就送你过去 还附赠一道灵术 让你能感知到那几颗剑丸的位置 好吧 话都说到这个分上了 许之乎很认真地想了想 终于下定决心地再度背上山地包 好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就 我咋 我还没有说完呢 不用说完了 刹那间一颗巨大的白色骷髅头骤然现形 直接一口将它吞了进去 紧接着绿色灵活闪耀而过 就这么凭空消失在大厅中 这样也行 几十个黄金丽氏面面相去 却又忍不住小心翼翼的提问 那什么 娘娘 您好像很喜欢这小子 居然连那几颗先天见完也肯 别瞒我们 我们都知道的 那东西在灵气中算是极好的了 有吗 石鸡娘娘满脸无辜地眨眨眼睛 好吧 我承认我是故意的 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等等 难道那小子是注定的天道变数 一出事就能改变昆乌命运 先法典击法器灵丹自动送上门 无数仙子妖女 为他轻心不悔 就连娘娘你也会 你们怎么知道的 不是吧 真的假的 废话 当然是假的 你们这些蠢货 还用问吗 他要不去找先天见完 我们怎么用他的比什么本打游戏 少啰嗦 把手柄递给我 这个蘑菇跳来跳去的 又是什么呀 拷开蛇筋病的蛇筋娘娘不提 也不管她能不能打通超级玛丽 顺利救到公主 此时此刻的傍晚斜阳下 许之呼已经被挪移送到了峨眉山的一处 摆仗悬崖外 卧桑 娘娘你的卫星定位系统是有多久没升级了 紧紧抱着一棵歪脖子松树 看着脚边云雾缭绕声不见底的山谷 许之呼战战兢兢的一脚踩空 就看着一块山石轰银着滚落下来 隔了半天才听到一声悠长回音 就差一点 就差一点点 庆幸着自己运气够好 她满头大汗地奋斗了一刻钟 终于很惊险地回到了悬崖上 寒冷的山风呼啸而过 吹动她被冷汗湿透的衣服 也让周围弥漫的云雾渐渐散去 最终献出整座峨眉山的真正形貌来 傍晚的斜阳下 到处都是微额耸立的悬崖峭壁 到处都是苍翠茂密 参天耸立的百年陵露 远处如水墨画般的美景中 一道银白色的瀑布 如银河般破空而露 深藤的水雾和山间充沛灵气 混杂在一起 形成了随风飘扬的云霞迷雾 诶 峨眉 峨眉山 许之呼望着眼前的秀丽景色 不知道为什么 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极势感 真奇怪 为什么我总觉得 好像这座峨眉山跟什么仙霞神话中的事件有关 但是又怎么都想不起来 峨眉啊 峨眉 难道是峨眉派的那个峨眉吗 然后有个老公被抢了的收姑娘随身带着一把 以天剑 好吧 那是武侠事件 算了 想了好久也想不起来 他也不浪费时间 干脆直接低下头去 看了看手中握着的那道灵符 那什么 办正事要紧 赤姐还等着我回盘自动帮忙嘞 话音未落 就像是感觉到他的心意 那道灵符突然自动的腾空而起 迎风一晃 熊熊燃烧起来 朝着悬崖东南方急速飞去 多不用提醒 许之呼立刻追了上去 好在那位娘娘虽然蛇经病 但在挪移时 至少没有忘记附上电动车和山地包 倒是给他省了不少力 穿过一片苍翠的百年松林 汤过一条溪水潺潺的小小溪 然后又在九曲十八弯的山路上 绕得头晕 等他从一片灌木林后冲了出来 就看到那道灵符正漂浮在半空中 而前方大约五六百丈开外的山谷中 正是一座年久失修的 孤零零的道观 从损坏残破的外观来看 这座道观显然并不是什么 炼气式的门派所在地 而是那些山下村民 用来祭祀拜神的普通地方 傍晚的温暖阳光斜斜落下 罩在道观的砖瓦外墙上 泛起微弱的柔和金光 周围安静的连虫鸣声都能听到 那几个仙天见完 难道就藏在这个 许之乎刚刚冒出这个念头 突然心中警觉 猛地卧倒在灌木林中 顺势放倒电动车 几乎在同时 就听得远处的空中一声呼啸 五六道赤色渐光 带着熊熊烈焰急速射来 紧接着轰然一声巨响 稳稳落在道观门外 现出飞溅上的几个熟悉声音 诶 那个小妞是 许之乎趴在灌木林中 远远望去 等看到那位带头的紫旁美人 尤其是看到他那张写着 全天下都欠我钱的高冷脸 顿时满脸古怪 哈哈 人生何处不相逢嘞 没想到都千里迢迢跑到峨眉山了 居然还能遇见这位高冷的桃花三娘子 唉 真遗憾啊 要是牛魔王在这里 一定又会很感动地冲上去聊什么 绿颠大闯的事情 啊 就像是感觉到一种可怕怨念 正带着几位练器士 推开道观大门的桃花三娘子 突然情不自禁 打了个寒劲 却又立刻冷哼一声 放出零食 如同波纹似的横扫四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记得订阅专辑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翟妖记 作者 善水 主播 云天河 乔宇等 后期 海燕和清 第三十集 啊 好险 好险 许之乎心中凌然 好在他距离够远 又屏住呼吸躲在灌木林中 这才没有被那道零食发现 下一刻再确定周围没有任何情况后 桃花三娘子终于板着脸 带着几位练器士进了道观 许之乎这时候才轻舒一口气 小心翼翼地抬起头来 毫无疑问 看这些家伙鬼鬼祟祟的样子 摆明是要在道观里面策划什么反人类的阴险计划 这个也随他们去了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 那几颗先天剑丸 可能就藏在道观里 要真是这样的话 好吧 至少先搞清楚道观里的情况 很认真地想了想 许之乎若有所思地挠挠头 突然打开山地包 从里面拿出一副耳机线 去吧去吧 就像红宠物似的挥挥手 那条耳机线突然发出了青色光芒 如同灵蛇似的 蜿蜒游动着 从道观门槛缝里面 无声无息地钻了进去 紧接着贴着墙角 稍稍地扬起 很神奇 几乎在同时 许之乎突然发现 自己脑海中 出现了道观中的清晰景象 甚至耳边都有嘈杂 纷乱的交谈声音传来 很好 三十二个赞啊 笑咪咪地摸摸下巴 他就这样躲在灌木林里 远远监视着道观里的一举一动 此时此刻 不算宽敞的道观大堂里 居然聚集了四五十个人 其中既有先锋盗鼓的炼气士 也有邪气森森的魔道众人 甚至还有几只 猙獰凶恶的妖魔鬼怪 夹杂在里面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往常碰到 说不定就会大打出手的家伙 这时候 居然都穿着 绣有双舌的蛋黄发袍 很和谐很有爱地 共处一室 甚至不少人还聚在一起 眉飞色舞地互相交谈 见惑还能听到 诸如年末奖赏福利之类的词 所以说 双舌叫在搞年终晚会吗 许是乎满脸古怪的挠挠头 一懒得理这些 可能在讨论年终奖的家伙 先把注意力放在四周 快点找到 那几颗先天剑丸 才是正式 但是问题来了 挖掘技术 不对 谁知道那几颗剑丸 到底长什么样子 控制着耳机线轻轻旋转 他沿着大腾仔细寻射过去 倒是看到五六件疑似法器 只不过还没有来得及确定 突然就看到那位桃花三娘子 倾壳一声 面无表情地登上石台 刹那间 正聊得起劲的几十位双舌较较重 顿时鸭雀无声地 转头望来 在他们集体注视中 桃花三娘子俯瞰着全场 满两高冷的倾壳几身 肃静 肃静 诸位道友 既然人都已经到齐 那么我们双舌叫 东江分坛的会 就开始了 这么说着 他转头望着石台一侧 突然轻起阴唇一笑 原本高冷的表情 顿时变得像春风般温柔 接下来 便有请我们东江分坛坛主 赤娇真人 为道友们说上几句 我操 原来这小牛会笑的呀 也知乎素人起敬忠 事实证明 桃花三娘子不仅会笑 而且还笑得很好看 只不过 要看对方 值不值得他笑 比如此时此刻 那位从石台后面 龙形虎铺踏出的 红面真人 周升火光 燃烧沸腾 如蛟龙盘旋 缠绕 一看就知道 已经是人缘巅峰 深不可测 而且是久居上尉 掌握大权 遇到这样的大人物 桃花三娘子 就算是面瘫 也会笑给他看的 几乎在同时 这位方面大尔 红光满面的赤娇真人 已经龙形虎步的 走到石台阵中间 颇有上尉者气势的 伸出双手 向前虚空一按 刹那间 全场鸦雀无声 迎着一大群较重的尊敬目光 他神情肃然的 巡视全场 又接过桃花三娘子 殷勤递上来的 青阳灵和茶 不紧不慢的吹气 抿了几口 这才随手放下茶盏 清了清嗓子 正式开口道 诸位道友 一年一度的年终集会 又要开始了 首先 我仅代表 东江分坛上下 感谢诸位道友的 辛勤贡献 过去的这一年 是成功的一年 是值得铭记的一年 是卓有成效的一年 在教主大人的 英明领导下 在十二护法的群策群力下 在三十二分坛坛主的共同鞭策下 诶 这词听着好耳熟啊 许之乎在外面默默付匪 付匪归付匪 在看这时候的石台上 那位赤胶真人 已经说完了耳熟能详的开场白 紧接着又端起青茶 轻轻抿了一口 然后慢条斯理的竖起了三根手指 因为时间有限 我今日就不多说什么了 就简单的说三点吧 好 听到只简单的说三点 下面那些已经苦着脸 做好长期艰苦战的双舌较较重 顿时如释重负的 齐齐长输一口气 恨不得集体高呼三声 谈主英明 事实证明 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因为下一刻 那位赤胶真人就一本正经的 那么每一点呢 我将之简单的划分为六个小点 每个小点下面呢 又有十二条细则 每条细则下面呢 这就修备了 这一刻 在场的双舌较较重 直接就泪流满面了 很遗憾 抗议是无效的 在他们满脸抽搐的表情中 赤胶真人已经从怀里面 拿出了一大碟的纸张 开始不紧不慢地 唯唯道来 从回忆我教创立之初的不易 讲到教主大人如何高屋建灵 目光长远 讲到我教目前的形势大好 和今后面临的主要问题 从我教今后面临的主要问题 讲到诸位道友应该如何甘于奉献 你懂的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还有人能坚持不打瞌睡 那都算是对双舌较忠心耿耿了 事实上 别说是那些昏昏欲睡的校众 就连许之乎在外面 都听得想打呼噜了 好在这一刻 那位赤胶真人突然倾咳一声 满脸笑容地端起清茶 好 以上就是我要说的全部内容 一点浅薄之见 有不当之处 还请诸位道友多多指教 终于 终于 终于要讲完了吗 一大群教众 简直感动得是热泪盈眶 可问题是 还没等他们来得及活动筋骨 就听到桃花三娘子接上来 满面春风道 各位道友 真人刚才的讲话 确实是深入浅出 精辟周到 那么接下来呢 我在真人讲话的基础上 再稍微补充几句 就几句 不要 救命 救命啊 一大群教众真的哭了 然后就这样泪流满面地看着桃花三娘子稍微补充了几句 没错 真的只是稍微而已 也就又讲了半个时辰 到了这时候 几乎所有人都已经陷入两眼发直的呆滞状态 好在此时此刻 桃花三娘子突然就提高嗓音 很愉快地宣布 好了 诸位 言归正传 那么接下来 便是我们分发本教年终福利的时间了 发福利 终于又发福利了吗 昏昏欲睡的教众顿时清醒过来 就连几个正打算从后门溜走的炼气室 也立刻一本震惊地回到了位置上 下一刻 就看到赤胶真忍颇为自得地 俯着长驱 伸直在虚空中轻轻一叹 刹那间 伴随着赤光闪耀而过 一条真名凶恶的摆上巨蟒 骤然现行 就这么凭空漂浮在大堂之上 这条巨蟒足有百余正常 翩翩通体 洁白如同玉石 鹅腾甚至引人望见一根毒脚 此时此刻 他被一道火光镇压在泥丸弓上 徒劳地在半空中竭力挣扎 却根本无法震脱出来 只能撕鸣着张开血盆大口 喷吐出淡青色的毒烟 啊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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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十位双蛇叫叫中吃了一惊 不由自主地后退几步 只是下一刻 等他们察觉到 这巨蟒体内 汹涌澎湃的充沛灵气时 突然又齐齐露出 几分贪婪声色 几乎在同时 道观外昏昏欲睡的许之乎 突然也若有所思地猛然抬头 这一刻 漂浮在他面前的那道灵符 突然熊熊燃烧起来 在空中如同飞鸟来回盘旋 仿佛随时都要冲进道观中 等等 难道说 那几个先天剑丸 就藏在那条百张巨蟒的体内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器 作者善水 主播 云天河 乔宇等 后期 海燕和清 第31集 不发年终奖的老板不是好老板 从这个角度来说 赤胶真人 虽然喜欢打官枪 开会 抢废话 但至少是个慷慨大方的好上司 从来不会在年终奖上 亏待员工 比如此时此刻 他拿出来的这条百张巨蟒 修炼近千年 灵气极其充沛 更难得周身是宝 从蛇皮到蛇胆到蛇肉 全都是难得的炼丹炼器材料 值了 再让我们开三天会 我们都没有意见 一大群双蛇较较重 看得是眼貌红光 当然是纷纷称赞 谈主领导友方 慷慨大方 被他们捧得满脸红光 赤胶真人一边搂着桃花三娘子 一边很矜持地摆摆手 也是凑巧 本尊经过峨眉山九河谷时 恰好看到这千年巨蟒 在吞吐月华修行 还真是好运气 当然当然 这首先要归功于教主的英明领导决策 正是因为深入领悟了他上个月的指示精神 后面那段话可以直接省略了 几十个教众直接忽略了后面那段话 看着那条千年巨蟒的眼神更加火热 要知道 修炼千年快要成精的巨蟒 一旦化为人形 那可比普通妖魔厉害得多 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天才地宝 不过话又说回来 这样的好东西 我们该怎么分好呢 这个简单 赤胶真人早就胸有陈竹 当即张口一喷 赤光闪耀过处 顿时就有一道苦修多年的三昧真火 汹涌射出 将这条巨蟒 完全覆盖在其中 来来来 等本尊将它炼化成火源灵丹 诸位道友人人有份 说话间 那道三昧真火在空中一晃 早已经化为一尊半透明的炉顶 赤胶真人低喝一声 举重若惊地发了个掌心雷 炉顶那顿时赤焰汹涌翻滚 将那条百丈巨蟒卷入其中 烧的是筋骨酥软 浓烟沸腾 背着熊熊烈焰困入 那条百丈巨蟒 有点抵御不住 突然张开血盆大口 丝鸣一声 从蛇腹中吐出 五颗轻光流转的先天剑丸 刹那间 迎着汹涌而来的汹涌烈焰 这五颗先天剑丸滴溜了一转 突然放出耀眼轻光 如同铜墙铁壁一般 硬生生地把火海阻挡在外 诶 这个是 赤胶真人稍微愕然 不过 等他反应过来 顿时大喜故望 再度一个掌心雷放出去 妙啊 妙啊 我说这条巨蟒 怎么能修炼千年 原来是因为吃了 很好 既然如此 本尊就不客气地收下了 唉 好吧 那我也不客气地收下了 许之乎一直在外面看着 这时候终于满脸古怪地下定了决心 那五颗剑完就是实际娘娘说的先天剑完了 如果打算抢走她 就要得罪双蛇叫那群家伙 铁钉会被报复追杀的 可要是不动手抢过来 仅仅牛魔王那一关就过不去了 所以不管将来怎么样 还是先解决了眼下的问题再说 不过嘛 双蛇叫那群家伙虽然有点蛇精病 但是人多势众修为也不低 而且还有那个人缘巅峰 一看就知道不好惹的赤胶真人作证 难道要我就这样冲进去 正气凛然地大喝一声 街巢要去中举报 这里有非法居中集会 所有物品全部查封没收 别闹了 咋家的浩然正气还没修炼大成呢 满脸无辜地抬头望天 他很认真地想了想 突然眼前一亮 缓缓转头望向 强弓肯定不行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就只有智取了 几乎在同时 道观中的年终大会福利大派发 也到了最情要的时刻 随着赤胶真人的催动 炉顶里的烈焰越来越汹涌沸腾 以至于周围的温度都在上身 甚至连大堂附近的几根石柱都变得滚烫起来 在这种烈焰攻击下 那条巨蟒虽然借着先天剑王护住身躯 但是渐渐有一些抵挡不住 巨大身躯都开始燃烧起来 显见得如此 社交真人更加不敢怠慢 当即摇动身躯 滴鹤一身 诸位道友 请助我一臂之力 不用提醒 几十个教终立刻全力将灵气灌注到了炉顶当中 随着汹涌灵气的进入 炉顶里的烈焰更加沸腾起来 烧得那条巨蟒浑身颤抖缩成一团 只能顶着先天剑王不断后退 低声哀鸣 哈哈哈哈成了成了就要成了 社交真人满脸大喜 就要趁势再发一个掌心雷 诸位看好了 等我彻底震碎了这巨蟒的魂魄就能 话音未落 还没等这个掌心雷发出去 道观外面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什么 社交真人手一抖 差点把掌心雷丢到桃花三娘子身上 旁边几十个叫众更是大吃一惊 几乎是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谁 谁在外面 没人回答 道观外面 沉默片刻 突然又响起了咚咚咚的敲门声 这情景真的有点诡异啊 众人面面相觑 还是桃花三娘子够冷静 刹那间就冷哼一声 直接放出零食探向门外 可是几秒钟后 等他察觉到门外的情况后 却突然恶然变色 没 外面没人 怎么可能 几十个叫众忍不住面面相觑 社交真人突然满脸怒气 龙行虎步地直接迎了上去 大胆匪肋 居然敢在本村面前装神弄鬼 不想活了吗 好像真的被这种气势吓到了 大门外面安静片刻 却终于有一个一本震惊的声音 再度响起 您好 有人在家吗 您的双十一快递到了 十一快递 世交真人满脸惊愕 但也就是惊愕了几秒钟 他就立刻无声无息地走上前去 伸出手掌 轻轻按在大门上 都不需要提醒 那些叫众立刻心领神会 紧紧握住袖中的法器 桃花三娘子 更是平静道 是吗 阁下来得正好 那个快递 花音未落 世交真人骤然怒吓 呼啸一掌轰在大门上 刹那间 枕上大门四分五裂 桃花三娘子带着几十个叫众 杀气腾腾地凶猛冲出 不等看清周围的情景 就已经催动法器飞剑 死无忌惮地横死而过 怒吓声中 漫天光芒闪耀 无数降光呼啸撞击 足以将人员巅峰的炼气势 都撕成碎片 等到烟尘渐渐散去 世交真人一口喷出熊熊烈焰 顿时将周围烧得清清楚楚 自作聪明的蠢货 竟敢在本尊面前卖弄 倒要看看你到底是 凝笑到了一半 她的笑容突然就凝固了 她的笑容突然就凝固了 很诡异 大门外面居然真的是空空荡荡 就好像刚才暴风骤雨般的围攻 全都落空了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 世交真人 难以置信地待立在原地 可就在这一刻 旁边满脸诡异的桃花三娘子 突然惊呼一声 谭主您看 您看那个是什么 众人几乎是下意识地 其实转头望去 就在大门的门槛下面 居然藏着一个黑色方形小盒子 此时此刻 这盒子里面 正传来一个热心洋溢的声音 您好 有人在家吗 我们是社区的 给您送温暖来了 见鬼了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桃花三娘子也好 几十个教众也好 全都集体目瞪口呆 但几乎在这一瞬间 世交真人突然脸色大变 几乎是下意识地猛然转身 不好 这是吊呼离山 这话还没说完呢 一个方形纸盒 已经从道观屋顶砸了下来 从纸盒里面建出来的乳白色液体 像雨水似的 呼啸四箭开来 顿时将这密集往道观里面冲的众人 全都覆盖在内 天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但是被这些乳白色液体触碰到 几十个教众 全都取不实化了 就连修为最深的赤胶真人 也躲避不及 一条右腿顿时被岩石覆盖 就这么硬生生地停在原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气 作者善水 主播云天河 乔宇等 后期海燕和清 第三十二集 几乎在同时 就看到道观墙壁四分五裂 许之乎开着他那辆电动车 歪歪斜斜腾云驾雾的冲进大堂 紧接着来了三百六十度的 自由转体飘移 很惊险地擦过那条巨蟒身旁 顺手啊 还不忘带走五颗仙天剑丸 混账 给我抓住他 赤胶真人双目通红 怒不可遏地咆哮一声 周围突然烈焰熊熊沸腾 眼看只需短短一瞬间 就能从石化中振脱出来 问题是 也就是这一瞬间 许之乎已经抢走剑丸 满脸无辜地掉转车头跑路 别这样 我只是把这东西还给 话音未落 他不经意地转过头 却发现那条失去剑丸的巨蟒 正在熊熊烈焰中挣扎丝鸣 通红的蛇眼看似真名凶恶 却居然流淌着两道泪痕 可怜巴巴地远远望着他 别这样 就算你这样看着我 就算你看上去真的很 刹那间 正要冲出墙壁破洞的电动车 突然毫无征兆地击杀 紧接着 轰鸣作响地绕回来 他喵的 老子这段时间收得好人卡 加起来比之前被妹子拒绝的总和都要多了 悦念归悦念 电动车早已经到了巨蛇身旁 许致会直接一脚踢翻炉底 上来 抓紧时间 我还不想被啥家招累 都不用提醒 巨蛇立刻欢呼嘶鸣一声 从翻倒的顶炉中一跃而出 身在空中 就荧光闪耀 直接画为一条只有几尺长的银白小蛇 紧紧缠绕在电动车后座上 混账给本尊受死 但就是这么一耽搁 后面的赤胶真人终于解除石化状态 熊熊烈焰从他口中呼啸喷出 迎风画为一柄数十丈赤色巨剑 穷凶极恶地狠狠斩向大唐 刹那间 灼热烈焰如同怒海狂潮 向着四周疯狂席卷开来 直接将整个大唐画为熊熊火海 就连那些最为坚硬的石桌石凳 也在瞬间被彻底摧毁 汹涌翻滚的火海气浪中 许直呼一拍车头 电动车两楼下 升起了青色云雾 硬生生地腾空而起 直接撞破屋顶 冲了出去 喂喂喂喂 不就是送快递晚了点吗 至于这样吗 深夜的昏黄月色下 峨眉山脉轰鸣震动 一道赤焰火柱冲天而起 化为呼啸似尽的火雨 铺天盖地地砸落在茂密松林中 漫天火雨中巨大的轰鸣声 有远极近 一辆腾云驾雾的电动车 横冲直撞 独落狂奔似的冲出了灌木林 转眼间就掠过了 汹涌澎湃的大河 冲进雾系弥漫的山谷 仅仅几秒钟后 数十道见光紧随起后 席举而过 江沿途的山石树木 全都绞成碎片 赤焦真人更是催动起 遮天蔽日的赤焰火云 从半空中穷凶极恶的 恶狠狠照落下来 仿佛要将整座峨眉山 都烧成平地 追 给我追 就算是追到天涯海角 本尊也要那混账魂飞魄散 受尽折磨 别闹了 你们都有精力追我到天涯海角 还不如花一半时间 再去找条蛇呢 许之呼百王中很无语地抬起头 甚至能看到熊熊沸腾的 半空火云中 赤焦真人那张 猙獰扭曲的面孔 看着那种仿佛要视人的 猙獰表情 他忍不住打了个寒净 当即拍拍缠在 后座上的那条巨蟒 紧接着再度用力 调转车筒 猛然俯冲 撞向下方的 湍急河流 混账 哪里走 赤焦震的火云速度极快 再加上范围极大 顿时卷起几十名双蛇较较重 恶狠狠地呼啸抓落下来 火云还未触及电动车 已经带着恐怖压力 让整个河面出现了巨大深坑 河水被高温直接蒸发 化为弥漫腾空的水汽 甚至连河中的鱼群 都被瞬间烤熟了 你大爷的 这就是人员巅峰的 真正实力吗 许之乎之前 对上牛魔王的时候 借着电饭锅 抢先出手 对于人员巅峰的恐怖实力 还没有多深的感受 这时候在赤焦之人的 全力攻击下 顿时有心吃不消 只觉得浑身骨骼 都在咔嚓咔嚓作响 眼见的电动车 都会被压得快要散架了 仿佛预感到了危机迫近 缠在后座上的白蛇 也仰起头来 焦虑地吐着蛇性 没事没事 许之乎拍拍他的脑袋 又忍着骨骼碎裂的剧痛 望向电动车的仪表盘 那上面 似乎有一道奇怪的进度条 正如蜗牛爬似的 缓缓推进 看着缓慢的进度条 他终于下定决心 满脸肉痛地拿起山地包 直接从里面取出一件法器 头也不回地随手一扔 刹那间 星光闪耀的鼠标线腾空而起 在空中迎风一晃 如同铃蛇似的缠住赤胶真人 紧接着猛然发力收紧 什么 赤胶真人毫无防备 顿时被鼠标线来了个五花大棒 随着法力一顿 漫天火云立刻削弱了几分 刹 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 许之乎轻松摆脱火云威压 催动电动车轰鸣冲出 再度硬生生地将距离拉开 只是下一刻 还没等他来得及长出一口气 后面的赤胶真人 早已虚发俱张 视如破竹地将鼠标线撕得粉碎 再度架起熊熊沸腾的火云 争灵凶恶的追赶上来 我咋 咋家的鼠标线还是前女友送的嘞 哪怕已经有所预料 但是看到赔了自己好几年的鼠标军 粉身碎骨 许之乎还是不由得痛呼一声 不过这时候 谁还管什么前女友的定情信物啊 眼看着车胶真人和一群较重又追上来 他顾不得多想 慌忙又从山地帮里面取出了一个键盘 很肉痛的再度一人 呼啸声中 键盘君精光大作 竟摆个键位呼啸射出 如同暴风骤雨一般 轰得赤胶真人和一群较重狼狈后退 然后 然后他就布上了鼠标军的后尘 仅仅顿了十几秒不到 赤胶真人就催动赤色火云 将键盘连同键位一起烧得是连灰都不留 紧接着依旧绅士不减的追了上来 可笑 不自量力的蠢货 就凭你那些品质低下的法器 也想阻挡本尊吗 来来来 来多少 本尊就烧多少 咆哮声中火云在空中轰鸣一声 凝聚化为一只赤焰剧长 恶狠狠的凶猛抓落下来 这一次火焰沸腾汹涌的剧长显然比之前的还要恐怖 别说是大片河流直接被蒸发成水汽 就算电动车有着轻光护体也被烧得是滚烫通红 以至于坐在上面的许之乎都已经能闻到头发燃烧的奇怪味道 还不死 你个老一般的蠢货就给本尊去 还没有来得及说完 电动车上突然传来一声喇叭的提示音 仿佛奇怪音波似的强行将赤焰剧长推开 终于 许之乎满脸古怪的低下头 看了看仪表盘上面刚刚读完的进度条 突然笑眯眯的抬起头 话说 老兄 你见过稻齐战斧吗 稻什么 赤焦真人震了震 心头突然涌起了几分慌乱 怒吼一声 猛然俯冲下去 来不及了 几乎在同时 升级完成的电动车骤然大放金光 整个车身轰鸣震动 分解成无数个小部件 却又如同鸟群似的急速组合起来 刹那间 就在赤焦真人和一群较重的惊骇目光中 重新凝聚成型的电动车 居然已经变得面目皆非 完全不同 简直可以用鸟枪换炮来形容 空鸣坐响的银白摩托车 直径达两米 比普通摩托更为庞大 充满金属质感的流线车身 拥有极其狂野的力量爆发感 前后车轮采用了最先进的悬挂式系统 粗大的排气管如同枪口 喷射着淡蓝色火焰 仿佛咆哮的机械凶兽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气 作者善水 主播云天河 乔宇等 后期海燕和清 第33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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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什么座棋 知交真人俯冲而下的同时 难以置信地目瞪口呆 许知乎一本正经的解释给他听 呃 这个叫做稻齐战斧 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出品 号称是世界上最快最贵的摩托车 采用稻齐魁蛇引擎 最高时速达到676公里 售价60万美元 而且还有价无事哦 道琪 战斧 克兰 莱斯勒 美元 赤胶真人听得两眼发直 只是下一刻 察觉到那只奇怪做奇就要逃走 他众人虚发俱张地咆哮一声 无数烈焰从身体内狂暴涌出 沸腾汹涌的烈焰中 赤胶真人疯狂冲出 直接化为半人半焦的猙獰怪物 紧接着轰然一声 烈焰燃烧的锋利胶爪 带着撕裂空气的恐怖威势 视如破竹的狠狠斩落 眼看旧药 告辞 雪之乎笑眯眯的踩下油门 带着重金属式的狂暴噪音 道琪战斧喷射出滚滚浓烟 如同压缩到极势的弹簧 化为一道虚影 狂飙而出 哪里走 赤胶真人猙獰嘶吼咆哮 焦化的火焰脚掌 在虚空中狠狠一撑 竟然也卷起目瞪口呆的桃花三娘子和较重 穷凶极恶的追赶上去 但是没用 真的没用 那只奇怪坐骑的速度简直是 简直是 不知道怎么形容了 这么说吧 赤胶真人本来想追上去进展 突然发现来不及 只能赶紧取出火灵珠 问题是他刚匆忙拿出火灵珠 正准备射出去 就发现那只奇怪坐骑 已经远到需要抽动飞箭 好吧 结果等他忙碌抽出飞箭 对方已经跑得不要不要的 连尾气都会看不到了 混账 那到底是什么坐骑 便是教主坐下的那只独角烟云猴 跑起来也没有这么快 说话间 道骑战俘已经风驰电掣而去 眼看着就要冲出峨眉山 世交真人气急败坏 骤然喷出一口本命真血 竟然咬牙切齿的燃烧灵气 再瞬间化为一道火流星 轰鸣震动的急速追赶上去 小子 哪里走 本尊便是拼着 你确定 许之呼满脸无辜地转过头 看了看后面满面猙獰 越来越近的赤胶真人 拖完伸手一拍仪表盘 刹那几 仪表盘上轻光大作 伴随着奇怪的金属咔嚓声 两根银白色粗长喷气管 从道琪战斧的尾部缓缓延伸出来 紧接着 沸腾的蓝色烈焰从两根喷气管中 汹涌射出 恰好轰在正凶恶赶来的赤胶真人脸上 呛得他不由自主的剧烈咳嗽 几乎在同时 借助两道蓝色烈焰的恐怖推动力 到其战斧轰然一声 直接化为一道银白色虚影 仿佛撕破空间障壁似的暴走加速 好吧 如果这是嚼了血脉的话 那起码得论蹬算才行 就眨了眨眼 等到赤胶真人从烟雾中摆脱出来时 他唯一能够看到的就是几千丈外 被硬生生割裂开的云层 事实上直到此时此刻 云层破裂的半空中 才响起了到其战斧高速穿过时的 音爆声 几乎在同时 后面的桃花三娘子和几十个轿众 才气喘吁吁地感到 目瞪口呆啊 一群人目瞪口呆的面面相去 看着半空中的云层裂痕 群都有种 老子一定是睡过头出现幻觉了的无语感觉 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世交真人愤怒得胸腾剧烈喘息 突然气急败坏地咆哮怒吼 只会逃跑的小辈 本尊用三魂七破历势 若是让本尊再见到你 本尊一定要 还没来得及说完 远处空中正在玉河的云层 突然再一次被硬生生割裂 伴随着巨大轰鸣声 刚刚离开的稻齐战斧 卷起狂暴飓 再度风驰电掣地呼啸射来 并且抢在赤胶真人反应过来之前 就已经如狼似虎地撞进人群 凭着桃花三娘子的呆滞目光 许之呼从他身旁很惊醒地一律而过 顺手又抢走他手里的破损鼠标线 那是吗 我想了想 虽然我已经和前女友分手了 但是他送的定期就 闪 说闪就闪 要其战斧的再度呼啸射出 就这样带着滚滚浓烟 扬长而去 消失在天际 这一次他倒是说到做到 真的没有再回来了 寂静 诡异的寂静 这一刻 峨眉山半空中鸦雀无声 就好像所有人都集体实话了 赤胶真人瞠目结舌地站在原地 还保持着咆哮威胁的古怪姿势 只是几秒钟后 他突然就暴跳如雷 一把抓住桃花三娘子的衣领 说 快说 那个混蛋到底是什么来历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可怜的桃花三娘子泪流满面 隔了好久才哽咽道 探主 我真不认识他 我就是那日去寻查分舵的时候 看到他和一只牛腰在一起 对了 他好像还跟那只牛腰 成凶倒地 牛腰 成凶倒地 赤胶真人眼中火光闪耀 刹那间 仰天咆哮一声 熊熊烈焰从泥丸宫中 狂暴冲出 迎风划为一条 张牙舞爪的 赤眼蛟龙 只一击就将大片蜜铃 轰尘 燃烧平地 搜 给我搜 又是搜遍东江 也要给本尊找出那个混蛋来 对了 还有他那背后那只牛腰 也给我一并搜出来 本尊定要叫他们粉身碎骨 于是乎就在这一刻 数千里外的翠薇山中 任点起三千妖兵 准备杀气腾腾去抢压寨夫人的牛魔王 突然忍不住 用力打了个喷嚏 奇 奇怪 为什么老子突然觉得浑身发冷 知道了 肯定是那个没意气的混蛋 在说我坏话 十二月初五 东明山 阳光晴朗万里无云 正是抢压寨夫人 和群殴乱战的好日子 大清早天色刚刚蒙蒙亮 数百只妖怪组成的 赶天动地 众志成城 赤赤保卫团 早已经顶盔披甲 杀气腾腾地聚集在 盘丝洞前 就等着那头不开眼的蠢牛 杀上门来 然后不要怂 就是干得大战一场了 唯一不和谐的是 身为被抢对象的赤姐儿 居然毫无自觉性 反倒抡着两把明晃晃砍刀 满脸杖红地追杀朱刚烈 站住 给我站住 你个混蛋 救援骗知乎去送死 给我 给我站住 我保证不打死你 关我 关我什么事啊 朱刚烈抱头鼠窜 像杀猪似的 不对 应该说他本来就是头猪 冤枉啊 真的冤枉啊 我就那么随口说了一句 谁知道老许他全信了 还真的让我带他到白骨山求援 还敢说还敢说你还敢说 是个人都知道那位娘娘走火入魔喜怒无常 这下好了阵阵三天了 都还没有见到知乌回来 搞不好 现在都已经被晒成酱油肉了 好吧 想到那种可怕情景 是姐儿忍不住打了个寒净 却又不游的忧心冲冲 紧紧皱眉咬着阴唇 六个小萝莉更是泪眼汪汪 哥哥真的会被晒成酱油肉 酱油肉是什么 好吃吗 不会吧 不会吧 猪刚烈听自己儿这么一说 倒真是有点害怕了 难道说老许真的被那位娘娘给 你们别这样看着我 去低良心 我真不是故意的 没空里这头猪 一大群妖怪面面相觑 不知道该说什么 好吧 虽说相处的时间不长 不过知乎那家伙 还是很投大家脾气的 慷慨大方乐于助人又讲义气 虽说复回吐槽的时候 让人恨得牙痒痒 但是总体上 等等 吃吃 你干嘛拿出那口 卖身脏腹用的棺材 我要去白骨山 现在就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气 作者善水 主播云天河 乔宇等 后期海燕和清 第三十四集 士杰儿紧紧咬着鹰唇 一只手托起那口棺材 一只手拉起子子他们六个 就跟打算千里巡夫似的 知乎要是没事 我就求那位娘娘放她回来 她要是出了什么意外 我就 我就 我就给她手管 都报答恩情了 别闹了 赤士你来真的 一大群妖怪目瞪口呆 眼看着赤姐儿就要扛起那口棺材出发 才赶紧冲上来阻拦 等等 等等 赤士你别冲动 现在牛魔王随时会来 搞不好你刚下山就撞到他了 别按住 都让开 赤姐儿怒气冲冲的 眼眶却不由得微微泛红 早知道是这样 前天晚上他说要养我的时候 我就答应让他养好了 反正养一下又不会怀孕 还没说完呢 就听到远处一声轰鸣巨响 一道银白色光芒带着狂暴飓风 如同陨石似的重重轰在盘子洞前 等到阴沉渐渐散去 就看到一个数丈远的大坑里 许是乎很吃力地推开盗旗战斧 一边咳嗽 一边爬了上来 卧槽 这车的速度太快了 要不是咱家在三百里外就开始减速 搞不好现在就 你们干嘛这样看着我 为什么 一大群妖怪满脸古怪地看着他 却又突然齐齐转过头 用那种很奇怪的表情 看着还举着棺材的赤脚 你要是没记错的话 刚刚好像有个傻妞说要嫁 嫁你个头啊 赤脚直接拍飞这群混蛋 紧接着满脸惊喜 赶紧拉着六个小萝莉迎了上去 可恶啊 知乎你跑到哪 等等再想 等等再想 许知乎擦擦脸上的尘土 又笑眯眯地拍拍到其战斧后座 那什么 出来 我只能把你到这了 今后出门的时候要小心哦 话音未落 又听到嘶嘶一声 那条小蛇突然蜿蜒游冲 却又迎风一晃 化为百丈巨马 吓了东明山群腰一跳 好在这家伙也没有伤人的意思 只是微微低下舌头 朝着许知乎点了三点 像是学着人族在败血 紧接着又很轻易地凑上来 在他腿上轻轻蹭着 就像是家养的小猫 在等喂食 去吧去吧 许知乎拍拍他的脑袋 又指了指远处的云雾山脉 这一带比较安全 你随便找个地方休息 以后就别再回鹅梅山去了 巨马连连点头 又在他身旁绕了好几周 这才依依不舍地蜿蜒离去 清晨的阳光下 他的银白蛇身如同游龙 在金黄色的野谷稻田中若隐若现 时不时地停下来回头张望 通红的眼中波光盈盈 仿佛怎么都舍不得离开 有缘再见 许知乎望着他的身影 渐渐消失在云雾中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有种淡淡的伤感 忍不住举起手 用力地挥了挥 记得记得 如果你是母的 以后又成了精 一定要变个大美人来报恩啊 通明山群啊 全都集体装束上了 指甲忍不住就有点吃味了 喂喂喂 够了啊 知乎你这家伙 到底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个 这个一言难尽啊 雪知乎很无语地擦擦冷汗 简单概括了这几天的经历 然后又从怀里 拿出那五颗剑丸 总之事情就是这样了 现在的问题是 我不知道这五颗剑丸 到底要怎么用啊 清晨的阳光下 五颗剑丸从她的掌中缓缓升起 如同飞鸟似的呼啸盘旋 散发出如同波纹似的淡淡清光 看上去颇有灵性 东明山群腰面面相去 倒是赤姐儿终于回过神 随手取过一颗剑丸 让我来看看 这个很简单 只要说出灵气就可以了 不过知乎你没有灵气 那也没事 你用灵石就可以了 真的假的 许之乎半信半疑地拿出几颗灵石 看了看还在自己面前盘旋的五颗剑丸 好吧 那就是说 我只要把灵石转化为灵气 我就能 还没开始输入灵气 一阵山间冷风呼啸而过 云本就在炉顶中被烧了半天的五颗剑丸 突然就哗啦一声 彻底粉碎了 许之乎目瞪口呆 等到反应过来打算抢救的时候 手里只剩下一点碎片 有没有搞错 我费尽千辛万苦抢回来的法器啊 居然就这样 下一刻 就看到随风飘散的剑丸碎片中 突然有五团银白色光球呼啸腾空 如同有灵石似的盘旋几圈 紧接着就要借风逃走 说时迟那时快 是解而反应最及时 直接夜口喷出数十道蛛丝 硬生生地缠住这五团光球 啊嘞 这是仙天剑丸的剑魂 快快 你们又没有什么常剑类的法器 赶紧拿出来和他融合 说不定还有救 常剑 都行吗 斧头呢 东明山群妖大眼瞪小眼 赶紧手蒙脚乱地拿出兵器 一片大呼小叫声中 就看到那五团银白色剑魂在蜘蛛网里横冲直撞 转眼间就要脱困逃走 事件满脸苍白 赶紧又是一道蛛丝吐了出去 快快快 快快啊 这什么剑类 剑魂居然这么强 不行啊 不行啊 我真的支撑不住了 你们到底找到没有 再找再找 叶群妖怪骑得是满头大汗 也不管手里到底是什么兵器 不管那么多 先往剑魂上拍再说 可问题是 还没有等那些兵器拍上去 就听到一声轰鸣巨响 五团剑魂突然用力一撞 硬生生冲出珠网 转眼间就如闪电似的腾空 还没来得及飞走 五把兵器就重重拍下来 直接把它们给拍地上了 许之呼很庆幸地擦擦冷汗 一边用力压着五团剑魂 一边转头向赤脚解释 没事没事 还好我突然想起来 我山地包里还有 还没说完呢 地上的那五件兵器 突然就被银白色剑魂 全都吸了进去 刹那间荧光大作 丝鸣闪耀 就看到五件兵器 猛然腾空而起 背着荧光直刺眼睛 东明山群妖 全都不由自主地往后退开 倒是赤脚修为最高 勉强在强光中 眯起眼睛望去 居然顺利融合了 真奇怪 赤脯 你什么时候有兵器 凭 几秒钟后 等看清那五件兵器的样子 赤脚突然就喷了 我擦 这是 这是 这个好像是 彩刀 没错 确实是彩刀啊 而且还是五把 有点生锈的彩刀 吸收了剑魂以后 他们就这样 清光大作地 漂浮在空中 在许之乎头顶 摇摇晃晃 好像随时都会 展落下来 木顿口袋啊 东明山群腰看的是 木顿口袋 赤脚忍不住 咬着手指 过了好久 终于缓缓转个头 用那种看舌经病的眼神 看着许之乎 有没有搞错 你居然用菜刀的 你说什么都可以的 也是会买脸无辜的囊囊头 倒是这个时候 朱刚烈突然指着五把菜刀 等会儿 你们看 这五把菜刀上 好像还刻着字 没错 还真的是 漂浮在空中的五把菜刀 居然各自刻了几个字 连起来好像是一句话 而且刻得还那么大 哪怕隔着几十丈远 都能清晰望景 事实上 赤脚显然不识字 而且简体字 也有点难认 但是这不妨碍旁边的 朱刚烈摇晃着脑袋 半懂半不懂地念了出来 对不起 许之乎 你是个好人 很好 不用再往下念了 赤脚儿也好 东明山群妖也好 突然群都满脸童景地转过头 用那种很复杂的眼神 看着许之乎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 有声剧 宅妖记 作者 善水 主播 云天河 乔雨等 后期 海燕和青 第三十五集 你妈 老子就知道会是这样 许之乎满脸通红 很尴尬地咳嗽其声 咳咳 呃 其实也没什么了 我就是当年很喜欢一个当厨师的妹子 所以特意存了半年的零花钱 买了这套菜刀送给她 然后 喂喂喂喂喂喂 你们那是什么表情 表白失败很奇怪吗 你说呢 一大群妖怪满脸古怪的面面相去 表白失败是不奇怪了 被罚好人卡也很正常 但是好人卡居然直接写在退回的礼物上 而且还写得这么显眼 咳咳咳 之乎 那姑娘到底是爱你呢 还是恨你呢 又或者是爱恨交缠呢 你大爷呢 许之乎突然觉得脸部肌肉都在抽搐 好不容易才忍住喷血的冲动 偏偏这个时候 痴咳还若有所思的举手提问 啊 等会儿 好像这五把菜刀刚刚和气魂融合了 那就是说 之乎以后和人动法的时候 就会拿出这五把菜刀 然后 所有人都会看到刀身上的这段 这一刻 许之乎终于忍不住满口喷血了 一大群妖怪拼命忍着笑 可是嘴角都在情不自禁地抽搐 倒是赤姐儿看得大为同情 忍不住拍拍她的肩膀 哎 没事没事 之乎啊 想开点嘛 虽然你没有女人缘 但是总比那头蠢牛好吧 那家伙 还没来得及说完 赤姐儿的乌鸦嘴又灵验了 刹那间 就听得远处空中一声轰鸣巨响 伴随着呼啸大作的黄沙飓风 阴森森的黑云如同狂潮巨浪席而来 在瞬间覆盖了整个天际 头下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阴影 什么 许之后和多名山群腰吃了一惊 不由自主地抬头望去 刹那间 一道紫电银蛇 如同巨大利剑 肆无忌惮地撕裂长空 不知道从何处燃烧起 熊熊翻滚的火浪 将大半个阴云 闪成鲜红如血的赤红色 在这阴晴不定的红光中 牛魔王的巨大猙獰幻想 如同顶天立地的巨魔 在赤红色云层中若隐若现 身后还能够隐隐约约看见 无数的牛腰 下着黑云妖风呼啸而来 雷电轰鸣声中 暴雨夹杂着冰袍倾袭而下 狂风呼啸的盘子洞前 鸭雀无声 东明山群腰全都震撼惊骇地 抬头望天 只是下一刻 伴随着许直呼跳上电动车 几百只妖怪突然齐齐咆哮一声 杀气腾腾地咔嚓 拔出刀枪剑技 赤紧更是信眼圆针 直接抽出两笔大砍刀 大红群身如同火云似的席卷营上去 吵家伙 并接上 想抢伦家回去能压债夫人 先问过伦家这两把解牛刀肯不肯 不要走 就是干 暴雨冰雹狂风呼啸的东明山上 看着赤红色火云夹杂着黑色妖风 恶狠狠袭来 东明山群腰起起咆哮一声 顿时万众一心地涌上百丈悬崖 预备迎接惨恋残酷的肉搏近战 视角挥舞两柄锋利砍刀 口中喷出密密麻麻的银白色蛛丝 朱刚链大蛇猴轻尸王紧随起后 率着几百只妖怪 怒目圆针杀气腾腾 许之乎跳上电动车 左手电饭锅 右手五柄菜刀 算了 这么没面子的东西 还是先藏起来好了 转眼之间 红云黑风已经是越来越激进 如同怒海狂涛式的涌向东明山 即使人隔着数千丈距离 却已经能够清晰望解 牛魔王的争鸣幻影 甚至都能感受到 他那如同鼓风般的恐怖呼吸声 被这种气势所震撼 东明山群腰不由地喘息急促起来 握着兵器的手掌都在冒汗 许之乎转过头 看着节力保持平静 却仍然微微颤抖的赤姐儿 突然笑了笑 轻轻握住他的掀手 没事没事 就算打不过 我还可以带你私奔呢嘛 谁 谁要跟你私奔了 赤姐儿忍不住翻翻好看的白眼 但是看着许之乎的可恶笑容 就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觉得心里宁静了许多 只不过满脸飞红有些尴尬 他忍不住咳嗽几声 转移话题似的仰起头 望着火云黑风呼啸而来 嗯 说起来 那头蠢牛虽然脑子不好使 但毕竟是人缘巅峰雄伟 仅仅是大举压上来 就这种惊人气势 是吧 虽说有点长他人威风灭自己之气 可是东明山群腰全都是帅直的性子 还真的忍不住连连点头 就是就是 你看那家伙卷着火云来的气势 真够吓人的 没错 还有到后面那些妖兵 不愧是训练有素杀气腾腾 看似分散开来毫无阵法可言 但彼此呼应速度快得惊人 岂止啊 看到牛魔王的浑身烈焰了吗 这家伙几日不见 居然还学会了吞吐烈焰的法门 就算浑身上下都被烧焦了 哎 情况好像有点不对呀 好吧 火云黑风确实已经到了东明山上空 赤焰火浪也在汹涌翻滚 可是从火浪里冲出来的牛魔王和那些牛腰 居然焦头烂额浑身着火 狼狈不堪地左闪右躲 看起来不像是要一口吞了盘丝洞 反倒像是 像是 被人在 吹杀 没错 确实是在被人追杀 刹那间 就看到数十道腾空而起的赤色火柱中 那位赤焦真人 一手搂着羞怒的桃花三娘子 一手举着火光翻腾的烈焰九阳印 满脸猙獰扭曲的咆哮追上来 不知死活的牛腰 私自中那小白脸 坏了本尊好事不提 还敢三番二次挑戏我家三娘子 真以为本尊不敢杀你吗 咆哮声轰然震动山脉 他举起那枚烈焰九阳印 穷凶极恶的当头砸落 轰鸣声中 顿时有无数三眼火鸭 从印中尖鸣飞出 恶狠狠撞向牛魔王和那些牛腰 紧接着轰鸣自爆 轰得大半的天空都仿佛要被撕裂了 可怜那些牛腰修为低下 被这无穷无尽的火海疯狂焚烧 顿时浑身是火的狼狈逃窜 难怪他们刚才跑得那么快乐 牛魔王浑身如袍都被烧成了碎片 只能在火海里气急败坏的怪叫 你谋的 老子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不就是挑起来那个小妞吗 至于这样紧追着老子不放吗 还敢说 桃花三娘子气得满脸通红 楚楚可怜的依偎在赤胶真人怀里 眼眶失红地指着牛魔王 真人 您要为奴家做主啊 就是这头嗖咪咪的蠢牛 前次打晕了奴家 想带回去当十六房夫人 这次又突然半路冒出来 说什么再续前缘 要不是您来得及时 只怕奴家 什么都能忍 就是环保颜色的帽子不能忍 赤胶真人看到桃花三娘子那种梨花带雨的楚楚神情 更加怒不可遏 暴跳如雷 当即催动烈焰九阳印 肆无忌惮地恶狠狠砸路 再砸了 再再砸了 火海席卷中 九阳印就仿佛一座熊熊燃烧的巨大火山 围绕着牛魔王狂轰乱炸 轰得火云生腾 试验暴涨 三娘子放心 本尊今日就替你出气 连带昨日的仇一起报了 蠢牛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你猫的 老子不发威 知道我怕你啊 牛魔王被烧得浑身冒烟 也是打出蒸火来了 直接在火云中就地一滚 再度化为微风凛凌凶凶恶猙獰的奶牛 刹那间 仗着身躯巨大坚硬如钢 他直接奋开四体 迎着烈焰九阳印的轰击冲上去 一对金色牛角 如同巨大利刃 居然撞得赤胶真刃 都有些抵挡不住 好像没我们什么事了 盘丝洞外的空地上 赤锦儿和东明山群腰面面相去 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等会儿 那头牛不是来抢亲的吗 怎么半路又跟人打起来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气 作者善水 主播 云天河 乔宇等 后期 海燕和青 第三十六集 我好像知道了什么 许之乎满脸古怪的摸摸下巴 只能感慨这个世界还真小了呀 不用说 赤胶真人肯定是听了桃花三娘子的通风报信 特意来十万妖山附近寻找偷蛇者 结果就那么巧 刚好半路碰上来抢亲的牛魔王 估计牛魔王看到桃花三娘子以后 又忍不住上去问 约吗 然后 好吧 一句话 不作死就不会死 等会儿 先别管他们怎么打起来的 我们现在要帮哪边啊 古怪的气氛中 赤姐儿倒是终于想起一个关键问题 谁都不帮 我们负责不明真相的围观就行了 许之乎笑眯眯的打开山地包 拿出许多瓜子画眉 分给大家 来来来来 趁他们还没发现 我们先找个地方看热闹 嗯 话又说回来 哪里比较安全 视野又够好呢 这个简单 赤姐儿早有预备 当即在盘丝洞前的一大块石头上一拍 就听到咔嚓起声轻响 大石突然很古怪的缓缓移开 露出下面的一条通道 不用提醒了 东明山群妖立刻跳了上去 还真的很神奇啊 这下面居然是一个挖好的密室 而且不知道用了什么法术 居然只要抬起头 就能透过地面清晰看到半空中的景象 啊 吃吃你挖了多久 许之乎顿时肃然起劲了 以前挖的啦 挖了好几年 赤姐儿得意洋洋的耻叉摇尾巴了 那时候经常会有被骗的凯子过来找麻烦 我就挖了这样一个密室 还特意用妖术加固 看什么看 难道骗凯子犯法吗 是在家说了 许之乎忍不住热泪盈眶 姐姐 你到底骗了多少凯子呀 倒是这时候几个妖怪抬起头 看了看空中还在乱战的赤家真人和牛魔王 还是忍不住有点担忧 看那两个家伙相爱相杀的样子 也不知道会打多久 两败俱伤倒是好了 就怕有其中一方获胜 又要来找我们盘思东的麻烦 怕什么 就算他们中的谁赢了 估计也是元气大伤 我们大家一起上 再说了 老许 你不是刚刚得了五把菜刀法器吗 对呀 许之乎差点忘了这事 看了看自己怀里的五把菜刀 有道理 这五把菜刀穿越后就成了法器 又融合了先天剑完的剑魂 从理论上来说 应该会很强大才对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 到底要怎么使用呢 总不会让我抡着看人吧 试试看不就知道了 来 知乎 你试着集中注意力 把手放在封面上 没错 就是写着你是个好人的那个地方 你妹呀 都不提这个吗 许之乎拼命翻白眼 倒是将信将疑 按照赤姐儿的说法 深深呼吸抛开杂念 然后小心翼翼地 将手 按在菜刀上 刹那间 五把菜刀突然微微颤 泛起亮眼的银白色光芒 一段文字仿佛有自我意识 突然出现在许之乎的脑海中 诶 片刻之后 粗略读了读这段文字 许之乎突然满脸惊讶 怎么了 难道不能用 是姐儿很好奇地看着她 啊能用 绝对能用 我就是在想 到时候用起来的时候 可能会有点 许之乎的表情真的很奇怪 就在这时 朱刚烈突然指着空中大呼一声 等等 你们看那儿 话音未落 就在这刹那间 半空中的鸡豆 已经一变抖身 汹涌火光中 那位赤胶真人 猙獰咆哮 怒不可遏地手持 赤焰九阳印 周身骨节乱响 摇动身躯 刹那间 周身火气汹涌喷发 再度化为半人半焦的 猙獰魔像 直接咆哮一声 恶狠狠地撞了上来 轰然一声巨响 牛魔王浑身烈焰沸腾 终于抵挡不住 败下阵来 朝着盘丝洞这里 慌忙逃窜 你猫的 老子跟你什么仇什么怨 一定要追着我不放 该本尊去死吧 世交真人根本不想废话 直接带起 数十丈的汹涌火光 如同巨大陨石似的 俯冲而下 刹那间 又听得一声 蛟龙的长笑 他和那一枚 烈焰九阳印和而为一 坏为一条张牙舞爪的赤色蛟龙 从后面杀气腾腾地追了上来 顺势举起锋利如刀的前爪 朝着牛魔王后背狠狠一抓 撕得一身 大块血肉四散飞进 鲜血如同喷泉似的涌出 牛魔王满脸扭曲痛呼 终于失去平衡 直接撞下来 问题是那么多地方可以撞 他居然就像装了卫星定位系统似的 直勾勾地撞向盘丝洞前的悬崖 该死 东明山群腰起起变色 要是让牛魔王撞中了密室 只怕大家都会暴露 守住洞口 我来 危急时刻许直呼突然一跃而起 驾着电动车呼啸冲出密室 顺手举起电饭锅砸了过去 横空而起的电饭锅 一面撞上俯冲而来的牛魔王 顿时同时倒飞出去 仿佛天崩地裂似的 整座东明山都在剧烈的震动 恐怖如潮的气浪 席卷而来 冲击的许直呼 连人带电动车一起向后退开 这一刻 正在俯冲下来的赤胶真人也好 浑身焦黑被乱世掩盖的牛魔王也好 突然同时恶然无语 就这样齐齐瞳目结舌地 转头望向 这个时候 只要微笑 只要微笑就可以了 行着他们的古观目光 许直呼坐在电动车上 露出了很无辜很无辜的笑容 想了想 又觉得亲和力不够 还很诚恳地举起手 挥了挥 嗨 你们打你们的 我就是跟好 我咋 路过也犯法吗 人生何处不相逢 阵舞的金色阳光下 残破不堪的盘丝洞前 原本激烈争斗的战场 就好像变成了无声电影 沸腾的漫天尘土里 许直呼抱着电饭锅 骑着电动车 满脸无辜地站在那儿 微笑微笑 听说爱笑的女孩运气都不会差 那同理男孩应该也差不多吧 事实证明 你就算笑出花来都没有 赤胶真人目瞪口呆地举着烈焰九阳印 完全忽视了正在乱世中的牛魔王 呆若目击地愣了几秒钟 突然浑身颤抖着歇斯底里的疯狂大笑 妙啊妙啊 没想到今日竟然能 五只小辈给本尊下地狱去吧 说是迟那是快 旁边的桃花三娘子早已经冷哼一声 咬牙切齿地抢先攻上来 藏在云柄中的破魂桃花簪 银风轻轻一晃 突然现出一只若隐若现的猙獰魔头骷髅 张开鲜血俱口 恶狠狠地咬落 喂喂喂喂喂 又不是我调戏的你 许之火很无语地翻翻白眼 顺手举起电饭锅往外一扔 那什么 桃花三娘子 叫你姑奶奶 桃花三娘子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然后 然后就不用解释了 刹那间 电饭锅迎风迎晃咔嚓作响 直接化为巨大微波炉 紧接着一道清光呼啸射出 还没等三娘子反应过来 就把她送进炉里高温烘烤去了 什么 赤胶真人吃了一惊 情不自禁地脸色微变 赤胶真人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许之火那边再度高呼一声 这呼声仿佛带着勾魂射破的法力 哪怕赤胶真人不想回应 居然也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 只是恍惚之间 眼看着清光再度席卷过来 她突然打了个寒劲 几乎是下意识地咆哮张口 喷出一道灼热燃烧的烈焰 轰然一声 烈焰和清光互相撞击 顿时同时消散无形 给本尊去死吧 赤胶真人心头大定 宁笑一声化为半焦魔像 熊熊燃烧的利爪骤然卧气 带着极为暴力的血色雾气 视如破除般的恶狠狠轰过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气 作者善水 主播云天河 乔宇等 后期海燕和清 第三十七集 一拳之威恐怖如斯 大片林木竟在这一击下 崩塌大半 疯狂飞溅的碎石烟尘中 就听得一声引擎轰鸣 到其丈夫闪耀着远光灯一跃而出 很惊险的腾云驾雾冲天而起 硬生生避过赤胶真人的利爪横扫 好险 好险 许之威摸了摸脸颊上的血痕 驾着稻气战俘在空中一个急转 小辈 哪里走 赤胶真人 宁笑一声 带起沸腾烈焰 冲天而起 不等稻气战俘 加速逃离就直接举起那一枚烈焰九阳印 隔着数百丈凶猛轰出 赤胶真人 许之呼慌忙架着到其战俘远顿 顺手又把电饭锅扔出去 蠢货 都说了这招对 赤胶真人 冷笑一声 突然心头大惊 几乎是下意识的弯腰 几乎在同时 就看到电饭锅里根本没有轻光卷出 反倒是五柄菜刀奇奇射出 很阴险的呼啸而止 根本不给赤胶真人反应机会 五柄菜刀围着他就是一通乱看 起初还能看清楚 看到刀身 转眼间只剩下模糊的虚影 再过了几秒 就看到一片荧光呼啸翻腾 胜舵下坎 左削右劈 还很阴险的 专朝要害不委屈 我斩我斩 我再斩 我再斩 我斩斩斩斩 打完收工 三秒钟后 五柄菜刀斩得心满意足 齐齐腾空而起 逃回许之乎身后 寒风拂过 赤胶真人瞠目结舌地站在原地 两眼发直 缓缓低下头 看着自己手里那一枚烈焰九阳印 九阳印突然微微一颤 突然突现了一条裂痕 哈擦 细小的裂痕突然蔓延 如同猪网似的扩散开来 当当当 下一刻就听到一声清鸣 烈焰九阳印突然粉身碎骨 木档口呆呀 密室里的东明山群妖 全都看得木档口呆 卧槽 这是烈焰九阳印啊 这是第七品的法器啊 而且还是用千年云海玉打造而成的 居然就这么 就这么碎了 赤焦真人满脸呆滞地低下头 看了看自己手里的碎片 又很茫然地抬起头来 望向许之乎身后盘旋的五柄菜刀 几秒钟后 这家伙突然满脸猙獰咆哮 两眼通红地猛扑上来 混 混账 本尊给你拼了 人 许之乎很无辜地挠到头 直接一踩油门就闪了 要多快就有多快 等到狂暴的火乱呼啸席卷而来 盗戏丈夫早就跑得连伪气都看不到了 赤焦真人争鸣一爪落空 满眼通红地疯狂咆哮 无耻 你这混账 有本事别 啊 这是你说的啊 吼声还在空中回响 刚刚逃走的盗戒丈夫 这时候又浓烟滚滚地猛冲回来 天知道他速度有多快 居然转眼间就绕了个大圈 很诡异地从赤焦真人身后冲过来 什么都不用说 许之乎直接伸手一指 去吧大师求 不对 是菜刀君 凭着赤焦真人惊骇眼神 吴炳菜刀君又是一通疯狂乱战 斩得那叫一个酣畅淋漓 斩得那叫一个热情芬芳 斩得那叫一个喝红牛天能量 但这不是重点了 重点是等赤焦真人刚刚准备反击 吴炳菜刀君又呼啸一声 机智闪了 紫军 许之乎顺手召回菜刀君 一脚油门踩到底 盗戒丈夫再度呼啸而去 转眼间又逃得连影子都不见了 整个后背都血肉模糊 赤焦真人暴跳如雷满口喷血 心理阴影面积已经大到无法计算了 只是这刹那间 骤然听到身后又是风声呼啸 他几乎是下意识地猙獰一抓 没有 刚刚明明朝着东南方向离开的盗戚战俘 这时候居然诡异地从西南方冲了回来 然后吴炳菜刀君又来了一个顶峰作案 朝着赤焦真人扭曲的脸又是一通乱看 然后再晒 尼玛 这是我见过最没截头的打法了 东明山群妖在密室里看的是奇奇擦冷汗 是乎那家伙 逃跑时有速度惊人的坐骑 偷袭是有不按常理的菜刀君 逮到机会就狂赶几十刀 就算砍不中也可以大摇大摆地闪人 没截操我没截操 如果我喜欢 事实证明更没截操的还在后面呢 东南西北上下左右 前前后后 许之乎驾着到其战俘是来回冲突 跑得快也就算了 还冲出来偷袭 冲出来偷袭就算了 他居然还喊口号 等马下玩死 虎把菜刀君奇奇呼啸射出 正一直在菜刀的范围之内 虎把菜刀君猛攻上三路 天马六星全家庐山胜楼八家 随便什么 虎把菜刀君砍中就跑 你追我 如果你追到我 我就让你嘿嘿嘿 虎把菜刀君没砍中也跑了 来来回回 半可钟后 可怜的赤胶真人虽然修为远高 却还是被砍的是浑身血肉模糊 更难以忍受的是那种心理上的巨大伤害 简直是只能抵挡 不能反抗 愤怒了 彻底愤怒了 再一次被砍的是满口喷血 这位真人终于暴怒的须发俱伤 猛然张口横扫四周 混账 给本尊 从口中射出的树石杖汹涌火柱 以它为核心所在 恶狠狠地横扫四周 所有被触碰到的山石树木 全都熊熊燃烧 再瞬间就被蒸发成雾气 惊险地猛然低头 雪之乎几乎是擦着火柱冲了过去 只是刹那间 帮他架着道旗战斧回望过去 突然间脸色大变 是的 就在这刹那间 追着他头顶呼啸射过去的汹涌火柱 居然恰好轰在了盘子洞前 一击命中 整个盘子洞都崩塌大半 但更为糟糕的是 原本隐藏在地下的密室 也在这一击中四分五裂 汹涌翻滚的气浪腾空而起 正在看好戏的东明山群妖群都惊呼着 不由自主地倒飞出去 什么 这交真人震了震 只是刹那间 却又突然满脸猙獰大笑 带起沸腾烈焰呼啸俯冲下去 无耻小辈 你不是能逃吗 本尊就当着你的面 先杀光了你的女人和这些狐朋狗友 宁笑声未落 汹涌烈焰已经恶狠狠撞进裙腰之中 利爪燃起汹涌赤焰呼啸横扫而过 手当其中的猪刚烈和大蛇猴 顿时闷哼倒飞出去 虾将军退得只慢了半拍 被赤焦真人一口真火喷中灭门 直接如火柱般熊熊燃烧起来 退后 退后 就在这刹那间 眼看着东明山群妖全都惊呼后退 赤脚突然咬牙切齿 仿佛下定决心咬着鹰唇 直接迎着穷凶极恶的赤焦真人冲了上去 混蛋 轮家本来不想用这招的 但是 不许看 全都不许看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气 作者善水 主播 云天河 乔宇等 后期 海燕和清 伴随着咬牙切齿的怒吓 智姐突然就地满 漫天黑雾腾空而起 等到寒风吹散迷雾就看到盘司洞前的空地上已经出现一只巨大如同马车的银白色蜘蛛 银白色的巨大身躯如同一辆双轮马车 六只眼睛如同同龄似的通红散发着射人血光 凉牙森森的去口中喷吐着惨绿色毒气 八条长腿足有数丈长 仿佛锋利的巨型镰刀 仅仅在空气中轻轻一挥就发出可烈惊实的嘶嘶声 即使是赤胶真人 此刻也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 你这妖孽 居然是 居然是上古一种六目银珠成精 能怪能挡得出本村的赤焰攻击 啊 六目银珠 许之户正驾着稻妻战俘俘而来 看到这一幕倒是愕然无语 不许看 赤甲顿时怒了 卷起一块石头砸了过去 还看还看 我家最讨厌的就是献出原形 八条腿什么的难看死了 别闹了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情管这个 许之户忍不住无语望天 心道 有人真是一种无法理解的生物 省啰嗦 赤甲恨得是咬牙切齿 直接挥舞着八条镰刀似的长腿 朝着赤胶真人恶狠狠斩去 混账 文家这么貌美如花 居然被你逼得不得不献出原形 这些一定会被那家伙 我吵架好几年 都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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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你造成的 所以说 容貌的怨念 有时候真的可以激发出潜力的 被彻底激怒 赤甲挥舞着八条镰刀长腿 居然生猛地顶住了赤胶真人 獠牙森森的巨口更是猛然张开 就听得嘶嘶声不绝于耳 数百道银白色猪丝密集喷出 迎风化为铺天盖地的猪网 硬生生地将赤胶真人困在猪网里 臭傢伙 并肩上 周围的东明山群腰惊魂未定 看到这一幕顿时精神大震 猪钢链立刻抄起大砍刀 杀气腾腾地猛扑上去 刹那间被赤脚困在猪网中 无法行动的赤胶真人 顿时身中数十道 只要是他有熊熊烈焰护体 一时间也不有的是狼狈受伤 有机会有机会 看到这一幕 东明山群腰更是精神大震 当即拿出当日对付那热魅狂魔的手段来 不畏死地朝前猛扑 反正这几天为了备战 老许炼了不少疗伤丹药出来 只要不被当场干掉 总能救回来的 混账 你们这些混账 石胶真人猛然低头 看着朱刚烈一刀砍断自己的法官 顿时怒不可遏地咆哮一声 就凭你们 就凭你们也想困住本尊 给我破 说到破这个字 他周生烈焰熊熊沸腾 直接如同狂潮巨浪似的轰出去 将数百只妖怪全都轰得倒飞出去 火海中赤胶真人直接化为半人半骄的魔头 挥舞着利爪横子而过 将山崖都轰得几乎坍塌了 该死的 赤甲仗着身躯巨大坚硬 硬生生顶住熊熊燃烧的烈焰 满口猪丝更是持续不断喷涂 化为一层又一层的银白色猪网 不断将赤胶真人缠在里面 石虎 有什么手段快快使出来 我家支撑不了多少时间了 撑住 再坚持一会儿 许之乎驾着盗旗战斧呼啸而至 食指变幻掐了个法绝 带起青光伸手一指 太上无击 五刀合一 刹那间 五柄菜刀起起温温作响 从他背后呼啸飞出 腾空而起 冲上数百米高空 紧接着化为闪耀夺目的炫满青光 在赤色云层中凝聚融合起来 仅仅片刻不到就看到那赤火般燃烧的密云中 一柄巨大如山月的青刀渐渐凝聚成形 刀身轮廓虽然人如同虚影般 反复波动 但每一次看似柔弱的波纹荡漾 却总能带起潮水般的凌厉刀器 将四周的云层虚空都撕开无数道裂痕 赤胶真人被猪网硬生生困在气中 抬头望见那一柄巨大青刀渐渐凝聚成形 不由的是毛骨悚然心惊肉跳 只觉得有什么致命危机正在袭来 给我 怒吼一声 他周身的烈焰熊熊沸腾 锋利如刀的利爪强行刺入柔韧猪网 硬生生的向着两旁撕裂 以至于都发出了尖锐刺耳的玻璃摩擦声 遭到这种恐怖轰击 赤脚不由的满口喷血 却仍然死死撑着 不断喷出蛛丝 姐姐 姐姐 死死他们六个慌忙抢上来 泪眼汪汪地咬着手指 也学着赤脚的样子吐出蛛丝 哪怕数量不怎么多 但是多一份总是好的 还要 还要多久 我快坚持不住了 赤脚勉强吐出一口代血真源 银白色蛛丝上都遍布着赤红血迹 硬生生将蛛网再度加固加粗 马上马上 许之呼望着空中还在凝聚成形的巨大轻刀 很肉痛地拿出最后一点灵石 直接往空中一扔 刹那间 数百颗灵石被青色刀气一脚 顿时化为汹涌澎湃的灵气潮水 如同聚精吸水似的被青刀彻底吸收 得到这充足的灵气滋补 原本虚影不稳的巨大青刀 顿时凝固成形 就见刀身骤然暴涨 一道青色光柱从刀刃中呼啸冲出 盆空而起迎风一晃 直达九霄云层中 化为栩栩如深的巨大菜刀幻影 哪怕隔着数百里都能清晰望见 这一刻十万妖山中的各方妖王也好 东江各地的正道邪魔也好 就连那些隐居的大能魔头鬼王 也全被这天地异想惊动 几乎是不约而同的 齐齐抬头望向九霄云外 你妈 我有一种预感 老子要红了 许之呼目瞪口呆地抬起头 望着九霄云层中的巨大菜刀幻影 灰风凌凌巨大如山岳的菜刀幻象 看起来当然很拉风 但问题在于 当他清晰可见地出现在高空中时 刀身上那段流言 也清清楚楚地连个瞎子都能看见 对不起之呼 你是个好人 什么都不用说了 这一刻 许之呼的大名传遍了十万妖山 传遍了东江万里 无数的妖魔鬼怪恋气势奔走相告 打听其中的讯息 来人 速速前去探查 那个叫知呼的是什么来历 为何竟有天地一向称他为好人 东江火云洞中 被惊动出关的九云真人 临下十二道法指 混账 那个叫知呼的家伙 竟然搞出这么大的场面 抢了本王的风头 查 快查 快快给本王去查 黄蜂山大风洞中 正搂着几个美人喝酒的黄蜂大王 恶狠狠地扔下酒杯 一群小妖联盟冲出洞去查探 那个叫知呼的男子 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别人的事啊 竟然搞得这样宣告天下 难道 他把哪位痴情妹子的肚子 搞大以后又逃跑了 毕书山中 云霄娘娘三姐妹满脸古怪 只觉得好奇心大涨 忍不住叽叽喳喳地讨论 红了 确实红了 红的都可以上微博头条了 盘丝洞前许之呼 泪流满面地望着天空 突然有一种 老子到哪里说理去的喷血冲动 故意的 真是故意的 那个牛肯定知道我会穿越 所以提早就 阿雷 别怪你的清白了 倒是这时候 赤脚虽然看得也是目瞪口呆 却已经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可恶啊 到底还要多久 我真的 来了 许之呼终于反应过来 当即伸手一指 刹那间 就听得一声轰鸣震动 整座东名山都跳了跳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气 作者善水 主播 云天河 乔宇等 后期 海燕和清 第39集 沸腾澎湃的漫天红云中 青色的巨大菜刀幻影 突然温温作响颤抖着 在空中缓缓转过身 紧接着毫无杀气的轻轻一摸 不 是的 没有什么风气云游 也没有什么精神武动 它就是悬浮在酒消中 看似轻描淡显的磨了一摸 赤胶真人正在金黄震脱珠网 就这么满脸扭曲的惊恐抬头 看着那柄巨大菜刀在空中一摸 顿时就一道耀眼光柱从天而降 将它整个人都彻底吞没 剧痛 强烈的剧痛 无法形容的剧痛 这种割裂魂魄似的剧烈疼痛 只维持了短短一瞬间 赤胶真人满脸抽搐 几乎是下意识的脱口大呼 不 不要 不要杀我 好吧 本来真的以为自己死定了 可是等它惊骇地睁开眼睛 却发现自己依然完好无损地站在盘子洞前 从头到脚 从九阳印到发袍 全都完整无缺 就连头发都没有少一根 怎么 怎么会这样 是杰儿和群妖的欢呼声刚到嘴边 看到这一幕顿时惊呆了 不可能 这不可能啊 直呼那五把菜刀 分散开来都能砍得赤胶真人浑身是伤 怎么五刀合一聚起来以后 反倒是 反倒是 尼玛 这不科学啊 诡异的气形中 赤胶真人满脸茫然地看着自己 突然疯狂颤抖 仰天大笑起来 哈哈哈 本尊果然既然自有天象 就连 小辈既然如此就轮到你去死了 该死的 视角面色大变 勉强支撑着疲惫身躯 奋不顾身地挡在许智乎面前 就连身负重伤的东明山群妖也彼此对视影 咬咬牙冲过来抵挡 别紧张 别紧张 许智乎埋脸古怪地摸摸下巴 又看了看对面争鸣凶恶的赤胶真人 那什么 老兄 你确定你真的没事吗 你 你想说什么 看着许智乎那种很古怪的表情 视角真人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有点心虚 混账 少撞摸作样 你以为本尊还会上当吗 不心虚你流什么汗哪 许智乎很同情地看着他 却有一本正经地倾壳几身 是这样的啊 我这五刀合一以后放出的刀器 并不会直接对人外表造成伤害 不过却会破坏人的五脏六腑 导致灵气暴乱血脉冲突 所以 所以 许智乎埋脸 赤胶真人不由自主地被带到宫里面去了 对 所以你最好现在别乱动啊 千万别乱动啊 这么说吧 别说是动用灵气了 你就是现在向前走一步 没错 就走一步 也会立刻浑身血脉爆裂 直接轰的一声 炸飞上天哦 真的假的 赤胶和洞明山群妖听的是倒吸冷气 想象一下那种血肉横飞的场面 还真的忍不住 歇歇打了个寒劲 胡 胡说八道 赤胶真人额头冷汗层层 下意识地低头看着脚面 可笑 你以为本尊会相信吗 不相信啊 不相信你就走一步啊 走就走 本尊这就走给你看 走啊 走 当然要走啊 你快走啊 走 走你大爷 来来回回 两人嘴炮了好久 实际上真人还是满头冷汗 愣是不敢抬脚 往前走一步 鬼才知道 那小子是不是骗我 假的也就算了 可万一是真的 啊 好无聊啊 我说 你们两个有完没完啊 那个谁 你就走一步 走一步好了 大不了我先帮你写好遗言嘛 混蛋 越是这样说 赤胶真人越是不敢动 你们这群妖孽 休想本尊中你们的诡计 本尊就站在这里不动了 我倒要看看 谁能把我 你们在玩木头人的游戏吗 还没有拉得及说完 空中倒是传来一个 很好奇的声音 毫无察觉 许之户和东明山群妖也好 还在死鸭子嘴硬的 赤胶真人也好 全都吃了一斤 几乎是下意识的 齐齐抬头望去 然后 溢入他们眼帘的 居然是一张漂浮在空中的粉红色 柔软大床 以及床上那位 正咬着一块小酥饼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笔记本电脑屏幕 两只手 还正在群神贯注拼命按手柄的睡衣美人 我汗 许之户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有那么几秒钟 他好像听到了那水管弓 跳上旗帜 滑下来通关的声音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就在这刹那间 东明山群腰已经很惊愕地认出这位美人是谁 朱刚烈甚至是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娘娘 实际娘娘终于顺利地打通这关 眉飞色舞地尝呼一口气 片刻之后 等他抬头看到正骑着到齐战斧的许之乎 突然就露出了满脸的笑容 那个谁 本宫是特意来找你的 你介不介意把这个笔什么本 借本宫用一段时间 呃 没事 反正我通常都是台诗的 许之乎很无语地摸摸下巴 是吗 实际娘娘顿时眉开眼笑 却大意凛然地一挥手 不过嘛 本宫也不能白用你的东西 嗯 这样好了 本宫就替你做点什么 比如 这一刻 看着那位娘娘像咪咪地转过头 很不好意思地望向自己 目瞪口呆的赤胶真人 终于忍不住满口喷血了 没天理啊 没天理啊 你们这群混蛋 有这样的大背景 干嘛不早点说出来 你大爷的 早知道你们有这样的背景 老子疯了 才会跟你们过不去 不带这样的 这不是坑人吗 他这里正悲愤流泪呢 结果就听到旁边的乱石堆一声轰鸣 灰头土脸的牛魔王 终于愤怒咆哮着 从里面恶狠狠地一跃而出 混账 你们这些家伙全都是混账 今天 谁都别想跑 老子要一个一个收拾了 你 话到嘴边 这家伙突然两眼发直 呆呆抬起头 看着半空中美貌慵懒的石金娘娘 一秒 两秒 三秒 三秒钟过后 牛魔王突然用力地一擦嘴角的哈喇子 满脸兴奋地直接腾空而起 一把抓住石金娘娘的先手 怎么都不肯放开 这位小姐 不知可曾许配人家 老子 不对 小生乃是翠微山人士 家产万贯 富甲一方 小姐若是 不作死就不会死啊 许之火满脸同情能看着她 审不住轻壳几声 老牛啊 有件事 我不得不提醒你 没一起的家伙 等会儿再跟你算账 牛魔王恶狠狠地喷着白气 不过 等他再回头看着石金娘娘 顿时又含情默默了 说起来 小生刚刚经过一家新开的旅店 那里的大床很柔软 要是 这位小姐 我们以前 是不是在那里见过 没错 我们确实见过 石金娘娘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是吗 难怪我觉得有点眼熟 所以 所以啊 这就是前世注定的缘分啊 我这里刚好有手 这一刻 闪耀的雷电突然遍布了整个天空 在牛魔王的可怜惨叫声中 在石金娘娘要不能停的再度暴走中 许之乎看了看身旁的赤颈 突然抱起正在啃鸡翅的子子 在她粉嫩小脸上 用力啪哒一口 收工 今天晚上我们吃水煮鱼 或许还有烤奶牛排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记 作者善水 主播 云天河 乔宇等 后期 海燕和清 第四十集 中午十二点 许之乎是被窗外嘈杂得干杯声吵醒的 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他揉着宿醉过后还很疼痛的脑袋 过了好久 终于晕晕乎乎地爬起来 然后就看到老房子外面那片空地上 朱刚烈大蛇猴他们一大群妖怪 还在兴高采烈地 公愁交错 胡吃海塞呢 朱刚烈满嘴酒气地 抱着一根啤酒猛罐 旁边的大蛇猴和青狮王不知道聊到什么 没开眼笑地合不拢嘴 赤甲抱着六个啃鸡翅的妹妹 还在苦恼 昨天现了原形 会不会有损形象 至于赤胶真人 这家伙在外面占了一夜 现在正拿着一朵花 再撕花瓣 骗我 没骗我 骗我 没骗我 骗我 没 雪之乎看得是肃然起敬 我汗 你们不会从昨天晚上喝到现在吧 就算庆祝赤士保卫战大户成功 也不用集体喝到块酒精中毒 诶 正感慨呢 她不经意地一眼望去 突然发现石金娘娘居然也在妖怪群里面摆开了那张大床 没开眼笑地靠在枕头上继续打游戏 旁边浑身焦黑的牛魔王垂头丧气 却还可怜巴巴地拖着一盘小酥饼 只要石金娘娘打个响指就立刻很识趣地递上去 这就是作死的代价呀 雪之乎看得大为感慨 却又不由得有点惊讶 奇怪啊奇怪 不是说那位娘娘经常会犯蛇精病不宜出门吗 怎么昨晚到现在都留在盘丝洞也没见她犯病吃药来着 你是不是在想为什么我这会儿没犯病 毫无征兆 前一刻还在打游戏的石金娘娘突然连人带床医到她窗前 而且还笑咪咪地蒸了块小酥饼给她 其实吧 最近本宫的病好多了呀 终于可以偶尔出来走一走 说起来好像打游戏也有帮助哦 别闹 要霸占我的笔记本就明说好了 许之乎很诚恳地看着她 是真的 好像真的有助于缓解心情哎 石金娘娘同样很诚恳地看着她 小酥饼的粉末都落了满床 好吧 两个人就这么傻乎乎地大眼瞪小眼 过了半天以后 许之乎终于眨眨饭酸的眼睛 省书了 算了 您要用就继续用好了啊 不过话又说回来 娘娘您大老远来我们东明山 就是为了借笔记本吗 怎么可能 本宫是那种玩物丧志的人吗 石金娘娘依依不舍地放下笔记本 然后又在许之乎那种 你就是的古怪眼神中 突然满脸严肃地倾壳几身 好吧说正事 其实我这次来 是有一件很重要的 咦 仿佛察觉到气氛突然变得凝重 周围的妖怪们全都不约而同地转过头来 就在他们集体注视中 石金娘娘微微颤抖着 把手伸进怀里 然后拿出了 那几颗丹药 等会儿 本宫好像又快犯病了 腰不能停啊 许之乎在心里面默默付费 赶紧递了杯水给她 还别说 吃了药以后 真的感觉萌萌的 轻轻说了口气 刚刚命人有点扭曲的石金娘娘 很快就平静下来 并且再度回到了真题 是这样的 其实本宫这次来 是想问问之乎你 问我 雪之乎很惊讶地睁大眼睛 石金娘娘满脸严肃地看着她 没错 本宫想问的是 之乎啊 你愿不愿意 愿不愿意担任东明山的 山神 还没说完呢 雪之乎直接就碰了 等会儿 我刚是不是听错了 您老人家 说要我当东明山的 山神 等一下 就是说专门管理东明山的 没错 石金娘娘一本震惊地点头 却又若有所思地抬起头来 怀念往事似地望着天边的云霞 想当年 本宫奉了我教通天教主之命 镇守统御东江妖族 那时候 本宫麾下有三千山神 分管十万妖山 每年光交上来的税 就有几百万零食 到哪儿都有人接待 吃饭从来不给钱 说重点 谢谢 好吧好吧 石金娘娘很不满地瞪了她一眼 却又很沧桑地叹了口气 唉 可惜啊 数千年来经历各种结乱 再加上本宫走火入魔以后 无心打理 如今的东江十万妖山 简直是一片混乱 当年本宫册封的那些山神 全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新冒出的妖王不是实力不够 就是脑子进水 说到脑子进水 这位娘娘很自然地转过头 看了眼正端着盘子的牛魔王 满脸战红的牛魔王敢怒不敢言 只能在心里面付费一百遍 你大爷的 你才脑子进水 你们全家都脑子进水 许之乎在旁边看得很无语 忍不住倾壳几身 那什么 说正事 说正事啊 所以娘娘您的意思是 本宫的意思是 既然本宫如今病情逐渐好转 也是时候要重新振兴气象了 石金娘娘若无其事地转过头来 又笑眯眯地看着他 刚刚好 这东明山一带还缺个山神 本宫手下又没有合适的人选 知乎你看上去挺顺眼的 又打得一手好游戏 不如 别闹了 大游戏和当关有个保险的拐甲 许之乎忍不住屋于望天 干脆直接拉过旁边的赤脚 呃 呃 承蒙娘娘您看得起 不过您干嘛不找个本地的妖怪呢 比如说痴痴就很合适啊 他本来就是东明山的妖怪 又很有人气 啊 我 许吉尔很惊讶地睁大眼睛 怕不行 石金娘娘只看了一眼 就摇头否定 想了想又补上一句 嗯 在场的妖怪都不行 尤其是那头猪 好吧 刚刚刚还抬头挺胸的朱刚烈顿时就垂头丧气了 凭 凭什么 没错 老许是比我强那么一点点 也比我稍微聪明一点点 可是他刚刚来 又是元族 凭什么要让他来 当山神管理 我们都明山啊 理由嘛 石金娘娘毫不在意地竖起了三根手指 第一 本宫高兴 第二 本宫愿意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因为 东明山也很喜欢知乎啊 好吧 排除前两条不靠谱的理由不停 最后这条还真的是有点奇怪 一大群妖怪忍不住面面相去 心到 什么叫做东明山也很喜欢知乎 难道他们要来一段 人寿 不对 人山恋吗 怎么说呢 石金娘娘很认真地想了想 干脆直接伸手入怀 取出一个清光闪耀的四方木盒 这样好了 我这里有一枚东明山的山神印 你们谁觉得自己有资格当山神 就上来试一试 这样也可以 一大群妖怪满脸惊讶 过了半天 朱刚烈终于忍不住举起提子提问 这 怎么 怎么 简单得很呢 石金娘娘笑眯眯地伸手一纸盒子 无论是谁 上来写一份东明山神的旨意 只要干上这枚山神印以后能生效 就证明 他是东明山认可的山神 这么说着 伴随着他的伸手一纸 那个山神印盒 骤然开启 伴随着灵气的汹涌翻腾 放在河中的山神印金光大作 仿佛被无形雾气托举着 自动腾空而起 这是 这是 朱刚烈他们被金光照耀的几乎是睁不开眼睛 群都满脸好奇地围上来 朱刚烈更是迫不及待 直接就伸出猪蹄去拿 这个就是山神印吗 老子从出生到现在都没见过呢 今天可算是有机会开眼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气 作者善水 主播云天河 乔宇等 后期海燕和清 第四十一集 几秒钟后 等看清那一枚腾空漂浮的山神印 许之乎和几百只妖怪 全都集体目瞪口呆 过了很久很久以后 许之乎终于忍不住转过头 用那种要不能停啊的表情 看着实际娘娘 娘娘 我念的书挺多的 您骗不了我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明明是白萝卜好吗 没错 确实是白萝卜啊 而且还是大半截白萝卜 刚刚写过的白萝卜上面 还带着新鲜的泥呢 然后也不知道谁那么有想法 居然在萝卜的横截面上 刻了四个字 而且还是难看到都能爬的四个字 东明山神 泪流满面啊 一大群妖怪全都看得泪流满面 许之乎倒是觉得很亲切 啊 当年我读大学教实习报告的时候 就亲自动手刻了个白萝卜冒充单位公章 没想到多年以后 居然还能在这里看到这么熟悉的一幕 心肺紧张 艰苦朴素吗 实际娘娘居然很难得地红了红脸 却又尴尬地倾壳起身 再说了 这可不是普通的白萝卜 此乃东明山灵脉汇聚之地生处的灵物 聚集了东明山中秀之气 更代表了山中生灵的集体意志 别闹了 您就是说出话来 它也还是白萝卜 许之乎忍不住拼命翻白眼 咱家要真的当了山神 以后拿着这个白萝卜到处盖章 那画面真的是 少啰嗦 实际娘娘终于恼羞沉怒 眼看又要犯病了 说正事 你们不是都想当山神吗 快点 谁先来试试 这个吧 一大群妖怪面面相去 过了半天 还是珠缸立忍不住 当即玩起袖子冲上来 我来 我来 是不是我写份山神旨意 再用山神印盖章就行了 这么说着 这家伙已经抄起笔 随便找了张纸 写了起来 本神有指 从即日起本山婚嫁一律不准收聘礼 也不准问南方有没有洞府和云车 尤其是花花他娘花或以上即可生下 什么乱七八糟的 一大群妖怪看得拼命翻白眼 珠缸类才不管那么多 很得意的把笔扔 随后拿起旁边的白萝卜 搞定 接下来只要盖上张 然后 然后 就没然后了 山神旨意是写好了 张也盖上了 可是盖着红印的旨意就这样丝毫不动 没有任何清光闪耀 更别说什么即刻生效了 珠缸类等啊等 等到腿都发软了 忍不住擦擦冷汗 那什么 要不我们再等几天 没办法 这年头 衙门办事效率都很差 有时候 以后滚了 一大群妖怪直接拍飞了它 大蛇猴当即冲上来 满脸兴奋的举起那个白萝卜 放着我来 其实我一直觉得 我和东明山挺有缘的 说不定 有人一个头 毫无疑问 这家伙也失败了 后面一大群妖怪面面相去 干脆排起长队轮流来试 到最后连对山神没有什么兴趣的赤颈 也在一群妖怪的怂恿下 上来试了试 顺便说一下 他写的旨意是 节日起 东明山管辖范围内 所有妖怪提到美貌这个词时 一律用肢解而三个字代替 用脚后跟去想也知道 这道旨意能生效 就奇怪了 明白了 石金娘娘笑眯眯地看着他们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东明山不喜欢你们 或者说 他根本就不愿意承认你们 没天理啊 没天理 老子在这里住了几百年 他居然都对我没感情 朱刚磊简直是伤心欲绝 就跟被初恋情人抛弃了似的 我就不信了 连我们都不行 难道换成 老许你来 我 许之呼恶然无语 一群妖怪才管不了那么多 直接就把他推到柱子面前 好吧好吧 许之呼只能挠挠头 随手拿起笔 等会儿 我要写什么旨意好呢 随便了 你可以写 胭脂水粉一律打五折啊 赤脚在旁边很认真的提议 别闹 许之呼很无语地看了看他 随手在纸上乱写起来 为了促进人口增长 解决社会老龄化问题 从即日起 东明商管辖范围内 全面开放二台生育政策 一人多生全家光荣 以上 即刻 好吧 刚刚写到生肖这两个字 旁边那白萝卜山神印 居然自动腾空而起 在纸张右下方 盖了个红色的增 刹那间 这道旨意突然无风自动腾空而起 紧接着在空中熊熊燃烧 化为数千道金色光线 朝着四面八方呼啸飞去 转眼间 就融入山石树木不见了 这是什么情况 许之呼和一大群妖怪目瞪口呆 下一刻就看到那些山石林墓中 无数的狼虫虎豹兔子野鸟 全都转了出来 满眼淘心 成双成盾 迫不及待地直奔自家去 有的心急家伙 甚至都等不及关门 就开始 一下省略八百个字 我操 还真的挤着生二胎 那就是说 这旨意生效了 这样也行啊 一大群妖怪眼睛都发指了 朱刚烈更是热泪盈眶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 我们费了那么多精力都没有 老许居然随便写救 卧槽 有没有搞错 这年头连山都看脸吗 许之乎很无语地拼命翻白眼 只剩无语到一半 他突然心中一动 若有所思地转头 望向了老房子 等等 难道说 没测 石姬娘娘笑咪咪地看着他 虽然连本宫也不明白 为什么你的房子 会和东明山连成一体 不过现在的事实是 你的房子确实和东明山融合在了一起 通俗点来说 你的房子就是东明山 东明山就是你的房子 好吧 听起来有点绕口 许之乎很无语地挠头 能理解就行 石姬娘娘摆了摆手 又转头看了看朱刚烈他们 好了 既然之乎做到了 那么从现在起 他就是东明山的新任山神 你们谁还有意见 还能有什么意见 事实摆在面前 一大群妖怪也只能大眼灯小眼 朱刚烈郁闷了半天 终于很无奈地咬着蹄子 算了算了 反正老许也是自己人 他要当就让他当好了 不过我先说好了 老许 你不会当了官以后 就作威作福 逼我们缴税 让我们进宫 还要出业拳的对吧 别闹了 我要出业拳干啥 许之乎忍不住乌鱼望天 人生还真是奇妙 咱家穿越前 连收作业的小组长都没有当过 结果穿越后才几天呢 就直接混进公务员队伍了 话又说回来 山神是什么级别的 相当于乡长吗 吃饭能开发票吗 倒是这时候 石金娘娘又眉开眼笑地招招手 来来来 知乎啊 既然你已经是东明山的山神了 那么 本宫就有职责要交代给你 说到职责这两个字 他突然就满脸严肃 以至于周围的妖怪 都感觉到那种凝重气氛 不由自处地安静下来 呃 娘娘您说 许之乎被这种气氛感染 很难得地做好 这就对了嘛 石金娘娘很满意地点点头 有一本正经的倾壳极深 那么 知乎啊 从今日起 你就是坐镇东明山的山神了 以后要行山神之责 经营好这一方山水 正所谓 雷霆雨露 皆实恩德 攻心卫山 别这样 大家都很忙的 您能直白点吗 学之乎忍不住擦擦冷汗 直白的呀 石金娘娘很认真地想了想 突然挽起袖子 恶狠狠地一拍桌 这么说吧 你就把东明山给管好了 别让这些不靠谱的家伙瞎折腾 顺便带着他们好好修炼 再就是 如果有人想来抢东明山的话 就给本宫揍他们 往死里揍 打死打伤都算本宫的 我来个去 早这么说不就结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气 作者善水 主播云天河 乔雨等 后期海燕和清 第四十二集 许之乎长舒一口气 却又满脸古怪的转头 看了看后面的赤起尔和子子他们 其实吧 我觉得我就算不当这个山神 也会为东明山尽力的啦 毕竟我现在就住在这 和大家关系也很好 说不定以后还要养赤赤 我懂 就知道傻妞会傲娇 她很熟练地硬弯腰 躲过后面扑斥撤过来的蜘蛛网 同样的招数对声斗试试没有用的 那就好那就好 石金娘娘笑咪咪地拿起那个白萝卜 很不负责任的一扔 来 接印 我来 去 许之乎赶紧手忙脚乱地接住 刹那间就在她抱住山神印的瞬间 整座东明山都轰鸣正了正 盘子洞四周的茂密松林 仿佛奇奇区别灵性似的 朝她很整齐地垂低树冠 就像是在参见上司 更古怪的是 就在这一刻 充足浓郁的山间灵气突然都通过白萝卜山神印 汹涌灌输进她的老房子 然后又像是被无形之力牵引着 大部分都注入到那个炼丹用的电饭锅里 得到充足的灵气注入 整个电饭锅发出无数道轻光 竟然在这转瞬之间又提升了一阶 要知道 按照正常情况 想要让电饭锅再提升一次 至少也得要五六千零食 诶 这就是做山神的福利吗 许之后满脸惊讶 不止哦 我们还要年终奖待新休假 当满五百年山神还能分一套仙家洞府 石器娘娘一本震惊地回答 顺手在床圆上一拍 红光弥漫中 那张大床顿时腾空而起 顺便还卷走了到现在 多不敢动的赤胶真人 以及满脸郁闷的牛魔王 回山回山 今天晚上本宫要熬个夜 把那个众向日奎生很多小太阳 来喂养僵尸的游戏打通关 啊 总觉得娘娘您搞错了什么 许之虎很无语地挠挠头 就这么看着大床消失在远处天空中 任务的金色阳光下 她发了会呆 又看了看自己手里的白萝卜山神印 突然有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 哎 好吧 所以说我现在真的成了 哗啦一声 他还没有来得及小明白 突然就看到后面几百只妖怪很整齐地整了整衣服 恭恭敬敬地向他功声行礼 拜见山神大人 功夫的大人只为东明山之主 什么情况 许之虎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 第一反应就是 有阴谋 尼谋 这里一定有阴谋 果然下一刻 刚刚还恭恭敬敬地珠光恋他们 突然就眉开眼笑的阴王上 直接把他给淹没了 老许啊 你都当山神了 是不是应该照顾一下我们兄弟啊 比如刚才我说的那个结婚不许说偏离 这道旨意就很好嘛 来 盖个章 想什么呢 知乎啊 我打车对你怎么样 你是知道的 刚好这么巧 我打算在东坡占块地盖洞府 但是附近的兔妖总说我挡住他们光线 你看看能不能 后门 这怎么能叫开后门呢 这就人情好嘛 全都排废 你们这些家伙别想占知乎便宜 看到没有 还是我家知识最好了 那是 不过知乎啊 你看我们是不是下道旨意 命令山下的腌制水粉店和奶粉店一律打五折 你说那不归你管 没事 我们可以 啊 喂 喂 我还没说完呢 知乎你要去哪啊 时间这东西就像流量 你以为你还有很多没有用完 结果才上了个微信 转眼间就握了个去了 冬去春来 距离赤赤保卫站又过去了两个月 转眼间东明山已经到了春季 山林中的浪漫山花逐渐盛开 冬日的积雪融化成溪水 沿着苍翠松林间的小道 蜿蜒流淌 下午的温暖阳光中 一大群妖怪聚集在盘司洞外 兴高惨烈地玩着新流行起来的足球游戏 六个小萝莉眉开眼笑地坐在一旁大石上 吃着热气腾腾的奶油小蛋糕 马尾便在温柔春风里很整齐地摇啊摇 这不公平啊 为什么你们都能放假 我却还要待在家里辛苦干活 海安寺洞隔壁的老房子里 许直呼看着桌上那份东明山本月开支账目表 再看看上面那几个让人心惊肉跳的红色赤字 忍不住就热泪盈眶了 你们呀 说好的公务员优先生活呢 说好的喝茶茶物不要看报纸呢 好吧 这件事还得从两个月前说起 当时的赤士保卫战以后 石金娘娘扔下白萝卜山神硬喉 顺便带走了赤娇真人 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善后处理的 不过这段时间以来 双蛇轿东江分坛突然就销声匿迹 就连双蛇轿的上层也不管不问 倒让许直呼白白备让了大半个冬天 另一方面 神然怨念着没有意气勾引大嫂的牛魔王 好像也很自愿地投入石金娘娘麾下 据说这家伙最近正忙着在白骨洞里面端茶送水洗衣蝶背 偶尔还要负责在娘娘犯病时当避雷针 估计很长时间都没有空来抢赤脚了 这么说起来 没有了外部压力的情况下 许直呼的日常生活应该很悠闲 每天只要和赤脚摸摸牙 顺便给子子他们喂喂食就可以了 可问题是 万万没想到啊 原本只是随手接下来的山神工作 居然会那么辛苦 啊 天知道东明山怎么会这么穷 不不不 已经不是穷的问题了 简直是经济萧条家债务危机家失业率节节上升 比希腊还希腊呀 因为之前那一次战乱 东明山受损严重 特别是盘思洞上次被赤脚之人轰塌了大半 现在重新翻修需要一大笔的开支 为了促进东明山的繁荣兴盛 半山腰的东明湖方式也要扩建 猪钢练他们虽说都自愿帮忙 但是盒饭总得由山神大人出吧 偏偏这群家伙都是大吃货 光饭钱就足够让东明山破产了 对了 说到妖怪问题 为了防止又有赤脚真人之类的家伙再来闹事 东明山群妖的修炼也得提上日程 哎 单身也知道的了 既然要认真修炼 那就没时间出去打劫赚生活费了对吧 而且修炼这种是很花钱的 各种单要秘籍什么的都要公家报销 好吧 这些也就算了 最无语的是 东坡的狐妖妹子居然眼泪汪汪的跑过来哭诉说 自己挂在外面晒的几条肚兜全都被人偷了 所以要求珊珊大人再花钱组建个巡逻队 我 到底是哪个混蛋这么缺德啊 查出来你就死定了 所以说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但是问题是 我们东明山没钱呢 好不容易送走哭哭啼一的狐狸鸡妹子 雪之虎很忧伤地翻看着赤字账本 然后开始思考 要怎么发家致富 带领着赤姐儿珠刚烈他们一起奔小坑 很显然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东明山唯一还算稳定的收入 就只有自己不靠谱的炼丹术了 但问题在于 就算从早到晚一直辛苦炼丹 也不够填补东明山的财政开支 偏偏电饭锅自从再度升级后 居然没有任何的新变化 也没有增加炼丹的效率 啊 好辛苦啊 抽空又练了几颗义气单 许之乎腰酸背痛地往藤衣上一挡 不行了不行了 这样下去迟早会破产的 看来最近必须得想办法 尽快找到一条赚钱的新门路 带着赤姐他们一起发家致富啊 不过 现在的问题是 到底做什么才能 诶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气 作者 善水 主播 云天河 乔宇等 后期 海燕和清 第四十三集 正在苦恼着 他不经意地转过头 结果转眼间就看到赤姐儿 正满脸凝重地站在那儿 忧心忡忡 眉头紧锁的 啊 发生什么事了 许之乎突然有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唉 事情 事情很不妙啊 视觉紧紧皱眉 神情凝重地凑上来 又压低声音小心翼翼的 之乎啊 你有没有发现 最近我好像 好像 变胖了 我 许之乎直接一口牛奶喷出来 别闹了好吗 姐姐你就别闹了 大家都这么忙 胖一点又不会怀孕 再说你哪里胖了嘛 是真的 是真的呀 赤脚气呼呼地咬着阴唇 想了想 干脆解开螺山衣角 露出一节 隐隐可窝的雪白腰枝 你看 你看 我今天早上聊了一下 发现腰尾粗了半寸 半寸的半寸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因为这山红爆发 火山喷涌 昆吾就要毁灭了 许之乎很无语地 拼命分白眼 却也忍不住低头 望向她的纤细腰枝 傍晚的金色阳光下 这位东明山第一美人 红裙翩然 暴露在暖风中的小蛮腰 银白如雪 梨窝式的精致肚脐脸上 悬挂着一枚 清脆摇曳的小铃铛 肌肤雪白的 如同玉石一般 散发着天然自成的魅惑 让人情不自禁地 想要伸手摸一摸 非礼无事 非礼无事啊 好不容易才管住自己的手 许之乎满两尴尬的 抬头望天 只觉得心跳都在 无法控制的加速 没有吧 我觉得 我觉得 觉得 很漂亮 是解而很迷糊地抬起头 下一刻 等他迎上许之乎那种 炙热直勾勾的眼神时 终于意识到自己做了件傻事 不由地满脸红韵 连晶莹的耳垂都红透了 一时之间 房间里的气氛 突然变得很诡异 只能听到两个人急促呼吸神 许之乎满脸尴尬 省不住挠挠头 那什么 我的意思是 别 别说了 还不知道该说什么 赤脚就很傲娇地踩了他一脚 慌慌张张转移话题 都问你啊 最近做了那么多甜点 还有那种 很美味的奶油蛋糕 卧槽啊 姐姐你讲不讲理啊 许之乎忍不住无语望天 这也能怪到我头上 话又说回来 那些奶油蛋糕 我是做给子子他们吃的 谁叫你抢了呀 可是 可是人家也忍不住吗 吃起来很尴尬地嘟着嘴 不管 你要负责 负责帮我减肥 是是是 是是 要不这样 我今天开始就停止晚饭供应 顺便把你扔到 蜀山剑派附近 到时候 一群剑仙什么的 每天追杀你 保证不用一个月你就得 有你 还不出来受死 还没说完呢 就听到屋外剑官呼啸 一声浩然震气的大鹤神 仿佛雷电轰鸣似的 响彻天空 不是吧 说剑仙就来剑仙了 许之乎和赤脚儿 彼此对视野 赶紧冲到房子门口 再然后就看到 红霞弥漫的黄昏天空中 一道清光闪耀的 青木扩建 正欲风浮空 放出数丈青色见光 耀眼的就像是在 插其拉仇恨 青木扩建 青木扩建上 一位五雷八卦袍的炼器士 欲见而立 明明看上去很年轻 却留起了快要挡住 大半张脸的大胡子 浓眉之下 怒目原真 散发出山月般 巍峨的浩然震气 不过看修为嘛 这家伙疯了嘛 朱刚炼他们面面相去 省不住抬头鹤道 哪来的牛鼻子 只不过是人员中间而已 居然敢来我们东明山找死 但我们是吃素的呀 混账 引到一身正气 纵千万人一网 那位大胡子炼器士 拔出背后的五雷剑 买脸大意的大鹤一声 你们这些妖魔鬼怪 光天化日之下 竟然聚集闹事 引到今日就要替天行道 斩妖除魔 免得你们日后祸 话说到一半 这位大意凛然的人凶 突然两眼发直 就这么结结巴巴的 变成复读鸡 而且还直勾勾的 盯着老房子大门 怎么了 朱刚恋他们满脸古怪地转过头 顺着这位大胡子炼器士的视线望去 夕阳下 晚风中 赤箱满脸惊讶地捂着樱桃小口 正有些晕乎乎地站在那 微凉的清风轻轻拂过 带起他的红色裙摆飞扬 就像是从画郡中走出来的翩翩仙子 不会吧 难道说 作为东明山的第一美人 赤箱虽然有着诸如自恋 以及偶尔会暴躁的不良习惯 但就算再挑剔的家伙 也不得不承认 今以容貌而论 这位蜘蛛精姐姐 绝对是完美的 比如此时此刻 傍晚的温柔春风里 她仅仅只是往那一站 虽然满脸迷糊糊的 却依旧无法遮掩 那绝美的风姿容貌 尤其是刚刚还来不及 眼上的雪白妖枝 正半遮半露地 隐藏在轻柔螺栓下 随着呼吸轻轻起伏着 带动着那个精致铃铛 摇曳作响 不会吧 一大群妖怪面面相去 不约而同地 重新转头望向天空 果然 那位大胡子练气室 已经直接实话 满脸胀得通红 不由自主地张大嘴巴 握着五雷剑的手掌 也在微微颤抖 就连 老兄 你好像流血了耶 朱刚烈很好心地提醒 多亏他的提醒 那位大胡子练气室 终于如梦初醒 慌忙擦了擦 胡子上面的两道血迹 却又气急败坏地怒吓一声 混账 你这妖孽 你这妖孽 居然敢用魅惑术陷害我 我有吗 赤甲很无辜地眨眨眼睛 别闹了好吗 自从知乎搞那个妖方之后 我已经很久都没骗铠子了好吗 有 你有 你就有 大胡子练气室躲躲闪闪 根本不敢看他 满脸战红的都快要冒争气 上次 上次你就用魅惑术骗我 这次又是同样的招数 岂有此理 你敢说你不认识我 别闹 我认识你吗 赤甲很无语地看着他 大胡子练气室恨得是咬牙切齿 还敢说不认识 上次 上次我来斩妖除魔 结果你装可怜 还骗得我大为同情 把几年积蓄的灵石都给了你 有吗 视角很惊讶地睁大眼睛 仔仔细细打量着对方 纳闷了几分钟 他终于啊了一声 恍然大悟似地指着对方 啊 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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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哎 没错了没错 大胡子练气室大喜国王 哎 不对啊 我干嘛要大喜国王 还是想不起来 哎 赤甲突然叹了口气 咔嚓 这一刻许直呼发誓 自己能听到某个家伙的初恋 和脆弱心灵一起碎了 果然下一刻 就看到那位大胡子练气室 顿时满口喷血 沧桑的好像一瞬间摔老了几十岁 甚至连眼角都能看到微弱闪耀的泪光 可恶 可恶 可恶啊 居然 居然不记得我 居然 看不下去了 许直呼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倒是这时候 子子突然拉了拉赤脚的一脚 歪着小脑袋 奶神奶气的 姐姐姐 你忘了吗 我们碰到许哥哥前的几天 好像有个道士跑来斩腰除魔 然后你扛他说生活很艰辛 又说兰热寺那边有很多妖怪 还给他指了路 啊 没错 没错 你就是那个 那个 燕黄侠 是燕赤侠 燕赤侠 大胡子倒是泪流满面 几乎是吼出来的 我 等一下 这一下我 刚才说他叫什么 燕 燕赤侠 剑女幽魂里的那个 一出场就乾坤剑法 还大意凛然 跟宁采晨说人鬼不能相恋 你们呀 既然人鬼不能相恋 你老人家单恋 我家试试这幽算哪门子的事啊 你节操呢 诶 之后你怎么了 视角很迷惑地转头看看他 啊 没什么 我想见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记 作者 扇水 主播 云天河 乔雨等 后期 海燕和青 第四十四集 许之乎热泪盈眶地抬头望天 哼 这世界怎么了 原来年轻时的燕大师是个中二少年家纯青男 诶 该不会就是被制止拒绝了 所以的后来才发奋图强成为一代剑仙吧 越想越觉得可能 他忍不住抬头打量着那位燕大师 顺便琢磨着要不要上去要个签名 察觉到好像有人在看自己 正伤心欲绝的燕赤侠 很警觉地猛然转头 等看到许之乎以后 不由得大为震惊 等等 这位小兄弟 你明明是人族 怎么会和这些妖孽混在一起 好问题 许之乎正想着该怎么回答 旁边的赤姐儿就容领大敌 赶紧把他拉到身后 喂 那个燕紫霞 你要斩妖除魔就斩妖除魔 我家知乎和这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再说一遍 我是燕赤侠 不是黄也不是紫 燕大师悲愤地快要爆发了 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吼完 等他听到我家这两个字 突然就满脸惊骇 不由自主地倒吸一口冷气 满脸苍白双手颤抖着看着赤姐儿 等等 事情不是你想的 许之乎赶紧解释 不可饶恕 不可饶恕 还没说完呢 愤怒的燕赤侠就大吼一声 紧握着五雷剑须发俱张 妖孽 我本来还打算对你小义大义 你居然 轰骗无辜书生做人宠 每日采阳补阴 我操 许之乎直接就崩溃了 等下 采阳补阴是什么鬼啊 大师爷的小家里不要这么讲好吧 采 采什么 赤姐儿也是满脸红韵 转头看了许之乎一眼 忍不住 心慌乱跳 别乱讲 龙家都还没嫁人好吗 采阳 采阳补阴什么的 不用说了 什么都不用说了 燕大师紧握拳头 满脸沧桑的抬起头 在无数纷飞的落叶中 望着天边昏黄残阳 很久很久以后 他突然深深吸了口气 仿佛下定决心似的 猛然举起五雷剑 疑字一顿道 不用再说了 事到如今 即使有千般不舍 就让我亲手来结束 这段孽缘 孽缘你妹啊 龙家什么时候和你有缘了 视角偷偷看了许之乎一眼 看到他虽然满脸古怪 却没有生气 情不自禁地轻输一口气 却又顿时怒了 混账 大老远地跑来诋毁龙家 真的我不敢杀你吗 什么都没有听到 燕大师这会儿满脑子 都是每日采羊补鹰 不对 说不定一天还不止一次 搞不好随时随刻都在 不能忍 不能忍 不能忍啊 刹那间 仰天怒吼一声 他骤然催动那柄轻木扩剑 高举五雷剑 俯冲而下 剑刃在狂风中呼啸作响 带起轰鸣闪耀的紫电银蛇 天地无极 乾坤剑法 主板妖魔 全都给我 一根狼牙棒重重砸在他后脑上 于是 立晕 在一大群妖怪目瞪口呆的注视中 刚刚走火入魔中康复过来的大蛇猴 居然从旁边的地洞里面钻了出来 还没好气地一脚踩在燕赤霞脸上 你大爷的 去区人员中介就敢跑到我们东明山斩妖出魔 斩妖出魔也就算了 居然还敢偷偷暗恋赤赤 就是就是 一大群妖怪顿时反应过来 当即冲上去就是一顿群殴 你大爷的 居然敢暗恋赤赤 赤赤是你能暗恋的吗 老子在东明山待了几十年 偶尔能跟他说句多喝热水 都可以高兴好几天 你这混蛋居然敢暗恋 给我打 许之乎看得大为同情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又突然有点心虚冒冷汗 我累个去 光是暗恋就被打成这样 那要是明恋 或者真的追到赤姐 赤赤 你怎么了 赤姐很好奇地看着他 什么都没有 许之乎赶紧一本震惊地 转身闪人 我就是突然想起来 我还有很多公物没有 刚刚转过身 一声震动山谷的巨大轰鸣 骤然响彻天际 什么 许之乎猛然转身 就在他惊恶视线中 一道青色雷电汇聚的闪耀光柱 竟然正从密集的妖怪群中 冲踢而起 无数紫电银蛇 仿佛怒海狂浪 朝着四面八方席举而去 将猪刚烈他们全都轰得倒飞出去 刹那间 伴随着群妖的惊呼声 明明只有真元中阶修为的燕赤霞 竟在此刻 爆发出人员巅峰的恐怖实力 虚发巨张纵身一跃 他如同从天而降的巨石 轰然砸落在老房子门前 手中五雷剑呼啸高举 爆发出雌鸣闪耀的闪电 重重展向猝不及防的赤姐儿 啊 该死 赤姐儿满脸苍白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五雷剑展落 不要 许之呼大呼一声 奋不顾身地冲上去 但就在这一刹那 即将触及赤姐儿发丝的五雷剑 就这样毫无征兆地骤然停止 私民的闪电 甚至就在赤姐儿的面颊前闪烁 满脸仗得通空 燕赤霞看着赤姐儿明媚眼眸 手中的五雷剑仿佛重如泰山 刹那间 他突然大吼一声 蓝脸扭曲地翻身就走 怒吼声中 七木阔剑爆发出百上清光 等到群雅好不容易在清光中睁开眼睛 就看到那柄七木阔剑已经呼啸而去 带着雷电轰鸣声消失在天际中 盘丝洞前 晚风拂过 只能听到燕赤霞的愤怒声音 仍然飘荡在夜色中 有 有你 听到这次就放你一马 你以后不想被其他炼气势除了 就给我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不对 做妖 做个好妖 目瞪口呆啊 几秒钟后反应过来的妖怪们 顾不得负伤 纷纷冲上来救援 赤赤赤赤 你没受伤吧 有没有哪里受伤了 没 没事 事件惊魂未定的倒些冷气 那个 那个夜兰霞 明明只是人缘终结 怎么会突然实力大增大 谁知道呢 一大军妖怪面面相觑 朱刚烈还很庆幸地擦擦汉 你大意的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下次再看到那个混蛋 就算他是人缘巅峰 老子也要 等等 不对啊 我怎么觉得少了点什么 少了什么吗 赤脚和妖怪们面面相去 忍不住转头看着四周 没有啊 盘思东还在 子子他们也在 一大群妖怪谁都没杀 就连老房子也安然无损 生药说少了什么 寂静 诡异的寂静 下一刻赤脚和妖怪们大眼瞪小眼 突然同时变色 很整齐地惊呼一声 等等 指呼 指呼他 你们啊 我到底找谁惹谁了 抛开盘思洞前的一片混乱不提 也不管赤脚 他们正手忙脚乱地到处找人 此时此刻 数十里外的狂风密云中 许之乌正紧紧抓着 呼啸飞行的青木扩建 气急败坏的无语望天 等会儿等会儿老兄 我能理解你初恋还没有开始 就破灭的悲伤心情 但是就算你觉得世界一片灰暗 打算自暴自弃 也不用拉伤我一边猛灌白酒 一边超速驾驶吧 正所谓 四季一杯酒 亲人泪两行 少啰嗦 还在伤心欲绝的燕赤侠猛灌了一口白酒 诺木原真的大喝一声 我是在救你 懂吗 你再和那个女妖精待在一起啊 不出半个月就会被吸成根 拜托 好男儿治的四方 怎么能被女色迷惑 嵌入温柔乡呢 好吧 听起来还真是挺大意凌然的 许之乌很肃然起敬地看着她 不过问题是老兄您这么说的时候 敢先放开怀里的那盒烟汁水粉吗 被说中了心事 燕赤侠直接就呛到了 顿时满脸通红 咳得差点从扩件上摔下去 胡说 胡说八道 这盒烟汁啊 是贫道在路边捡的 才不是送给那个女妖精的 哼哼 你就死撑吧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记 作者善水 主播 云天河 乔雨等 后期 海燕和青 第四十五集 许师傅很无语地看着他 突然觉得这家伙也挺可怜的 说什么斩妖除魔 还不是找个理由来偷偷看赤颈 最惨的是 赤士根本不喜欢他 哼 我家赤士 为什么是我家的 随便 现在问题是 这家伙到底打算带我去哪 虽说考虑到他的正义属性全满 应该不会做出什么干掉情敌的事 可要是直接飞出东江 随便找个地方把我扔下去 这还不是最糟的 最糟的是 咱家刚才出门的时候 什么都没带 电动车不在身边 山地包没带 五把菜刀也放厨房里了 好像浑身上像勉强可以称为法器的 也就只剩下这身衣服了 这样是再遇上什么危险 我走 还没说完呢 刚刚还高速飞行的 七木扩建突然一震 就好像油料用光似的 骤然减速 紧接着温温作响地摇晃起来 糟糕 实现到了 燕赤霞微微变色 赶紧催动七木扩建 俯冲而下 实现 许之狐随着七木扩建摇晃 突然意识到什么 等会儿 老兄你不要告诉我说 你刚刚的修为猛增是用了什么秘术 现在一下子就虚了 少啰嗦 你给我老师抓紧就够了 燕赤霞满脸帐红 催动七木扩建 寻找合适的降落地点 心里却忍不住碎碎念 可恶啊 师尊他老人家突然失踪了 留下来的秘术都没解释清楚 好不容易勉强炼肠 修为却忽高忽低 极不稳定 每个月还只能爆发一次 一次还只有一刻钟 说话间秘术扩建已经俯冲而下 等到穿过云层 就看到前方昏暗月色之下 一座黑漆漆的庞大山峰 正若隐若现地盘踞在前 借助着昏暗的月色 可以清晰望见 整座山峰都是由漆黑岩石构成 巍峨险峻寸草不深 但在半山腰一处山谷中 却又灯火通明 微凉的夜风拂过 甚至可以隐约听到有人声交谈 偶尔还能看到几道 剑光呼啸而过 哦 似乎是个修真方式 炼翅侠心中已定 联盟催动轻木扩建 呼啸入山 不管怎么说 看着方式的情况 想来有不少人族炼气室 估计东明山那些妖孽追来 也不敢贸然动手才对 片刻不到 轻木扩建已经抵达方式入口 有些摇晃却还是顺利的降落下来 两人踏在平地上 居然不约而同的长舒一口气 好像都在庆幸没有出现坠机 不对 坠劲的情况 只不过下一刻 燕赤侠就有点尴尬的轻壳几声 板起面孔 带头走进方式 跟我来 我们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 等我打听清楚周围情况以后 就找个凡人城池 送你去安家 今后好好念书考状用 不要再和那些不三不四的女妖精 混在一起了 是是是 你高兴就好 能说什么呢 许之故只能很无奈地跟在后面 考状用什么的就算了 不过先弄明白 这到底是哪儿也好 大不了一步步走回盘斯洞去 说来也是奇怪 这个修正方式看起来规模很大 可是里面却鱼龙混杂 既有一声正气的人族炼气势 也有真名凶恶的妖魔鬼怪 这些平时碰到就会打破头的家伙 居然在这方式里面都相安无事 虽然少不了会有一点小震动 方式的大道两旁 最多的就是各种店铺 而且看起来都以经营法器为主 当然也为远道而来的客人提供住宿饮食 比如那座很华丽的旅店门前 就有几只漂亮的女鬼站在那里 很热情地招呼客人 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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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店刚刚装饰一心 重新开张打七仇 我 我不是来住店的 雁炽侠居然满头大汉 根本不敢去看那些漂亮女鬼 顺手拉起许直呼进了一家相对冷清的酒楼 这才如是重负似的长舒一口气 岂有此理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炼气室 妖怪 魔头 女鬼 居然全都混在一起 别问我 许直呼也很无语 这种各势力混杂的局面 他就在双蛇轿分坛那里见过一次 不过很明显 这里不是双蛇轿的地盘 倒像是什么法器交易的市场 只要有钱都能进来 算了 我们打听清楚情况就走 雁炽侠摇摇头 迎着满脸堆笑的酒楼掌柜 很随意地吩咐道 来几个菜 再来壶酒 等会儿 最好 别太贵 要不我来请你吧 许直呼满脸同情地看着他 突然想起这位老兄 好像几个月前刚被赤解而坑了 捐献了所有的身家财产 年轻人就是这么容易冲动 少 少啰嗦 别 别以为我不让你在想什么 我那是看他要养六个妹妹不容易 所以才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谁能想得到 他居然不好好修炼 还在东明山兴风作浪 聚集那么多妖怪 雁炽侠顿时又恼羞沉怒了 许直呼忍不住翻白眼 别闹 聚集妖怪能不能犯法吗 对了 他们花了多少钱请你啊 当然是我 雁炽侠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却又突然大惊失色 等等 你怎么知道 我就知道是这样 许直呼笑咪咪咪地看着他 新的 果然一时就识出来了 我说嘛 无缘无故 跑来我们东明山除妖 直说吧 对方是什么人 呃 呃 这个嘛 呃 雁炽侠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 过了好久 终于支支吾吾的 我也 我也不是很清楚 就是有人突然找上门来 自称是什么双舌轿 还真是双舌轿啊 许直呼突然就明白了 我说呢 那个教派虽然被石姬娘娘 用什么手段压了下去 但对于之前吃的亏还是不能忍 所以又花钱找了人来试他 不过说来也是奇怪 为什么他们一直盯着东明山呢 就因为连续两次吃亏 还是一心想在东明山建立分舵 想不通 所以干脆就不想了 许直呼摇摇头 抛开这一线未解的谜团 抬头看着对面的咽尺侠 唉 好不好吧 那么老兄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呢 还要继续去东明山斩妖除魔 当然 我被证道中人 岂能搬土而飞 艳赤侠买领正气的一排珠子 想想有点郁闷 不过在那之前 我得先把你送到凡人城池去 掌柜子 结证 好 好嘞 柜台上打磕水的掌柜立刻迎上来 很客气地递上账单 客官 要结账是吗 哈哈 成会啊 一共是一千五百零食 正要掏腰包的艳赤侠 直接就满口喷酒了 等 等会儿 你刚说多少 一千五百零食啊 掌柜笑眯眯地看着他 目瞪口呆啊 艳赤侠目瞪口呆地愣了半天 突然满脸通红地怒了 混账 我们总共就点了四个菜 顶多也就几十块零食而已 你居然敢说一千五 没错呀 掌柜的一点都不生气 使得那份账单挡 别的菜啊 确实只要几十块零食 可是您刚刚还点了这盘 绿岛大虾 这可是灵气充足的食材啊 当然贵了 贵你妹啊 我就是怕贵 刚刚点菜的时候专门问你 这盘虾要多少钱 你说三十零食 没错吧 啊 等会儿 我好像明白了 许之乎突然满脸古怪地打断 看了看那盘普普通通的大虾 又看了看对面满脸笑容的掌柜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 这盘虾虽然是三十零食 不过不是三十零食一盘 而是三十零食一只 厌尸侠突然就喷了 别开玩笑了 这一盘里面至少有三四十只虾 那就是说 别开玩笑了 好黑 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离谱的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记 作者善水 主播 云天河 乔宇等 后期 海燕和青 第四十六集 事实证明 许之乎猜对了 对面那位掌柜显然冷了呢 隔了几分钟才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哎 你怎么知道 难道你以前来我们这吃过饭 那倒是没有 许之乎一本震惊地看着他 突然拍了拍他的肩膀 老兄 你知道青岛吗 青 青什么 那位掌柜愕然无语 不过等他反应过来 立刻就怪笑起来 无所谓了 知道也好 不知道也好 总之 赴账吧 岂有此理 你们这些混账 居然敢这样宰客 燕赤侠终于也反应过来 顿时怒不可遏地抓住对方的衣领 我就不信了 黄天画日之下没地方说理 我今天还就不付这个钱了 真不付 掌柜人就笑眯眯地看着他 不付 就不付 燕赤侠满脸怒气 这样啊 掌柜很无奈地叹了口气 唉 没办法了 既然您不肯付钱 那我也只好 话音未落 半开的酒楼大门突然被一脚踢开 刹那间 十几个满脸凶恶的魁梧大汉 恶狠狠地冲进来 带头的那位怒吓一声 恶狠狠道 大胆狂徒 竟敢来我们黑山风势扰乱秩序 来人啊 给我拿下 黑山 许之乎突然愣了愣 来不及想了 就在这刹那间 这十几个魁梧大汉 已经拔出刀枪剑戟 猙獰凶恶地猛冲过来 两个混蛋 乖乖交钱走人 否则的话 扎你全家 燕赤侠勃然大怒 翻手拔出五雷剑 怒不可遏地指引上去 再怎么虚弱 也是人缘终结 五雷剑迎风一晃 无数电闪雷鸣 丝鸣闪耀 顿时将这些人缘出街的魁梧大汉 全都打翻在地 那个掌柜眼看情势不妙 早就尖叫一声逃走了 哪里走 燕赤侠仍然余怒未消 就要追上去 走 还没等他来得及冲上去 许之乎早就反应过来 一把抓起他就跑 走什么走 那些混账 还是练气势呢 连脸都不要了 居然在这里开黑店 抢买抢卖 我一定要 别傻了 你看后面 许之乎很无语地指着后面 什么 燕赤侠不明所以地转过头 几秒钟后等他看到身后的情景 突然就难以置信地倒些冷气 酒楼大门外的街上 尖锐警笛声骤然响彻 数十名正在巡逻的黄袍练器室 彼此对视一眼 突然奇迹拔出长剑 恶狠狠地推开行人 向酒楼冲来 几乎在同时 就听得一声轰鸣巨响 原本坐落在方式入口的那尊岩石雕像 突然狂暴震动 迎风一晃 化为猙獰凶恶的岩石妖魔 仰间咆哮一声 扔得整个方式都在轰鸣颤抖 大胆狂徒 请敢来我黑山方式 肆意妄为 来人哪 给我抓住他们 八匹酬金 打尽寒欲练魂受苦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这黑山到底怎么了 练骑士居然会和妖魔鬼怪狼狈为奸 深夜的阴沉天空中 怒不可遏的大吼声 回荡在夜色中 伴随着闪耀腾空的青色光芒 一道清光见光 摇摇晃晃地冲天而起 见光上的燕赤侠 满脸愤怒 驱发俱张 回头望着身后穷追不舍的追兵 只觉得整个人都要气炸了 认真你就输了 许之乎抓住他的腰带 在呼啸吹来的狂风中 勉强睁开眼睛 涂样涂森破 想到年我们那盘天价虾 都打电话叫警察叔叔来投诉了 最后还不是老实掏钱 比起这个来 我觉得后面那些家伙更值得关注啊 说到后面那些家伙 仅仅片刻不到 数十名黄袍练骑士 已经驾着剑光 风驰电掣地快速追赶上来 这些家伙的修为有高有低 看起来像是黑山方式 雇佣来的散修 不过其中几个修为 似乎已经达到人员巅峰 足够解决现在正处在 虚弱气的燕翅侠了 不过和这些家伙比起来 真正具有威胁的 还是那个在练气士们下方山野中 正迈开大步 呼鸣坐响追赶上来的 岩石妖魔 这十腰身高将近十丈 完全由坚硬岩石构造而成 不会什么腾云驾雾 他就仗着自己身躯 巨大魁梧如山 在山野中穷凶极恶地 狂奔追赶过来 每一次高高跃起 轰鸣杂落 都会让整个山野 都在剧烈震动 黑山 黑山 许之呼转头 看着那一只凶恶石妖 突然满脸古怪 等等 该不会这一家伙就是 黑山老妖 小心 还没等他来得及想明白 就听到后面一声长笑 那几十名黄袍炼器士 在追赶上来的同时 突然齐齐从怀中 取出烈焰符咒 刹那间 数十颗赤焰火球 猛烈燃烧 如同暴风骤雨似的呼啸射出 转眼间就追上漆木扩溅 灼热的高温 甚至都让扩溅冒出浓烟来 岂有此理 燕赤霞怒吼一声 催动青木扩剑苦冲而下 虽然是很惊险地躲过了这一劫 却又骤然翻手 拔出背后的那一柄五雷剑 天地无极 乾坤剑法 你们这些不要脸的混蛋 全都给我 破 怒吼声中 五雷剑迎风呼啸射出 化为数十道丝丝闪耀的青色雷电 顿时轰的后面那些追兵 神娘马翻 紧紧一瞬之间 揪几个黄袍练气势浑身焦黑 惊呼着从飞剑上坠落下去 大胆狂徒 还敢负于顽抗 看到这一幕 正纵越追赶上来的岩石妖魔顿时大怒 眼看已经追不上青木扩剑 突然从怀中取出一颗漆黑小石子 恶狠狠地往空中一扔 紧接着 又在众目睽睽之下 这家伙突然轰然一声跪倒在地 没错 是真的跪倒在地 而且还毕恭毕敬地败了三百 神童广大 势不可挡 有请 大王法身降临 卧槽 这家伙在搞什么 许珠和燕赤霞面面相去 只是这刹那间 就看到夜空中一变突身 迎风一晃 那颗看似不起眼的漆黑小石子 突然在瞬间化为漫天漆黑蜜云 紧接着 就看到那片黑云中 一只完全由漆黑岩石组成的巨大手掌 遮天蔽日地骤然现行 紧接着穷凶极恶地狠狠抓落下来 你大爷的 燕赤霞看得目瞪口呆 忍不住抱了句粗口 勉强催动着青木扩剑 疯狂逃离 但问题在于 那只漆黑剧长的体积实在是太大 以至于方云数百丈 全都在他的攻击范围内 五根石柱般粗大的手指 骤然合拢 如同肩不可摧的巨大牢笼 眼看就要把青木扩建 连同上面的燕赤霞和许之乎 碾成碎片 在这种恐怖的威压面前 燕赤霞忍不住满口喷醒 混账 这到底是什么 那个谁 拼到快撑不住了 你先 你在干什么 还能干什么 就在燕赤霞的惊恶目光中 许之乎已经开始脱衣服 没错 就是脱衣服 转眼间 太精把自己那条白衬衫给脱了下来 也不管什么上半身赤裸裸的 直接是挥舞着那条白衬衫 满脸古怪的迎风一抛 没有 我要是感冒了的话 全都是 折天蔽日 呼啸声中 腾空而起的白衬衫骤然暴涨 迎风一晃足有数十丈宽 几乎将大半个天空都遮蔽住了 几乎在同时 那只漆黑巨长恶狠狠抓落 顿时撞上迎风飘扬的白衬衫 一声巨大轰轰声 如同惊雷震荡天空 暴涨的白衬衫在这凶猛一击下 顿时 撕鸣分裂 化为无数碎步片 伴随着汹涌澎湃的沸腾气浪 朝着四面八方飞散开来 不过 也正是靠着他的艰难遮挡 狠狠抓落的漆黑巨长 也骤然停滞 紧接着轰然炸裂开来 原本遍布整个天空的恐怖威势 顿时如退潮般 消散无形 让轻木扩建 很惊险地豪脱出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记 作者善水 主播 云天河 乔宇等 后期 海燕和清 第47集 什么情况 这是什么情况 燕赤霞目瞪口呆地转过头 看着上半身赤果果的许致呼 那个谁 你不是普通书生吗 身上一点灵力波动都没有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奇怪的法器 许之呼被寒风一吹 忍不住打了好几个喷嚏 别管了 有多快给我逃多快 要是再来一次 卧槽 好吧 跟赤脚待久了 连乌鸦嘴都会传染的 还没等清目扩建再度逃离 就看到下面那只严实妖魔再度怒吼 转眼间又取出一枚漆黑小石子 恶狠狠地往空中一扔 神童广大 势不可挡 有请大王法身降临 你妹呀 许之呼和燕赤霞彼此对视一眼 气急败坏地同时大喝 是 说闪就闪 清目扩建根嚼了血脉似的疯狂逃离 问题是后面那只刚刚成型的漆黑剧长 早就再度肆无忌惮地镇压下来 以至于周围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 你妈 我这次感冒是一定的了 许之呼很无语地抬头望天 直接就在燕赤霞不忍直视的古怪表情中 又手蒙搅乱地把裤子给脱了下来 顺便说一句 这是他最喜欢的一条裤子 好吧 别管什么形象 他直接光着两条腿 举起裤子 用一扔 一 二 三 再来一次 遮天蔽日 迎风暴涨数十倍的裤子 和凶猛抓落的漆黑剧长狠狠相撞 顿时掀起怒海狂潮般的巨浪 清目扩建如同惊骇海浪中的孤舟 很惊险地跌宕起伏 摇晃震动 却终于在最后时刻勉强逃脱 再度朝着远方呼啸射去 岂有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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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连两次被敌人古怪逃脱 那只严实妖魔简直是又惊又怒 刹那间 仰天咆哮一声 再度从怀中取出第三个漆黑小石子 恶狠狠地用力抛出 你大眼的有完没完啦 燕赤霞目瞪口呆地望着半空 眼看着那只漆黑剧长再度成形抓落 都不用想了 第一反应就是猛然转头看着许志乎 你妹啊 许志乎很无语地低下头 看着自己浑身上下警示的那条小裤裤 突然觉得毛骨悚然 狗 你不是认真的吗 我可没打算当天庭 话音未落 那只漆黑剧长已经猛然地抓落下来 恐怖的威压之下 燕赤霞浑身颤抖 猛然越气 直接喷出一口金血 硬生生地举起五雷剑 朝天轰去 该死的 我来顶着他 你先走 刹那间 五雷剑借助金血爆发 很艰难地顶住漆黑剧长 轻目阔剑却在此时呼啸一声 带着许志乎补冲而去 虽然眼看着就要分裂碎裂 却还是很顽强地滑翔冲进了一片灌木林 轰然一声 整片灌木林四分五裂 但靠着漆木扩建的最后支撑 许志乎还是有惊无险地摇晃落地 顾不得浑身都是灌木滑坡的血痕 他猛然抬头望去 就看到燕赤霞在闪耀雷霆中 被那只漆黑剧长恶狠狠地拍呼 如同断线似的倒飞出去几百米远 重重撞在远处山谷中 岩石妖魔凝笑一声 轰鸣作响的凶恶追赶上去 却还不忘转头 看着后面追上来的那些黄袍道士 你们几个给我抓住那个逃跑的小子 老子要让他受尽折磨 痛苦难耐 不用吩咐 那几十名黄袍道士早就催动飞剑 风势电掣地俯冲而下 带头的红脸羞是远远望见灌木林中的许之呼 顿时露出猙獰冷笑 小辈 束手就擒的话 本尊还能让你少受点苦楚 好 这是你们逼我的 许之呼麻脸古怪地低下头 看了看自己身上仅有的那条小裤裤 只能深深吸了口气 很艰难很挣扎地伸出手 好吧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就 话音未落 呼啸声骤然响彻天空 就在这刹那间 一道熊熊火光划破天际 如同从天而降的陨石 从东南方向飞射而来 火光过处带起强烈的阴暴声 狂风呼啸 以至于沿途树木全都弯曲 什么 几十名黄袍羞是满脸惊恶 不由自主地齐齐抬头望去 就在他们惊恶眼神中 那道火光风时电车般射来 却又在飞过灌木林上空时 猛然一顿 紧接着 得意洋洋的怪笑声 就这样在半空中响起 老大 我来救你了 没迟到吧 都怪那个狐狸精妹子了 总喜欢把肚都挂外面 害得我忍不住停下来欣赏 深夜的黑山脚下 破碎的灌木林随攻摇望 本该飞进法系乱闪的激烈战场 却笑是突然被人按下了暂停键 快要感冒的许之物也好 几十个猙獰冷笑的黄袍练器士也好 全都瞠目结舌的杨起头 看着半空那个架着云雾漂浮 得意洋洋大笑 还自称是天降骑兵的电饭锅 没错 那就是个电饭锅 如假包换的电饭锅 圆滚滚的锅声青光闪耀 呼啸作响地漂浮在半空中 锅园上挂着一条可疑的粉红色肚兜 锅盖还伴随着夜风摇晃 蓬蓬作响的一张一合 发出得意洋洋的怪笑声 老大 我没有迟到吧 要不是刚刚痛 不对不对 锅图都花了点时间 我还能来得更早嘞 这 这女胞 这女胞是什么鬼啊 别说是许之乎了 那几十个黄袍练器士 都已经看得是彻底实话 满脸都是那种 老子一定是疯了的震惊表情 你 你 你到底是 到底是 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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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头啊 片饭过美好气地翻翻白眼 又很得意地在空中打了个滚 这才清了清嗓子的 全都听好了 咱家祖籍京东商城 江湖人称郭郭 乃是我家老大亲手练制出来的 呃 灵气 灵 灵气 几十个黄袍练器士面面相觑 抛开什么京东商城不提 灵气这个词 他们还是懂的 据说 普通法器在经过几次提升之后 偶尔也会出现罕见的 开启灵智现象 而拥有了灵智的法器 就拥有了自我意识的初等智慧 往往被称之为灵气了 可问题是 问题是谁见过这么古怪的灵气啊 先别说他造型 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单单是这得意洋洋的自恋性格 还有那条随风飘扬的粉红色肚兜 卧槽 这家伙刚刚洗几了哪一家凡人肚兜店吗 等会儿 我认得你 许之后在旁边看到目瞪口袋 这之后突然反应过来 你你你你你你 你不就是我之前用来练他的那杠 嘿嘿对啊对啊 就是我 自称为锅锅的电饭锅眉开眼笑 立刻喜滋滋地飘落在他身旁 还很依依不舍地地上那条粉红色肚兜 开启灵智之后初次见面 老大你要多关照啊 这条狐狸精妹子的肚兜 就算是见面你了 别闹了 我要一条肚兜干什么 许之后忍不住翻白眼 却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什么情况 我就是用电饭锅来练练丹 顺便帮他提升了两次 从没想过 等会儿 该不会就是因为连续提升了两次后 这家伙突然就开启灵智成了灵气吧 天知道是不是呢 反正这时候 姑姑已经有了自我意识 而且还很忠肝义胆地挡在他面前 老大你放心了 有我在什么都不用怕 喂 你们这些渣 这要上来投诚呢 投诚呢 还是投诚呢 投 投诚 几十个黄袍练气势都无语了 带头的那个红脸练气势 好不容易才反应过来 几乎是下意识地举起长剑 混账 灵气又怎么样 还真以为我们会 起死吧 阴险啊阴险 看似还在交谈 突然这家伙怒吓一声 直接就是树到浮露 呼啸射出 刹那间 树颗赤眼火球迎风一晃 只如闪电的呼啸而来 灼热火浪汹涌沸腾 眼看着就要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气 作者善水 主播云天河 乔宇等 后期海燕和清 第四十八集 我操 雷真的呀 还没等许之呼反应过来 郭郭早就轻轻一晃 得意洋洋地晕上去 银白色锅盖猛然张开 直接把几颗呼啸射来的 火球全给通了 怎么可能 那位红脸练气室吃了一惊 几乎是下意识地再度仰手 旁边的几十个黄袍修饰 总算如梦初醒 当即手猛搅乱 提起猛弓 顿时秀是 数十颗火球凶猛射出 怕你们呀 看咱家的 吞食天地 郭郭全然无惧 张开锅盖在半空中飞舞 转眼间 他就跟往前截杀似的 把几十颗赤焰火球全都吞了下去 而且还意犹未尽地打了个宝格 冒出一缕鸟鸟青烟 呃 火球而已 不够宝啊 有没有威力大点的 再来再来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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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啊 那几十颗黄袍练器士全都惊呆了 带头的红脸练器士看得瞠目结舌 忍不住又惊又怒 顿时满脸战红的怒吓一声 直接催动飞剑狠狠射出 呼啸声声中 数十柄飞剑如同暴风骤雨 将整天灌木林都映照得如同烈日当空 又看到荧光闪映而过 剑气纵横 呼啸似射 把周围的山石树木都搅得粉碎 喂喂 你们这些混蛋 来真的呀 漫天剑气中 咕咕中有点抵挡不住 气急败坏一边闪躲一边张口猛吞 可就算是这样 还是有数道灵力剑气呼啸而至 重重斩在他的锅身上 卡得轻光闪耀火星似剑 妹啊 知不知道修电盘锅有多贵啊 被砍得咕噜噜打转 郭郭也是彻底怒了 停手 给我 混蛋 老子都说了停手了 你们还砍 信不信 当朗一声 又是一件恶狠狠的展落 召唾之间 郭郭就地一个翻转 很惊险地避过灵力剑气 可是挂在锅炎上那条肚兜 却没有那么好运气 直接就被凌空割裂 随风一晃 飘落下来 不要啊 我的肚兜 我好不容易才收进来的 刚被追着砍都没有这么愤怒过 郭郭顿身满脸悲愤地怪叫一声 直接迎着剑气冲上去 大爷的 要砍就砍我 别问我的 还没说完呢 又是一道灵力剑气射来 居然就那么准 刚好砍中粉红色肚兜 直接把它撕成了碎片 就像是被一道雷给红肿 伤心欲绝地锅锅呆立原地 圆滚滚的锅声剧烈颤抖着 跟看到初恋情人死在自己怀里似的 寂静 诡异的寂静 几十名黄袍练气是面面相去 突然有种很不好的预感 为什么我觉得 你叫我好像要 不可 不可饶恕 不可饶恕 刹那间浑身颤抖的锅锅 骤然转身 窩儿发出无穷无尽的黑色明雾 汹涌翻滚的黑雾狂浪中 他的身躯不断暴涨 如同魔神降临似的腾空而起 竟在瞬间 转化为巨大如山的恐怖阴影 混账 你砍我就算了 追杀我家老大也罢了 你这些杀浅刀的混蛋 你居然敢伤害我最心爱的纪念品 你全都 全都给我去死吧 刹那间伴随着锅盖的猛然张开 无数刚刚被吞噬进去的火球剑气 如同汹涌澎湃的狂潮巨浪 在瞬间吞没了方圆数百丈 什么 几十名黄袍练器士起起惊呼 甚至还来不及闪避 就被这山红爆发似的火球剑气吞没了 去死 去死 找找我推尸天地加独转星衣的厉害 在郭郭气急败坏的怒吼声中 无数火球剑气呼啸攻击 就像是有人用百门高射炮再轰一座小山坡 而且还不要钱似的轰了半个时辰 等到弥漫的烟尘渐渐散去 整片空地都已经被轰得支撱破碎 到处都是蜘蛛网式的裂缝 几十个黄袍练器士已经集体昏迷倒地 浑身焦黑四肢抽搐 眼角还有泪痕轻轻滑落 估计他们这辈子见到锅之类的东西 都会立刻蹲下来 计算心理阴影面积有多大了 许之呼从刚才到现在就没有动过 这时候终于不忍直视地摸摸下巴 好像 好像 没我什么事了 其实 还是有他的事 至少这个时候 恢复原型的郭郭还蹲在那里 抱着一堆粉红色的小布片 哭得泣不成声 那些礼啊 人家每天都观察狐狸姓妹子的日常习惯 又在他家门口蹲了三天三夜 好不容易在 我世间情为何物 浑者伤心啊 听者落泪啊 许之呼在旁边都听不下去了 忍不住拍拍他表示安慰 那什么 节哀顺变啊 俗话说得好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对啊 刚刚还伤心欲举的郭郭 突然就蹭得郭声一亮 没错没错 还是老大你说的对 我记得东明山还有许多美貌女妖精 比如那头猪的花样妹子 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等这次回山以后 仔细想想 打电饭锅的话应该不算犯法吧 许之呼满脸古怪的无语望天 终于强行按下拍飞这家伙的冲动 不管怎么说 至少 他刚想到这里 就看到远处烟尘沸腾 一个巨大的身形腾空而起 如同从天而降的恐怖陨石 重重砸落在灌木丛前 也是于整个地面都在剧烈震动 居然让那大狐子跑了 弥漫的烟尘中 凶恶的岩石妖魔 猙獰冷笑着 昏黄的月光下 他的魁梧身躯 如同一座山岳 居高临下地俯瞰着许之呼 就像是在俯视一只愚蠢的蝼蚁 不过 至少不算一无所谓 可怜的家伙 你是打算自觉跪下来投降呢 还是打算让我把你红成肉酱呢 我可以求助场外观众 或者去掉一个错误答案吗 许之呼一本震惊地看着他 顺便轻轻一伸手 姑姑 把菜刀递给我 我说的是菜刀 多亏了他的提醒 姑姑赶紧把血发水通回肚子里 紧接着张开锅盖一噴 呼啸声中 五柄菜刀齐齐呼啸飞出 如同飞鸟似的盘旋在许之呼身旁 下一刻就听得一声清澈长鸣 五道青色刀器冲天而起 在熏风中迎风一晃 顿时化为有若实质的巨大刀影 紧接着青光猛然闪耀 这巨大刀影缓缓转过声来 看似不经意地磨了一磨 以至于漫天阴云都骤然碎裂 清晰地献出那行大字来 对不起之呼 你是个好人 风水轮流转 今年到我家 半个时辰前 许之呼被追的是坠剑 只剩一条小酷酷在寒风中随时会感冒 半个时辰后 虽然它还只剩一条小酷酷 但左右青光盘旋的菜刀五方族 又有吞噬天地 斗转心仪的电饭郭君 说是武装的牙齿也不为过 刹那间 五道青色刀器冲天而起 顿时凝聚成巨大的青刀幻象 紧紧在黑暗天空中随意磨了一磨 就将漫天阴云硬生生地削碎 献出一轮如孤残月 洒下一片清冷肃砂的温黄月光 猙獰的冷笑突然凝固在脸上 那只严实妖魔满脸呆滞地抬起头 正正望着虚空中的巨大青刀幻象 就像是突然魂飞魄散似的 寒风呼啸而过 它突然打了个寒净 猛然转头盯着许之呼 隔了好久 才倒吸一口冷气 下意识地后退几步 等等 你 你就是 就是那个 被拒绝了的失恋家伙 不许再提这个 许之呼差点呛道 随手轻轻一挥 五柄菜刀顿时在空中呼啸盘旋 仿佛随时都会毫不留情地展落下来 不过在那之前 姑姑早就得意洋洋地跳出来 紧接着摇身晃了晃 直接变成一个红光闪耀的微波炉 老大 放着我来 那个谁 查户口了 你叫什么名字 暂住这身份这驾驶照 全部拿出来 这又是什么东西 闲事妖魔简直都混乱了 只是下一刻等它反应过来 当即恶狠狠地咆哮一声 就从怀里面取出一颗漆黑小石子 混账 人党老子怕你们不成 这黑山方圆五百里之内 全都是我家大物的地盘 倒要看看你们谁敢 是吗 昏暗夜色中 一个阴气森森的声音 突然如毒蛇一般 丝鸣响起 你确定黑山五百里内 都是那个自大狂的地盘吗 谁 银石妖魔吃了一惊 毛骨悚然地猛然转回头 刹那间 等它望着东南方向 隐隐看见沙沙摇晃的 漆黑松林树影时 突然间就面色大变 几乎是下意识地低吼一声 毫不犹豫地掉头狂奔逃离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气 作者善水 主播云天河 乔宇等 后期海燕和清 第四十九集 哈哈哈哈 蠢货 现在才想到逃走吗 几乎在同时 那个阴森森鬼魅冷笑声 突然再度回响在漆黑夜色中 冷笑声未露 数百道藤蔓 从林中呼啸射出 如同嘶嘶低鸣的剧毒蟒蛇 转眼间就追上了岩石妖魔 顿时将他的双腿紧紧缠住 无论如何挣扎都逃脱不了 又是你 又是你这魔头 岩石妖魔满脸扭曲地拼命吼叫 眼看藤蔓已经疯狂缠绕上来 哪还管得了那么多 直接抓起那颗漆黑小石子 吞进肚子里 刹那间 阴暗黑雾从他体内汹涌而出 紧紧一瞬 这家伙居然两眼通红 猙獰咆哮 整个身躯突然暴涨到数十丈 肩膀处更是咔嚓探出六条 树干粗的石壁 带着恐怖威蚀 狠狠杂路 一击命中 数十道藤蔓 全都被轰得粉碎 振脱出来的岩石妖魔 显然已经失去理智 不仅没有借机逃跑 反倒猙獰咆哮着 凶猛狂奔 势如山月的 撞向那片松林 恕若无睹 松林中依旧鸭雀无声 直到下一刻 眼看着对方就要恶狠狠地撞上来时 那个阴森森的声音 再度冷笑了起来 真是个蠢货 既然是这样的话 刹那间 整片松林中阴气弥漫席卷 伴随着尖锐刺耳的 鬼名乌烟声 数百道绿森森灵火 同时腾空而起 如同浮空灯笼似的 放出幽暗绿光 照亮了那独立在树下的 阴森女妖身影 啊 那个是 许之乎满脸惊讶地 转头望去 樱花黄如霜的月光下 阴森森的女妖身影 在光线中不断扭曲 漆黑长袍 遮挡了她的修长身躯 只露出一张 苍白如纸的冰冷面容 是的 这面容或许原本 显得妖娃美丽 然而此刻 却布满数十道 鲜红如血 并且如灵蛇般 扭曲游动的 真凝长痕 如同鬼魅 伴随着毫无声气的 嘶嘶宁笑声 这只女妖 无声无息地 向前踏出一步 刹那间 数百道绿色灵火 在她身旁 急速呼啸盘旋 每盏绿火中 都能隐约望见 苍白扭曲的 女鬼面容 更为恐怖的是 这些女鬼面容 都在滴滴吟唱着 发出令人浑身颤抖的 尖锐乌叶声 我来感觉 这其实 简直邪恶的 许之乎在远处 看得不寒而立 突然有种 很恍惚的感觉 就好像自己 正面对着 网友里的最终大头目 挥挥手 就能让整个 公会团灭的那种 事实上 别说是她了 就连已经失去 理智的严实妖魔 也在望见 这黑袍女妖身影的 一瞬间 不由自主地 站立发抖 就要嚎叫一声 转身逃跑 愚蠢 冷叫声 骤然响起 仿佛能让人的 灵魂陷入冰封 刹那间 当这阴森女妖 再度向前 踏出一步时 无数黑雾如潮水般 汹涌而出 在她背后 纵然凝聚出一颗 苍天耸立的 古术幻影 这古术幻影 巨大到难以想象 漆黑如夜的树冠 如同广阔 无边的散盖 将恐怖的阴影 投向整片黄园 随风摇晃的 漆黑树冠中 却又隐藏着 数百张扭曲的 女鬼面容 每一张苍白面容上 都流淌着鲜血 发出让人 心魂战力的 低影浅唱声音 下一刻 伴随着 女妖的 青睛挥手 藏匿在树冠中的 数百只 阴森女鬼 顿时齐齐 阴森凝笑着 腾空而起 昏黄冰冷的 月色下 她们仿佛 巨大苍白的 吸血边吾 在晕晕密布的 天空中 急转盘旋 仅仅片刻不到 就追上了 落花而逃的 岩石妖魔 刹那间 伴随着一声 尖锐长笑 无数女鬼 疯狂尖叫着 俯冲下来 如同羞有澎湃的 怒潮 直接将岩石妖魔 彻底吞没了 远远望去 可怜的岩石妖魔 就像是被一匹 惨白不匹 紧紧裹住 徒劳无力的 疯狂挣扎 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在她的愤怒 咆哮声中 似乎还夹杂着 许多 嘶嘶作响的 瞬息声 就好像那些女鬼 正从她身体中 吸走魂魄 和生命力似的 仅仅片刻之后 等到那些女鬼 心满意足的 再度腾空 重新钻进 女妖身后的 漆黑树棺中时 茫茫荒原上 唯一能证明 岩石妖魔存在过的 就只剩下一大堆 破碎散落的石块了 真是个蠢货 阴森女妖 嘶嘶冷笑一声 却又抬头望向 迷雾中的黑山 都听好了 本尊再说一遍 谁敢再擅自 踏入我们拦惹寺 这个蠢货 就是你们的下场 雪石虎本来在旁边 看得是肃然起敬 可等听到 蓝惹寺这三个字 突然就满口喷奶了 等会儿 哪个蓝惹寺 就是那个 聂小千的蓝惹寺 就是那个据说 一只和知识 抢生意的蓝惹寺 就是那个据说 住这一只千年树妖 很可能就是 树妖姥姥的 啊 就在这刹那间 那只疑似 大反派 疏摇姥姥的 阴森女妖 突然再度冷笑一声 面无表情地 转头望向这边 随着她的冰冷 视线望来 她背后的漆黑树冠 顿时在寒风中 摇晃作响 隐藏在茂密枝叶中的 数百只女鬼 争鸣低音 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仿佛又要再度 呼啸冲突 不走 许之乎下意识地后退几步 顺手轻轻一指 五柄菜刀顿时 齐齐呼啸盘旋 如同银白鱼群似的 将她护在其中 老大 你放心 有我在呢 郭郭也立刻忠心 耿耿地跳了出来 锅盖一张一合 放出清光 说话间 那只阴森女妖 已经在漆黑迷雾中 如同声冤鬼魅似的 缓缓靠近 三十丈 二十丈 十丈 伴随着她的距离越来越近 周围的温度急剧下降 就连岩石上都减满了冰霜 咫尺之间 许之乎甚至都能望见 对方的清新面容 在那苍白如纸的面容上 若百道血痕 正如灵蛇般 扭曲 抽搐 让人紧紧看了一眼 就觉得毛骨悚然 紧接着 就在这刹那间 缓缓冰静的阴森女妖 突然冷笑着停下脚步 并且抬起阴气森森的冰冷食指 许之乎猛然变色 第一反应就是催动 诶 没有发动攻击 也没有释放妖术 停在原地的阴森女妖 只是举起了双手 在脸上很费力地揉了揉 然后就看到那些扭曲抽搐的血痕 全都如同橡皮泥似的 被搓了下来 许之乎满口喷牛奶 锅锅满口喷米饭 等等 什么情况 这是什么情况 那个看上去很阴森很邪恶的家伙 好像正在 正在 卸妆吗 没错 在卸掉脸上恐怖装束后 这位女妖大人 又一边揉着微微发红的脸颊 一边脱掉那一身阴气森森的黑袍 顺手还打了个响指 让四周弥漫的漆黑阴云 也一起突然消失了 几秒钟后 重新出现在许之乎面前的 居然是一位 很大家闺秀气质的 长身玉剑 一身翠绿色的锦绣长裙 衬托的身姿格外高挑婀娜 温润柔华的鹅蛋脸 云并上装饰着几片嫩绿的星叶 笑容可居喜气洋洋的 左手夹着一卷账布 右手拿着一个金色算盘 腰间还挂着一串铜钱转饰 轻风吹来 叮当作响 啊 这是卸妆还是易容啊 等会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 亚洲三协助之一 日本化妆术吗 嗯 日本 是什么 对面的鹅黄长衫群玉剑 很迷惑的眨眨眼睛 几秒钟过后 等他看到许之乎那 无比价值不菲的菜刀法器后 突然就眉开眼笑 满脸亲切 当即喜喜洋洋的伸手入怀 也不知道从哪变出一大堆东西 很热情的全都递了过来 这位客官 我看您气宇不凡 一定是来我们黑山方式采购商货的吧 我这里刚好有一件千年树枝制成的法棍 只卖九九八零食 买三根还送一根哦 不要发棍啊 那也没事 您看看 这香秘梨果怎么样 实不相瞒 这是我们蓝褥寺里的特产 每三百年才出产五百克 吃了以后能增加寿源平天修为 嗯 您要成心药 我给您再打个八折 呃 客官 您怎么不说话 脸色也有点难看 好像嘴角还在抽搐 哦 一定是刚刚得了风寒 没事的没事的 我这里还有一剂专制风寒的灵药 看您顺眼就办办 哎哎哎哎 等等 我还没说完呢 哎 客官 您要去哪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记 作者善水 主播 云天河 乔宇等 后期 海燕和清 第五十集 在夜半荒原上目睹了一场混战 许之呼花了整整半个时辰发丹 又从姑姑那里拿了两三颗丹药补充体力之后 终于搞清楚了现在是什么状况 首先刚刚燕赤霞带着自己去的那个方式 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黑山 没错 就是那座住着黑山老妖的黑山 而那个追着自己不放的严实妖魔 应该就是黑山老妖的手下 其次 既然黑山老妖都登场了 那么蓝惹寺还会远吗 所以刚刚轻松干掉严实妖魔的那只阴森女妖 应该就是那一位蓝惹寺的大反派疏妖姥 而那些藏在她茂密树棺里的女鬼 嗯 我倒想知道 哪位是小剑姑娘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以上提到的这些家伙 全都疑似无证小摊贩 想象一下 刚刚还阴气森森 邪恶恐怖的树摇姥姥 居然在战后收起黑雾 露出原貌 直接变成了笑容满面的美貌欲剑 还拿出完全没有质量保证的奇怪小商品 开始热情洋溢滔滔不绝地推销 而且信誓旦旦地表示 三个月内包退包休 这还不算什么 旁边那些满脸惨白吐着诚实的女鬼 这之后也全都收起阴气 卸掉真名妆容 全都变成娇俏可爱的漂亮妹子 而且还阴阴艳艳叽叽喳喳地围了上来 拿出各种据说是兰惹寺特产的鲜货 一定要她带点回去 客官客官 这个桂花糕是我们兰惹寺的特产哦 吃了以后能够补充灵气 你要不要来几盒呢 就是就是 还有这个樱泉茶 您可以先喝喝看啊 对吧 味道是不是很好啊 现在买的话还可以打折 送货上门也可以了 嗯 我喜欢这些啊 那要不要来看看这本修炼秘籍 如果可卖两本的话 我们还附送漂亮女鬼个 伴着您红袖天香夜读书哦 迷茫 这不科学 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许之后忍不住乌云望天 特别是等他看到那位树妖玉姐 又笑盈盈地凑了上来 还拿出据说能驱鬼的沐鱼 表示可以打八折的时候 突然就觉得 自己的事件观再次崩溃了 喂喂喂喂 别闹了好吗 说好的邪恶大反派呢 说好的以前狡诈呢 说好的诱惑凡人采阳不阴呢 姐姐你们这样每一节奏地 钻前眼里对得起将来 前来斩妖出没的燕大师 和打算跟小千商业生死链的宁采 真的 好吧 真的够了啊 眼看这位玉姐大人还要亲自用沐鱼 掩饰一下如何驱鬼 甚至还打算叫个漂亮女鬼妹子过来做示范 许之后赶紧擦擦冷汗打断她 买东西什么都新方法 倒是刚刚多亏了姐姐您帮忙 多谢了 安了安了 只是举手之狼 树妖玉姐依依不舍地放下沐鱼 又毫不在意地挥挥手 说真的 其实我也不是专门帮你 谁叫那家伙擅自违背规矩 闯进我们兰惹寺呢 还真是兰惹寺啊 许是乎忍不住满脸古怪 又看了看这位玉姐大人 久仰大明啊 如果没猜错的话 姐姐您应该就是兰惹寺的 嗯 伦家姓木 单名一个柳子 树妖玉姐轻轻抬起手 摸了摸发冰尖的几片翠绿嫩叶 嗯 你应该看得出来 伦家是树妖对吧 啊 起指啊 我还知道姐姐你以后会变成树妖姥姥呢 许之后心里犯嘀咕 倒是觉得有点奇怪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位木柳玉姐显然是百分百纯天然女性 而且还很漂亮的说 跟那位传说中忽男忽女又很邪恶的树妖姥姥一点都不像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她又怎么会逼迫小倩 诶 说到小倩 作为妾女幽魂的忠实粉丝 许之后倒是突然很好奇 立刻睁大眼睛看着那群漂亮的女鬼妹子 那什么 诶 我能不能问一下 请问哪位是小倩姑娘 出乎预料 一群漂亮女鬼妹子面面相去 到最后还是木柳很惊讶地举起手 诶 请问小倩是谁 这次轮到了许之后满脸惊讶了 诶 等一下 难道兰惹寺没有小倩 这不科学呀 没有小倩的懒惹寺那还能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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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琢磨着呢 一阵深夜寒风吹来 她忍不住连打了几个喷嚏 这才想起好像自己只穿了一条小裤裤 嗯 真的感冒了 木柳玉姐看得是大为同情 赶紧又拿出刚才那一份药剂来 这个要不要试试我亲手熬的药剂 保证快速见效 而且一点都不怪 只要 啊 是在下输了 许之后忍不住泪流满面 呃 不用 真的不用 比起什么药剂来 我觉得我现在更需要一个住宿的地方 住宿 还没说完呢 木柳突然就眼前一亮 立刻眉飞色舞地拉起它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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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懒惹四除了出售各类鲜火之外 有位过路客人提供住宿 有饭菜 有热水 有澡堂 而且前不久刚刚装修过耶 我 不是吧 许之后很无语地踩踩冷汗 有种刚下火车就被拉进小旅店的奇怪感觉 事实上也差不多 几十个漂亮女鬼妹子早就阴阴而上 满脸热情笑容可居地团团围住她 叽叽喳喳地拼命推销兰惹四 还有个黑发妹子很热情地凑上来 主动提出帮她拿行李 呃 不对 是拿锅锅 不答应都不行 许之后只能泪流满面地答应下来 然后就在一群漂亮女鬼妹子的欢呼声中 由木柳在前面亲自带路 冒着深夜寒风前往兰惹四住店 事实上 这座废弃的古寺就在黑山脚下 所以仅仅五分钟过后 等到众人越过一座山坡时 就轻心望进不远处的寺庙虚影了 深夜的寒风中 昏黄的月色当空洒落 罩在荒凉寺庙的岩角上 两扇破旧的大门随风枝丫作响 透过摇摆不定的门缝 可以远远望见青石柏上蔓延生长的野草 和大堂中那早已残破不全的香炉 姐姐您刚才说这里不久前装修过 许之后很无语地抬起头 看着大门上足有两寸厚的灰尘 省不住满脸古怪 对啊 三百年前刚装修过 木柳一本震惊地回答 头顶上好像都闪耀着尖伤的光环 这个 我们是妖怪嘛 随随便便都能活个几千年 三百年确实是不久以前 啊 说得好有道理 我竟无言以对 许之后只能默默望天 跟着木柳和女鬼妹子们 进了蓝脸寺 好吧 至少和外面的凄凉状况相比起来 蓝脸寺里面还算是干净整齐 虽然屋顶上难免有几个破洞 虽然窗户根本关不上 虽然桌子椅子都只有三条腿 我哈 要不要这么惨啊 许之后都快看不下去了 我原本以为东明山就够穷了 没有想到蓝脸寺比东明山还要穷 难怪只是经常怨念说蓝脸寺跟他抢生意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 看这位木柳玉姐的修为 至少也是人缘巅峰了 还有一大群女鬼助阵 按道理来说 他们就算出去打劫也能打劫到很多零食 足够日常开支和平日修炼了 又怎么会穷到这种程度 而且动不动就变身路边小摊贩推销各种货物呢 想不通 所以干脆就不想了 他看看走廊两旁的破旧房间 倒是忍不住打了个大哈欠 好困啊 木姐姐 您刚才说我的客房在哪 哦 多亏他的提醒 木柳总算想起来还有一笔小生意可以做 顿时精神一震 房间啊 哪个房间都可以啊 你随便进去住好了 需要什么就跟我们讲 热水饭菜换洗衣服 不过 事情不行啊 别闹 咱家住小宾馆的时候 从来不看门峰下面递过来的卡片好吧 许是乎很无语地擦擦冷汗 看了看走廊上一排的房间 还真的随便找了个进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气 作者善水 主播 云天河 乔宇等 后期 海燕和清 第五十一集 作为懒惹次旅店的老板娘 木柳还真的很周到体贴 特意帮她拿来几件郁寒的衣服 然后又刷的一声 不知从哪变出一根淡青色的熏香 很亲切很亲切地看着她 就连发冰间的翠绿嫩叶 都很可爱地轻轻摇晃起来 啊 我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许之狐突然目瞪口呆 果然下一刻 木柳就直接冲上来 满脸笑容地举起那根熏香 嘿嘿 那什么 客官 你要不要再来一根定神香 这可是我们懒惹似的特产 专门用来定神修炼的 只要二时零时 我还没说完呢 别关门呀 再见 不送 许之狐面无表情地 冲着外面喊 又站了原地 发了一会儿呆 就才把注意力 转移到旁边的 锅锅身上 说起来 我居然还多了一只 很奇怪的宠物 这个应该算宠物吧 老大 你干嘛这样看着我 锅锅很无辜地摇晃着 什么都没有 许之狐很无语地摸摸下巴 决定还是去睡觉好了 只不过 等到爬上床 刚要躺下来 他突然又想起一件事 忍不住满脸古怪地转过头 哎 等会儿姑姑 我先确认一下 你不会趁我睡着以后 出去偷木柳他们肚兜的 对吧 呃 这个嘛 姑姑本来满脸兴奋地 打算滚出去了 听到这话 顿时就垂头丧气了 隔了半天才可怜巴巴当 好吧好吧 既然老大你这么说的话 那今天就算了啦 真的 许之狐还是表示很怀疑 喂喂喂老大 你这是在怀疑我的锅品吗 嗯嗯 如果我去偷他们肚兜的话 就罚我 罚我以后随时短路 好吧 这是你说的啊 许之狐买脸古怪地又看了他半天 终于上床睡觉了 也是累了整整一天 没过五分钟 他就已经睡得打呼噜了 下一刻就在这黑暗中 蹲在地上的锅锅突然翘上桌子 然后又摇摇晃晃地爬上窗台 紧接着扑通一声跳了下去 昏沉沉的夜色下 这家伙紧紧贴着墙根 在走廊上咕噜噜地滚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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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啊滚啊滚啊 转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剩下得意洋洋的笑声 还飘荡在空气中 谁说只能偷杜兜了 人家的理想是做国际大盗啊 所以这次要偷的是 可恶啊 谁这么没有功德心啊 居然在这里挖了个坑 懒惹似的一夜啊 好像和平时也没有什么区别 也是累了整天 许之狐睡到第二天早上九点才醒来 咬着手者发了一阵呆 他突然脸色大变地掀开被子 直到确定自己还整整齐齐地穿着衣服后 这才满脸古怪地输了一口气 还好还好 我还真的担心会被那些漂亮女鬼妹子给逆推了 万一昨晚他们真的突然跑来说什么采阳补音的话 我说答应好呢 答应好呢 还是答应好呢 这么胡思乱想一番 精气神倒是渐渐回来了 他很悠闲地顺顺懒腰 这才推门走了出去 大早上的清晨的阳光还真的很明媚 让原本破旧的蓝褥似 披上了一层金色外衣 看起来显得干净雅致了许多 甚至就连蹲在门口鬼鬼祟祟的锅锅 卧槽 等会儿 锅锅 老大 你醒了 看着他出来 锅锅立刻慌慌张张地跳起来 那什么 我昨晚没有出去偷偷偷 真的没有啊 试试试 试试试 就知道 肯定又出去偷了什么东西回来 但愿那位木柳玉姐没有发现 不然的话 诶 说到木柳 木柳还真的神奇出现了 下一刻依旧是一身翠绿长裙的木柳 就这样顺眼惺忪地凭空出现 而且手里还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清茶 唉 早安客官 昨晚住得怎么样啊 唉 顺便说一句 昨晚我们这里好像进籍了 害得我们一整夜没有睡会 结果早上起来一看 发现大家的梳子都不见了 咳咳 我什么都不知道 许试乎很无语地擦擦冷汗 看了看那边满脸无辜坐望天壮的锅锅 赶紧拉住木柳转移话题 唉 说起来今天早上天气不错呀 我看我也该回去了 咦 不多住几天吗 木柳显然有点依依不舍 当然 主要不舍的是钱包 唉 不过好吧 刚好我们也要开门做生意了 顺便送你离开好了 说到做生意啊 这时候那些漂亮女鬼妹子们 还真的都已经纷纷飘了过来 虽然这时候阳光晴朗 阳气很甚 不过借助着胸前挂着的英灵玉 他们还是能够安然无恙地 在阳光下飞来飞去 打开走廊两旁几十个房间的房门 很奇怪的是 在这几十个房间里面 居然堆满了各种鲜货商品 比如从走廊左边数过去 第一个房间里面装满了空板浮路 第二个房间里面装满了链丹用的紫心草 第三个房间里装满了各种盗袍 盗鞋浮尘 很多上面都落满了灰尘 雪之后在旁边看到目瞪口呆 这哪里是拦惹寺啊 分明是拦惹店才对啊 怪不得啊怪不得 怪不得木柳昨晚看到我就跟我推销 敢将拦惹寺的货物都积压卖不出去了 哼 谁说不是呢 收到伤心处了 正抱着几箱紫心草飞过来的黑发女鬼妹子 忍不住泪光盈盈 几个月前大姐大不知从哪儿得到消息 说是崔薇山的牛魔王 要去抢东明山的那只蜘蛛精 到时候双方打起来 肯定会搞得整个东江大乱 法器担药也会跟着涨价 雪之后突然觉得内疚 啊 让你们失望 我们其实就打了几个时辰 不用说 木柳玉姐肯定是以为能够投机赚一笔 所以买了一大批空白浮禄 炼单材料什么的 结果没想到东明山之战结束得那么快 于是买回来的鲜货全都砸在手里了 一万 只是个小一万吗 木柳羞愧得是满脸蕴红 只能尴尬地倾壳几身 别这样 谁都有料不准的时候 我也就是偶尔犯个小错误 还偶尔 不说这个还好 说到这个 一大群漂亮女鬼妹子 简直是伤心欲绝 大前年 姐姐你说清新玉配很好卖 我们辛辛苦苦制作了几百个 结果一个都没卖出去 前年 姐姐你说雪黄袍有人出高价收购 我们又辛辛苦苦缝了几十套 最后连本钱都没收回来 今年五月姐姐你又说驱鬼沐鱼会大卖 哼 我们明明是鬼 干嘛要做驱鬼用的沐鱼 好吧 要不要这么惨啊 我说蓝蛾丝为什么这么穷呢 但是话又说回来 这位木柳玉姐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非要绞尽脑汁想办法做生意赚零食 以姐姐您的修为 哪怕出去收个过路费什么的 应该也够蓝蛾丝的日常开支了吧 想不通啊想不通 不过眼看着木柳已经羞愧地打算撞柱子 许实乎还是赶紧打断 我好奇问一下 姐姐您转那么多零食想干嘛呢 这个嘛 说来话长啊 说到这个 木柳忍不住很感慨地叹了口气 唉 其实吧 如果只是正常修行的话 我们也不需要那么多零食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 有客人 有客人来了 还真的有 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 蓝蛾丝上空已经有几道剑官呼啸而过 看起来是朝黑山方式那里去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气 作者善水 主播云天河乔雨等 后期海燕和清 第52集 哇 有声音 有声音上门了 一大句女鬼妹子顿时精神大胜 立刻抱起空白浮露紫心草 清新玉佩什么的 满脸笑容的腾空迎上去 那位黑发女鬼妹子还举着一个大木牌 隔着很远就热情挥舞 木牌上写着四个几里外都能清晰看到的大字 停戒 吃饭 我 许之后看的是直接喷了 这还真是蓝惹店啊 对啊对啊 木柳还不忘在旁边解释给他听 是这样的 我们蓝惹寺紧邻着黑山 因为那里的法器方式很有名 所以经常会有客人来采购 所以靠山吃山嘛 我们也就跟着卖点法器弹药什么的 不用解释 我懂的 我懂的 许之后默默无语的打断他 又抬头看了半天 终于忍不住转过头 满脸同情的看着木柳 不过话又说回来 木姐姐 不是我打击你啊 好像你们的生意有点 惨 好吧 事实上不是有点惨 而是惨得不忍之事 虽说上空时不时就有练技时呼啸飞过 可是肯停下来听女鬼妹子们推销的 十个里面都没有三个 而这肯停下来的三个里面 一个是走错方向问路的 一个是讨价还价半天都没有谈成的 还有一个 还有个倒是很大方 直接就指了指黑发女鬼妹子 滑里那一箱紫心草 很豪气很慷慨的大手一挥 没问题啊 我全包了 诶 等会儿 我说的不是紫金草 我说的是这位姑娘 包叶什么的 你们怎么打人呢 总而言之 半个时辰过去了 女鬼妹子们抱着笑容迎客 热情推销的原则 宁可杀错 不可放过 终于成功地卖出了五张空白符录 刨除成本的话 总共赚到了两个零食 木柳的心都碎了 估计这时候要是一阵风吹过来 他都能直接化成灰随风飘散 那什么 我突然想起来 我还要赶回去了 许之户真的不忍心再看下去了 赶紧让郭郭拿出一百个零食递过去 这个是昨天的住宿费 因为服务态度很好 所以多加一点 好人哪 好人 木柳感动得不得了 一直把许之户送到了大门外 还远远望着他的背影 很是依依不舍地拼命挥手帕 客官 有空常来 常来啊 我和兰兰他们都会想你的 许之户满口喷血 直接就带着锅锅一起撞树上了 好不容易挣扎着爬起来 他回头看了看还在挥手帕的木柳 又看了看半空中气喘吁吁 累得够呛的妹子们 很认真地想了想 突然又满脸古怪地走了回来 这么快就回来住店了 木柳喜出望外 许之户很无语地摸摸下巴 别误会 是这样的 我刚才突然讲到个办法 说不定能帮你们把那些囤积的东西都卖出去 运气好的话还能小转一点 真的假的 木柳顿时心花怒放 发冰间的翠绿嫩叶都很兴奋地咬啊咬 什么办法 是什么办法 等会儿 你不会要我们满一送一 满一想紫心草 送一个漂亮女鬼吧 别闹 许之户忍不住翻翻白眼 又勾勾手指 示意她覆耳过来 这样能行吗 等听完以后 木柳满脸惊讶地睁大眼睛 满脑子都晕乎乎的 哎呀你试试看嘛 反正你也迈不出去对吧 许之户来了计神补刀 想了想 又犹豫着挠挠头 算了 好人做到底 我就再多留半天 亲自给你示范一下好了 木柳很兴奋地连连点头 当即招招手 把一大群妹子全都叫了回来 几十个人很整齐地围成一圈 一起睁大眼睛 竖起耳朵 听许之户讲解 那个叫小兰的黑发妹子 很认真的拿出了一个小本本 边记边听 十分钟后 许之户详详细细地讲解了一遍 那好了 大概就是这样 还有问题吗 没问题是没问题了 不过一大群妹子面面相去 还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小兰还咬着笔 犹犹豫豫地举起手 客官 我有点不懂啊 如果这样做的话 我们好像会 还没说完呢 原本冷冷清清的兰尔斯上空 突然又有几个练气室 遇见呼吸而过 试试看就知道了 许之户笑眯眯地抬头望天 听我的指挥啊 一二三 喊 刹那间就在那几个练气室 飞过兰惹斯上空的一瞬间 一大群女鬼妹子 突然同时合起手 对着天空很热情洋溢的 齐齐大呼 瞧一瞧 看一看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机会难得 全场清仓大处理 赔钱大甩卖了 所有法器丹药 一律五元 啊不对不对 一律五零食 全部五零食 卖完为止哦 特大喜讯 特大喜讯 为满足广大顾客朋友的需求 本店新到一批正宗法器丹药 五零食一件 一件五零食 全部五零食 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 随便挑随便选啊 方式倒闭了 混账老板黄鹤 吃喝嫖赌 欠下了三点五个亿 带着他的小椅子跑了 我们没有办法 拿着法器抵薪水 原价都是三百多的法器 统统统五零食哦 黄鹤大混蛋 你不是人 我们辛辛苦苦给你干了大半年 你不发工资 你还我炫汗钱 还我炫汗钱 午后的脸惹似阳光明媚温暖的洒落 让破旧的走廊都变得暖洋洋起来 临近走廊的那张藤椅上 许之会裹着一条厚厚的被子 很沧桑地望着天空发呆 时不时还会连续打几个喷嚏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真的会感冒 好吧 本来他打算出完主意就回东明山的 结果没想到 就这么一会儿 感冒就真的发作了 以至于一个上午 只能躺在走廊上喝热水 倒是另一边 前面不远处的大堂里 木柳和女鬼妹子们却是干净十足 原本空空荡荡的大堂里 这时候堆满了囤鸡 卖不出去的鲜货 看起来还真有一种 琳琅满目的感觉 而被一律武灵石的广告词所吸引 从蓝惹寺上空经过的炼气室们 尤其是囊中羞涩的少部分人 总是会情不自禁地暗落见光 半信半疑地走进来 没错 全部武灵石 什么都是武灵石啊 木柳收钱收得心花怒放眉开眼笑 在他旁边 一大具女鬼妹子 也是忙得满头大汉 顺便还不忘给那些怀疑的炼气室们解释 诶 客官你问为什么这么便宜啊 很简单 因为我们店面到期了呀 没错 真的到期了 明天不搬 是小狗 所以说 许之乎真的教坏人 不对 教坏鬼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至少效果真的很好啊 从早上到中午 这才几个时辰 堆积的鲜货就卖出了一小半 而且更难得的是 虽然最开始看起来似乎会亏本 但是现在综合统计以后 却发现不仅没有亏本 好像还出乎预料地小赚了一笔 幸福的满眼都是唐花 等到送走最后一位练习师 木柳立刻就眉开眼笑地 朝走廊冲过来 客官 客官呀 你的办法真的很有用哎 你好像感冒了 要不要喝完我亲手煮的药汤 放心放心 这次绝对是免费的 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的啊 也似乎都快睡着了 迷迷糊糊地拖着下巴打盹 其实我还有很多办法没用的 比如说抽奖啊 双十一打折啊 无微伤啊 真的假的 木柳不明觉厉地睁大眼睛 赶紧又拿出小本本 那什么 客官 您能给我详细说说这个 诶 客官 你睡着了吗 真的睡着了 许之呼都已经睡得打呼噜了 木柳可怜巴巴地盯着他 看了一会儿 周悦很遗憾地叹了口气 捏手捏脚地走开 想了想 拿出一条被子 小心翼翼地帮他盖上 嗯 谁都不许吵 一大群漂亮女鬼妹子们 面面相去 立刻也很贴心地 捂住了嘴 心道 这位客官真是个好人 等到他睡醒以后 我一定要好好感谢他 顺便再请教一下 微伤该怎么做 嗯 女性的直觉告诉我 好像做这个能赚大钱 月如十万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器 作者善水 主播 云天河 乔宇等 后期 海燕和青 第五十三集 好像做了个很长的好梦 许之乎震睡得香甜呢 突然听到一声轰鸣巨响 差点就从长椅上跳起来 等等 什么事 发生了什么事 还好还好 午后的阳光依旧很明媚 蓝惹寺还是那个蓝惹寺 走廊还是那条走廊 藤椅还是那张藤椅 就连正在和木柳大阵的赤姐儿 嗯 等等 赤姐儿 很用力地擦擦眼睛 去之后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不过事实就摆在眼前 拦惹丝外那片空地上 赤姐儿一身红裙随风飘然 正挥舞着由蛛丝编织而成的长边 带起了漫天银白色的边影 隔着几十丈 翠绿长裙的木柳 同样是连连挥手 只挥着数十条树藤 呼啸射出 如同灵蛇似的缠绕上前 卧槽 什么情况 他们两个居然打起来了 许之乎看得目瞪口呆 结果等到转过头 又看到朱刚烈和东明山群妖 正蹲在一边看热闹 好吧 还不仅仅是东明山群妖在看热闹 另一边的几十个漂亮女鬼妹子 同样满脸古怪 很整齐地站在那看看看 小兰还很悠闲地拿出了瓜子 许之乌忍不住喷了 赶紧冲上来抓住朱刚烈 喂喂喂 我说你们就这样看热闹真的好吗 直胡 你怎么在这 看到他突然出现 朱刚烈倒是满脸惊喜 上来就是一个热情拥抱 昨天你被那个大胡子带走以后 事实都快暴走了 后来看到你的那个电饭锅朝黑山这里飞 我们就赶紧跟着 低头 提醒的真及时 许之乎赶紧低头 后面的妖怪们也跟着一起 躲过呼吸而过的长边和树藤 别管这个了 老猪你先告诉我 为什么他们两个会打起来 还能为什么 事实上这个时候 两位美人已经杀气腾腾地撞在一起 轰然巨响声中 草木摇晃尘土飞扬 木柳没好气地瞪着赤姐儿 突然就眼波流转 露出了很亲切的笑容 赤赤啊 大半年没见 你好像还是那么勤俭 请注意 请柬这两个字是加重音的 赤姐儿恨得咬碎银牙 不过转眼间突然也就满面春风 笑咪咪地迎了上去 没办法 我们都名山穷啊 不像木姐姐你那么会做买卖 又是修为高深的老妖 请注意 老这个字也是加重音的哦 于是乎刹那间 笑咪咪彼此对峙的两位美人 突然就爆发出极其恐怖的气势 在他们两人事先交接处 一棵酸枣树居然轰得爆炸了 炸了 我来 你们是在拍相爱相杀的闺蜜戏吗 雪之乎看了看旁边的妖怪们 大家立刻很默契地再度后退三张 朱刚烈更是心惊肉跳地擦擦冷汗 好险好险每次痴痴和木姐碰到的时候 总是这么这么相亲相爱 没错 还真的是相亲相爱来着 午后的阳光 赤姐和木柳就这样撞在一处 杀气腾腾地怒目对视 双方保持着快发酸的姿势 几乎是脸贴着脸盯着对方 心里一起碎碎念着 我也是杀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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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是好闺蜜啊 雪之乎忍不住举手提问 谁能告诉我 他们两个到底有什么仇什么怨啊 朱刚烈感慨地抬头望天 又常常叹了口气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 想当年啊 我们东明山很穷啊 很穷 痴痴特意下山去骗凯子 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 人傻钱多的家伙 结果正打算用美色骗他的时候 就被木姐突然杀出墙走了 哦 难怪啊难怪 我说他们两个怎么会 别得温儿 不对啊 以赤赤的美貌 号称东江第一美人 比美色居然会抢不过木柳 单挑的话 赤赤当然会赢了 可是木姐手下 有几十个漂亮女鬼妹子耶 数量胜过质量吗 好吧 抛开他们这一边的胡扯不提 那边的两位大美人 还在怒目相识 杀气腾腾地玩眼神对抗游戏呢 半颗钟后赤脚中有点坚持不住 突然冷哼一声 捂着酸痛的脖子后退几步 哇 龙家没时间和你玩这么幼稚的游戏 车库 我们走 啊 彼此彼此 木柳也腰酸背痛地向后退开 很辛苦地柔柔相间 别自作多情了 你以为我很有时间和你玩吗 哎 等会儿 你们要去哪儿 废话 当然是回东明山了 世杰美好气地翻翻白眼 哦 那姐姐我就不送了 对了 嗤嗤啊 姐姐我问你这个人 你应该没意见吧 谁 顺着木姐的指向 世杰和朱刚炼他们下意识地起起转头 然后 呃 我 被一群人这么集体看着 许志乎很惊讶地摸摸下巴 呃 是不是搞错了 没错 没错 木柳笑音音地冲上来 拉起她的手 热情洋溢地用力晃啊晃 呵呵呵 客官啊 你早上给我们出的主意很有用哎 我刚刚结算的时候 居然发现赚了五百多块零食 还把积压的货物全都卖出去了 呵呵 我们终于有钱 进行货了 许志乎很诚恳地建议道 呃 这个嘛 呃 我个人觉得 以解决你的经商天赋 还是别进货了 那怎么行 我们还要努力赚钱的呢 不过嘛 客官你说得对 我确实没什么经商天赋 但是没关系了 我现在就 就什么 几秒钟后 在众人的惊恶目光中 这位懒惹色的大美人 突然合起双手 用那种波光盈盈的眼神 很温柔 很亲切地看着许志乎 还很楚楚可怜地摇了摇阴唇 嗯 客官啊 你愿意加入我们拦惹寺吗 正午的阳光下 完全丢到杰操的玉姐木柳 很温柔很亲切地合起双掌 还泪眼汪汪的睁大眼睛 就这么楚楚可怜地仰着头 看着许志乎 我操 我被这种闪亮的眼神给打败了 许志乎足足愣了几分钟 好不容易才反应过来 呃 等会儿 邀请的意思是 就是那个意思 木柳满眼都是小星星地看着他 就像是在开一个人心钱包 这么说吧 我们兰惹寺 愿意出一大笔薪水 邀请客官你加入 教我们怎么做生意 薪水待遇什么的 好说 只要你肯来 不行 赤姐在旁边听得是两眼发直 这时候终于反应过来 满脸胀红地冲上来 他赶紧张开双手 把许志乎护在身后 别做梦了 志乎是我们东明山的人 才不可以跟你这种奸商走呢 那可不一定啊 木柳笑盈盈地看着他 又从怀里面拿出一袋零食 嗯 志乎先生 您觉得每个月五百零食怎么样 外加年终奖和各种福利 五百零食 真的有五百零食吗 许志乎还没有什么反应 朱高练他们 已经听得是瞪大眼睛 恨不得直接举手说 选我选我了 可恶 睡觉恨得是咬牙切齿 紧紧抱着许志乎的胳膊 五百零食而已 难道我们东明山就出不起吗 是吗 那我就出六百 有本事你继续跟啊 跟就跟 我出七百 七 骗了 那我就出八百 混账 我出九 不 我出一千零食 这算是哄抬物价吗 朱高练他们也好 漂亮的女鬼们也好 全都听得晕乎乎了 许志乎也是感动得热泪盈眶 是不是啊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原来我这么值钱 倒是这时候 一千零食的天价开出来 木柳真的是恶然无语 吃脚大获群圣得意洋洋 眉飞四五地插着小蛮腰 没钱了吗 就知道你们懒人死没钱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气 作者善水 主播云天河 乔宇等 后期海燕和清 第五十四集 还真的没钱了 木柳只能满脸郁闷地望天 默默无语了几秒钟 她回头看看身后的小兰 突然很艰难地咬咬牙 决定了 八百零食 我还加漂亮女鬼妹子一个 许之乎喷了 朱高练他们喷了 一大群漂亮女鬼妹子们 也集体喷了 被木柳指着的小兰 更是泪流满面 大姐大 人家又没做错事 你干嘛 你干嘛又卖了我呀 别傻了 这怎么会是卖呢 木柳赶紧揽着小兰的乡间 压低声音的 再说了 你看看那位许公子 长得还行吧 脾气又很好 而且看起来很有钱的样子 没错 很有钱哦 真的很有钱哦 这样啊 小兰很认真地想了想 突然擦了擦净硬的泪光 含羞答答地朝许之乎行了个礼 公子 请您包养我吧 许之乎突然有一种撞死在墙上的冲动 你们呀 节操呢 姐姐 你们的节操呢 只要能赚好多好多钱 还有节操干什么 木柳笑得是满口小白牙都露了出来 还很挑衅地看了赤姐儿一眼 怎么样 我们这里有妹子哦 而且不够的话 还可以多加几个 无耻啊 无耻 赤姐儿愤怒得浑身都在颤抖 忍不住转过头去 刹那间 一大群妖怪立刻横准齐地后退几步 朱刚烈更是赶紧护住花花 阿蕾 赤赤 这个不行啊 我和我家花花很恩爱的 赤姐儿直接拍分 这个想过的家伙 顺手从她怀里面 抢过那个山神印 我突然想起来 好像我家知乎是东明山的山 我有妹子 木柳什么都不管 直接就是这一句 可恶啊 我家知乎除了是山神以外 还是我隔壁林 我有妹子 那什么 知乎和我六个妹妹关系很好 每天都要给他们讲故 我有妹子 混账 你知道什么叫兄弟一起吗 我家知乎和老猪他们 我有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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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就是这样 不管赤姐儿说出什么理由 反正木柳就是那句 我有妹子 后面一群漂亮女鬼妹子 还很配合 纷纷摆出各种诱惑姿态 很整齐地朝着许之乎 挥挥手帕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赤姐儿满脸胀红咬牙切齿 宁晚宫里都要喷火了 可恶啊 你以为这样 知乎 你来说 选我还是选她 哎呀 今天的天气真好啊 许之乎满脸无辜的眨眨眼 不行 必须要选一个 赤姐儿抱住她的左手 木柳不甘示弱地抱住右手 两位大美人又开始恶狠狠对视 交错的目光在空气中 发出滋滋的火花声 看都没有 其实我也是有意姓缘的好吗 许之乎很感动地抬起头 突然觉得 应该召集前女友来开个会 毫无针掌 还没等她来得及感慨完 整个蓝惹寺突然光明震动 不 不仅仅是蓝惹寺 这一瞬间 似乎整座黑山 包括方圆数十里在内 全都如同遭遇地震的狂暴颤抖 什么情况 有人偷袭吗 许之乎和赤姐儿彼此对视一眼 很有默契地望向四周 朱刚烈他们更是齐齐咆哮 立刻杀气腾腾地拔出兵器来 别紧张 到是这时候 木柳在微微惊讶之后 突然就满脸欢喜地抬起头来 放心 不是敌人 是九幽地府的灵石名门开了 话音未落 就像是在验证她的话 蓝惹寺庭院中突然黑气汹涌 原本普通的庭院地面 突然剧烈震动 数百道惨绿色灵火 如同鱿鱼似的 从坚硬地下 乌小钻出 却又很快在虚空中凝聚起来 最终组成一扇黑雾缭绕的白骨大门 这是九幽地府的名门 许之乎和赤姐儿他们看得目瞪口呆 别开玩笑了 那个是九幽地府啊 专门管理魂魄转世投胎的垄断机构啊 为什么会在你们拦惹四开个名门 临时的 临时的后门啦 目榴满脸古怪的倾壳起身 我和地府的那位王判官有点私交 每个几个月 他就会偷偷在这里开上临时名门 然后 不用然后 也不用解释了 因为下一刻伴随着黑雾弥漫 一直披着红色官袍袖子的大手 突然就从名门里面探出来 紧接着就听到名门之中 传来一个没有好气的男性声音 木柳啊 别说本官不关照你 今晚有个投胎转世的好名额 可以送一个女鬼 去做杭州知府的独生女儿 你要不要买 不要 我就找别人了啊 许之乎和妖怪们都忍不住喷了 什么情况 这年头连转世投胎都可以选 还能直接花钱买 话说 你们这样公然开后门真的好吗 要啊 当然要啊 木柳眉看眼下到连连点头 又看了看身后的女鬼妹子们 杭州知府的独生女儿啊 听起来好像很不错 诶 等会 王判官 你不会又坑我吧 上次你还说给我个前堂太守的女儿名额 结果 原来那家伙的名字就叫太守 被揭穿了 地府名门里的王判官显然也很尴尬 放心放心 这次是十打十的名额 我用我的兴许做担保 总之 五千零食 要 就赶紧交钱 不是吧 五千零食 木柳听到这个价钱 还真的是倒吸一口冷气 能不能便宜点啊 我最近生意都不怎么好 要不 我先给你 少啰嗦 我这名门坚持不了多久 王判官很不满地催促着 听好了 最多就一刻钟 要么给钱 要么我找别人 你自己看着办 哎呀 好吧好吧 我恨垄断机构 木柳很无奈地叹了口气 也只能强忍着心痛拿出几袋零食 仔细算了算 居然还不够 还得招呼旁边的女鬼妹子们都过来 来来来 为了小兰能顺利准势投个好人家 以后不会输在起跑线上 我们把零花钱一起凑一凑啊 我 什么鬼啊 许之乎简直看得无语了 忍不住 拉了拉旁边的小兰 小兰姑娘 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 你姐姐在干嘛 凑钱买名额 然后送我去投胎啊 小兰一本震惊地回答 就好像在说去电影院排队买爆米花似的 没办法 现在地府很混乱 只认钱不认人 不对 是只认钱不认鬼 所以 如果想要转世投胎找个好人家 比如大富之家 皇帝丞相什么的 就得给钱 尼茂这样也行 许之乎听得肃然起敬 好不容易才反应过来 你是说 投胎转世全都明码标价 对啊 而且很贵的 投胎到大商人家要三千零食 投胎到知府家里要五千零食 投胎到王爷家里要一万零食 对了 如果王爷就你一个女儿 那还得再加三千零食哦 我来个去 还真细致啊 许之乎很无语地摸摸下巴 却又突然很惊讶地转过头 等等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原来木柳这样辛苦赚零食是为了 是的 在午后的阳光下 木柳仍然满头大汗地蹲在那里 满脸苦恼地一颗一颗数着零食 毫无大腰的形象可言 也没有什么淑女的矜持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此时此刻的她 看起来却有一种 嗯 十二人肃然起敬吗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记 作者善水 主播 云天河 乔宇等 后期 海燕和清 第五十五集 那家伙 白白做妖怪了 每次都会大发善心 赤甲满脸古怪地冷哼一声 看起来好像在抱怨什么 却也情不自禁地转过头 看了看身旁的子子 眼神中充满了温情 唉 傲娇的家伙 许之呼忍不住默默付费 赤赤你个妹控 有什么资格说别人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好像当年某人也是误闯盘丝洞 然后看到六眉蜘蛛卵 突然就母爱大发 不过话又说了 不愧是相爱相杀的好闺蜜 连性格和做事的方法都这么小 是只是这样 木柳也是这样 明明是那种典型的好人 不对 好妖怪 却偏偏要傲娇地装作 哎 借钱借钱 还没说完呢 木柳就杀气腾腾地冲过来 而且还很没节操地抓过小兰 知乎啊 我知道你很有钱的哦 来来来 借一千零食给我好吗 等小兰顺利地准事投胎 十八年后 就让他嫁给你 你忙 我决定收回刚才的赞美 许知乎很无语地翻白眼 又很肉痛地从怀里面拿出一袋零食 那什么 其实我们东明山也很穷 最近财政赤字很大 就这么多了 谢了 木柳立刻眉开眼笑地冲了回去 把几个袋子里的零食全都凑到一起 直接往名门里面一扔 好了好了 你看看有没有错 不用点 老主过了 我姓名 没问题了 我已经把名门直接连上六道轮回 你直接让那个女鬼进来就行了 不过要抓紧啊 只有半颗粥 货物离贵 该不负责 还好还好 木柳终于长出一口气 赶紧又拉过神情复杂的小兰 看着那一扇名门 小兰咬着阴唇还想说什么 木柳直接很豪气地挥挥手 好了好了 想说谢谢的话 等十八年以后再来跟我讲 至于现在嘛 赶紧进 话音未落 兰惹寺里面又是一声巨响 震动的眼角上的青蛙都在怦然砸落 不是吧 你们到底开了几扇后门呢 许之乎真的无语了 只是下一刻 等他不经意地抬起头 忘记黑山上空的诡异景象时 却突然满脸惊讶 不由自主地倒吸一口冷气 此时此刻就在黑山巅峰之上 竟有一道漆黑如原柱的灵力妖气 轰鸣冲天而起 迎风化为方云数百亩的巨大漆黑云层 不断向外扩散弥漫 渐渐将整座黑山连同山脚的蓝褶寺 全都覆盖 头下暗无天日 冰冷如寒冬的阴影 刹那间就在这冰冷黑云之中 一个杀气腾腾的尖锐长笑声 骤然响彻 如同利爪抓破镜面 刺得众人耳膜都仿佛要碎了 木柳 你这曲曲束腰 集刺三番和本尊作对 昨日 还敢伤吴大将 受死吧 本尊今日 就要将你这蓝褶寺 和一群古魂野鬼 全都轰成灰烬 午后的天空 原本晴朗如平静小屋 但此刻 却突然化为惊涛骇浪的海面 转眼之间 从黑山顶上飘浮来的巨大黑云 已经在蓝褶寺上空 投下阴森虚影 虽然还没有看到 黑云中有什么举动 但仅仅是黑云中响彻的尖锐怒吼声 就如同呼啸席卷的无形飓风 吹得整座蓝蛾似 都在剧烈震荡 曲曲束腰 敢敢三番两次和本尊作对 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咆哮声未落 巨大云层再度下落 从黑云中涌出的狂暴气浪 如潮水般汹涌澎湃 肆无忌惮地席卷庭院 以至于那一扇鸣门都在狂风中摇摇晃晃 仿佛随时都会碎裂开来 那是黑山老妖 许之乎被气浪压迫地紧贴在墙上 忍不住满脸古怪的他的望去 虽然还没有看到黑山老妖的真正形貌 但仅仅从这种强大的气势来判断 这家伙的修为至少也是人缘巅峰 不 应该说比几个月前的赤胶真人更强 几乎达到了地缘出街的水准了 没错 就是那家伙 世锦儿满脸凝重地张口一喷 银白色蛛丝 再度编织成呼啸长边 我听说 那个老妖的法力极为高强 只不过因为修炼什么秘术 所以没办法离开黑山 因此这时候来的 应该是他的 小心 话音未落就看到那一片巨大黑云猛然一震 刹那之间 无数黑石碎片从云中奔射而出 云风一幻化为密密麻麻的黑石魔符 尖锐常笑着俯冲撞小兰惹似 就如同铺天盖地的暴风咒语 仅仅一瞬之间 兰惹似庭院就被庞大的黑石魔符群淹没了 数十只黑石魔符仿佛具有灵性似的 猛然从庭院旁侧呼啸绕过 直接撞向那原本就随时会碎裂的名门 休想 木柳怒吓一声 数十道藤蔓顿时呼啸射出 硬生生地击碎了这数十只黑石魔符 混账 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这时候 可恶 我先等住他们 小兰你找机会憧憬明门 这么说着 这位美人欲解轻贺一声 突然提起翠绿色的裙摆 凌空一跃跳上蓝惹似眼角 紧接着扬起先手 在发病间的翠绿嫩叶上轻轻一拍 就听着一声呼啸 一道闪耀清光从他的宁丸宫中冲天而起 凌风一晃 化为顶天称地的巨大古术幻象 苍翠树冠如同遮天蔽日的巨大散盖 硬生生地扩展开来 将整个蓝惹似都遮挡在树荫中 紧接着就看到巨大树冠沙沙作响震动 数以百计的翠绿藤腕 如同灵蛇般呼啸射出 这些绵长而又坚韧的藤腕 在懒惹似庭院中穷穷极恶的横草 带起呼啸作响的无穷编影 直接吠向那些到处飞舞的黑石魔符群 几乎在同时 反应过来的女鬼妹子们也齐齐交呼一声 不约而同地腾空而起 狮子如钩抓向那些黑石魔符 姐姐 我们帮你 刹那间 藤腕呼啸横扫 鬼影交错盘旋 顿时将漫天飞舞的黑石魔符 轰碎大半 大量的岩石碎片 如同暴雨似的碎裂掉落 原本阴暗的天空 都逐渐变得明亮起来 抓住这个难得的时机 木柳趁势射出一条藤腕 卷起小蓝 就往冥门中一扔 走 十八年后 姐姐去接你 如果你到时候还记得 想走 没那么容易 话音未落 伴随着一声震慑魂魄的 猙獰间笑声 懒惹似的上空黑云 狂暴翻涌 突然再度迸发出 数以千计的密集碎片 独自量力 本尊虽然无法亲自前来 但只凭这些魔符 也足够将你们杀得干干净净 轰然一身 满天呼啸四件的黑石碎片 顿时再度化为 遮天蔽日的黑石魔符群 如果说之前的那一轮 如同暴风咒雨 这一次却仿佛汹涌澎湃的 怒海狂潮 仿佛一击之下 就要将整个蓝惹四完全摧毁 短短片刻不到 被汹涌而来的 黑石魔符群壮重 女鬼妹子们 全都惊呼连连地掉落下来 原本在空中呼啸挥舞的 数百条藤蔓 此时更是被逆急的 黑石魔符群一拥而上 转瞬间就被撕成了碎片 随着藤蔓被撕成碎片 木柳的本命元神 也遭到了损伤 不由自主地满口喷血 该死的 那只老药到底在修炼什么 最近好像越来越 姐姐 小心 话音未落 躲在她寿关中的小兰 突然满脸苍白地惊呼一声 是的 就在这刹那间 一群黑石魔符群 已经很阴险地 从后面接近上来 带头的那只血色魔符 骤然尖笑一声 周身爆发出赤焰火光 恶狠狠地一头撞向木柳 眼看着就要 银白色的蛛丝长边 突然呼啸而至 漫天边也一闪而过 轻松击碎了黑石魔符群 还等什么 一起上 众人的惊恶眼神中 赤脚儿冷哼一声 红群翩然如同旋风掘来 银白色的猪网 不断丝丝射出 顿时困住了周围的 黑石魔符群 不是 赤脚 你不是跟木监有仇吗 许之慧和猪钢列他们 满脸古怪 你 你管我 赤脚儿满脸仗得运红 扬起天鹅般的预警 没好气地冷哼一声 哼 罗云家就是傲娇 怎么了 哇 说得好有道理 我竟无言以对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记 作者善水 主播 云天河 乔雨等 后期 海燕和青 第五十六集 许之呼忍不住 无语望天 好敲 这次还是我敲的呢 倒是旁边的猪钢列他们 终于反应过来 当即杀气腾腾地 拔出砍刀大幅 恶狠狠地骑骑扑上去 还别说 有了他们这群生力军杀进来 整一个局面顿时一边倒 各种兵器一通恶狠狠乱砸 转眼间就干掉了大半黑石魔幅 连带木柳那边的压力也减轻了 尤其是赤脚 这个傻妞杀得兴起 居然之间献出六目银珠的真名原形 八条长腿就像镰刀似的 横扫而过 在黑石魔幅群里一通乱砍 一边砍还一边傲娇 讨厌 又逼伦家献原形 不许看 之呼你不许看啊 谁逼你了 许直呼很无语地翻白眼 明明是吃着你自己畸形洋溢 承认了吧 其实你就是个热爱暴力的 好吧 我也来 说来就来 他弯腰躲过几只黑石魔幅 顺手晶晶一指 刹那间五柄菜刀冲天而起 青色刀器如长虹冲破云层 却又骤然汇举合拢 依旧是漫天刀器呼啸 依旧是巨大青刀幻影 凭空现行 依旧是刀身上那一行刺 映照天空 哪怕隔着几十里 都能清晰望见 下一刻 这巨大青刀幻影 轰鸣震动 无声无息地轻轻一摸 就一刀 就只有一刀 刚刚正恶狠狠冲来的 黑石魔幅群中 突然就轰然一声爆炸 数百只魔幅顿时粉身碎骨 化为碎石落满庭院 干得漂亮 看到这一幕 正在追杀黑色魔幅群的东明山群妖 全都齐齐欢呼起来 只是刹那间 就听到虚空之中 那尖锐咆哮声再度响起 混账 哪来的人族练骑士 居然敢干涉本尊私事 给我受死 咆哮声未落 半空中再度轰鸣震动 无数黑气不知道从何处涌出 全都注入到那黑云中 得到这黑气注入 漫天黑云再度暴涨数倍 紧接着轰然爆裂开来 这一次四三飞溅的黑石碎片 数量居然有几千之多 紧接着全都化为黑石魔幅 遮天蔽日狂潮巨浪似的 俯冲而来 你大爷大 那回来到底养了多少魔幅啊 东明山群妖 齐齐倒吸一口冷气 甚至都来不及阻拦 就被无穷无尽的黑石魔幅群 吞没了 不顾一切的挥舞兵器又怎么样 恶狠狠地甩动长篇藤蔓又怎么样 铺天盖地的黑石魔幅群 汹涌而来 转眼间就冲过了阻拦防线 下一刻等看清站在不远处的许志乎 这漫天飞舞的黑石魔幅突然一顿 紧接着齐齐尖锐长相 汇聚成一道汹涌的黑色洪流 如同怒海狂潮似的呼啸而至 志乎 小心 赤姐儿满脸苍白地惊呼一声 却已经来不及救援 啊 就知道会拉仇恨 许志乎望着呼啸而来的魔幅群 突然满脸古怪地低下头 啊 正在旁边看热闹的锅锅 满脸无辜地抬起头 几秒钟后等他看到许志乎的那种亲切眼神时 突然就忍不住打了个寒劲 等等等会儿 老大 你该不会去想 答对 下一刻还没等他来得及逃走呢 许志乎已经直接抱起他 很不负责地往外一扔 去吧 皮卡丘 皮你妹啊 这么公平 可怜的郭郭惨叫着 在空中划过一道曲线 眼泪汪汪地飞向漫天魔幅群 也是急了 眼看自己就要被魔幅群吞没 这家伙突然砰的一声 直接打开锅盖 很委屈地张口一喷 转眼之间密密麻麻 数以百计的各种东西 直接从电饭锅里面呼啸射出 无穷无尽 无边无气 就像是元宵夜的璀璨烟花焰火 那么耀眼 那么密集 目瞪口呆的黑石魔幅群 甚至都没有来得及躲避 就被这暴风中雨似的攻击 灵面轰肿 许多魔幅只来得及惊呼一声 就被轰得支离破碎 粉身碎骨 转眼间连碎片都找不到了 去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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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姑还在一边泪眼汪汪 一边杀气腾腾地乱射 我的收藏品啊 还无法这么多收藏品 全都不看出来了 你们这些混蛋 全都给我去死 你们要 这样也行 许之乎在下面看得很无语 东明山群妖也好 蓝褥色的女鬼们也好 所有人就这么目瞪口呆地 抬起头 整齐地望着天空 看着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 像落雨似的往下掉 那个好像是我前段时间丢失的飞剑 那几大招服 好像是我放在床头的珍藏啊 混蛋 老子用蛇心辛苦炼成的毒龙枪 什么时候被偷走的 呃 姐姐 你送给我的阴光烈魂刺 怎么会在那儿 好吧 天知道郭郭到底偷了多少东西 不过这时候许许多多的法际符咒 全都聚集起来 还真是轰得整个蓝褥寺 都烟尘深腾 连带着墙壁都在火星四溅 不可饶术 不可饶术啊 郭郭还在空中旋转乱射 折得那些黑色魔符狼狈逃窜 别走 你们这些渣 有本事别 还没说完呢 他突然就卡壳了 凶猛的喷射全都消失不见 什么情况 许知乎和妖怪们都在下面满脸古怪 突然想到一个可能 诶 德魂 该不会偷来的法际符咒 全都用完 答对了 刹那间 意识到对方已经喷无可喷 刚刚还在四散逃离的黑色魔符 突然一顿 再度惊笑着聚集起来 杀气腾腾的凶猛冲向锅锅 目瞪口呆啊 看着一大群黑色魔符气势汹汹的冲过来 果果顿时惊慌失措 毫不犹豫的掉头就跑 等等 不关我的事啊 你们要报仇 找老大呀 找的就是你 就是你 一大群黑色魔符杀气腾腾的紧追不舍 恨不得直接撕碎了他 你大爷的 刚刚喷我们喷得很开心是吧 现在风水轮流转了 你又本事别跑 还跑 还敢跑 我看你能跑到哪里去 果果绕着懒惹似到处跑 没天理啊 没天理 救命 救命啊 老大救我 没见过这么笨的 一群女鬼妹子们在下面齐齐交呼 吞了他们呀 那个谁 你不是还会吞食天地吗 我倒是想啊 果果一边乱跑 一边悲愤控诉 问题是 我也不会什么都能吞的呀 实力太强的不能吞 会主动攻击的不能吞 味道奇怪的不能 救命 老大救命啊 许之呼很无语的擦擦冷汗 忍不住弱弱举手提醒 话说你是喷完了浮咒法器 但问题是 你还有别的呀 啊 别的 果果突然在空中一顿 天知道想到什么 就听到蹭的一声 这家伙突然过声一亮 得意洋洋地转过声来 呵呵呵 没错呀 我突然想起了 好像我还有 起死吧 刹那间 第二波攻击再度来临 而且和前次的法器符咒不同 这次射出来的各种东西里 简直是什么都有 就像是洗劫了整个东明山 画家整个兰惹寺 赤脚的腌制水粉 紫紫的半个奶油蛋糕 朱刚烈偷偷藏的私房钱 大蛇猴的青石圆珠 女鬼妹子们的梳子 呃 最后 居然还有一块花花心买的搓衣板 上面写着五个字 朱刚烈 专用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那就错了 等到这一轮喷完后 锅锅声声吸了口气 整个锅声不断膨胀 紧接着也不知道找到了什么 他突然歇斯底里怪叫一声 直接杀气腾腾地用了一喷 一座房子 没错 你没听错 就是一座小瓦房 高速旋转着呼啸砸了过去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谨慎的几十只黑色魔符 就这样热了银矿的睁大眼睛 看着那座房子 恶狠狠撞过来 紧接着集体变成了碎石 这一刻 微凉的清风吹过 整个懒惹寺里面鸦雀无声 一大群妖怪 加一大群女鬼妹子 全都看得齐齐张大嘴 就突然很整齐地转过头 用那种很复杂很复杂的眼神 望向许之呼 嗯 别看我 鬼才知道他什么时候 还偷离一座房子 许之呼默默抬起头 看着半空中还在得意晃悠的锅锅 只能很无语地擦擦冷汗 话又说回来 你们就不觉得奇怪吗 这房子到底是 怎么装进电饭锅里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气 作者 善水 主播 云天河 乔宇等 后期 海燕和清 第五十七集 别管一座房子是怎么装进电饭锅里的了 至少在这壮观的一幕过后 原本混乱的战场总算是宣告终结 那位黑山老妖 那位黑山老妖显然震惊于这个圆滚滚的灵气到底是什么鬼 以至于连我会回来的狠话都没有放下 就无声无息地消失离开了 哈哈哈哈 怕了吧 郭郭得意洋洋地从空中滚落下来 第一件事就跳进那一些满地杂物里 满地打滚地赶紧捡起来 我的我的 全都是我的 然后这个手机还能用 这个洗干净以后 突然觉得有一股杀气正在逼近 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劲 结果 刚转过头就发现 我说呢 最近腌制水粉总是用得很快 赤脚杀气腾腾地缓缓靠近 锋利地砍刀在烈日下闪闪发光 哈哈哈哈 难怪昨天晚上我整夜没睡好 木柳笑盈盈地捏起凤木 身后黑漆阴森森地弥漫开来 泪流满面啊 这一刻 可怜的锅锅泪流满面 第一反应就是逃跑 等等等等 你们误会了 其实这都是我捡来的 至于为什么我会在你们的房间里捡到 我要说我是鹿痴 你们信吗 信才怪 几秒钟后这家伙就差点被拆成了平底锅 许之乎在旁边真的看不下去 所以干脆就捂住眼睛 顺便还不忘拍拍猪刚烈的肩膀 那什么 老猪啊 你那个专用的搓衣板 需要我借对护膝给你吗 可恶啊 猪刚烈顿时整张脸都胀红了 好不容易才憋出一句话 你 你管我 我就愿意跪搓衣板锻炼身体 话又说回来 我们刚刚打算干什么来着 我差 他要是不说 大家还真的忘了这件事 哎 投胎 投胎啊 正在殴打咕咕的木柳赶紧冲过来 抓住还没有回过时的小兰 满头大汗的就往那一扇迷门里面推 许之乎在旁边看得很无语 这是火车晚点的节奏吗 不过这时候 那一扇迷门开启时间也确实到了 白骨大门微微闪耀着 周围的绿色灵活也变得越来越暗淡 或许只要短短几十秒钟 它就会彻底消失在庭院中 抓紧时间 抓紧时间 木柳把小兰直接推到了迷门面前 又给了她一个很热情的拥抱 好啦 深吸一口气 想一想 有没有忘记什么东西 或者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我 小兰泪眼汪汪地看着她 又看看身后那些挥手告别的姐妹们 忍不住紧紧咬着阴唇 大姐大 我 我其实有些话 藏在心里很久了 真的 真的可以说吗 说吧 没事的 木柳直视着她的眼睛 突然也觉得眼角有点发酸 嗯 那我就说了 小兰擦了擦眼睛 又深深吸了口气 大姐大 其实我一直想告诉你 那什么 你要是再不抓紧时间 把自己嫁出去 就真的嫁不出去了 阿雷 我 是 谁嫁不出去了 反应过来的木柳顿时满脸通红 头顶都要冒水蒸气了 伦家 伦家今年也才一千两百多岁 她很年轻好吗 再说了 嫁人这种事 还是要看缘分吗 说不下去了 她自己都觉得有点心虚 小兰很同情地看着她 忍不住上来给了个拥抱 与众心肠地叫一道 姐姐 一千两百岁 真的不小了 人家六百岁的狐狸精 连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还什么缘分不缘分 赶紧找个有房有车有钱的才是正事 嗯 比如说 许大哥就很合适啊 很好 很强大 刹那间在场女鬼妹子们 突然起起转头 用那种看金龟絮的眼神 看着许之呼 啊 许之呼很惊讶地看了看自己 我 再看看旁边 刚刚还幸灾乐祸的赤姐儿 突然就满脸呆滞了 等 等话 为什么 别做梦了 我家之呼才不会乱娶个随便的女人回家呢 混账 你说谁是随便的女人 木柳顿时怒了 直接杀气腾腾地冲上去 两位大美人又开始玩用眼神杀死你的游戏 啊 无事就好 无事就好 许之呼很无语地挠挠头 干脆直接朝着小兰挥挥手 好了好了 小兰你还是赶紧去转世投胎吧 有缘的话 等我变成中年大叔以后 找你也去看金鱼哦 事实上 仅在这片刻之间 民门已经虚弱到随时都会消失了 站在即将消失的民门前 小兰深深吸了口气 却又忍不住默默回过头 望向身后的姐妹们 加油小兰姐 小兰姐 一大群女鬼妹子们齐齐挥手 很努力地露出灿烂的笑容 不能哭 不能哭哎 真是好事 小兰姐姐终于可以转世在做人了 我们一定不能哭 要像大家大以前说的那样 微笑着告别 微笑 一定要微笑啊 放心 姐姐会去找你的了 站在和赤脚对视的木柳 也抬起头来 很阳光地微笑着 虽然 那个时候的你 或许早已经忘记了我 是吗 是这样吗 会忘记所有的一切吗 小兰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若有所思地抬头望着天空 好像 嗯 好像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 久到都快要忘记是什么季节 她还清晰记得姐姐的话 哎 你是刚刚死掉的女鬼吗 怎么 伟柴没有带你去地府吗 算了 跟我来好了 反正我那里也收留了很多家伙 不缺你一个 放心放心 等我赚到足够的零食以后 就送你去投胎 哎 你是喜欢当公主呢 还是喜欢当华山派掌门的女儿啊 哎 对了 听说那个掌门好像人很好哎 教育 什么来着 就像是终于达到极致 迷门此刻 骤然崩裂瓦解 小兰从回忆中惊醒过来 擦了擦眼角的不知道何时流淌的泪水 突然用力咬了咬阴唇 猛然朝着消散的迷门头去 刹那间 整个迷门都崩裂化为僧僧灵活 微风吹来 树板点惨绿色灵活随风飘散 女鬼妹子们终于再也无法控制 捂着嘴 拥抱着唾即出身 只有木柳仍然很坚强地颤抖着 用力地睁大眼睛 望着那逐渐消散的灵活光芒 不可以眨眼 绝对不可以眨眼 伦家才不会流眼泪呢 身为修行了一千两百多年的妖怪 怎么可能会为这种区区小事流眼泪 就算是 就算是小兰现在从名门里冲着 好吧 就在这刹那间 即将消失的灵活中 一个纤细身影还真的颤抖冲出来 直接一头撞进木柳的温暖怀抱 又紧紧搂住她的腰支 打死都不松开 大姐大 我还是舍不得你 真的舍不得你 笨蛋 你个笨蛋 木柳终于忍不住泪流满面 狠狠捏住小兰的脸颊 知道伦家为了让你转世头胎 花了多少零食吗 混蛋 你难道不明白吗 一直待在阳间 你的阴气总有一天会彻底消散 到时候真的会 我不管 我不管 小兰打死都不撒手 整个人像八爪鱼似的缠在她身上 姐姐 我再不要头胎转身忘掉你们 我要跟着你 永远跟着你 就算真的会死 就算变成鬼 啊 难道你现在不是鬼吗 有你活 许之后满脸无辜的摸摸下巴 好吧 当我什么都没说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气 作者 善水 主播 云天河 乔雨等 后期 海燕和青 第五十八集 不过 因为她的无意破坏 原本的悲苦气氛 倒是变淡了许多 以至于原本哭得 梨花带雨的女鬼妹子们 这时候都擦擦眼泪 破体微笑 还叽叽喳喳地复合起来 大姐大大姐大 就让小蓝姐留下来好了 大不了 我们以后建个稳定的名门 每个月都从地府里 抽取一些阴气 这样 小蓝姐和我们 就不会消散了 说得简单 这到底要多少钱吗 仅仅是买个投胎 转世的名额 王攀官就敢收我们五千零食 这要是让她帮忙 建个稳定的名门 说不定卖了我们都不够 这倒是真的 女鬼妹子们面面相觑 倒是忍不住满脸郁闷 唉 钱呢 钱呢 说到底就是钱 只要有钱 什么都行 但问题是我们真的没钱 就算有了这个五元店 顶多也就是 拿 拿来 一片愁云中 刚刚还一直在看热闹的赤姐儿 突然很不客气地伸出手 啊 那什么 废话 当然是核桃啊 赤姐儿没好气地冷哼一声 又把许知乎拉了过来 哼 我刚想了想 好像知乎最近也在带着我们东明山发家致富 刚好你们拦惹色这地段不错 嗯 条件合适的话 我们倒是可以考虑暂时留下来 跟你们拦惹色合作 啊 等会儿 师兄你刚才还说 你管我 我是女人啊 就这么善变 赤姐儿很傲娇地扬起天鹅欲警 又看了看还在发达的木柳 看够了没有 我数的三 要不要合作 要 当然要了 木柳连眼泪都来不及擦 立刻笑盈盈地跳起来 仅仅片刻之后 这两位大美人已经很亲密地玩起手 像多年好闺蜜似的 悠闲离开 顺便还讨论着详细的合作条款 女儿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旁边的朱高亮他们也好 小亮他们也好 全都看得是两眼发直 忍不住一起转头 看着许之呼 老许啊 那就是说 我们接下来的几个月 都要住这儿了 你问我 我问谁啊 许之呼满脸古怪的摸摸下巴 好吧 我们是不是要留在懒惹寺 我还不是很确定 不过我现在可以确定的是 那边的两位闺蜜 马上又要打起来了 还真的是 果然几秒钟后 又听到远处的晚风中 传来两位大美人的热闹争吵声 不愧是相爱相杀的好闺蜜 什么 三七分 你不如去抢好了 我们那么多人一起留下来帮忙啊 你们可以不留下来啊 只要让知呼留下来就可以了 做梦啊 我家知呼那么聪明 你才肯出三七 至少也要五五啊 好吧好吧 那就四六好了 我再附赠一个漂亮女鬼妹子 可恶啊 不许再提这个 你欺负我们东明山没有漂亮妹子吗 就欺负你怎么了 有本事你就亲自上啊 把自己送给知呼啊 谁要把自己送给他啊 是吗 真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 下了一整夜的暴雨 满庭院的魔幅碎片都被冲走 就好像昨晚的战斗根本没有发生过 清早起来 许知呼迷迷糊糊地拿着牙膏牙刷 满口白沫很没形象地蹲在走廊上刷牙 完全没有什么东明山加兰惹寺 致富计划总负责人的自觉性 在他身旁不远处 珠缸泪和几只妖怪 正挥舞着大砍刀 气急败坏地沿途追杀咕咕 被追杀的咕咕 在前面咕噜噜地滚啊滚 锅盖里面还咬着一小袋零食 我的 我的 绝对是我的 反正我看到的 就是我的 另一边 痴姐和木柳一大早就杀气腾腾地瞪眼睛 根据小兰的偷偷报告 事情的情势 痴姐而自称美貌无双 不知将来会贫义哪个家伙 然后刚好路过的木柳就呵呵一笑 笑隐隐地丢了一句 烧个番茄蛋汤都能够烧掉厨房的傻妞 居然还敢说嫁人 看到没有 这就是我们东明山加兰惹寺 从里到外挖一遍都挖不出个正常点的家伙 许之乎很无语地拼命翻白眼 抓紧时间快点刷完牙 然后赶紧上去把痴姐而和木柳分开 痴痴 你今天皮肤好像不够湿润 我记得我那个山地包里有一张传说中的面膜 嗖的一声 几秒钟后 痴姐而就消失不见了 直接狂奔回东明山去拿山地包了 不急啊 记得把我的电动车也开回来 许之乎笑眯眯的挥挥手 然后又一本正经地转过头看着木柳 呃 木姐 你就不能稍微让着他点吗 还有 我好饿呀 有什么吃的吗 我可以另外付钱的 有啊有啊 听到付钱这个词 木柳顿时精神大振 帮集清新一点发冰间的翠绿嫩液 清光闪耀之间 一片翠绿嫩液突然脱落发病 就在他身后的光影中 逐渐生发成长 先是很快地成长为枝条 又渐渐变成一根幼苗 再紧接着吸收养分 逐渐成长 变得越来越巨大 仅仅片刻不到 木柳身后的青涩光影之中 就出现了一棵 参天而立 巍峨如山的千年古树 一阵清风吹过 苍翠的树冠 随风沙沙作响 茂密的枝叶中 突然盛开花朵 却又很快凋谢凌落 最后结满了几百个 银白色的梨果 紧接着就在 许之乎目瞪口袋的视线中 木柳直接抬手 从树冠中摘下几个梨果 眉开眼笑地递了过来 接着 这个就是早饭了 成会 一个五零食 这不科学 许之乎真的震惊了 鬼使神差地脱口而出 我比较喜欢头子 有啊有啊 木柳只要有钱赚 要什么都没有问题 当即又笑音音地拍了拍手 几秒钟后 他身后那棵本命古树 突然轻轻一摇 满树的梨果全都消失不见 紧接着就看到 树冠里开放出的 许多粉红色的小花 等到这些小花 全都凋谢以后 树上就结满了 几百个水蜜糖 许之乎直接喷了 又忍不住追问了一句 那我要是想喝茶呢 没问题 只要给钱 人生活也解给你看啊 木柳也是拼了 当即就要表演一下 如何长出茶叶 许之乎赶紧拦住它 开玩笑的啊 我就吃几个水蜜桃 这味道不错呀 还别说 一口啃下去 又大又甜的水蜜桃 就像是融化在嘴里 还真的让人忍不住 想要竖起大拇指称赞 一般了一般了 木柳喜滋滋的扬起玉井 笑得连明眸都变成了弯月 其实吧 我平时也都吃 自己树上长出来的东西 只可惜小兰他们 是鬼魂不需要 白白浪费了 哼 这就是传说中的 自产自消 而且环保健康 纯天然无污染吗 许之乎看得素然起劲 倒是忍不住有点好奇 这位玉姐大人的原型 到底是什么树啊 居然什么果子 都能结出来 我姐姐是 旁边的小兰正想开口呢 直接就被木柳 捂着嘴拖走了 讨厌 不要问少女 这么私人的问题 人家会害羞的啦 一千年前的少女妈 许之乎默默付匪 抬头看看天色也不早了 直接就回到了正题 那么说正事了 昨天我们说到 联合精英兰惹四 一起发家致富来着 后来我很认真的 想了一整夜 终于 想到了 木柳和小兰他们 顿时满脸惊喜 没想到 许之乎很老实地回答 不过又在木柳他们 很伤心地叹气前 若有所思地 转头望向远处 不过 有件事我不太明白 兰惹四野在黑山脚下对吧 为什么你们这么穷 黑山老妖那却会有个法器方式 而且生意很好呢 他不问这个还好 问起这个 木柳他们 简直是义愤填膺 知乎啊 你不知道 其实黑山老妖那个家伙 就是个爆发户 我记得十几年前啊 这家伙经常买点醋 然后就来我们这儿借螃蟹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记 作者善水 主播 云天河 乔宇等 后期 海燕和青 第五十九集 没错 事实就像木柳所说的那样 事实上 仅仅十几年前 黑山这座完全由黑岩构成的妖山 在东江十万妖山中 根本没有什么名气 既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资源 也没有什么实力强大的妖王 就连那时候 自称黑山之主的黑山老妖 也就是个人云中阶的普通妖怪 还要经常靠木柳他们救起 可是 或许就是实来运转吧 大概十二年前 原本穷困潦倒的黑山老妖 居然得到了一位大人物的扶持 找到了前任山神 遗留下来的黑山山神印 那时候的石金娘娘正忙着嗑药 也没有工夫来理会这里的事 这家伙就自封为黑山山神 又借助着山神印的力量 从黑山岩层中 找到了一种 名为银粉的稀有材料 这种材料的最大用途 就是用来辅助练器 据说练制法器时 只要加入一点 就能够提升法器的炼制成功率 不用说了 有了山神印 又有了这种银粉 黑山老妖当然就发达了 几年之后 她在黑山上建立了一个法器方式 虽说法器的质量普通 有时候还会出现宰客啊 卖假货啊之类的情况 但是因为卖的便宜 所以还是吸引了不少炼器事前来 久而久之 居然就变得很繁荣了 雪石乎听到这里 倒是忍不住有点奇怪 诶 等会儿 照这么说起来 这个方式很赚钱对吧 难道就没有别的妖王 或者门派来抢夺吗 一开始是有啊 木柳说到这 已有点迷惑不解 不过 那家伙不知道修炼了什么秘术 短短几年不到 居然就突破到地缘初劫 而且背后 好像还有哪位大人物的相助 这几年来 赶来黑山抢夺方式的 不是被他直接干掉 就是莫名其妙的失踪啊 地缘初劫 雪石乎还真的肃然起敬 这么说起来 好像比那位赤胶真人 还要厉害几分 我去 真难为姐姐你们还能待在黑山脚下 这么多年都没有被他解决了 那是因为他不能离开黑山石宫 据说 那家伙修炼的秘术很奇怪 炼成之前绝不能离开石宫半步 所以这些年来找我们麻烦的 要么是他的属下 要么是他的分身 顶多也就是人缘巅峰 哦 难怪啊难怪 许之乎若有所思的摸摸下巴 倒是想起前次那个严实妖魔追自己的时候 总是拿出一颗漆黑小石子往天上一扔 还喊什么有请大王法相降临的口号 没错 那个漆黑小石子就是他的分身了 还有 昨天的那些黑石魔符也是他的分身 我听说他有四大分身 现在已经被你解决了两个 第三个分身好像是 哎 话说到一半 木柳突然眼前一亮 很惊喜地抬头望天 没错 这时候黑山方式还没有开张呢 不远处的天空中 居然已经有几文练器士遇见飞来 看样子是远到赶过来购买法器的 还管什么黑山老要分身啊 木柳是顿时精神大震 当即眉飞色舞地打了个响指 一大举女鬼妹子们立刻搬出各种各样的仙户 一起对着天空满脸兴奋的挥挥小手 客官客官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我们明天店面就到期了 今天所有仙货全部打折哦 一律五零食 全部五零食 买满三百零食 还送一百零食的底用券哦 我就知道 怪我 早知道昨晚就不跟他们说什么底用券的事了 许之呼很羞愧地捂住脸 可是得承认啊 这几种促销方法还真的有用 看到下面一群如花似玉的漂亮妹子 又听到什么一律五零食的底用券啊 那几道呼啸而过的见光突然一顿 又慢悠悠地绕了回来 几个练器士在空中面面相去 似乎有点心动 犹豫着要不要下来看看 木柳看到有钱可赚 赶紧又笑容满面地拼命招呼 来来 第一次不来是您的错 第二次不来是我的错 只要你们进来看一看 保证会 话音未落 远处的黑山顶上 突然有一道五彩烟花冲天而起 照亮了大半个天空 下一刻 就在许之呼和木柳的惊讶视线中 覆盖在山谷方式上的明雾骤然消散 紧接着就听到一个趾高气昂的得意声音 回荡在整个黑山上空 大王有令 从即日起 我黑山方式的部分先货 除法器之外 全部以五零石出售 嘿嘿 没错 和那座来人似一样 所谓的节操 其实就像小库库 虽然外面看不见 但是没有还真不行 从这个角度来说 黑山老药的节操和小库库 都已经彻底没了 仅仅只是一夜之间 这家伙就意识到了五元殿的真正价值 然后仗着黑山方式加大业大 直接来了个毫不客气的抄袭 没错 我就抄了 你咬我呀 好吧 用脚后跟去想也知道 小小的懒惹四 怎么可能竞争得过黑山方式呢 陈整一个上午过去了 懒惹四愣是没有做成一笔生意 老实说 经过的练器事倒是不少 可是还没有等女鬼妹子们上前招呼 那边的黑山方式就会动用阔音法术 隔着几十雷远竞争喊价 来来来 我们的方式更大 先货更多 一律五零石 全部五零石啊 混蛋 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厚颜无耻的家伙 看着门可罗去的庭院 又看看堆积卖不出去的仙户 木柳悲愤的连发并肩的翠叶都在颤抖 欺负人 太欺负人了 伦家好不容易才扭窥为营 这才高兴了一天不到 那些混蛋居然就 我的刀呢 杀气腾腾地冲进厨房 他抡起两把菜刀就要杀上黑山拼命 旁边的女鬼妹子们赶紧抱住他 冷静 冷静啊姐姐 形象 注意形象 这样会吓跑许哥哥 那你就真的嫁不出去了 我好像听到了我的名字 许之呼在旁边很无辜地端起牛奶 木柳愚怒未消 气呼呼地抬头望着黑山方氏 可恶啊 真是卑鄙 那些混蛋 抄我们的也就算了 还抄得这么励志气壮 下次要是让我遇到他们 哎 话音未落就看到一朵黑色乌云从方式中升起 摇摇晃晃地漂浮在半空中 乌云上站着的那个胖子 一身金光锦袍 红光满面地眯着小眼睛 却又圆勇望了兰惹斯这里一眼 笑得越发连小眼睛都看不到了 哎 看起来很眼熟啊 许之呼满脸古怪地抬头望去 突然想起来 好像那天和燕赤霞吃绿岛大虾的时候 酒楼里的掌柜就是这位 这家伙信心是黑山方氏的主管 木柳和小兰他们一口同声地回答 原来是这样啊 许之呼若有所思地摸摸下巴 心到这年头有情人的品味还真是奇怪 都已经是黑山方氏的主管了 居然还要在酒楼里面宰客 别管是什么了 至少这个时候 这位金主管已经驾着乌云停留在黑山上空 而且笑眯眯地拿出了一个云雾茶壶 一边慢条斯理地喝着鲜茶 一边不怀好意地远远打量着兰惹斯 时不时还很古怪地呵呵两声 你妈好想看他 真的好想看他 木柳恨得咬牙切齿 真的有种把菜刀甩上去的冲动 死胖子 看什么看 有本事就过来 轮家分分钟把你 哎 花音未落 远处空中有几位练器士欲见飞来 木柳眼前一亮 哪里还有心情跟这个死胖子胡扯 赶紧点着脚远远挥手 客官 请问客官 我们这儿店面到期 所有鲜货一律 四零十 花音未落 对面那位金主管 突然笑眯眯地发动扩音法术 声音大到几十里外都能听到 为了庆祝我们黑山方氏五周年 今天的鲜货一律四零十 你妈好想看他成一二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气 作者善水 主播云天河 乔宇等 后期海燕和清 第六十集 木柳愤怒地头顶都在冒烟 眼看着那几个练气势 就要转向飞向黑山 立刻咬碎银牙地挽起了袖子 四零十 我们也一律四零十 买十件钱货 还付责一件 真的假的 那几个练气势面面相去 立刻就要绕回来 问题是还没有等他们来得及转头呢 对面的金橱管又笑眯眯地倾咳一声 三零十 木柳忍不住满口喷血 第一反应就是打算再降价 一群女鬼妹子们赶紧冲上来 泪眼汪汪地拦住他 姐姐不能再降了 再降我们就有亏本了 再降啊 再降啊 清主管隔着远远喝着鲜茶 很得意地看着他们 姓木的 我们大王说了 你降多少 我们就降多少 看谁先撑不住 你妈 好想砍他 成一散 这次别说是木柳和女鬼妹子们了 就连旁边看热闹的猪钢恋他们 也有一种上去砍人的冲动 喂 四胖子 别嚣张 信不信我分分钟强光你的生意 让你的黑山方式直接关门 清主管笑得是浑身肥肉躲在颤抖 是不是啊 我好害怕呀 哈哈哈哈 来来来 我就坐在这里等 看你们怎么抢光我的生意 来啊 来啊 来就来 小兰立刻气鼓鼓地插腰站出来 四胖子 我现在就抢光你的生意给你看 别眨眼啊 看仔细了 许哥哥 上 啊 许之乎很惊讶地转过头 哼 没错 一大群漂亮女鬼妹子 齐体合起双手 睁大水汪汪的眼睛看着她 许哥哥 你行的了 我们全都看好你啊 呃 我 就算你们这样说的话 那也得给我时间认真想一想啊 没事 尽管想啊 不急的呀 新主管居高临下地坐在胶椅上 很有兴致地摸摸下巴 哈哈哈哈 哎 要不要我给你点建议 比如 出售法器怎么样啊 啊 哈哈 不好意思啊 我突然想起来 你们拦惹寺 不会练气 对吧 哈哈哈哈 哎 你们在干嘛 朕说着呢 世小突然背着那个山地包 很兴奋地冲进了拦惹寺 哎呦 好辛苦啊 这个包好沉啊 知乎 你到底在里面装了 还没说完呢 他在门槛上一勾 整个山地包顿时腾空而起 偏偏带口还没有关上 几个碗碟全都飞了出来 哗啦啦作响地落在地上 哎 许知乎下意识地转过头 等看到地上那几个碗碟以后 突然眼睛一亮 说有所思地摸摸下巴 他盯着几个碗碟看了一会儿 又很悠闲地转过头 看了看木柳背后的古术幻影 最后还慢条丝里地抬起头 看了看还在自己头顶呼啸盘旋的五柄菜刀 怎么了 木柳和赤脚面面相去 什么都没有 许知乎愣了几秒钟 突然买脸古怪的倾壳一声 许知乃 我有没有说过 我以前送过五把菜刀 给一个做厨师的妹子 你说过 许知乎和东明山群妖 很同情地点点头 好吧 那我有没有说过 那位妹子家里祖传三代都是厨师 而且我每次去她家的时候 都会被拉进厨房陪练 这个还真没有 许知乎和东明山群妖 继续满脸同情地看着她 所以呢 所以呀 我突然知道 我们懒惹寺能干什么了 其实我们可以开饭馆 阿雷 开开开开玩笑了吧 知乎 你再说一遍 我们要在懒惹寺开什么来着 别闹了 谁会大老也能跑来我们懒惹寺吃饭 再说了 就算真要找地方吃饭 黑山方式那里的酒楼不是更多更好 事实上那位金主管已经笑得和不拢嘴了 哈哈哈 笑死我了 你们居然要在黑山脚下开饭馆 知不知道我们黑山方式有五六家酒楼 知不知道我们有方圆五百里内最好的仙处 知不知道我们用的食材能滋补灵气 混蛋你够了 木楼他们全都被笑得灭红耳赤 赤脚最狠的就是别人欺负他们在知乎了 立刻就杀气腾腾的站出来 哼 酒楼多了不起啊 实在好了不起啊 开饭馆这种事 说到底还是要看厨艺 等着 文家今天就亲自下厨 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木 还没说完呢 朱刚烈他们就冲了上来 捂着他的嘴就往后拖 阿蕾 吃吃你就别添乱了 别人做菜是能吓跑人 你做菜是能吃死人 还记得去年那道青椒炒牛柳吗 当场就干翻了五个妖怪 连号称百度不清的大伤猴都口吐白沫 那是 那是偶然失手还没 视觉满脸上的蕴红 头顶都在冒水蒸气呢 信我呀 我最近真的有苦恋厨艺 保证能让你们活着离开餐桌 谁信啊 朱刚烈他们听得毛骨悚然 连子子都在旁边泪眼汪汪了 姐姐 人家不要吃上次那个红烧肉了 上次人家就吃了一口 烧了两颗小乌鸦呢 喂喂喂 子子你是帮哪边的呀 混蛋 少看不起人 我今天还偏偏要做一道 诶 朱虎 你在干嘛 一片混乱中 众人很惊讶的琪琪转过头 就看到许之乎那里已经打开了山地包 拿出了各种铁锅 平底锅 油盐酱醋 外加牛肉猪肉羊肉什么的 像开展览会似的 一字排开 嗯 全齐了吧 笑咪咪的退后几步 他看了看眼前的零食厨房 突然朝着半空中盘旋的五柄菜刀 轻轻一挥手 那么 开工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记 作者善水 主播云天河 乔宇等 后期海燕和清 第六十一集 那么 开工 只是轻轻一拍手 盘旋在半空中的五柄菜刀 突然起起呼啸俯冲而下 从刀身上爆发出的青色光芒 就像是不断扩散的湖水涟漪 转眼间笼罩了整个零食厨房 诶 是姐和东明山群妖也好 木柳和女鬼妹子们也好 全都满脸好奇地睁大眼睛 一刀在手 天下我有 许之乎笑咪咪地伸手一指 刹那间 五柄菜刀闪耀盘旋 绕着一块牛肉刀光乱骨 片刻不到 就看到无数牛肉片 像雪花似的飘落下来 每一片都几乎透明 还真是好刀法 半空中的金竹馆也看得倒吸一口冷气 不过立刻冷笑起来 那又怎么样 刀工好又不代表厨艺好 有什么了不起的 是是是是是 你高兴就好 许之乎很诚恳地虚心接受 想了想又笑咪咪地转头看着木柳 那什么 我这肉类是齐了 蔬菜之类的都没带 木姐姐 你的树上除了长苹果桃子 还能长别的东西吗 比如 蘑菇 没问题 作为一个植物系大妖 木柳当即表示 只要灵气足够 人家完全可以违背植物学原理 连西瓜什么的都长给你看 所以几分钟以后 等小兰他们从古树上摘下一堆松茸松露的时候 周围的所有人都忍不住集体热泪盈眶了 你妹呀 松茸这东西怎么可能会长在树上 等一下 松茸就算了 谁能解释一下旁边那一大片菱角是什么鬼 干得漂亮 姐姐你一个人就能开个菜市场啊 许之呼表示肃然起劲 又抱起一堆刚摘下来的新鲜蔬菜 跑回了厨房 然后五柄菜刀继续刀光闪耀 土豆切片 黄瓜切条 茄子切块 倒是这时候看到这里的奇怪情景 周围路过的炼器室倒是纷纷停下来 半个时辰后居然聚集了上百人 所以说看热闹这种事简直就是我华下一族的天赋属性 转眼间一大堆食材辅料都已经切好 周围上百个炼器室看了半天 终于有人忍不住举起手 就这样吵吗 当然不是 还缺少一样主要材料 许之呼一本正经的回答 又转头看了看旁边的郭郭 多不用他提醒 郭郭立刻张口一喷 金光闪耀 就看到一枚赤红玉印从电饭锅里面喷出 蓬然一声杂落在桌上 顿时就有一片火光汹涌澎湃 正在冷眼旁观的金主馆 不由得恶然无语 这 这个 这个好像是我们黑山方式炼制出售的猎神印吧 怎么会在你这里 哎呀 不要在乎这些细节嘛 许之呼一本正经的拿过那一枚猎神印 很认真地摆放在针板上 紧接着又满脸严肃地举起了菜刀 混账 你想干嘛 住手 这猎神印可是我们黑山方式 咔嚓 还没说完呢 许之呼已经一刀切下去了 很诡异 原本比玉石还要坚硬的猎神印 居然在菜刀下毫无反抗之力 就像是奶酪似的被轻松地切成了两半 住手 快住手 混账 知道这猎神印需要多久才能炼制 管你啊 胡柄菜刀早就齐刷刷动手 围着那枚猎神印一通乱砍 等到荧光闪耀而过 就看到原本四方的猎神印 这时候已经变成了整整齐齐的细密丝条 就跟土豆丝差不多 嗯 刀工很不错嘛 许之呼很满意地摸摸下巴 又笑咪咪地拍拍手 来 姑姑 编个炒锅来看看 讨厌了 我又不是厨具 姑姑毫无作为厨具的自觉性 不过还是嘀咕着就地滚 等到青光散去 还真的就变成了一个炒锅 这就对了吧 许之呼拿起旁边的肉丝萝卜丝什么的 很不负责地往锅里一倒 随便搅拌了几下之后 很认真地想了想 又拿起了那盘猎神印丝 卧槽 刹那间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 等会儿等会儿 那个谁 你该不会是打算 没错 许之呼就是这么想的 在一大群人的惊态目光中 他真的把一盘猎神印丝都给倒进炒锅里 然后跟那些肉丝萝卜丝什么的混在一块 漫不经心地吵啊吵 吵啊吵 这一刻 整个懒惹寺里的所有人都看呆了 视角瞠目结舌地蹬大眼睛 目榴傻乎乎地咬着手指 朱刚烈已经经得连裤腰带都断了 一群女鬼妹子们两眼发直 满脸呆滞 至于那位金主管 目瞪口袋的金主管 已经彻底是化 直到那一壶鲜茶全都倒在脚面上 这才满脸抽搐地怪叫一声 疯 疯了吗 那个疯子 居然把法器当菜做 啊 有什么问题吗 许之呼继续炒啊炒 想了想还是觉得不够 又倒了点酱油进去 再撒上一点葱花 外加一点生姜 最后拿锅盖一带 再慢火炖上三分钟 嗯 完美了 姨妈 这到底 是什么鬼呀 整个蓝褪寺里面鸦雀无声 几百个炼器士就这样集体瞪大眼睛 看着那锅猎山硬炒肉丝 在锅里面炖啊炖 等会儿 什么情况 到底是那个家伙疯了 还是我们出现幻觉了 事实证明这不是幻觉 几分钟后就听到锅锅一声欢呼 很得意地打开锅盖 把一整锅的猎山硬炒肉丝 往盘子里面一挡 热气腾腾的猎山硬炒肉丝出锅了 谁要来尝尝看 鬼才要尝尝看 一大群练气士都集体分白眼 别闹了 炒肉丝是没什么好奇怪的 但是 怎么的 谁见过拿法器炒肉丝的 你确定切成丝的猎山也能吃 为什么不能 在我的家乡有很多神奇的名菜 比如 月饼炒肉丝 柚子蒸鸡蛋 草莓汤面 彩虹糖饼 波罗顿排骨 橘子炒绿豆 香肠苹果丁 木耳瘦肉南瓜粥 火龙果炖火腿宝啊 好吧 光听这些名字 就知道有多可怕了 在场的几百个炼气社 听的是毛骨悚然 新的 老弟啊 你的家乡到底是什么地方 居然有这么可怕的菜品 而且你们居然也敢吃 唉 没办法 中国第九大菜系 黑暗大学食堂菜 就是这么任性 许之乎也很感慨地叹了口气 想了想 又突然笑咪咪的 所以说呢 既然连草莓汤面都能吃 那么猎山印炒肉丝 应该也能吃吧 呃 谁先来试吃看看 你当我们是白痴啊 什么都不用说了 一大群练气势也好 妖怪也好 全都很整齐地退后三步 只有前排的一个红脸中年男 还在发症 等他回过神的时候 突然发现自己正孤零零地站在前面 哎 为什么你们 等等 那个谁 你想干嘛 我什么都不干 我就想请您免费品尝呢 许之乎满脸亲切地看着他 顺手夹起一筷子 猎山印炒肉丝 来来来来 老兄 吃吃看 就吃一口 给个面子好吗 傻瓜才会吃这一盘 看起来就很可怕的黑暗菜 那位红脸老兄 毛骨悚然地就要欲见飞走 问题是旁边的猪钢猎 他们反应很快啊 直接就冲上了一把按住他 那位红脸老兄泪流满面 看着可怕的猎山印炒肉丝越来越近 只能梨花带雨地拼命摇头 少啰嗦 你吃也得吃 不吃也得吃 不吃 不吃 打死我都不吃 混蛋 张嘴 不张嘴 我们打你了 你们就算打死我也没用 我再不要吃什么猎山印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记 作者善水 主播 云天河 乔雨等 后期 海燕和青 第六十二集 一片混乱中 双方折腾的是满头大汗 那位红脸老兄 还是紧紧咬着牙 不肯张嘴 赤脚终于看不下去 直接杀气腾腾地挽起袖子 闪开 让我来 把那盘猎山印炒肉丝 地 啊 话音未落 他不经意地转过头 就突然震惊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此次他们六个小萝莉 居然已经趁着没人注意 团团围在那一盘猎山印炒肉丝旁边 带头的子子 更是点起脚尖 睁大眼睛 满脸好奇地绕着猎山印炒肉丝 转啊转 过了一会儿 在天然吃货属性的诱惑下 他居然咽了咽口水 很好奇地伸出手 不要 刹那间 赤脚儿惊呼一声 惊慌失措地猛冲上去 叶口吞下了 猎山印炒肉丝 子子擦了擦满嘴的油 还很无辜地眨了眨大眼睛 赤脚儿吓得脸都白了 赶紧抱住子子 横在腿上 惊慌地拼命拍后背 笨蛋 你个笨蛋 吐出来 吐出来 快点吐 喂 还真的有效 背拍得头晕眼花 子子真的张口一喷 刹那间 一枚赤眼火弹 从他口中呼啸射出 烈焰翻滚沸腾 重重轰在数十丈外的山岩上 轰了一声 坚硬如铁的漆黑山岩上 居然被硬生生地轰出一个大洞 碎石飞溅 烟尘弥漫 洞口中更是发出嘶嘶声响 眼看着岩石被高温融化了 什么 什么情况 这一刻全场目瞪口袋 所有人都瞠目结舌地张大嘴 先看看山岩上的大洞 又看看泪眼汪汪的子子 再看看那一盘还热气腾腾的 烈山硬炒肉丝 等会 难道说 如果有一天有人告诉你 法器可以用来做菜 而且做出来的菜 还有特别效果 滚啊 你当老子的智商 是移动出花费送的吗 毫无疑问 没有人会相信这种胡说八道 可问题是 此时此刻 就在懒惹似的热闹庭院里 吃货属性满满的子子 只吃了一口猎山硬炒肉丝 居然就 居然就 诶 吃甲很无语地转过头 看了看那边山岩上 还在燃烧的大洞 等等 说不定 紫子子刚才只是上火了 你家孩子上火以后 能喷火的 许之乎很无语地翻翻白眼 又蹲下来捏了捏紫子的粉嫩小脸颊 哎 紫子 刚刚那火的 再喷 卧槽 还好他躲得快 紫子打着嗝 一口气喷了五六个火球出来 然后就看到对面那块山岩 直接粉身碎骨 被风一吹变成了漫天烟城 目瞪口呆啊 庭院里的炼器室也好 妖怪也好 全都集体目瞪口呆了 诡异的寂静中 那位还被朱刚烈 压在下面的红脸老兄 突然有点犹豫地挽起袖子 那什么 要不 我亲自验证一下 有筷子吗 有啊有啊 许之乎立刻把筷子递给他 谢了 这位红脸老兄接过筷子 又盯着那一盘 猎杉硬炒肉丝 看了小白天 终于视死如归地咬了咬牙 颤抖着夹起一口 闭着眼睛往嘴里一塞 他很艰难地咀嚼着 满脸抽搐浑身颤抖 看起来是要晕过去啊 许之乎赶紧递上一碗热汤 那什么 喝点汤顺一顺 要不我再给你做饭白玉灼炖南瓜 真不用 红脸老兄显然被这个菜鸣吓到了 赶紧满脸胀红地用了一咽 终于把这一口难咽的烈山硬炒肉丝给吞了下去 真不容易啊 一大群人在旁边看的是起起起擦冷汗 猪钢烈立刻很好奇地举起蹄子 老兄 你有什么感觉吗 这还用得着问 那位红脸老兄足足颤抖了五分钟 突然就满口喷血了 你大爷的 这是老子这辈子吃过最难吃的一道菜 而且没有质疑 废话 法器就是法器 就算用那个电饭锅煮得软了 那也是法器好吗 一大群练气士集体翻白眼 又赶紧追着问 谁问你味道了 我们的意思是 你吃了这个以后 有没有觉得有什么变化 变 变化呀 红脸老兄瞒脸苦恼地摸摸胸口 又耐心地等了一会儿 没什么变化呀 就是觉得胃有点疼 话说这东西真的能消化吗 谁在乎这个了 一大群练气士起起转头 很失望地看着那一盘猎山硬炒肉丝 那就是说 刚刚只是巧合 也许是那小姑娘 自己突然领悟了什么法术 其实吧 这是有几率的 许之乎笑眯眯地伸手入怀 又拿出一件法器来 没事没事 我再做一份白玉镯炖南瓜 就是刚刚答应你的那个 这么说着 在一大群人目瞪口袋的射线下 五饼菜刀又开始牵了一个白玉镯了 锅锅也在旁边很自觉地把自己洗干净 然后又让目瞪口袋的赤脚帮忙 往锅里面放了半个南瓜 趁着还在烧 许之乎还不忘给一群人解释 是这样的 我的五饼菜刀本来就有奇特属性 木柳出产的蔬菜瓜果又灵气充足 再加上我家锅锅的特殊烹饪术 三者结合起来以后 以后 一大群人很期待的真大眼睛 结合起来以后 就能把法器中的少许能力 转移到食用者身上 比如这盘猎山印炒肉丝 猎山印是用来火攻的 所以子子吃了以后 就得到了猎山印的少许火属性 我这么说你们能理解吧 理解是能理解 但是一大群炼气是面面相去 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这这这到底是什么个烹饪术 居然能把法器的属性 转移到食用者身上 那要是吃几十道菜 有限制有限制的 首先不是吃了就一定有效果 要看运气的 其次只能转移少许属性 重复再吃一遍也没有用 然后也是最重要的是 用法器做的菜很难吃 你得能吃得下去才行 就算是这样 那也很厉害了好吗 一大群炼气是不由的满眼放光 要知道法器法宝虽然好用 但毕竟是身外之物啊 哪里急得上直接增强自身属性能力 更重要的是 虽然一件法器只能有少许的效果 而且成功率也不高 但是只要我们有钱有时间 拿上几十件法器法宝来轮流吃 说不定就 胡说八道 还没等一大群炼气社想清楚 半空中的金主管已经暴跳如雷 合着远远在那指责 你们别被骗了 天下哪有这种烹饪术 能把法器做成菜 刚刚那小姑娘 一定是她事先买通的 哦 还真的有可能啊 一大群炼气士们面面相去 不由的有点狐疑了 许之呼倒也不忙着解释 笑咪咪地转过头 没事没事 反正白玉镯炖南瓜也快做好了 我们找个人 刚刚说到白玉镯炖南瓜呢 郭郭还真的已经做好了这道菜 又亲自送到那一位红莲老兄面前 好了好了 那个谁 赶紧趁热喝了 好吧 和刚刚那一盘烈山硬炒肉丝相比 这碗白玉镯炖南瓜 简直是不忍之事 黑乎乎的汤面上 飘着许多白玉碎片 散发着一股浓郁的中草药味道 让人怀疑喝下去 会不会直接喂出血 好可怕 真的好可怕 那位红莲老兄看得毛骨悚然 忍不住满脸抽搐 那什么 我改变主意了 要不我们换个 吃脚看不下去了 趁他还在开口说话 直接拿起大碗就灌了进去 救 救命 可怜的红莲老兄紧紧掐着喉咙 满脸虚汗浑身哆嗦 看起来好像是随时都会吐出来 许之呼赶紧淀了碗热水给他 忍住忍住 吐出来就白喝了 我忍 我再忍 红莲老兄也算是有毅力了 情景咬牙挣扎了十分钟后 居然硬生生的把这碗白玉灼炖南瓜给喝了下去 一大群练气势全都睁大眼睛看着他 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变化 等会儿 先让我喘口气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记 作者善水 主播云天河 乔宇等 后期海燕和清 红莲老兄整个人都软了 不停地擦着满头大汗 你大爷的 这汤喝起来的味道 简直像是有人用 正诉苦呢 他看了看自己擦汗的手腕 突然就大吃一惊 就是这片刻不到 原本普普通通的手腕 此刻居然泛起了微弱的 银白色光芒 看起来似乎带有一点 白玉的光泽 就像是 就像是 白玉镯 难道说 周围的炼气是 齐齐倒戏冷气 其中一个家伙反应很快 直接拔出长剑 向前一次 咔嚓一声 还没有等到长剑 刺中手腕 就看到手腕一抖 一圈银白色的光芒 突然凭空闪现 很轻松地将锋利长剑 挡在外面 混蛋 你真刺啊 红莲老兄吓了一跳 不过很快就反应过来 等等 我这个手腕上放出的防御荧光 倒是和那个白玉镯的防御属性很相似啊 那也就是说 成了 成了 真的成了 看着自己防御力大资的手腕 旁边的那一群练气士终于反应过来 直接一窝蜂式地围上来 把许之乎给团团包围了 拿零食的拿零食 出法宝的出法宝 还要怎么挤都挤不进去的 赶紧去抢那盘还没有吃完的猎山印炒肉丝 大师 大师啊大师 我这里有一件白骨帆 乃是驱使鬼魅的极品法技 您看是红烧好呢 还是清蒸好呢 一边去 白骨帆算什么呀 我这里有一饼紫清凉天剑 是我们门派祖传的神兵戾气 大师 麻烦您给坐一下 剑任清顿 煎饼煲个汤 健身的话 就送您当宵夜了 你们这也算诚意嘛 大师 别听他们的 在下姓钱 明多多 在东江青海城 开了一家法器专卖的店铺 您要是不介意的话 我们去我的法器店里 来个烧烤聚会怎么样 猎山印白玉镯什么的 管购啊 半空中的金主馆目瞪口呆 看到一大群修士 全都进了懒惹寺 终于忍不住满口喷鞋 混账 回头才了不起啊 老子回去告诉大王 过几天就 揍他 许之虎百忙之中伸手一指 士吉尔反应最快 趁着金主馆没有注意 拉开距离 直接就是一口蛛丝喷上去 紧接着 毫不客气地往下一拉 猪高链他们冲上去 就是一顿群翁 你大爷的 老子早就看你很不爽了 给我打 往死里打 打得连他妈都认不出他来 风水轮流转 今年到我家 一片混乱中 什么气都出了的木柳 心情大好 当即同样用了一个扩音法术 直接就朝着对面的黑山方式轰过去 震悟的阳光下 他那喜气洋洋的声音 回荡在整座黑山上空 足够让被群翁中的金主馆 再度喷血一百遍 一百遍啊 一百遍 好消息好消息 蓝惹司饭馆正式开门营业 各类名菜一应俱全 番茄炒杏黄吉 蘑菇炖范天意 水煮朱仙剑 诸葛考南鸣里火剑 首日会顾 可享七折优惠 切决自带酒水哦 三月的黑山方式本该是一年中生意最好的时候 远道而来的炼器是络绎不绝 砸下大笔零食带走各类法器 连带着几家酒楼都能多卖几盘绿岛大虾 可是这一年 别说是什么绿岛大虾了 就连方式里那些常见法器都卖不出去了 整整半个多月 法器的成交量还不到往年的一半 连打折促销都没有起什么作用 有人欢喜 有人愁 和黑山方式的生意萧条相反 山脚下的蓝惹寺 最近的生意简直是好到了忙不过来 来来往往的时刻把蓝惹寺大门都快挤破了 每人刚进门都会拿出零食袋 很豪迈的往桌上一拍 掌柜的 给我来一盘镇抹塔炒黄瓜条 多放点辣椒 不要香菜 那什么木柳啊 我们也算是老熟人了 我这里呢有一根打神鞭 仿制的 仿制的 我想问问 你说这个怎么烧比较好啊 清蒸可以吗 除了法器之外 符咒能不能做菜啊 我这里还有几张太义武雷符 味道可能不会很好 别闹了 说的好像你们哪道菜味道很好一样 没事 我连喂药都带来了 没错 就是这么奇怪的对话 反正从三月到四月从早到晚 蓝惹寺的炒菜声就没有停过 特别是到了晚上 一大群客人在蓝惹寺门口做成七八桌 苦着脸咬牙切齿硬生生吃菜的场景 简直是让人送人起敬 发财了 发财了 世杰带着东明山群腰 木柳带着一群漂亮女鬼妹子 每天都在蓝惹寺里忙里忙外 既要招呼那些文明前来的时刻 又要顺便推销各种鲜货和特产 累得腰酸背痛睡眠不足 但是谁在乎 只要每天晚上睡前看一眼账本上的收入 这群赚钱赚到没开眼下的家伙 立刻就精神抖擞 当即决定明天起再开一个早点摊 就做紫精灵煮白粥好了 我来个去 我每天都开店开到晚上十二点 真的不会被投诉 噪音扰民油烟过大吗 写食货刚开始还有心情配合工作 炒了三天菜以后 手腕都快断了 干脆很不负责地把锅锅交出去 啊那什么 你们喜欢怎么研究菜市都行 让锅锅带着五饼菜刀来好了 好啊好啊 木柳眉开眼笑地拼命点头 当即就用两条肚兜做酬朗 把锅锅骗进小黑屋去研究新菜市了 结果几天以后 懒惹四就推出了一系列的新菜 其中最让人景仰也最贵的 当属那道又闻火炖上十二个时辰的山河设计图炖佛跳墙 哇嘞嘎去 你们这么干的时候有问过女娲娘娘的意见吗 许之后晚上听到这个震撼菜名的时候 整整风话加石话五分钟 直到看到木柳居然打算请她来试这道菜 这才打了个喷嚏 立刻毛骨悚然地逃走了 哦好些好些 回想着刚刚那道菜 她一口气逃到了兰儿斯外面的松林里 这才擦擦冷汗 长舒一口气 你们一样 我以前一直觉得赤石做的菜已经很难吃了 没想到 诶 好吧 刚说到赤脚 赤脚就出现了 明朗的月色下 前方不远的松林里 这位东明山美人正赤着洁白双足 盘膝坐在一块青色大石上 张开樱桃小口 轻轻涂纳灵气 宁丸宫中散发出若隐若现的云雾来 深夜的昏黄月光 从灵芸中悉数落下 映照在她柔美侧脸上 事后如火的珠丝颈衣紧紧贴在柔软胶躯上 就偏偏摆了个古怪 具有充满美感的姿势 柔软的腰只向后弯折成将近九十度 仙手如同金蛇蝉丝一般 轻轻握住洁白如玉的仙族 轻松的不费吹灰之力 这是在练瑜伽吗 哇 这腰只的柔软度 这身体的柔韧性 肯定能解锁很多新姿势 足够让那些瑜伽教练都秀 卧槽 还没说完呢 正在筋食上保持着奇外姿势的赤颈 突然就砰的一声 摔了下来 许之乎赶紧冲上去扶他 没事吧 没事吧 我好像缠住了 视角很可怜地躺在青石上 腰只直尖弯曲成圆弧 仙手玉卒还很古怪地纠缠在一起 看起来就像是一条 打了死结的八爪章鱼 笨蛋 躺好了 别动 我来帮你解开了 我见鬼了 干嘛挑战这么高难度的动作 许之乎真的对这个傻牛无语了 好疼啊 视角痛得倒吸冷气 却又很郁闷地嘟起嘴 可恶啊 伦家还不是为了减肥 不对 为了修炼嘛 最近我觉得快要突破了 正好抓紧时间 修炼一下 修炼我能理解 但是干嘛把自己扭成这样呢 许之乎完全不能理解 这种奇怪的修炼秘术到底是哪来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气 作者善水 主播 云天河 乔宇等 后期 海燕和清 第六十四集 赤脚回答的那叫一个理直气壮 剪的 想当年我在盘丝洞剪的子子他们的时候 旁边就有个预剪哦 那里面记载着 喂喂喂 你那是什么表情 我能练到人缘终结 就说明这份秘法没问题 对吧 是是是 你高兴就好 话又说回来 我估计呢 应该是子子他们亲生父母留下来的 你到底是怎么把自己缠住的 根本解不开好吗 还真的是解不开 也不知道赤脚到底是怎么把自己扭成这样 仙手狱卒居然都纠缠在一起 这要是换了普通人类 早就筋骨折断 也就是赤脚而身为蜘蛛精 又修炼了这种古怪的秘术 这才能平安无事 还有心情聊天 可恶啊 解了半天都没有解开 许之后只忙得是满头大汗 说真的 嬴师爷没见你多勤快 怎么这个月突然这么心情修炼了 行不行啊 行不行啊 哎 说了别动 又缠进去了 赤脚也是急得满脸运红 紧急之下脱口而出 可恶啊 你以为我想努力修炼吗 还不是花花跟我说 再不修炼的人员巅峰 你那个男人就要被木柳给抢 啊 赤脚突然睁大眼睛 等她意识到自己似乎说落了嘴 突然就满脸飞红一片 不是,我的意思是,是说,是说 谁都没有料到,原本古怪扭曲的郊区,此刻突然毫无征兆地复原 嗤姐儿吃了一惊,还没来得及发出惊呼声,就一头撞进了许之乎的怀里 反倒把他撞倒在地 许之乎被撞得满口喷水 只是,等他从疼痛中反应过来,却发现气氛似乎有点诡异 或者说,有点小暧昧 邻间的金色阳光下,嗤姐儿正娇柔无力地依偎在自己的胸前 翘脸飞红一片,紧紧闭着眼睛 修长的睫毛却仿佛受到了惊吓,不停地微微颤抖着 啊,姐姐你这种表情是要害死人的呀 看到他露出这种少见的小女儿态 许之乎突然觉得脑子都混乱了 却又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就冒出一个大胆的念头 呃,要是,要是,要是我现在亲她的话 会不会,呃,会不会被打死呢 就像是察觉到她的奇怪想法 痴姐儿更是满脸飞红地快要发烧 却偏偏又怎么都不肯睁开眼睛 心乱如麻,呼吸急促的 呃,亲一下,亲一下也没事吧 又不会怀孕,又不是一定要嫁 就在这刹那间,只听到远处兰惹寺前一声轰鸣 一棵百年松树突然拦腰折断 什么,吓了一跳 这越来越近的两人就像是受惊的小兔子 慌慌张张地赶紧拉开距离 等他们回头望向兰惹寺 就看到兰惹寺上空云霞中 似乎正有数十道闪耀的剑光俯冲而来 带起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好吧,我很飞剑 雪之乎很遗憾地叹了口气 只能赶紧地往回跑 我来带你走 痴姐儿紧随其后 轻轻揽住她的腰 平白色蛛丝用力一甩 顿时藤零驾雾似的呼啸飘荡 林间清风吹来 她偷偷转过头 看了看身旁的雪之乎 突然觉得心头怅然若失 满心失落顿时全都化为怒气 可恶啊 黑山老阳那个混蛋到底有完没完 隔几天就来找麻烦 这次蓝家一定要 啊 话音未落 等到冲出松林 他们两个突然大吃一惊 夜幕下的蓝惹寺 此时竟然陷入了一片混战 数十名炼器士架着闪耀飞剑 杀气腾腾地冲击蓝惹寺 法器光芒映照的黑夜明暗不定 千点鼠妖 竟胁迫无辜鬼魂为你卖命 害得他们不能重入六道轮回 我等今日就要替天行道 斩杀了你这行凶作恶的妖魔 胁迫你个头啊 木柳没好气地怒吓一声 同样幻化出威鹅古树原神 挥舞着数百条藤腕 凶猛横扫 小兰他们齐齐幻化为 真余凶恶的苍白女鬼 从茂密树冠中不断嘀吼冲出 试图用利爪切碎敌人的身体 见鬼了 怎么突然有这么多人跑来斩妖出魔 许之乎和赤脚面面相去 赶紧冲进兰惹似救援 然而刚刚闯进大门 就看到一道剑光迎面呼啸而过 就在前方不远处 一柄轻木扩剑呼啸冲突往来 扩剑上的大胡子练气势 满脸正气凛然 每当拔出五雷剑凶猛斩落 就会视如猛虎的怒吼日深 发动无数紫电银蛇呼啸四剑 正当地拦惹四眼角 都在微微颤抖 许之乎很无语地睁大眼睛 看着那一个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家伙 什么人 察觉到有人到来 那位大胡子练气势收回了五雷剑 虚发俱张地猛然转过头 然后是命运的邂逅 还是缘分的捉弄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一刻等看清许之乎以后 更准确地说 是看清许之乎身旁的赤姐儿以后 这位大胡子练气势突然就目瞪口呆 在瞬间彻底实话了 诶 诡异的借境中 赤姐儿先是目瞪口呆 却突然满脸通红 怒气冲冲 直接拔出裙摆下的良柄砍刀 混账 又是你个大胡子 叶蓝侠 生死吧 这一次 伦家亲手替知乎报仇 神生何处不相逢 不相逢啊不相逢 半个时辰前 许之乎还偶然想到 那天这一见的燕大师 也不知道去哪了 结果半个时辰后 这位大师就正气浩然地杀了出来 还和懒惹似的妹子们 站成了一团 莫非 这就是传说中的 宿命原范 是不是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此时此刻 当望见许之乎身旁的赤姐儿 刚刚还浩然震气的燕大师 突然就满脸仗的通红 也不知道是因为害羞呢 还是害羞呢 可恶啊 又是你这个大胡子 赤姐儿才不管那么多呢 直接从裙摆下抽出两柄砍刀 眼蓝侠 上次的仗还没跟你算呢 你居然还敢来找麻烦 真能能加好欺负吗 完全没有反应过来好吗 傻乎乎的燕赤侠还站在原地 直到眼看着赤姐儿 已经一刀横横斩落 这才恍然大悟似的举剑一架 等等等等 贫道不是来找你麻烦的 还有啊 贫道名叫燕青侠 不对不对 贫道名叫燕赤侠 少啰嗦 轮家管你叫什么 赤姐儿杀气腾腾的挥舞双刀 如同赤色旋风似的席绝上去 可恶啊 上次劫走的真乎 害得他感冒了好几天 这次又来打扰我们做生意 轮家还准备等发了钱 就去把胭脂水粉 都是你的错 都是你都是你都是你 转眼间就几十刀砍了下去 可怜的燕赤侠被砍的是满脸欲满 只能窘迫的连连后退 许实乎看得很无语 赶紧伸手一指 无柄菜刀立刻呼啸飞去 芝士 你去帮木柳对不起大人 这也交给我 赤脚微微愕然转头 正看到木柳被几个练气式围攻 对一犹豫立刻冲了过去 等等 燕赤侠下意识地想要伸手阻拦 却不知道想说什么 什么都不用说了 许之乎早就催动无柄菜刀 半针半假地笑咪咪赢了上去 老燕啊 我问你个事啊 你那天坠机以后去哪了 好吧 大家都这么熟了 一起逃跑过 燕大师还真是不好意思下狠手 只能老老实实地叹了口气 一言难尽哪 那天我用木顿服逃走以后 闭关了几天才勉强恢复元气 然后就赶紧回来找你 结果半路遇上这些同道散修 说是拦惹四 有志千年束腰 行凶做 小心 还没说完 后面就有两位黄袍练气使 仗剑怒鹤 杀气腾腾地冲了手来 岂有此理 这小子身为人族 居然住腰为腻 此今日定要将你斩杀 哎呦别闹 雪之呼很无语地挥挥手 五柄菜刀君立刻呼啸射出 刀光如潮涌澎湃 等到清光渐渐散去 两位黄袍练气使已经目瞪口呆 飞剑连法袍连挂剑都被削成碎片 寒风一吹突然好冷 没功夫理他们 雪之呼又转过头继续问 呃老燕你的意思是 这些练气使是专门来拦惹四 斩妖除魔的 呃这是什么法器 燕士侠看着五柄菜套呼啸盘旋 不由得两眼发直 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 啊没没错 他们好像接了什么人的委托 特意来拦惹四 斩妖除魔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魔幻穿越多人精品有声剧 宅妖记 作者善水 主播 云天河 乔雨等 后期 海燕和青 第六十五集 果然是这样 许之乎满脸古怪的摸摸下巴 用脚后跟去想也知道 肯定是黑山老妖在搞鬼 不过有点奇怪啊 那家伙伤为邪恶妖魔 居然能请得动人族正道练气室 难道还真是有钱能使 诶 还没想通呢 旁边又是五六名此袍练气室欲见而来 隔着远远就催动竖剑法器 光芒闪耀的呼啸杂露 岂有此理 这人族叛徒 竟然敢勾结妖魔狼狈为劲 本尊今天利用 是是是是啊 你高兴就好啊 许之乎再度很无语的挥挥手 刹那间 郭郭立刻从山地包里面跳出来 金光闪耀打开锅盖 直接把几件法器全都吞了 紧接着又得意洋洋的摇动身躯 骤然暴涨数十倍 大街 发气灵石秘籍 全都给我留下来 怎么可能 那几个紫袍练气室倒吸一口冷气 满脸变色的掉头就跑 郭郭当然是将打劫尽心到底 立刻大呼小笑追了上去 喂喂 你们要去哪啊 至少先把东西留下来 我的 我的 全部都是我的 目瞪口呆啊 硬赤霞在旁边看的目瞪口呆 下意识地低头看看五雷剑 突然忍不住打了个寒劲 我就这么一见识门传承的法器了 要是刚刚也扔出去的话 哎呀 所以说你是打不过我们的 要不就这样算了吧 你趁现在先走 我们改天再约起来喝啥 小心 还没说完 看着虚空中一枚金光大印轰然砸路 许之乎立刻很明智地抽身后跃 全无防备 一人赤霞吃了一惊 想要阻挡时却已经晚了 那枚金光大印 视如山月的轰然落下 顿时将他连人带剑都轰进了地里面 嗯 既然被那小子跑了 半空中的金光真人一汗叹气 招手收回金光大印 呃 师父 你刚刚好像砸中了那个大胡子 旁边的两位练器士不由的满脸古怪 无伤而已 区区小事不值一提 金光真人冷笑一声 再度催动金光大印 朝着妖怪密集的地方轰去 那个姓燕的大胡子 本来就是临时招募来的 伤了就伤了 有什么奇怪 你妹啊 临时工就不是人吗 这一刻被砸进深坑的燕大师 估计已经泪流满面了 那是这时候 随着赤脚和东明山群妖杀入战场 原本一面倒的战局 逐渐陷入了僵局 或者更准确的说 变得更加混乱起来 木柳幻化出古树原神 数百条藤腕奇奇呼啸射出 迎风化为真名凶恶的巨蟒 几名红袍练器士奇奇张口一喷 射出汹涌澎湃的火浪 烧得藤腕巨蟒化为灰烬 半空中一具女鬼呼啸俯冲而下 尖笑声如同无形狂潮 空的人魂飞魄散 站立不稳 射解而吐出漫天蛛丝 刚刚将几个青袍练器士罩住 旁边就有两位黄袍练器士 欲见杀出 后面的朱高烈他们看到 当然是杀气腾腾的冲上来 这个时候 只要默念我是空气就可以了 许之乎驾着电动车躲在角落里 很无语的摸摸下巴 吴炳蔡道君在他身前呼啸交错 青色刀光 密不透风 倒是没有人能攻得进来 问题是他是打算冷静的围观 却不代表着别人肯让他冷静围观 呼啸声中 那位金官真人又遇见追了上来 金官大印迎风一晃 顿时如同山岳似的再度轰落下来 喂喂喂 管我什么事啊 许之乎表示自己很无辜 顺便一踩油门 电动车顿时风驰电掣地冲了出去 还想走 那位金官真人冷笑一声 毫不在意地再度追上来 追逐中前面的地面深坑中 刚刚被砸晕的燕大师 这时候终于捂着流血的额头 摇摇晃晃地爬了出来 许之乎吃了一惊 仓促中慌忙转向 总算是很惊险地从他身边穿过 后面追过来的金官真人 却不管那么多 直接就迎着燕赤侠撞上去 顺势没好气地大嗅一挥 小北快闪开 不要挡住本尊的 烟尘弥漫沸腾 许之乎正驾着电瓶车穿过走廊 突然听到身后的一声轰鸣巨响 几乎是下意识地猛人转头 却又突然目瞪口呆 是的 就是在这刹那间 刚刚杀气腾腾追来的金官真人 竟然呼啸腾空 飞出去几时丈远 紧接着一头撞进了走廊房间 然后 你猜 还有没有燃后 深夜的懒惹似 几百双目光的见证下 金官真人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充分证明了 地心引力的存在 被一拳砸上十几米的高空 然后又几乎怪叫着 从天而降 可怜的金官真人 一头撞进左廊房间 带起沸腾翻滚的 阴尘迷雾 然后就无声无息了 发生 发生了什么事 这一刻全场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张大嘴 却又猛然起起转头 望向庭院中央 在他们的视线中 满脸呆滞的燕翅侠 仍然是站在原地 保持着一个 庐山山龙霸的挥拳姿势 倒是刚和远处的 金官真人的两腿抽搐 相映成灰 难以置信啊 金官真人的两个门徒 这时候才追上来 看到这一幕 简直是惊怒交集 顿时拔出长剑冲上来 混 混账 刑剑的 你这个混蛋 竟然也投袭我家 话音未落 燕翅侠骤然须发俱张 仰天大吼一声 刹 刹那间 从他身躯中 迸发出青色气浪 如同汹涌澎湃的 狂潮巨浪 再瞬间 吞没了方圆数百丈 在这青色气浪中 就看到燕翅侠 双目通红 满脸扭曲 骤然撕开一惊 伴随着一惊的撕裂声 他的身躯不断暴涨 不断扭曲变形 不断向上延伸 最后竟然变成了 变成了 是的 转眼间 他竟然变成了一只巨猿 一只食欲丈高的青色狂暴巨猿 这巨猿如同小山般庞然魁梧 双目通红 如同赤色铜铃 巨口獠牙 森森如同巨齿 在原地恶狠狠地喷吐着白气 他竟然直肩拦腰 抱住一棵古树 猛然发力将整个树干拔出 以至于泥土都如狂潮似的 汹涌翻腾 寂静 这一刻 整个兰惹寺 都陷入了诡异的寂静 正在交战的双方瞠目结舌 全都难以置信地转头望来 啊 这 见鬼了 这家伙明明是人族 怎么会突然变成 汉山大圆绝 目榴不愧是千年束腰 正经中突然就想起来了 哪个混蛋这么缺德啊 居然让人族修炼这种太古妖族的秘术 难怪 难怪这大胡子的修为极不稳定 原来是 哎呀 别管原因了 就在这刹那间 那只青色狂暴巨猿 已经仰天咆哮 直接穷凶极恶地猛扑过来 足有数千斤重的恐怖树干 横子而过 带起狂暴剧烈的大风 哄在来不及闪耀的炼气士群中 哄完一声 五六个炼气士齐齐筋骨折断倒飞出去 后面的炼气士们魂飞魄散 惊慌中就要架起飞剑逃离 可问题是 还没等他们来得及升空 巨大的猿掌 已经如同山岳压顶 恶狠狠地轰鸣踩下来 只用了三分之一秒 社稷和木柳就一起做出了决定 一大群妖怪和女鬼妹子们 都跟在后面落荒而逃 朱刚烈边逃还边回头看 不停地踩冷汗 你答应的 这要这么办 就看着那家伙 拆了来惹死吗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十六集 好问题啊 雪之乎驾着电动车呼吓而至 根据我的经验 这个时候 我必须要找到他的尾巴 然后把他的尾巴切断 他就能变回悟空 不 变成老燕了 尾巴你个头啊 转眼间青涩狂暴巨猿 在淡翻一群练气势后 已经怒吼咆哮着 休母追上来 整个懒惹死 都在剧烈的震动 沿途的内线房屋 根本起不到任何阻拦的作用 在他的狂暴冲锋面前 直接四分五裂 兄亲 雪之乎揽住木柳的腰枝 来了个很惊醒的飘移转向 几乎在同时 就看到那根巨大树干 狠狠杂漏 直接将木柳刚刚立足的地方 轰成了深不见底的巨大深坑 雪之乎忍不住擦擦冷汗 好险 好险 看着后面还在呼啸很扫的青涩狂暴剧园 我见鬼了 有什么办法能让老爷停下来吗 没 没办法 那家伙已经失去理智了 只有等到灵气消耗一空 他才能重新恢复人形 清醒过来 但现在的问题是 诶 躲 多归提醒 妖怪们全都很整齐地纵身一跃 很惊险地再度避过轰击 翻滚跳起来的赤脚 成目结舌 别开玩笑了 看那家伙的样子 至少要半个时辰才能消耗完灵气 问题就在这 木柳也是无可奈何 我们必须得想个办法 先转移这家伙的注意力 谁知道 那家伙最喜欢什么 橡胶吗 朱刚烈半信半疑地举起蹄子 然后被所有人集体翻了白眼 等等 一片混乱中 许之呼突然满脸古怪地摸摸下巴 那什么 说到转移注意力 我倒是突然想到 吃吃 吃脚很茫然地转过头 你是说 还没说完 突然这间赤脚目瞪口袋 哪以置信地瞪圆了眼睛 是的 就在这刹那间 还没等他来得及开口 许之呼已经一把搂住他的腰支 然后毫不客气地亲了上去 多么甜蜜的一个吻 简直浪漫地让人陶醉 这一刻全场鸦雀无声 木柳瞠目结舌的睁大眼睛 女鬼妹子们很憧憬地合起了双掌 猪钢链他们先是不瞪口呆 突然就满脸悲愤地跳下 混蛋 老许你个混蛋 你居然敢 你以为我想啊 许之呼很深情地亲完 然后气喘吁吁地抬起头 败亲的满脸红韵 赤脚儿还在那晕乎乎地两眼发直 刚才 刚才 刚才发生了什么 好像之呼他 他亲了 没错 就是我亲的你 许之呼一本震惊地回答 却又突然转头大喊一声 喂 老燕 我刚刚亲了赤车哦 而且是法国式的蛇吻呢 刹那间 正在追杀几只落单妖怪的青色巨猿 突然杀气腾腾地猛然转头 赤轰如血的双目 带着几分迷惑和混乱 远远望向还在挥手致意的许之呼 只是下一刻 等他清醒望见许之呼 仍然搭在赤脚儿掀腰上的手时 紧接着又望见赤脚儿满脸飞红 娇羞柔弱的样子时 突然就 哦 发出震耳欲聋的怒吼声 这个家伙突然用力垂着胸口 歇斯底里地猛然跃起 轰的一声 带着极为恐怖的爆发力 庞大的巨猿身躯 如同山岳压顶 重重砸落在兰惹寺的门前 直接让坚硬的地面 全都四分五裂 烟沉如同飓风似的 弥漫腾空 沙 许之呼一把推开 还在发晕的赤脚儿 紧接着用力一踩油门 风驰电掣地扬城而去 暴怒中的青色巨猿 哪里肯放弃 就这么嘶吼咆哮地疯狂追赶上来 甚至还没有等靠近 就搬起路边的一块巨石 穷凶极恶地狠狠制出 来真的 许之呼吃了一惊 赶紧在仪表盘上一拍 刹那间伴随着青光闪耀 电动车飞快地重组成 盗气战斧 紧接着两道喷气管咔嚓伸出 骤然喷出淡蓝色火焰 巨大的推动力下 盗气战斧化为银白色虚影 一瞬间就略过数百丈的距离 将后面呼啸砸来的 岩石和巨猿全都拉开 可是奇怪的是 明明已经可以顺利逃走 盗气战斧却突然又来了个急杀 许之呼调转方向 看着兰惹斯这一边 还很有心情地和巨猿挥挥手 你追我 如果你追到我 我就让你 抱歉 我不会和你黑黑黑的 本来已经打算杀回兰惹斯的巨猿 因为这句话 真的是暴跳如泪 更是不管不顾地再度追赶上了 深夜的昏黄月色下 一人一车一员 就这样轰鸣狂奔而去 渐渐消失在远处的荒野中 微冷的晚风呼啸而过 只能听到狂暴的轰鸣声还在传来 以及许之呼那若隐若现的声音 我先想办法带老燕离开 顺便说一下 痴痴啊 我不是故意的 你这么美丽温柔聪明大方 一定是能理解的 对吧 懒惹斯的女鬼们和东明山的群妖们 面面相觑 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就在这诡异的寂静中 从刚才到现在 一直晕乎乎的赤姐儿 突然就满脸一片胀红 咬着银牙又羞又怒地追上去 李 李姐 可恶啊 知乎你个混蛋 居然万都没万就 啊 话音未落 刚刚消失在平地上的许之呼 居然又架着盗器战斧 呼啸冲了回来 啊 赤姐儿很惊讶地睁大眼睛 后面正追上来的木柳她们 同样恶然无语 不会吧 难道那个艳赤霞的持久率这么差 才几分钟不到就不行了 不好意思 走错方向了 许之呼一本震惊的挥挥手 从他们身旁呼啸着经过 顺手还捞起了正在看热闹的锅锅 几乎在同时 就听得一声怒吼咆哮 那只青色巨猿 也两眼通红地冲回来 挥舞着一棵连根拔起的百年松树 这家伙杀气腾腾的一通乱砸 就这样紧紧地追着许之呼不放 转眼间也跟着冲进了远方迷雾 完全无视了兰惹寺前的妖怪们 能说什么呢 赤姐儿和朱刚恋他们也好 木柳和小兰他们也好 只能全都很整齐地贴着兰惹寺的外墙 看着一人一车一员 就这样轰鸣作响地冲过去 渐渐消失在 等 等会儿 鬼异的寂静中 木柳木瞪口呆地转过头 看着远处深腾起的轰鸣尘雾 突然就满脸惊讶 心眼瞪得圆溜溜 呃 他们去的方向 好像是 有人欢喜有人愁 当兰惹寺遭遇练气式袭击的时候 位于黑山半山腰的法器方式中 刚刚喝过鲜茶的金主馆 却正坐在方式门口的红木胶椅上 眉开眼笑地欣赏着山下混战 虽说那这巨猿的出现 有点出乎预料 不过看着整个兰惹寺 被拆得七零八落 金主馆的心情 显然还是好极了 叫你们跟我抢生意 叫你们害我丢脸 这下好了 看看以后 谁还敢跟我们黑山作对 大大人命名 请 不用说 旁边几个练气势 当然是充分发挥了狗腿作用 纷纷赞美大人 果然是英明神武 却还能想到花钱买通那位金官真人 又让他鼓动一群正道练气势 去斩妖出魔 哎 低调低调 我们做人哪 一定要低调 金主馆很谦虚地连连摆手 又笑呵呵地喝了口茶 继续兴致盎然地伸长脖子 远远看着黑山脚下的烟尘翻滚沸腾 片刻之后等亲眼看见那个兴许的家伙落荒而逃 被狂暴巨员追进了荒原 金主馆简直是心花怒放 哈哈哈哈哈哈 那家伙死定了 真以为有只奇怪的坐骑 就能 哎 怎么又回来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第六十七集 没错 就这么片刻不到 许之乎又绕了回来 后面还跟着那只暴怒抓狂的巨员 什么情况 金主馆和几个练器师面面相去 心到那家伙莫非脑子进水了 放着大片的荒原不跑 居然绕回到黑山脚下 他就不怕被那只猴子堵在角落里面痛揍 还没想明白呢 就看到山脚下一人一车一员的身影 似乎正变得越来越近 越来越清晰 看起来像是要 像是要 不用猜了 这一刻黑山方是门口鸭却无声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望着山下 就在他们的惊呆视线中 许之乎正驾着到其战俘 提着咕咕 笑咪咪地呼啸冲上半山腰 虽说山路崎岖 起伏难行 可是架不住道妻丈夫 轮下声云 照样是跑得轻轻松松四平八稳 而就在后面几百丈开外 那只暴怒抓狂的青色巨猿 也正两眼通红 挥舞着百年松树 咆哮着直追上来 沿途不管遇到什么障碍 直接就恶狠狠地一松树砸下去 寂静 诡异的寂静 刹那间 呆若木鸡坐在交椅上的金主管 突然就尖叫一声跳起来 不 拦住 快点拦住他 绝不能让他冲进方式来 几个炼气室顿时如梦初醒 当即惊慌失措地欲见腾空 几乎在同时 方式中察觉到了异常的石腰 和炼气室也纷纷冲出 汇聚成足有五六十人之多 一起朝着山下冲去 片刻不到 等远远看着正呼啸冲上来的稻奇战俘 金主管擦着满头的冷汗 直接跳脚大叫 弄死他 弄死他 给我弄死这个混蛋 话音未落 就看到半空中五彩光芒闪耀 各种法器法术飞剑 齐齐呼啸射出 如同暴风骤雨似的 倾泻而下 转眼间就吞没了稻奇战俘 我汗 要不要这么热情 许之乎很感动地抬头望天 顺手抓住正想逃跑的锅锅 很不负责地往天上一扔 为什么又是我呀 带着悲愤的抱怨声 可怜的锅锅被直接甩上半空 紧接着迎风一晃 清光闪耀 猛然暴涨暴涨再暴涨 人多欺负人少啊 看咱家的昏食天地 刹那间锅盖砰地打开 这家伙像舌头像似的 用力长吸一口气 直接把漫天法术法器飞剑 全都吸进来 顺便还打了个宝格 谁的飞剑啊 多久没洗过了 一股怪味道 半空中的一大群炼器士 齐齐满口喷血 后面的金主管 更是惊到下巴脱臼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那个开起来很奇怪的 不 拦住它 快拦住它 来不及了 就在这一瞬间 许之乎已经用力一踩油门 直接穿过一大群炼器士下方 紧接着轰然一声巨响 重重撞破 方式大门 烟尘滚滚地冲了进去 几秒钟后 后面那只狂暴巨猿也追到了 但随着暴怒咆哮声 足有数千斤中的百年松树 被高高举起 穷凶极恶地 轰鸣砸落 仿佛要将许之乎 连人带车 给砸成土豆泥 问题是 盗气丈夫跑得够快啊 所以下一刻 倒霉的就是轮到黑山方式了 只听到一声轰鸣巨响 门口那一座奢华大酒楼 直接就被轰得只剩下半座 紧接着又被巨猿恶狠狠地踩过去 连剩下的半座也四分五裂了 刚转过头的金主馆 眼前一黑 差点就直接晕过去了 老子的酒楼 刚刚化了几千六十 重新装活过 都还没来得及开张营业 事实证明啊 酒楼就是个开胃菜好吗 许之乎这时候已经驾着稻齐战俘 很没节操地 直接冲进了街道 而且是看着哪里繁华 就往哪里冲 惊得那项来购买法技的练技士们 全都惊呼逃散 再看看后面 那只狂暴巨猿当然是咬死不放 挥舞着百年松树一路狂奔而来 沿途不管是商铺啊 酒馆啊 还是旅店啊 全都横冲直撞地碾压过去 就跟强拆指挥部的灵魂附体似的 转眼间 小半条街道都被毁了 金主馆终于带着炼器士御剑赶回来 看到这惨烈一幕 顿时悲愤地浑身肥肉乱颤 不管那么多 直接尖叫一声 你杀 你杀了他们 给我杀了 大概是觉得这只虫子有点长 正从一座法器商铺上 碾压过去的狂暴巨猿 突然恶狠狠地猛人怨气 蒲上版的巨长 带着呼啸狂风 穷凶极恶地横扫而过 于是乎在一大群练气士的 慕安慕光中 可怜的金主馆就这样惨叫着 向了洒水车似的 呼啸倒飞出去 只不过洒水车喷的是水 他喷的是血 而且还是一大片洋洋洒洒的 朦胧血雾 好可怜哪 许之乎正驾着 稻妻战俘往前冲 百忙中还不忘回头提醒 我要是你的话 这时候就应该喊救兵了 还真没错 下一刻重重撞上商铺 滑落的金主馆 就捂着断了五六根的肋骨 歇斯底里的惊恐惨叫起来 大王 救救我 救救我 你要是再不出来 我们黑山方氏 就要被拆 话音未落 就看到方氏镜头 轰鸣巨像 坚硬的岩石地表 如潮水般汹涌澎湃 紧接着就在这漫天黑雾中 一只完全由坚固岩石组成的漆黑手掌 如同遮天蔽日的无边阴云 从地表下 轰鸣延伸探出 黑山老妖 许之乎来了个急杀 若有所思地抬头望去 这是他第一次近距离看到黑山老妖的形貌 大概正如目榴所说 这位黑山之主一直忙于修炼 偶然情况下才会关注外界 不然也不会等到方氏都被插了大半 这才惊觉出来 刹那间那只探出地面的漆黑岩石巨掌 已经骤然上升到数十丈高空 却又带着令人站立的恐怖阴影 如同山岳似的朝着他砸路 混 混账 又是你这阴险小子 没错 即使在暴怒中 但黑山老妖依旧聪明地察觉到 许之乎才是重点 只要先杀了这个家伙 那只巨猿很快就会离开 啊 就知道会是这样 许之乎很感慨地抬起头 突然用力一踩油门 顿时轰鸣着冲向巨猿 看着他直接冲过来 狂暴的巨猿顿时咆哮一声 恶狠狠地举起那棵松树 穷凶极恶地狠狠杂落 呼啸狂风中 许之乎猛转车头 硬生生地从巨猿脚下惊险穿过 几乎在同时 黑山老妖的漆黑巨长 已经轰然砸落 以至于空气中都出现了剧烈涟漪 察觉到危险正在靠近 狂暴巨猿两眼通红 猛然抬头 顺势抱起数千斤重的巨大松树 恶狠狠地呼啸猛砸过去 就像两只蛮荒骨兽疯狂相撞 恐怖的气浪轰鸣腾空 却如同排山倒海式的怒潮 朝着四面八方疯狂席卷开来 方圆数百丈内 房屋商铺全都粉身碎骨 所有人都无法控制地 喷血倒飞出去 许之乎要不是及时架着 盗棋战斧加速逃走 恐怕也会被狂暴的飓风 撕成碎片 漫天烟尘中这恐怖一击过后 那只岩石巨长也四分五裂 只剩下小半截残缺 又惊又恐地缩回到地面下 混 混账 今日就暂且放你一马 登本尊 话音未落 怒吼声就突然停止 连带着地面的震动也消失了 再看看另一边狂暴巨猿 这一刻也是浑身伤痕密集 摇摇晃晃哀鸣着朝山下逃去 看起来他的头脑虽然人不清醒 但骨子里的本性却让他察觉到致命危险 下意识地想要逃离这个危险地带 好像是地缘初级 许之乎在旁边看到这一幕 倒是终于可以确定了 还好还好 黑山老妖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大 虽然比木柳赤姐要强上几分 不过还是稍微弱于 变身成巨猿后的燕大师 这么说起来的话 如果能说服燕大师来斩妖竹膜 又能够让他在变身后保持清醒的话 为什么咱就觉得背后有点发冷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感谢您的收听